随着远空的大贺声传来 所有天舞学院的人 不管是学生还是导师 甚至是所有的长老 皆是目光顿时望向了贺声传来的半空方向而去 这一刹 天舞学院来的客人也尽数目光挑然望去 而公孙道河身后的不少人 则是目光中有些不太自然和不太好看了 好熟悉的声音啊 人群之中 兵家里 朱鼎 秦朗 郭庆 向天印等人目动 那大贺声之中 让他们能够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呼啸惊雷 远空狂风涌动着 就在此时所有的目光目视之中 一只庞大的飞虎出现 铜体覆盖着汪文鳞片 虎嘴是争硬咆哮着 巨虎展开了双翼 振翅盘旋 威势震人心魄 一股妖兽王者是威压扩散着 王林妖虎双翅震动着 宛如带起了两股巨大的风暴一般 几个山洞便是出现在了上空之中 而此刻 王林妖虎的背上 有着一个蓝袍少年凛然而立着 少年十六七岁的年纪 一张稍显哨着的脸庞上 比起同龄人又多出了几分刚毅和睿智 浓眉如见 目光清朗 无端透着霸道和灵力 是他 是那凶残的少年来了 杜少福啊 是杜少福来了 那凶残的家伙来了 这凶残的家伙 好像是来对付古裕的 周围广场的目光 在短短的安静之后 随即便是有人认出了杜少福 这一段时间 杜少福早就在天舞学院内 是声名赫赫 凶残之名 响翅着整个学院 画像都到处贴得是 这家伙 这家伙怎么来了 人群之中 欧阳爽和杜小曼 面面相识着 皆是露出了疑惑之色 但两人双眸 见到那个少年之后 暗自的威宁神色 却是在此刻 稍然地放下了 心中各自都是松了一口气 是杜少福那凶残的小子 他怎么来了 兵枪李向天印 朱顶郭庆等 是面面相识着 但随即众人的目光之中 不知为何 都是极为默契地 涌出了喜色 同样涌出喜色的 此刻间还有 所有天舞学院的 那些面色难堪的 长老和导师 就连辽长老 副长老令人此刻间 都是目露笑意 神色中松了一口气了 那小子 怎么自己来了 孙长老 何虎长老 慕容熙等是 目光相识着 皆是不留痕迹地 暗自露出了些许的笑意 听着杜少福的贺声 天舞学院的这个大祸害 这一次好像就是来找 古玉麻烦的 昨天前 所有天舞学院的长老 和所有的执法队员 还有不少的老生 都还是恨不得 立刻擒住杜少福呢 而此刻 所有天舞学院的人 见到杜少福 都是露出了喜色 这等变化 怕是没有人会事先想到的 他来了 广场人群之中 程燕 杜池 杜云新 程超等新生不俗之者 此刻的目光也犯去了 是些许的波动 是他 天舞学院那上百的客人之中 腰弱约束 肌弱凝脂 身着淡蓝色衣裙的女子 当双眸目光落在了 那蓝袍少年身上的时候 眼中顿时泛起了些许的波动 和这蓝色衣裙女子 同样有着变化的 还有程胜男 此时 望着那亡林妖虎 还有那背上的少年 程胜男的目光 是再也难以平静了 牵手不由自主的 便是摸了摸自己 半边浑圆的脚臀 目光波动 银牙微咬 来的正是杜少福 杜少福听到大姐杜小曼被人伤了 自然是放心不下的 听说杀了大姐的人和兽 就在和平广场 问清楚了和平广场的方向之后 杜少福就打算是急速赶过去 没想到却遇上了亡林妖虎 亡林妖虎随着欧阳爽 回到天舞学院之后 就在欧阳爽的安排之下 在到处寻找着杜少福 刚巧也再度遇上 让杜少福意外的是 亡林妖虎似乎是这段时间 又得到了一些好处 已经是突破到了 麦陵境彼岸层次了 半空之中 突如其来的大喝声 也是令得古玉是为之一颤 然后目光 也是紧紧地落在了杜少福的身上 望着那一个 似乎是和他年纪相差无几的少年 古玉的眉宇间 神色冷清了一些 桀骜的眸光中 摸过了些许的寒意 脚踏着玄云翅教导 你是谁 我是谁关你屁事 你就是叫做那古玉的 那个王八糕子吗 杜少福目光从周围一扫 已经是第一时间见到了人群中 本就是格外出众的欧阳爽和大姐杜小曼 心中是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过当远远见到大姐杜小曼 脸庞上的苍白之时 目光再度落在了古玉的身上后 已经是夹杂上了些许的寒意 混蛋 你想找死 古玉俊美的脸庞顿时怒了 对方竟然是三番五次的叫他王八糕子 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如何能够让他不怒呢 哦 感觉到了古玉的怒意 玄云翅胶是争硬咆哮 浩荡的气息犹如风暴涌动着 微视溃压着长空 浮温涌涌动 流光蔓延着 此刻 玄云翅胶身上的气息 足以让万寿沉浮着 下空中实力低一阶的天舞学院弟子 耳眸刺透 体内的玄气为之停滞 无端是胆颤心惊的 呜 王林妖虎毫不示弱 一道震人心魄的呼啸声咆哮而出 双翅一震 带着龙卷风狂暴般的空气气流 席卷着长空 坐视欲扑 凶悍莫名 特别是王林妖虎此时的一双虎爪和双翅之上 隐隐间有着俘虏密文波动 透出了一种淡金色光芒 凶悍之中 更是透着霸道灵力 这等凶悍霸道灵力的气息之下 在修为层次相煞的前提下 王林妖虎也是能够直接抵御住悬云赤娇的威压的 甚至是在王林妖虎身上 那种霸道灵力的气息蔓延下 悬云赤娇的凶光中 反而是隐隐间露出了些许的疑惑和忌惨的神色 那王林妖虎似乎是不凡呢 竟然不惧悬云赤娇 下空之中也有着不少极为毒辣的目光 立刻就察觉到了王林妖虎的不凡 按道理来说 王林妖虎虽然是层次不错 但也是地兽榜上大的是妖兽啊 若是和天兽榜上悬云赤娇相比的话 还是相差巨大的 但此时竟然是能够在修为层次逊色的地步下 还能够抵御悬云赤娇的气息微雅 逐渐是不是一般的 古玉也似乎没有想到 那一只地兽榜上的王林妖虎 也会这般的不凡 原本还没有多放在眼中的 此时才重视起来 杜绍甫望着古玉成座的悬云赤娇 听那老者说道 好像就是这悬云赤娇伤了自己大姐的 悬云赤娇 天树榜上的妖兽啊 而后杜绍甫便是想起了自己的炼体之法 炼体之法的第一层促炼金语 需要利用灵药来促炼肉身的 而第二层法骨洗髓 可是远不止如此的 修炼第二层法骨洗髓 需要吞服不少妖兽的精血 还要生吞是妖兽的精血 以妖兽精血内蕴含的最为狂暴的能量 来法骨洗髓 还不是一般的妖兽精血 所能够凑合的 而是要用天兽榜上的妖兽精血 妖兽层次越高 其精血对于法骨洗髓的效果就是越好的 一般的妖兽根本不会有效果的 杜绍甫本就是一直在留意着 天兽榜上的妖兽消息 原来自知自己想要找那些 强悍的天兽榜上的妖兽精血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自己当初的实力 简直就是找死的 但是现在 看着身前出现的一条活生生的悬云赤娇 杜绍甫可是有些忍不住的激动了 小虎 你退后 杜绍甫话音落下之后 示意亡灵妖虎盘旋低空 身躯跃下广场 挥手让亡灵妖虎退后 然后抬头望着半空上的 悬云赤娇和谷遇到 看样子 你就是那叫做谷遇的王八高子了 快快 快和你那个悬云赤娇 下来等着我挨揍吧 话音大喝 杜绍甫完全就没有 将那谷遇放在眼中一般 谷遇何曾被人如此的骂过 就算是在光明神庭之内 他也是顶尖的存在 神兽神庭长辈疼爱着 其他师兄师姐 甚至都是畏惧和讨好于他的 师弟师妹们就是更加不用说了 混账小子 你捣死 谷遇是再也忍不住了 脚掌一塌悬云赤娇 眼中怒意涌出着 悬云赤娇咆哮着 浑身滔天的气息 为之沸腾 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庞大的蛟龙体表之上 一股股符纹涌涌动着 以争宁庞大之躯 对着杜绍甫俯冲而下 哼 麦灵境圆满层次的 玄云赤娇 一般的武侯境 也是难以难合的 争宁的聚嘴之中 符纹喷涂 血腥气息喷发 气势微猛着 那庞大的蛟龙身躯符纹 如万道光芒迸发 耀眼夺目 巨大的蛟龙俯冲 还没有接近到广场 以杜绍甫周身为中心 周围广场上的石板 便是尽数的军裂开去 石板齐飞 飞沙走石 地面一条条的裂缝 是崩裂而出 如此恐怖的实力 上德四周天舞学院的学生 也是为之心井肉跳 一颗心为杜绍甫提到了嗓子眼泪 哼 蛟龙俯冲而下 势如雷霆 瞬间到了杜绍甫的身前 那睁酿大嘴 就如同是血腥洞口 欲要将杜绍甫直接给吞噬其中 为是溃压长空 熏天河地 杜绍甫动了 抬头望着半空 睁酿俯冲而下的玄云赤胶 周身金色 弗鲁蜜蜜蜂涌涌动着 一股霸道凌厉的恐怖气势 如山红般爆发开来 金色光芒冲天而起 隐隐间金色光芒之内 像是有着一只金翅大鹏鸟振翅而出 刹那间 杜绍甫手掌张开 宛如蒲扇 手掌之上金色弗鲁蜜蜜闪闪烁着 一手狠狠地拍出来 嗡 杜绍甫一手伴随着金色弗鲁蜜闪 闪烁凝聚拍出 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震动的空间颤抖着 形成了一道弧形金色的空间凹痕 犹如金翅大鹏鸟的金色翅翼 刹那间势如奔雷 以碾压万物之势 狠狠地拍在了那 玄云赤焦的争硬头颅之上 恐怖的气息释放 承载着霸道意志 这一刻杜绍甫双目是金光闪烁 瓶泥四方 光是那可怕的气息 便是无形中震慑到了那玄云赤焦的 嗡嗡嗡 金色弗鲁蜜蜜光芒迸发 四弱镇压着一切 空间是嗡嗡嗡 风雷般的作响 一股风雷般是席卷广场长空阵 玄云赤焦惨叫着 就在所有震骇目光之中 只见那天兽榜上的恐怖妖兽 玄云赤焦 就在杜绍甫那一手拍出之后 恐怖争宁的巨大蛟龙徒顶 刹那间是摧枯拉秀般的拍碎了 咔咔咔 玄云赤焦的僵硬头颅被拍成了碎片 头骨拍碎是红白血肉沾飞着 然后那俯冲而向的庞大的身躯 也直接被杜绍甫一手就掀翻在地上 重重的砸落广场 一切势如破竹 摧枯拉朽 哼 蛟龙落地 碎石石板灰尘一起卷了起来 如若龙卷风一般 整个广场剧烈的摇动了起来 一条条的裂缝 不断地崩断了蔓延到了远处 能量消散 而此刻整个广场四周的目光 就如同是见到了最为恐怖之事 目光是无不适 瞠目结舌 久久之后 都是没有人能够活过神来 广场一片寂静 死寂一般的寂静 那一条庞大的 玄云赤焦尸体 躺着是一片狼藉的广场之上 让得所有的心跳 此时也是骤人为之停滞 真正堪比一般武侯镜的天兽榜的妖兽 一条恐怖的玄云赤焦 竟然是被那少年是一手就拍碎了头颅 那是何等的无匹之力 简直是横扫死方啊 抽搐 目光抽搐 脸庞肌肉抽搐着 公孙道和身后的人都在抽搐 那一个突然出现的少年竟然是堪比武侯镜层次的玄云赤焦给拍死了 他们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 天舞学院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少年呢 天舞学院的长老此时也不敢是置信一般 那凶残的少年竟然是恐怖如斯啊 然后孙长老和虎长老上官长老 就连辽长老的脸庞之上都是徐徐转换成了笑意 绝对的笑意 仿若是前所未有的憋屈 都在刚刚那一刻给释放而出了 这就是都廷轩那混账和傲童的儿子吗 慕容西远远的望着广场那一个略微轻瘦的少年 此刻间俊朗英气的脸庞之上也是狠狠一抽 南南倾倒 果然够凶残啊 唉 这混账小子怎么下手这么重 也不知道下手轻点 在客人面前太不礼貌了 呵护长老目瞪脸庞上盗矮着是些许的笑意 然后望着身边的那公孙道长老说道 公孙长老 我们学院的这小子也是年纪尚浅 不知道天高地厚 到处是没规没矩的 下手不知道轻重 没想到把悬崑赤胶都给拍死了 不知道悬崑赤胶在神庭是不是特别稀罕之物 要是对神庭很稀罕重要 那我们天武学院愿意负责 不能够让光明神庭吃亏的 听着何虎长老的话 公孙道的面色顿时就更加不好看了 目光暗自一抽 苦瓜文傲般 脸庞挤出了笑意 没关系 都是年纪尚轻 控制不住力道 那是很正常的 悬崑赤胶虽然不弱 但对我光明神庭来说 也不算了什么 诸位不必再怀 可是这话说出去之后 公孙道的心中却是在低血着 悬崑赤胶天兽榜上的妖兽 怎么会不重要呢 可要是真的是在天武学院要陪 那光明神庭的脸也就丢大了的 原来悬崑赤胶对光明神庭不算什么呀 可对我天武学院来说 还是很稀罕的 既然如此 那以后就请这位公孙长老有空的话 也送我天武学院几条吧 当然是越多越好 多多以善 公孙长老可是不要舍不得才好呀 何虎顿时对公孙道是追要着 一副善善的模样 可看不出开玩笑的意思 只是听着何虎长老的话 公孙道差点没喷出血来 这何虎还真是敢开口呀 悬崑赤胶多多益善 他整个光明神庭内也就两条悬崑赤胶啊 都是宝贝的不得了了 现在被拍死一条已经是心在地穴了 这混蛋现在还敢开口要索要 好 一会有机会的 会有机会的 公孙道说话的时候已经是在咬咬切齿了 恨不得直接拍死眼前 这何虎长老这家伙绝对是在故意让他闹贪的 那就多谢公孙长老了 何虎长老满脸一笑 然后对公孙道说道 要不然我看还是请神厅的弟子下来吧 万一神厅的弟子被伤了 可就不好了 我们学院的那小子下手可重着呢 没关系 古语目中无人也应该受点教训的 公孙道目光微沉 脸庞上挤出了笑一道 倒是没想到天舞学院还有这等不凡的学生 倒是让我开眼界了 那小子嘛 公孙长老有所不知 那小子是我们天舞学院的一个记名学生 平常也就是在学院打杂杂 玩劣得很 最近我们还在商讨 那小子玩劣成性 要不要将他开住学院算了 免得祸害了其他学生 呵护长老正色的说道 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道 待会儿若是那小子 赶上了神庭的灵脉肢体的弟子 我回头非要好好收拾他不可 让他那记名学生也不要做了 直接开桌出学院吧 公孙道嘴角抽搐着 狠狠地抽搐 目光冒火 感觉心头有着无数匹马是奔腾而过 整个人都不是太好了 打杂的学生 你还要开除 你有本事开除啊 你敢开除 我就敢马上绑回了神庭去 心中无数的话语在咆哮着 可是生生却是咽在了腹中 被憋屈的再也说不出来话了 几乎是要憋出内伤了 高 实在是高 此刻间周围所有的天舞学院长老 心中无不是对着和虎长老伸出了大拇指来 能够装格调装到这种地步的 绝对是人才 天舞学院能够有着这种本事大的 也非和虎长老一人莫属了 痛快呀 看着公孙道士 此时被和虎长老生生的憋得一脸通红 所有天舞学院的长老 便是心中说不出的爽快 这绝对是出了一口大气呀 吃焦 古玉身影出现在了玄云吃焦的身前 望着是生被拍散的坐骑 眼中目光在抽搐着 完美的少年脸庞上 寒意开始蔓延着 好多蛟龙血啊 可别浪费了呀 广场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杜绍夫却是立马就冲到了 玄云赤焦的破碎的头颅之前 站在那玄云赤焦的头颅前 显得极为瘦小 目视着此时 玄云赤焦头颅上溢出的鲜血 眼中就忍不出露出了贪婪之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修炼了 金只大鹏鸟鸟的功法关系 此时看到这天兽榜妖兽的血 杜绍夫就像是看到了灵药一般 忍不住想去狠狠地吞两口来 杀我赤焦 小子 你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只是杜绍夫古裕目光定情在了杜绍夫的身上 在周围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缓步踏出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杜绍夫 古裕是递怒了 广场的一脚公孙道身后的那个数年目洞 此刻见古裕已经是动怒了 古裕光明神庭之中 先进攫取的年轻天才 在小一辈之中 就算是各大势力相比 那也是达到了巅峰般的存在了 即使是另外的几大顶级的势力之中 同龄之中的弟子 也难以有着能够和古裕相提并论的 不久之前 古裕在外地 还曾和一个真正踏足了武侯境初登的修为者一战 虽然是没有击杀掉那武侯 但却是将那武侯给重闯了 最后是仓皇而逃 感觉到古裕的目光 杜绍夫微微抬头 清朗的目光中泛起着些许的波动 亦是缓步走出 四目相对 两个少年站立广场中央 周围那庞大的一条旋律赤胶尸体 成为了凶悍的背景 此刻 整个广场上的气氛 顿时是紧绷着 无端是剑拔弩张 刷刷刷 和平广场的四周 所有的目光回过神来 然后尽数落在了那两个少年的身上 所有天舞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了 光明神庭的古裕不凡 灵脉之体 脉灵静圆满 绝对是同辈之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了 但同样 对于天舞学院的学生来说 杜绍夫这三个字 照样是如雷贯耳 杜绍夫虽然只是最近才加入了天舞学院的先生 还是一个记名学生 但杜绍夫所做的事情 却是足以令人震撼 从老生的两死三废 到拒捕执法队 抢劫执法队 重创 五榜上的铁虎 重创执法四大五榜队长 据说执法第二小队的整个执法队 都被杜绍夫一人蹂躏 化魔剪李云霄最后也是无可奈何 还有传言 杜绍夫似乎还毁了学院的药田 偷走了长老看管的灵药 一举风骁的攀升 是同级榜前十了 这种种的明道和事件 在天舞学院的学生看来 也绝对是能够用凶残来形容了 此刻间 感觉到广场上那隐隐间 剑拔怒张的气势 所有的老生 都是屏住了呼吸 怕是接下来的一战 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战了 代表的已经是天舞学院 和光明神庭的神望和名誉了 一个声音在外 灵脉肢体的天纵奇才 一个是做出了重重凶残之势 一路横扫无底的凶残少年 一出现 就巴掌拍死的 一直是堪比武侯镜强者的 天兽榜的蛟龙 此刻间 这两个少年的一战 没有人能够是敢预知胜负的 杜少傅凶残 但那谷玉 也绝对不是好对付的 天舞学院的长老也不能 对于天舞学院的长老而言 最清楚那光明神庭谷玉的强大 所以才最为担心的 毕竟谷玉已经是 麦灵静圆满层次了 而杜少傅就连 麦灵静都没有踏足 公孙道目光落在了 杜少傅的身上 目光抽搐 若是今天谷玉不蹂躏那小子 怕是这一次来 天舞学院的作用 就会相反了 光明神庭的面子 也会大丢的 当然 在公孙道的心中 谷玉也绝对不会输的 天舞学院的那小子 有着凶残的蛮力 天赋恐怖至极 不过真正和谷玉相比的话 怕是应该还差一些的 毕竟谷玉可是灵脉之体呀 老三 好好教训那谷玉 人群之中一个脸庞机灵 目光明亮的少年 从震惊中是回过神来 正是孙志 那是他们宿舍的老三 老三在这个时候 是凶残的出现了 老三 干爬那家伙 别客气了 那谷玉太嚣张了 老三 干他 人群中张伟和吴兴峰也在 两人也是大声的喝道 杜少甫微微回头 寻着三人的方向望去 看看老大 老二老四都在 顿时目光是露出了笑意 杜少甫 敢扒谷玉 你抢我钱坤带的账 从此一笔功效 武榜排名八十九 执法小队的队长向天印走了出来 对着杜少甫说道 兵舰里秦朗 朱鼎 郭庆等大批的五榜强者也是随即走上前去 牧师的杜少甫张嘴大声的说道 杜少甫 揉临的小子 你上我们的仗以后也一笔功效 杜少甫 干他 凶悍的少年狠狠的揉临他吧 让他知道我们天舞学院的实力 凶残的少年 登手吧 千万别客气 杜少甫 代表我们几名学生狠狠地揉临他吧 这一煞和平广场的四周是人声鼎沸 所有的学生开始沸腾了 刚刚受到的围曲和压抑 在此刻间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所有天舞学院的学生顿时爆发 深浪如雷 响彻着长空 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是这么受欢迎了 慕容西目视着广场上的蓝袍少年 折扇轻摇 喃喃倾倒 此次就是那杜少甫吗 天舞学院的客人之中 所有的阵容内都是有着目动 杜家阵容内 一个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的大汉 幽暗深邃的双眸目光 此时也远远凝视在了 那蓝袍少年的身上 听着声浪如雷的四周 鼓欲完美的 美少年脸庞上 目光轻挑 声音清脆中 套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尊贵和高傲 望着杜少甫冷断 待会儿你会死得很惨 他们也再也说不出来话了 望着谷欲杜少甫没有说话 犹如未闻 清朗的双目此刻倒是颇为平静 只是眼中望着谷欲 那目光是有些小奇怪了 小子你怕了吗 出手吧 若是让我出手 你连出手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 望着杜少甫一脸平静的模样 谷欲就感觉到心中是越发的阴沉 对方像是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中 他何曾被人如此的轻视过呀 杜少甫终于抬头了 望着那谷欲 突然咧嘴忍不住骂道 小王八高子 你 你是舔噪的 舔噪哥都没有啊 婆婆妈妈的像个女人一样 你说的再多 我还是要打你的 随着杜少甫的话音落下 那完美的美少年的脸庞上 对时寒意狂暴的涌出 眼中目光是冰寒如铁 一股雄狠浩瀚的气息 在这一瞬间 骤然是犹如火山爆发般 直接攀升涌动着 隐隐间带着雷鸣之声响彻 哼 气势如雷 呼啸长空 这一上 古玉眼中的双瞳 都已经转换成了雷光之色 毛子中有着雷光闪烁 一股恐怖的旋气 伴随着耀眼浮纹涌涌出着 像是可以摧毁镇压一切一样 好强的少年 不愧是灵脉之体啊 和平广场的不远处 一处山头上 此刻间有着十数来个 青年男女站在那里 一个个都很强大 安静肃立地站着 领脉之体 严重之姿 很强大 那十几个青年男女之中 有着一个 是不忍人间烟火般的女子 请声说道 美丽的双瞳中 光芒绽放着 在这女子的身边 一个超凡脱俗的青年 身上气势 犹如是盘踞场空 镇压山河道 领脉之体 的确强大 广场之上 短短的一刹 以古玉周身为中心 旋气暴涌而出 蔓延耀眼 俘虏密纹 周围空间机遇事 在瞬间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风暴 而在那巨大的风暴之内 古玉周身 神洒灿烂着 寒意澎湃 恐怖威压相伴 让人站立 灵魂都是要伐叉的 望之也胆颤心惊 哼 周围空间扭曲着 恐怖的气势之中 四周天舞学院学生 不敢靠近 似乎一旦靠近 就会被生生 给摧毁成碎片了 此刻如此惊人的 威视之下 天舞学院的长老 也是不得不是 凝重了起来 自那符文风暴之内 传出来的威压 震撼众人 让人不敢置信 脉灵镜层次 竟然是能够 强悍如此 灵脉之体 谁能够抵挡 公孙道极其身后 众人是冷笑着 灵脉之体 谁能够抗衡着呀 这一刻 天舞学院的所有学生 屏住了呼吸 那股从 符文能量风暴中 弥漫而出的 能量威压 看得广场周围 众人呆滞着着 杜少福 抗住啊 感觉着 那灵脉之体的恐怖 天舞学院学生 暗自紧紧握着拳头 那种恐怖的威压 让所有人是无法抵御的 威势根本是不可抵挡 恐怖的威压 符文风暴之内 古玉宛如是天神一般 风华爵士 周身符文掠动 绚烂无比 古玉 眼眸是雷光闪动着 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威严 一步步地走向杜少福 接连着周围恐怖的风暴 逐渐将杜少福给笼罩其中 符文能量风暴一动 溃压杜少福在其中 这一刻 杜少福周围地面 被溃压得犹如地震一般颤动着 一道道的地面裂缝 是蹦碎个裂开了 整个广场开始颤抖着 但此刻 杜少福青瘦的身子 站在广场之上 依然是静静地站着 仍由那风暴席卷 轻瘦的身躯 却像是生根发芽了一般 纹丝不动 只是此刻之间 杜少福波澜不惊的 清朗目光望着谷玉 隐隐间双瞳之内 开始泛起了些许的金色光芒 符文能量风暴之中 谷玉站在其中 一角飘斩 双瞳闪烁着雷光 一股令人心寒的冰冷沙翼 席卷着半空着 小子 傻我作气 今日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赫声落下 谷玉的周身寒意是攀至极致 当最后一个字也落下的时候 谷玉身影猛然如箭尸般地暴射而出 犹如是穿过了空间 速度极为的恐怖 仅仅一个闪尖 便出现在了杜少福的面前了 这一刹 谷玉展开了全力的攻击 整个人的气息恐怖绝伦 符文涌动 雷光闪烁 恐怖气势横扫着周空 周围地面是纷纷崩碎沉下着 对方能够一手拍死他的坐骑 所以他从来也没有小看分好的 神功雷暴 谷玉大鹤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雷光轰鸣 空间乍响 宛如无间不摧 让得空间颤距 仿若这空间 都要被这恐怖的一拳 给直接红包了 好强啊 一般的武侯镜敢对抗吧 四周所有眼力非凡者是震惊着 谷玉的强大让人难以置信 这般强大恐怖的对手 杜少福还能够挡得住吗 所有天舞学院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头皮发麻 寒毛指数 天舞学院这一次来的客人 此刻监视各方阵容之内 也是目光为之颤抖 就在那恐怖的拳头爆裂而至的同时 杜少福终于动了 清朗的双眸中 光芒犹如闪电闪烁着 周身金色蔓延 长袍里里 俘虏蜜蚊冲天而起 席卷长空 以周身为中心 一刀刀裂缝字脚掌之下 是崩碎着 哼 短短的一刹 那一个清瘦少年金色光圈笼罩 犹如金色的神兮喷波而出 气势在暴涨 和天地空间相容 宛如一尊恐怖至尊在觉醒着 这一刻 大地轰鸣 轰尖颤举 霸道激荡 那轻瘦少年 无匹的匹尼 威压盖世 一刀大赫声 刺杜绍夫的嘴中 同时喷出 似龙吟九天 似神像长鸣 模糊的视线之中 在场并没有人多少能够见到 就在杜绍夫那嘴中一声是 似龙吟九天 似神像长鸣的赫声传出之后 双手手印变化 闪电般化作了 无数道的拳印 犹如是孔雀开瓶 最后又凝聚成了一道拳印 嗡 繁音低鸣 扶鲁密文划破了长空 拳头爆裂而出 不避不躲 一个闪烁之间 杜绍夫手中拳影 便是与谷一拳狠狠地 撞击在了一起 一道拳印 雷光闪烁 天雷轰鸣 一道拳印 金光蔓延 风雷低鸣 哄 如此两拳撞击 惊雷般的能量 闷响声 顿时在这天地之间 突然是响彻而起 声浪犹如天雷轰鸣 荡人 魂魄 下时间 恐怖的能量连起 宛如惊涛骇浪一般 骤然的席卷而开 让人是神智目眩 心潮起伏 震撼莫名 咔 就在此刻 众人还在 金汉莫名之中 便是听到了空间内 传出了咔嚓的 魅响声 似乎是有着 谁的骨头 在断裂着 然后众目 睽睽之下 便是见到了 场中耀眼的 浮温能量之中 鼓欲的一拳的 恐怖之力 撞击在了 杜绍夫的身上 像是毫无作用一般 就连杜绍夫的身躯 也是无法 撼动了半分 而杜绍夫的一拳之力 却是让得 鼓欲的拳头 开始瘫痪 两拳对撞 拳头率先 被轰碎了 金色八道 巨力席卷着 碾压着一切 鼓欲嘴中鲜血 骤然喷出 两个少年的攻击力 或许相差无几 但是在防御力上 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吃吃吃 拳头锻炼上的巨筒 还没有让鼓欲 来得及惨叫出声 杜绍夫已经再度出手 又是一拳喷出 杜绍夫出手是 凶狠快速 根本容不得 此刻一举受创的 鼓欲是有半点的反应 哄 滚滚金色 俘虏蜜蜜蜂包裹的拳头 伴随着 举手投足间 神秘一世的奥义 杜绍夫狠狠地 对着鼓欲的脸庞 砸了过去 拳头在鼓欲的 雷光眼瞳中 是急速地放大 却是来不及躲避 直接被一拳狠狠地 砸在了脸庞之上 一拳砸落 鼓欲的嘴中牙齿 伴随着鲜血喷波而出 哄 而就在鼓欲鲜血刚刚喷出嘴角的同时 其双瞳紧缩 惊骇的便是见到杜绍夫双手如垫 势如奔雷 一道道的拳印 连绵不绝 每一道拳印 都是包裹着金色 的俘虏密纹是爆裂而来 一道道的拳头 俘虏密纹包裹 像是雷雨一般 蹦蹦蹦 鼓欲仓皇间 只是避开了一道拳印 但接下来的拳头 犹如是复古之躯 根本是无法避开的 直接都落在了脸庞之上 一拳拳落下 鼓欲周身防御符文 是四分五裂 全部包碎 直接被杜绍夫生生的 凶残霸道给碾碎了 梅一拳轰击在了 那完美的 梅少年的脸庞上 鼓欲的脚步 就向后 是两枪退后一步 脚下地面化作了坟墨 杜绍夫梅一拳 攻在了那完美的 梅少年的脸庞上 都令得所有人 是心惊肉跳的 像是心脏 也要被震碎了一般 低沉的闷响如雷 鼓欲的脸庞 终于是在一声 清脆的锻裂声音之下 连甲骨也被打断了 最后一拳落下 俘虏密纹包裹全印 鼓欲满嘴的鲜血 和牙齿喷勃 身躯紧接着是 亮枪被轰击了 砸倒在了广场之上 可怕的劲倒 将广场冲击的遗产 地面裂缝军裂 杜少甫面无表情 跨步而出 双瞳金光闪烁 霸道无匹 眼神是犀利舍人 让你伤我老姐 一脚跺地 杜少甫腾腾入了高天 而后猛地向下踏去 狠狠地踩向了谷欲的躯体 哼 广场崩碎 地面下陷 杜少甫一脚将此刻间 已经是被打得七荤八素 昏昏沉沉的谷欲 狠狠地踩进了地面之内 呜 谷欲的惨叫声 在这个时候 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击惨的声音回荡在了广场的四周了 寂静 四周广场死寂一般的寂静 广场上的一幕 对于在场所有人来说 犹如梦境 亲眼见到也不容置信 随即片刻 众人在心惊肉跳中回过神来 望着广场上的一幕 无不是为之道眼唾沫 公孙道和其身后的 众多光明神庭的强者 一个个也是在颤立着 灵脉肢体的谷欲 神庭同灵之中的巅峰存在 没想到在天舞学院 却是直接被暴打 暴打的武技 天赋 脉魂 都没有催动出来 谷欲败了 直接被暴打趴下 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让人是神知目眩 看得都是回不过神来 天舞学院之中 此刻间孙长老 何虎长老 上官长老 穆龙溪 还有那辽长老 傅长老等人 都是面面相识 然后各自狠狠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无不是为之杂舌 这小子 凶残啊 不过我喜欢 何虎长老是沉默结舌 下巴惊恶的是 久久收不回来 然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双手摩拳擦掌的 很是激动 目光涌出了笑意 程胜男美眸目光 也是为之颤动 没想到 他竟然已经 情恨到了如此的地步 程胜男的身边 那腰弱约素 肌弱凝脂 身着淡蓝色衣裙的女子 飘逸妩媚 美眸连其拨动着 喃喃倾倒 看样子 爷爷的眼力 还是老拉一些的 小虎 狩猎我 广场之上 杜少傅对着一只盘旋 在了半空的亡林妖虎 亲和了一声 然后望着此时 已经是虚弱无比的古裕 没有再理会了 太深从古裕的怀中 直接掏出了一个乾坤袋之后 迅速就收集了自己的怀中 亡林妖虎咆哮 庞大的身躯 此时是阵翅足足 上三十丈庞大 阵翅俯冲而下 灵力的虎爪上包裹着金色葫芦蜜蜜文 四只虎爪直接抓住了悬云赤胶的尸体 然后阵翅腾空而起 我们走 杜少傅脉步而出 犹如七步赶缠一般 立马便是一脚跺地 然后腾上了低空 落在了亡林妖虎的背上 亡林妖虎阵翅而去 快若闪电 几个阵翅山洞便是消失在了众人心惊肉跳的目光之中了 那一个凶残的少年匆匆而来 奇迹般的出现 暴打了古玉玉顿之后 抓着一条天兽榜上的悬云赤胶 然后又直接消失离去了 好凶残的家伙呀 不过太解气了 向天印目光如尘 扎舌倒吸了一口凉气之后 俊朗的脸庞上露出了笑意 看着都是有些热血沸腾啊 解气太解气了 狗屁的神情天才不堪一击呀 灵脉之体什么东西 人群之中声音响彻 刚刚所有天舞学院学生所受到的憋屈和侮辱 此刻是尽情地释放着 一个个天舞学院的学生木颤 犹如的是刚刚那不容置信的一幕 那一个凶残的少年举手投足 一拳拳地暴打着古玉 就忍不住体内是热血沸腾 振奋激动 小曼姐 那家伙好像是为你来对付古玉的 怕是他得知了你受伤的消息 振奋的人群 欧阳爽此刻监视大远双眸之内 依然还是有着震撼之色 久久无法地消退的 杜小曼盈盈一笑 无端地妖娆 红唇为勾 清道 没想到三弟的实力 竟然长进得这么快 谁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看样子以后执法队是牵不住他了 欧阳爽笑道 眼中满是高兴 古玉师弟 公孙道的神后 那几个不凡的青年男女 在目光抽搐中回过神来 顿时面色震撼 齐齐掠向了广场 公孙长老 真是不好意思呀 我没想到 贵庭的弟子如此的不尽答 要是早知道 贵庭的弟子如此的虚弱 我就不会让那小子动手了 何虎长老望着公孙道 一脸的歉意 好像是真的不好意思一般 然后对身后的不少导师 是呵斥着的 你们还不过去看看 看神庭的弟子杀得怎么样了 另外找到杜少福那小子 怎么能够对学院的客人下手这么重啊 一点面子都不留 一定要好好地惩处一番 是 张老 身后的学院导师们 此时哪里听不明白何虎长老的话呀 顿时会议点头 想做关怀的夜市 立刻就掠向了广场 只是听着何虎长老的话 公孙道等人的面色 可就是一个个铁青的抽动不易 心中确实是憋屈的一句话 也没有说出来 古玉竟然被直接暴打了一顿 被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此刻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公孙长老 古玉师弟声势不清 请公孙长老看看 公孙长老身后刚刚不久前 掠向广场中央的几个青年男女 此时是匆匆而回 一个见硕的不凡青年 抱着半昏迷虚弱不堪的古玉在手中 只见原本那拥有着完美脸庞的美少年 此刻一张脸庞却是被打得鲜血淋漓 肿得像是猪头一样 眉开脸颤 眼肿鼻歪嘴裂 怕是此时古玉他娘来了 也认不出眼前的就是他儿子 看着此时古玉的模样 公孙长老等是光明神庭之人 无不是心中在低血着 好凶悍的少年 这古玉太倒霉了 各方阵容的目光 此时望着那古玉那凄惨的模样 嘴中的牙齿都被打掉了一大半 凄惨的实在是不能够再凄惨了 杜少傅那祸害太凶惨了呀 就连天舞学院的长老们 此时望着古玉的凄惨模样 也都是心惊肉跳 倒吸凉气 此时古玉那模样 简直是惨不忍睹 谁会想到 这凄惨的少年 先前还是风华绝世的美少年啊 弟子需要疗伤 诸位先告辞了 公孙道强忍着心痛 对天舞学院的众长老说道 再也不想和天舞学院的人 待在一块了 公孙长老慢走 放心吧 我一定会撑住那小子的 让那小子以后 不能够再随便打神庭的弟子 何虎长老对公孙道说完 然后对身后的几个学院导师说道 来人送公孙长老 不用送了 公孙道狠狠不已 扭着屁股就转身离去了 再也不想和何虎说上半句话 何虎长老 要不要去追那小子 要不然以后怕是又找不到了 一个兰医中年 也是长老的模样 压低了声音对何虎长老问道 注意 先牵住那小子再说 何虎长老微微点头 最后夹了一句说道 不过别伤了那小子 先牵住就好 还有那悬云齿焦的蜜骨和精血 不要让那小子给糟蹋了 哪怕是和他交换都可以的 中年长老点头 然后目光示意之下 和身后几个长老示意 然后是悄然离去 天舞学院的后山山脉中 一处山峰虽不甚高 但却是峻崖峭壁 凹凸石骨 极为的险峻 满山郁郁葱葱 惊剑流水着 当树道身影落在了这山峰上的时候 灭色均是变化不少 只见此时山峰上 有着不少的血迹和残骨 不能看出来 这些残骨都是来自旋云赤胶的 当最后一块蛟龙血肉 被王林妖虎吞噬后 饱满的腹部发出了打嗝声 虎目中说不出的满足 似乎是从旋云赤胶的血肉中 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然后在那树道身影的目光注视下 振翅而去 那小子知道我们在找他 又跑了 一个中年大汉氏满脸的无奈 那小子跑得倒是快呀 我们都被他忽悠了 好一个吊狐狸神之计呀 一个黄仪宽袍中年哭笑着 悬云赤胶的秘谷 应该是被那小子挖走了 只是糟蹋了悬云赤胶的血呀 可是能够提炼出不少的精血 一个灰衣老者一脸心痛不已 后悔的没来得早说一些 那小子的亡灵妖虎 本来就已经不凡了 此时吃了一条血云赤胶之后 怕是又会增强不少的 另外一个中年大汉说道 骗个之后 树道身影也只能够是无奈地离去 山浪风涛层层叠叠 周围的大山黑苍苍的是 没边没眼的 起伏的群山 如若是一片水浪波涛 群山之中有着一座巨大的山头 此时就算是大白天的 这山头也将是一座大墓式的耸立着 山头连绵着极为的庞大 这山头下就像是此时被埋葬了 天外的巨兽一般 无端的气息令人心颤 周围悠悠的山林和远处 直起直落的悬崖峭壁 让这山头透着一股骇然的清净 山头的四周是一片青石铺城的大广场 平常此地虽然不会太热闹 但也是走动得颇为频繁的 但不知道为何 今天却是极为的清静 这就是天舞浮静 一道略显轻瘦 但极为挺拔的身影 出现在了大广场上 望着前方那庞大的山头 感觉着周围无端的一股 令人心颤的气息 身影也停滞了下来 青瘦身影看起来是十六七岁的模样 刚毅的脸庞上 双眉如剑 目光清朗 仔细看的话 能够发现那双瞳深处 透着淡金色的光芒 一股霸道射人的气息 就折服在清朗的目光深处 来的正是从和平广场离开的杜绍府 前来此地也是早就和那神秘的 邋遢老者计划好的 从那满脸胡须 像是茅草般的老者口中 杜绍夫得知 在天舞学院之内 只要是进入了一个叫做 天舞浮静的地方 那就安全了 只要在天舞浮静之内 那就算是天舞学院的长老 也是不能够奈何自己的 天舞浮静 天舞学院的重地 据说里面有着无数的领悟 有着众多的灵气和浮静的 据说就连超越浮静的道气 在天舞学院内极有可能有的 另外在天舞浮静之内 还有着领悟武济和炼药炼气 和领悟浮静的地方 总之天舞浮静之内 有着一切修炼武道和浮道者的领悟 但这一切都需要用积分进入 没有积分就无法进入天舞浮静的 从和平广场离开 担心天舞学院的长老出手 杜绍甫立刻就按照那满脸胡子 像是茅草般的老者提供的地址 一路赶来了天舞浮静 据说天舞浮静不仅能够是摆脱 学院强者的追捕 还能够领悟修炼 杜绍甫也想见识一下子 当然那悬云赤胶的血和秘武 杜绍甫可不会放过的 悬云赤胶的血 被杜绍甫收进了乾坤袋中的容器之中 暂时还没有时间来修炼炼体之法的第二层 法骨洗髓的 悬云赤胶身上的秘骨 也被杜绍甫直接挖了出来 天兽榜上的妖兽身上的秘骨 那可是绝对的重宝的 没想到此地 还有着如此不俗的浮阵 这天舞学院 看样子也是极为不简单的呀 就在此时真清纯的声音传进了杜绍甫的耳中 浮阵 杜绍甫望着四周 仔细地望去 这才发现四周的空间 竟然是隐隐着有着有些扭曲和咒痕的感觉的 那种扭曲和咒痕若不是灵浮尸的话 怕是还是难以察觉到的 这不只是一个扶阵的 还是一个古老的扶阵 应该是布置了很长的时间了 或许已经是有着上千年 也许更久了 真清纯的声音有些震撼 也是第一次在杜绍甫的面前 对一个扶阵震撼 继续说道 这扶阵古老 已经上千年 甚至更久 怕是当初布置扶阵的人 都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还能够留下扶阵的维持 这等实力很是恐怖 怕是至少要到八星灵浮尸的层次 能够办到了 真没想到 这天舞学院内 曾经竟然还出现过如此的强者 八星灵浮尸 文言杜绍夫顿时哭笑 五星灵浮尸相当于武侯境的层次 六星灵浮尸相当于武王境的存在了 那八星灵浮尸那种层次 那又是何等的 强者呀 那等层次 怕是已经恐怖到了极致吧 甚至让人想着想着 都是有一种 虚无缥缈般的感觉 自己现在还只是三星灵浮尸而已 青春哥 那你全盛时期 可曾达到了八星灵浮尸的那等地步了 杜绍夫苦笑之后 对真清纯问道 小孩子 问那么多做什么 此地怕是还真是有些不简单 你进去看看 说不定如内劳者所言 在里面能够让你领悟上得到提升 你现在虽然得到了迈动静圆满层次的巅峰层次 不过是在脉魂和其他领悟上并没有进步 也很难继续突破的 真清纯对杜绍夫说道 嗯 是该好好领悟了 杜绍夫点头 今天在和平广场和那光明神庭叫做古玉的少年一战 虽然是一开始就暴打了那古玉一顿 但杜绍夫心中却是极为清楚的 自己能够暴打那古玉 却是阳长臂短 一脊之长对付了对方的脂短 自己在炼体之法上 虽然一直还没有修炼 发骨洗髓 但这一次在周苑老的药顶之内 以地心烈焰和庞大的灵药能量 还有原本吸收李宇霄的魔邪之气 以及在不少其他的助力的相助下 人品不错的在炼体之法上 烫足了真棚之境 真棚之境那种层次 怕是坚持大鹏鸟一租中 也是难以有人达到那种层次的 达到真棚之境 加上最近的突破和促炼 本就恐怖的肉身 此时更加是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了 以肉身之强 加上最近暴涨的实力 一举占据上风绝对压制 然后才能够暴打成功的 今天那个什么叫做光明神庭的少年 其实不弱 还是灵脉之体 看样子 光明神庭这些年 倒是发展的不错 真清纯轻声的说道 今天的一切 他虽然没有出现 但都感觉到 那光明神庭叫做古裕的少年 没有丝毫的小看杜少夫 甚至看得很重 也出了权力 不过那古裕 却是高傲了 他的灵脉之体 轮不到他不高傲 本就应该高傲 所以古裕高傲的想要强势的碾压杜少夫 想要强势的摧毁杜少夫的一切 想要摧枯拉朽的击败杜少夫 但那古裕却是不知情 灵脉之体是很强的 已是绝对的足以高傲 但那种高傲和金翅大鹏鸟相比的话 灵脉之体就显得有些不是很够了 何况他的灵脉之体 到了最后都没有机会 发出了真正的微能和步伐类 杜少夫文言微微挑目 在心中也是很清楚的 今天和那光明神庭的古裕交手 若是多交手几招之后 怕是自己就难以占据什么上风了 最后能不能够获胜 也都是未知之术呢 嘴角抹过了些许的笑意 杜少夫脸旁目光 目带着笑意 那少年的确很强 不过就是有些不惊打 一例降时会儿 有时候力气大耐打 比起什么武器天赋的 也是丝毫不弱的 杜少夫是这么认为的 修炼业途最终还是在修炼自身 自身都不够强大 到时候又能够强盗到哪里去呢 就算是有着天大的机缘 大造化降临 怕是到时候都是无法承载的吧 然后杜少夫对真清纯说道 清纯哥 你知道光明神挺 以前听说过 也算是很强的了 真清纯说道 杜少夫没有说话 以他对真清纯的了解 真清纯都能够说强的势力 那一定就是很强了 片刻之后 杜少夫走到了那庞大的山头之前 近看之下才知道 那庞大的山头前面 有着一座古老的石门 一尘不染 透着古老的气息 也不知道 一立在了此地是多少年了 石门大开 里面却是一片朦胧 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 只有一股古老的气息 缓缓地自那石门之内的朦胧空间 是弥漫而出 古老的气息 茫茫苍茫 让人不觉中 就会从灵魂深处 涌上了敬畏 新来的吧 拿着你的积分卡 进入附近就好 就在杜少夫打量之中 石门的旁边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个中年大汉 这大汉原本正躺在石门旁边的 一块大石头上打盹呢 那大石头像是一张石床 也不知道被他睡了多少年 石头表面上已经是光滑如玉了 杜少夫望着中年大汉 四寻多的模样 一头黑发披肩 模样算不上俊朗 不过脸庞很是干净 不是表面的干净 而是让人看着那一张脸庞 心中就会有些 觉着干净的感觉 这位先生 我是新来的 对天舞福星不熟悉 你能不能够和我介绍一下 杜少夫拿出了积分卡 这积分卡里面 现在的积分可是不少 中年大汉正躺在石头上打盹 被这小子给骚扰了 已经是有些无奈了 没想到此时 这小子竟然还敢骚扰他 微微坐起身来 瞪了一眼杜少夫道 天舞福境内的一切 你们的导师没有找你吗 没有 杜少夫无奈的摇了摇头 中年大汉文言 干净的脸庞有些不爽了起来 再度瞪了杜少夫一眼说道 福境分为物境 战境 还有灵境的物境之中 有着很多单独的空间 每一个空间之内 都会有着你想要领悟的东西 摇手密鼓 浮阵演化 炼丹过程 炼器之法 武器修炼 但层次不一样 需要的积分也不一样的 进入相应的领悟空间之后 积分卡上 那个积分会自动按照 12个时辰扣除一次 若是到时候 积分卡里面的积分不够了 就会被自动给排挤出来 要练口水 中年大汉继续对杜少夫说道 战境和物境有些不一样的 物境是专门领悟的地方 战境却是专门挑战的地方 也需要积分 战境里面的一切都是幻境 但却是和真实的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不同的是 若是你在战境之中死了的话 你就会被排挤出战境 不过真实的你 则是不会死的 但若是真实的你 若是死伤一次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死了 战境一共有着很多层 但是具体有多少层 也没有人知道 你若是能够在战境之中 闯过了第一层到了第二层 就证明着你就是先天境层次的实力了 你要是闯到第三层 就证明你有着脉动境层次的修为实力了 以此类推 另外 你若是能够在战境之中创造一些记录 或者是打破一些记录的话 还会得到战境之内的积分奖赏 记录越高 奖赏的积分就越高 一口气说完 中年大汉是深呼吸了一下 虽然是很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 有些唇甘舌燥的 杜少傅听着中年大汉的话 不停地点了头 所说的大概都能够明白 战境之内就等于是换阵一把 里面的一切看似真实 不过都是虚幻的 在战境之内挑战 到时候所能够得到的经验 却是真实存在 那种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何况还能够得到奖赏 至于物境 那就更好理解了 那就是各种领悟的地方 不管是战境还是物境 都是需要积分才能够进入的 没有积分的话 就会被排挤出来 先生 那灵境是什么地方 物境和战境 杜少傅都知道的差不多了 但灵境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对中年大汉问道 你的导师到底是教你什么吗 中年大汉很怀疑了 是忘了忘杜少傅一眼 继续说道 灵境乃是兑换之地 拿着积分卡 就能够在灵境之内 兑换你想要兑换之物 灵药 灵气 精血 密骨 等等的都能够兑换的 或者你要是用着 用不着的武器和灵气 丹药 精血 密骨等 都能够放在灵气之内 到时候灵境内都会给你积分 比起外面的价格直高不低 绝对比起外面是要划算不少的 原来天龙附近还有这种地方 到时候一定要见识一下去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天术榜上 妖兽的精血来兑换 杜少傅南南倾倒 对灵境也是极为感兴趣 可以说灵境就是一个极为公道的交易中心的 进去大门之后 左边是战境 右边是戊境 正前方是灵境 现在要进去福境就可以进入了 不要再打扰我休息了 中年大汉说完 目光在杜少傅的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回首感人 多谢先生 杜少傅知谢 对于中年大汉的解答是极为的感谢的 就在此时 身后广场上传来了破风声 有着树道身影掠空而来 极为的快速 几个闪动就已经是错落靠近了 不好追上来了 感觉到了身后的破风声 杜少傅回头望去 顿时便是蜜色大变 那树道掠空而来的身上 杜少傅都是认得出来的 都是天舞学院的长老 这些长老前来 自然就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没有任何犹豫 杜少傅握着积分卡 便是直接 是迈步冲进了那十门之内朦胧的空间 随着杜少傅迈步而进 那十门之内的朦胧的边缘 顿时蔓延出连起光芒 有着符文波动 有着一道气浪般的空间裂缝 蔓延而开 在其中央处 有着耀眼的光芒浮现着 古老茫茫的气息散发而出 是浓郁惊人 跨过了那朦胧的空间 浮光迷蒙着光芒耀眼 让人不敢张目直视 这让得杜少傅有着一种奇异的感觉 仿佛在虚空穿过 穿梭了时空一般 极为的玄奥 只是短短的一两个喘息的时间 在眼前刺眼的光芒消失之后 杜少傅睁开双眸 此时一个新的空间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杜少傅站在中央 空间波动迷离 光芒耀眼 抬头望着周围 杜少傅看到 这空间内的左侧和右侧 还有正前方各自出现了一 三股波动的空间波纹 像是三道空间之门 战境 雾境 灵境 三股空间波纹之上 都是有着福文大字的 光芒闪烁 若隐若现的 古老茫茫的气息蔓延 光芒耀眼 透着庄严磅礴 像是威严不可侵犯 让他第一次进来的杜少傅 也感觉到压抑和敬畏着 有学院长老追过来 先进雾镜 杜少傅有些既掺那些追上来的学院长老 没有时间多打量了 顿时就进入了右侧的雾镜之内 好像是身上有着一股特别的气息啊 怎么又感觉不出来了 这小子好像和当年的那小子 有着几分相似 就在杜少傅进入了石门之后 中年大汉男男倾倒 随即又躺在了石头上大盹 其他的一切 似乎都已经与他无关了 随着杜少傅身影 迈进了天舞附近 树道身影 也是急速地落在了石门之外 终究是慢了一步 没有追上杜少傅 差了一步啊 没想到这少年竟然知道 跑进天舞附近 这下真的没有人能够奈何他了 一个蓝袍长老苦闷的说道 一旦进入了天舞附近 就算是他们也是无法影响天舞附近的 这地方他们身为天舞学院的长老 也是无能为力的 总比起那小子逃出了学院地界要好 等他积分用完 自然就会被排挤而出 到时候就能够望中捉鳖了 一个老者说道 明亮的目光中抹过了狡猾的笑容 那小子最近可是掠夺了不少积分 怕是身上现在的积分可是不少的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 蓝袍长老担忧着 他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不少执法队员都是在他们面前哭嗦过 乾坤代和积分卡全部被杜少傅给掠夺了 全副身家都被抢走 那小子就像是大山之中走出来的穷孩子 俗话说穷山万恶水出刁民 那小子就是 所以才到了学院之中 见什么抢什么 只要有价值了就不会放过 就如同是暴打了那古域之后 在光明神庭那些强者肉痛冒血的眼中 玄云赤胶的尸体也被那小子收走了 等那小子出来 就算是积分不少 但也有着要出来的时候 夺不了一辈子的 老者说道 天舞浮径之内 一步跨进了雾镜 杜少傅就像是 眼前看到了一条无形的大道长廊 周围空间喷吐着霞光 宛若虚空 是会蒙绽放着 周围耀眼 被神蒙扑马了苍穹一般 然后在周围的霞光之中 杜少傅见到了不少的空间波纹闪烁着 上面都是有着浮纹闪烁 一眼望去 杜少傅便是见到了不少的空间波纹 在空间波纹上显露出了 妖狩的虚影 绝大部分都是地数榜上的 妖狩虚影 沿着那无形的大道长廊走去 不少的空间波纹上 有着拳法五计 掌法五计 剑爵刀爵 等等各种 五计符文闪烁着 甚至还有着 镇旗虚影 灵卢符顶虚影的 好奇怪 好玄奥的地方 杜少傅惊仰 周围一切都是 显得是玄奥不易 一股股光芒闪烁着 虚幻迷离 气息古老茫茫的 此地还真是不错 没想到天舞学院 竟然还有如此的地方 杜少傅的怀中 小塔漂浮而出 弗鲁蜜文蔓延着 然后真清纯虚幻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杜少傅的身前 漂浮着 还是那让人会觉得 猥琐的模样 不过此时真清纯虚幻的身躯 却是看着凝视了些许 这地方看着很奇怪 我的天赋好像都受到了 一些束缚 小妖也从杜少傅的怀中 抓了出来 虚幻的双眼 是饶有兴趣地望着四周 然后变得有些惊讶 最后说道 等我增强之后 应该也就能够 撑破这里面的这些束缚了 刚刚门口的那人 实力倒是不弱 真清纯说道 然后望着周围 一块块空间的波纹 对杜少傅问道 这里面应该就是 领悟五级 秘谷 浮阵等等的地方 你打算先领悟什么 杜少傅望着四周 那些空间波纹出现 受影的地方 应该就是和领悟那些 要受密鼓有关的空间了 对于那些脉魂和此相关的人 进入其中领悟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上面显示着有拳法五级 掌法五级等等是浮纹闪烁的地方 自然就是领悟修炼五级的地方 露出了镇旗虚影和灵卢浮顶虚影的地方 怕也只有镇腐师药腐师等 是进去领悟才会有用的 望着四周 杜少傅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也舍不得到处尝试着 按照那中年大汉的说法 一旦进去可就要扣除积分的呀 小瑶 你什么时候让我领悟一下我的脉魂啊 杜少傅对小瑶问道 自己目前最缺的还是脉魂的领悟 自己的脉魂和小瑶两者相连 若是能够得到小瑶的帮助 那自然是事半功倍的 当然杜少傅也能够自己领悟 身怀脉魂本身就能够自己是推演着领悟着 只是现在小瑶就在身边 若是能够得到小瑶的帮助 在脉魂的领悟上 就是能够事半功倍的呀 所以杜少傅认为自己也没有必要 去多花时间去做原本可以少花时间 去做好的事情 甚至少花时间还会效果更好的 现在知道求我了吗 小瑶得意不已 撇了杜少傅一眼之后 然后才说道 应该快了 最近吃的灵药不少 得到的好处也不少 我应该也快突破了 到时候就能够顺便 是让你得到有些好处了 真清纯文言对杜少傅说的 你先领悟其他的也是一样 修炼意图万遍不离其宗 只要是领悟 对你就会有着帮助 杜少傅点头 望着周围空间不断闪烁的 早就被金翅大鹏鸟一族给依为平地了 金翅大鹏鸟的密骨绝对不会遗留在来的 这里面有着不少天兽网上的 妖兽密骨的虚影 也并不都是有着密骨存在的 有可能只有 是有那么一些妖兽的一部分传承在此 或者是从那些妖兽的精血之中 提炼出来的 受为之气 但能够拥有这么多 此地已经很是步伐了 足以证明着 田武学院怕是有着不简单的过去 这样吗 杜少傅眉头微条 然后沉思了一会儿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领悟一下各种妖兽的密骨和传承吧 文言真清纯顿时目光 就带着金鹅落在了杜少傅的身上 然后目光波动了树下之后 恢复了正常 正色是望着杜少傅的 你确定吗 领悟的太多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树有专攻 涉猎很多领悟 还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其中的几样上 何况你现在武道和福道同修 哪怕你现在领悟福道 也是不错的选择 杜少傅目光双同金盲 是一闪而过 对真清纯说道 福道之上有你在 药福师和朕福师上就没必要做领悟了 弃福师上 我也还什么都不懂 暂时也不用领悟了 你这是拍马屁吗 真清纯目光磨过了笑意 似乎是这马屁拍得是极为受用的 目光中带着几分得意来道 你说的倒是没错 这什么天武福境不凡 不过要说起在 朕福师和药福师上的造诣 有我知道你就足够了 我肉身之力不错 那些武技什么的也兴趣不大 杜少傅继续对真清纯说道 在武技修炼上 自从修炼了金翅大鹏鸟一族的修炼之法之后 杜少傅就对武技的修炼不是太感兴趣了 一般的武技远远比不上金翅大鹏鸟修炼之法上的攻击 何况将神秘意识融入到攻击之中 举手投足皆不是一般武技所能够相比的 何必还要修炼武技呢 除非是和灵波逍遥部那般不凡特别的 那还是差不多的 那你领悟其他妖兽的兽能 怕是也远远无法和金翅大鹏鸟的兽能相比 真清纯说道 那没关系 就算对我自己是作用不大 不过知己知彼方能是百战百胜啊 我要是将所有妖兽的兽能都能够领悟一些 那到时候谁要是催动脉魂对付我 那我就是能够轻易地对付了 杜少傅嘿嘿一笑道 反正我现在也没法出去 多领悟一些兽能反正都是兽足 说不定到时候对我修炼的金翅大鹏鸟一族的功法也有着帮助呢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这理由倒是很特别呀 真清纯无奈地撇着杜少傅 然后微微点头道 你的想法其实也没错 至少我认为也是有着道理的 但到底是对是错我也不知道 毕竟在武道之上我涉猎的也不是太多 另外最近我正好也打算闭关恢复一段时间 到时候也能够恢复的多一些了 精春哥 这些对你应该有用吧 文言杜少傅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怀中的乾坤带出现在了手中 然后从中掏出了好几个玉瓶和一些丹药 凝聚夜 九转增神丹 地缘灵夜 真清纯虚幻的手掌一扫 将杜少傅手中的玉瓶和丹药 收集了手中道 不错 对我现在的情况来说 这些倒是有着能够有着一些作用了 我可是特意帮你找的 够意思吧 杜少傅脸上带着笑意 这些对元神精神里有着帮助的丹药和灵夜 都是从天舞学院那些学生身上的乾坤带中 搜刮分类出来的 对真清纯现在的元神之类状态是有着帮助 杜少傅一直也是没有忘记 是朕一直在留意着 难道我帮你做的少吗 小白儿郎 真清纯瞪了杜少傅一眼 不过眼中有着感激之色 暗自磨过 大哥照顾小弟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杜少傅翻着白眼说道 好了 我准备恢复一段时间 你好生领悟吧 记住 尽量多稳固根基再突破 不及一时 真清纯对杜少傅无奈 不想再和杜少傅说废话了 话音落下便是进入了小塔之内 我也修炼去 得增强实力了 要不然的话 下次发现宝耀 还要被你这无耻的家伙给抢走 小妖说道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向来是中承诺的 有信用的人 杜少傅一脸正气地说道 然后将小妖和真清纯容身的小塔 再次收起了怀中 就这 狂妖天狼吧 杜少傅的目光 随即落在了远处一道闪烁着 狂妖天狼虚影的空间波纹之中 手握积分卡跨步而去 在漫天的耀眼光芒之下 身影直接进入了其中了 哦 当身影进入那空间波纹的时候 那空间波纹中的 狂妖天狼虚影 就像是要活了一般一样 顿时咆哮而出 威势狂猛大涨 一口像是要将杜少傅吞噬而尽 狂妖天狼 血脉层次可是不弱的 杜少傅记得当初执法队的兵千里 脉魂就是一只狂妖天狼呢 就在身影进入那一片空间波纹之内的时候 光芒刺眼 所以杜少傅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积分卡上下露出是整整十六万三千二百的积分数目 但转瞬间 八百的积分从积分卡内消失不加了 积分是十二个时辰一口 也就是说 领悟狂妖天狼十二个时辰需要八百积分 在天舞学院之中 十积分能够买动动品出灯层次的5G一套 或者是动品出灯层次的单药一枚 这要是在时程 动品层次出灯和5G和单药 都是足以令得不少的中小家族和小势力 是倾家当差了 而现在领悟狂妖天狼的一天 就需要八百积分 等于是需要八百套动品的5G 或者是八百枚动品的单药 这只是领悟一天的代价而已 这要是领悟十天 可就是八千的积分了 还好杜少傅没看到 若是看到了之后 还不知道要心疼什么样子呢 这简直就是抢劫呀 狼豪惊天 当杜少傅出现在了另外一处空间的时候 那空间之处 群内是群山连绵 山风耸立 一只妖狼虚影骤然出现在了杜少傅的眼帘之内 那是一只体型如雄狮一般的剑朔的妖狼 浑身都是厚厚的鳞片 睁嘴是獠牙甚甚 猙獰无比 此时那妖狼虚影巨大的神区旁的如山 通体符纹光芒流转 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波动 好恐怖的狂妖天狼啊 杜少傅震惊 这才是真正的狂妖天狼 比起冰千里吹动的脉魂类 切实不知道是强悍上了多少倍了 传言 狂妖天狼可是狼族妖兽之中的顶级王者 据说还能够号令狼族的 狂妖天狼虚影咆哮着 浑身是符文闪烁 恐怖的气势震动得山林抖动 地面颤渡 宛若开始了一场大地震 足以令得众兽惊恐扑斧 绝对的寿终王者 杜少傅的墓室之中 那庞大的狂妖天狼动了 那庞大如山的恐怖之躯 在山脉中移动 撞塌山峰 狼爪落下巨石崩碎 山峰被齐齐地给削断了 哦 这狂妖天狼在不停地变化 威势恐怖 凶悍无匹 大片的山峰直接被撕裂 大地被踏碎了 好强 杜少傅 杜少傅震撼了 没想到狂妖天狼是如此的强悍如斯 杜少傅自原本在兵千里的身上小看了狂妖天狼 以为狂妖天狼是不过如此的 此时杜少傅才知道实则不然 只是冰千里修炼的脉魂还不够而已 真正的狂妖天狼成长起来之后是绝对的恐怖 空间之内狂妖天狼咆哮变化 然后那庞大的身躯化作了漫天俘虏密文 光泽蔓延 伴随着惊人的能量 璀璨夺目 霞光耀眼 然后那俘虏密文是极为诡异玄傲的周身 是围绕在了杜少傅的身前了 领悟吗 杜少傅心中微微惊讶 这是狂妖天狼的俘虏密文 若是自己能够领悟了 怕是对金翅大鹏鸟的修炼功法 也是有着帮助的 说不定以后还能够对上不少的手段的 微微惊讶之后 望着那耀眼的福恩能量 杜少傅开始盘喜而坐 立刻领悟起了周身 是漫天的俘虏密文来 刚刚见到狂妖天狼竟然是能够强悍到 那等恐怖的地步 所以此时对着狂妖天狼的兽能领悟 对于杜少傅来说 也就突破间是就多出了极大的诱惑力 沉神静气 杜少傅知道在领悟中自己需要全身关注 才能够领悟这狂妖天狼的兽能 只要能够领悟 通彻撤狂妖天狼的俘虏密文到时候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刚刚狂妖天狼虚影的变化 一山倒海 撕裂天地一般的微能 就是狂妖天狼俘虏密文在演化 在衍生 领悟了这些俘虏密文 就能够理解其本质 没有多久 杜少傅便是已经沉浸在了领悟之中 进入领悟状态 杜少傅一向是比较快速 于是开始 全身心地投入领悟狂妖天狼的兽能和奥妙之中 几乎望望 沉浸领悟之中 杜少傅犹如缺水的鱼儿 突然之间钻进了大海之中 如此之间 时间也是叙叙而过 天舞学院就在 灵脉肢体的古域 被杜少傅暴打的当天下午 光明神庭的强者就匆匆离去 都是面色难堪的离去 公主 程盛南也只好是跟随离去 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告辞了 但天舞学院这些天 却是一直在沸腾之中 光明神庭不凡的古域 灵脉之体 十六七岁的 脉动静圆满层次的修为者 明镇一方 同辈之中绝对顶尖的存在了 而就在这样的存在 天舞学院中 还加上一条堪比 武侯层次的 天兽榜恐怖的蛟龙 结果却是被 天舞学院的那凶悍少年 给暴打成铸头了 其天兽榜上的恐怖蛟龙 更是被凶悍少年 一手就拍死了 如此战绩 天舞学院的学生 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 不热血沸腾啊 特别是在光明神庭之人的面前 天舞学院简直是出了一口大气 那杜绍夫太凶残了 不过看到他 这古语凶残的样子 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看到那嚣张的古语 最后被杜绍夫 爆打成猪头的脸 我就心中解气呀 你们看古语那张脸没好 古语回去之后 他妈都忍不住来他来了 听说呢 凶残的家伙又跑了 长老们也没有擒住他 我觉得 杜绍夫这一次 可是为学院立下了大功劳了 长老们也应该 酌情地考虑了 不用再通缉杜绍夫了吧 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 甚至是寄名学生 最近都是在讨论着杜绍夫 有的学生甚至是自行 到了长老们的面前 请求长老把杜绍夫 从通缉榜上给撤下来 总之这些天 所有人都在关注杜绍夫 只是通缉榜上 杜绍夫的大名 一直还是在高挂着 好 一片竹林之中 一个轻瘦有黑的老者 轻轻地躺在了竹塘靠椅上 微微笑着 显得极为开心 爷爷 你高兴什么 那小子又不是我谢家的后辈 一个女子说道 头发随意地挖了一个松松的计 斜插一只淡紫色的簪花 为时粉黛 朱唇不点击红 我高兴 我没有看错人 何况你这丫头 若是愿意 让那小子成为我谢家的人 不就行了吗 老者笑着 一张是干瘦有黑的脸庞上 目光却是颇为的明亮 没有任何的浑浊 他可是 他可是个小男孩 女子的女子 女子巧笑倩兮 美目为盼透着机灵 那又怎么样 你奶奶当初也是大我不少 你娘也比起你爹大了几岁 还不是好好的吗 女人就应该大几岁 这样才能够管得住那些小男孩啊 老者继续笑着 女子没有再说话 竹林是威风轻浮 一丝散落的些许发丝 随意的飘散在腰间着 透着妩媚 动人心魄 臭小子 没想到你 竟然在天舞学院 石龙帝国皇宫之内 一个身着橘红色浸妆的高挑女子轻语着 眉毛微粗 容貌绝丽 身段高挑 举线朦胧起伏 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出落的已经是挺挺欲力了 此刻间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 女子牵手不由自主地放在了自己的 峭壁的臀上 动人的娇颜之上 透着愤然 那臭小子 当初怕是把自己那尴尬的地方都看遍了 就算是聊山 可毕竟是看光了 高挑绝丽的女子正是成胜男 想着自己还从来没有被异性给触及过隐蔽的尴尬之地呢 已经是被那小子都给抚摸过了 心中就是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还不知道那臭小子有没有其他使得坏 臭小子 这次还坏了师门的大事 重伤了古玉师弟 害得我怕是回去神庭 还要被责罚一次 等下次见到你 一定找你算账 成胜南带没事微调着 娇难的红唇 微绝着 连绵群山阴运争腾 仿若是世外桃源 雾外缭绕着 山峰耸立 到处还有着不凡的灵药蔓延下光 天地能量是为之惊人 山峰之上精致的庭院之前 一个少女盘袭而坐 周身笼罩着耀眼的白色光芒 宛如神盲 嗤嗤嗤嗤 久久之后 少女睁开了双眸 徐徐站起 十四五岁的模样 那身子却是已经出具弧线 加上那清秀的脸庞 怕是不用多久之后 就能够出落的是挺挺欲虑 惊眼是人 少女开向了远方 目光是清澈纯净 干净纯洁的让人看 像是不识人间烟火一般 勾纯 南南清道 少父哥哥 我会好好修炼的 我会努力成为强者 你要等我 总有一天 我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那一天 我就再也不要你的呵护了 谁敢欺负你 我就帮你揍他 以后这世上 就只有我能够欺负你 说着说着少女笑了 掰着自己的手指头道 还有小姨也能够欺负你 好吧 再加上爽姐姐一个 不能够再多了的 净 清脆的声音传来 一只青色的小鸟 从前空中的云雾中 轻�吉尺而来 然后便是落在了少女的肩头 这青色小鸟只有 小童巴掌大小 青色的羽毛上泛着些许的流光 一双乌溜溜的小眼睛透着明亮的光芒 眨着眼睛 叽叽喳喳的似乎是在和戴行语说着什么 小青青 你也不可以欺负师父哥哥的 少女对青色小鸟说道 稚嫩的脸庞露出了笑意 透着青春 青色小鸟振翅 乌溜溜的黑眼珠在转动着 表示抗议 少女微笑说道 小青青 那不同意也没办法 反正你不能够欺负少傅哥哥的 时间飞逝 转眼间就过去了半个月 天舞福庆之内杜少傅在领悟之中 根本就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只是沉浸在了 狂妖天狼的领悟之中 我明白了 明白了 竟然还能够这样 空间内不知为何 杜少傅睁开了双眸 脸庞上露出了笑意 随即开始手中手艺凝结变化 随着手中手印的变化 清朗的双眸中 有着闪电般的光芒闪烁而出 当一道道手印凝结之时 杜少傅的周身 有着一种特殊的 俘虏密纹在排列着 这种俘虏密纹和金翅大鹏鸟 形成的俘虏密纹并不一样 其形式也是并不一样的 对于杜少傅而言 自从修炼了金翅大鹏鸟 一族的修炼功法之后 金翅大鹏鸟有关的 俘虏密纹就变成了 与生俱来的一般 和身体相容 与四肢百害 经络血脉相容 但此时杜少傅手印变化中 所带出的俘虏密纹 隐隐间和武技有关 也跟身上的五脉是有关的 透着催动神秘意识之时 所带出的霸道气息和感觉 当俘虏密纹凝聚之时 杜少傅的身前俘虏密纹 演化演生 然后汇聚成了一只 狂妖天狼的虚影 宛如火雾 狼豪惊天 当狂妖天狼虚影凝聚 杜少傅的脸庞上 摸过了些细的笑意 但目光中 依然带着沉思 喃喃道 好像还差一些 有其心而没有其神 继续领悟 狂妖天狼的虚影 再度化作了漫天的俘虏密纹 然后围绕在了杜少傅的轴身 开始不停地演化衍生着 不知不觉中 已经是时值初冬了 清晨像是有着什么 在搅动了东方天际上的一团夜云 随着色泽 荧光微闪的幽色光圈 将地平线全都给包围起来 天幕之上是烟矮萦绕着 天色大亮 早晨的空气 使人是感到凉嗖嗖的 不过这四季的气候 对于修炼者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古老的大殿之内 天舞学院不舍的长老端座 胜手一些是孙碧月长老 何虎长老 上官长老 慕容熙等人 杜少傅那小子的事情 诸位可以定量了 孙碧月望着大殿内的所有长老问道 现在学院内所有的学生也在关注着 我们也需要有个处理才好的 杜少傅这一次 也算是为天舞学院立下了大功了 不过击杀学院重创学院 拒捕执法队还毁了药田 偷了炼池黄吉丹的青竹运灵国 这每一样也是大罪 辽长老说道 明语间神色没有太多的变化 不知道心中在想着什么 有功也有过 先不说功过 那小子天赋可是惊人啊 灵脉肢体的古裕都不是对手 若是那小子真的离开了我天舞学院 怕是其他的那些大实力 立刻就要感谢我们了 一个兰医中年长老说道 那个小子天赋是惊人 不过确实不能够不说功过 他有功还是大功 不过那小子也同样是学院的大祸害 若是我们不成处 怕是也说不过去 难道只要天赋强 就能够在学院是为所欲为吗 一个老者说道 倒是没有针对杜少傅的意思 而是实事说事 说的也是事实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辽长老说道 不过现在谈处置那祸害 怕是还有些糟的 至少我们先要擒住那小子才行 那小子已经抛弃了天舞福星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在那里面 我们可没有办法去擒住那小子呀 一个妇人说道 文言 众人目光微微一致 的确 都还没有擒住那小子 先谈处置 那可是有些为之上早了 那小子和欧阳爽 还有杜小曼两个丫头 好像是关系匪浅 不如这样吧 就交给慕容长老 上官长老两人去罢了 不管怎么样 先要擒住那小子再说 孙长老眸光微动 然后落在了慕容熙 和上官长老两人的身上 我觉得也不错 你们两个去擒住那小子 也方便一些 何虎长老也点头了 众人都没有意见 所有的长老已经都知道 杜少傅和欧阳爽关系匪浅 还是杜小曼的弟弟 而长老慕容熙 是欧阳爽的士叔 上官长老是杜小曼的老师 杜小曼更是 上官长老亲传的弟子 有着这一层的关系 一切自然是要 好处理不少的呀 慕容熙手中 折扇是微卧着 顿时目光就瞪了起来道 那小祸害的事情 我能够不插手吗 不行 就这么说定了 孙长老对慕容熙说道 在长老地位上 他比起慕容熙 是要高一些的 让我们负责也行 不过首先 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上官长老对所有长老说道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时间 杜少傅还在领悟着 狂妖天狼的手能 手中手印变化间 浮文耀眼 狼嚎咆哮 弗鲁密文排列凝聚成了 狂妖天狼的虚影 咆哮之中 一股恐怖的 微石蔓延而出 虽然此时 杜少傅领悟眼花的 这狂妖天狼的虚影 还比不上当初进来之前 那一只狂妖天狼 那般的一山倒海 撕裂长空的威能 不过已经是 比起十天前来 要强得多的 算是差不多了 杜少傅喃喃倾倒 脸庞带着笑意 在领悟狂妖天狼的 瘦能之中 杜少傅 无意之中 将其融化在了 神秘一世之中 没想到 却是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就如同是当初 在石城修炼 波动拳和 惊涛骇浪掌一样 神秘一世 能够完善 波动拳和惊涛骇浪掌 此刻对于 狂妖天狼的瘦能 也一样是有着 巨大的作用 就连五脉都能够沟通了一般 宛若要催动了 卖魂了一般 还有其他众多的妙用 极为的悬傲 让杜少傅得到了不少意外的好处 继续领悟其他瘦能 杜少傅喃喃倾倒 然后起身离开了空间 继续在另外的天舞浮镜之内 物镜之内领悟着其他的瘦能 时间徐徐在杜少傅的领悟之中 就时间而言 像是已经被杜少傅给遗忘了 接下来的时间之中 杜少傅除了领悟狂妖天狼的瘦能之外 还领悟着其他各种妖手的瘦能 在杜少傅的想象之中 修炼意图是畜类旁通 到了最后总会是有好处的 而效果也如同是杜少傅心中料想的一般 领悟接触不同的瘦能 畜类旁通 无法归宗 都是能够相辅相成的 只不过想要将任何瘦能 都领悟到透彻的地步 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各种符文演化 排列 领悟 杜少傅沉浸在了疯狂的领悟之中 到了这个时候 杜少傅才知道 天舞学院的确是有着过人的底蕴 光是这天舞福境之内的所藏 就是何等的浩瀚 疯狂的领悟之中 杜少傅感觉着 对于自己身上金翅大鹏鸟的领悟 也都是有了不少的作用 原本金翅大鹏鸟的不少领悟难题 在杜少傅这一番 疯狂的领悟之中 已经不知不觉中是迎刃而接了 但杜少傅还是不满意 到了最后 专门挑选了所有的胸琴 最为靠近金翅大鹏鸟一族血脉的胸琴 去领悟了 杜少傅领悟的胸琴兽能之中 有雕族的妖兽 有鹰族的妖兽 最为靠近的是一只赤鸾 天兽榜上的妖兽 那等恐怖的威压 比起狂妖天狼类 还是要这人心魄的 各种领悟杜少傅感觉着自己 进步了不少 不过却是有些杂 如同大哥真精纯担心的一般 杂而不惊这是修行者的大计 杜少傅不会走入这一条 杂而不惊的记录 这也不是杜少傅领悟的本意 所以杜少傅打算离开悟境了 领悟了许多 关键是在融会贯通的 在各种兽能领悟之中 杜少傅能够感觉到 各种兽能的恐怖 若是能够将其融会贯通之后 这才能方证的是违及所用 到时候 这些领悟才能够变得是 极其强大和可怕的 噓 杜少傅离开了悟境 到了天舞福境之内的第一层 就在悟境之外 而此刻间 杜少傅已经进入了悟境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全身心地逃入到了 领悟各种兽能三个月 而此时 原本杜少傅十万 积分到积分卡上 此时却是已经 只有一千多的寒碜积分了 三个月的时间 消耗了十六万积分 等于是十六万 没动品的丹药 这等价值可是惊人呢 快看 那是杜少傅 真的是杜少傅 是那强悍的少年 有了这家伙 这段时间 竟然是躲在了 天舞福境之内 难怪三个月 没有他的消息了 原来他一直在 天舞福境之内 随着杜少傅 到了天舞福境 第一层的悟境 战境 还有灵境之前 好几个青年男女 立刻就认出了杜少傅 杜学弟 你这是刚刚出来吗 一个身着开刹长裙的 女子走向杜少傅 开刹长裙 一直开刹到大腿的上方 露出了修长白皙的 高挑长腿 身上则是穿着 露尖的锦衣 遮不住 那软弱无骨的满腰 胸口之前 有着一条白皙伸钩诱人着 好一个诱惑的女子 你是 杜少傅皱着眉头 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不过此时杜少傅的目光 却是忍不住 一直那修长白皙的 长腿上扫拾着 不经意之间 目光又落在了 那女子胸前的 那一道白皙的身高之上 小侧鬼 往哪里看呢 要不摸一摸 诱惑的女子身子一挺 直接一步横到了 杜少傅的身前 让得原本就是 玲珑凹凸的弧度 此刻更加完美诱人 其完全不在乎杜少傅的目光 甚至带着挑动 看得周围几个青年 可是鼻血都是 火辣辣的流了出来了 杜少傅一愣 顿时吓了一跳 直接吓得退后了一步 见到杜少傅的模样 女子忍不住笑了 笑容是极为的可爱 无畏 对杜少傅说道 好了杜学弟 不逗你了 我叫李雪 是欧阳爽的同学 也是她的朋友 我听她说起你过 哦 原来是学姐啊 杜少傅文言 顿时对李雪问道 请问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能够怎么样 她不是也到了天舞附近之内 闭关很久了吗 看样子 你在里面并没有见到她 李雪望着杜少傅 抿嘴一笑 勾勒出一道极为名人的 胡杜笑道 你这么紧张她 看样子你和那丫头 关系肥浅呀 莫不是你们之间 有着不一样的关系 她是我姐啊 杜少傅无奈地说道 真的吗 可是你们好像不是亲姐弟吧 杜小曼学姐才是你的姐姐 李雪望着杜少傅 再次向前一步 那曼妙的身子 几乎都要是 紧贴在杜少傅的身上了 修长的白色高挑的眉腿 露出了开插长裙 白皙娇嫩的长腿 更是紧紧地贴在了杜少傅的大腿上 粉嫩红唇微微绝着 四若是欲要引人一亲方则道 要不然这样吧 你看学姐怎么样 要不要娶了学姐回去 做你的媳妇 一股幽香扑鼻 杜少傅文言顿时一惊 连忙地逃开道 学姐 我还小 还不够成熟呢 话音落下 杜少傅就像是逃命般地 直接给逃离了 然后匆匆地便是冲进了战境之内 李雪又笑了 望着那冲进战境之内的杜少傅 勾唇笑道 这么凶残的小家伙 没想到竟然这么害羞 你就别逗欧阳的弟弟了 小心欧阳出来之后 知道你敢调戏他弟弟 非找你算账不可 没看到旁边几个 看到你都流鼻血了吗 一个清秀女子走到了李雪的身边 气质文静 和李雪完全就是鲜明的对比 那些家伙 才不配我调戏呢 李雪是远远地扫阔了前方几个 正探头的青年 然后是咯咯笑道 调戏那凶残的少年才是有意思 估计不知道多少学院的女同学 会羡慕我的 她进去战境了 不知道会不会创造一些记录 清秀女子望着战境门口 波动的空间波纹说道 文言 李雪脸庞也是正色了起来的 要是战境之内 创造记录可是不简单的 打破记录就更加不简单了 那倒是 据说这数百年来 能够创造记录的 那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 现在五榜上最前面的两个家伙 也只是创造了一些特别的记录而已 并没有打破一些 前人先被留下的记录 清秀女子说道 李雪说道 当初学院强者如云 天赋绝佳者比比皆是 传言许久之前 学院最为繁荣的时候 声名远波 强者数不胜数 任何一个都是声名赫赫 那些人在战境内留下的记录 忽然想要打破 实在是太难了 我记起来了 二十来年前 传言战境好像是被打破过记录的 以麦玲净出征的修为 却是踏足到了第五层的战境 现在第五层战境上记录榜上 还有着名字呢 清秀女子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来 李雪是微微抬头道 你说的是悬赏榜上排名第二的杜廷轩吧 她的名字好像是在第五层的 记录榜上排名第十 她是天舞学院 从创院至今这么多年 在天赋潜力之上 能够冲进前十的恐怖之处了 据说她更是这上千年来 唯一一个能够在记录榜上留名的人了 可是不知道她为何 最后上了学院的通缉榜 清秀女子颇为的感叹 然后目光是微动着 望着李雪道 要不我们也去战境看看吧 看看杜少傅能不能够在 战境之内留下记录 这样吗 李雪是带眉微动 然后眉宇展笑道 好主意 亲眼看着她打破记录 应该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然后两女一笑 顿时就尾随在了杜少傅 进入了战境之内 战境之内并不是单纯的空间 而是每一层都是一个总空间 只要进入了战境内的学生 在同一层之内就都在里面 所遇到的危险 有可能也是共同的 是极为的玄妙 杜少傅进入了战境 战境和物境有着不少的不一样 连绵的空间之内 空间波纹微微晃荡着 到处显得是一片荒凉 和真实几乎是一幕一样 没有物境中的耀眼和虚幻 售后传出 有着妖兽咆哮而出 都是先天层次的妖兽 灭 杜少傅举手投足之间 扑出的妖兽直接被摧毁了 化作了万天符文耀眼 一切宛如真实 低层太弱了 看样子需要战径的更高层次去才行呀 杜少傅南南倾倒 战径是专门挑战的地方 在战径之中闯过第一层到第二层 只是有着先天境层次的实力 闯到第三层 证明着迈动境层次的修为实力 以此类推 杜少傅猜测着自己不知道 能不能够闯过第三层第四层 自己的实力应该是到第四层没有问题吧 不过这战径之内毕竟是虚幻的 而自己的修为层次还停留在了迈动境呢 进入了战径 杜少傅也还想挑战一下记录 记得门口那个中年大汉说过 若是能够在战径之中创造一些记录 或者打破一些记录的话 还会得到战径之内的积分奖赏的 记录越高 奖赏的积分就越高 这对于杜少傅来说 诱惑可不是一般呢 随着杜少傅进入了战径之后 并没有多久 这消息就立刻传了出去 立刻就在整个天舞学院 是引起了一片沸腾 这应该是杜少傅第一次前往战径吧 不知道那凶狠的少年 会不会留下什么记录啊 已经是很久没有人在里面创造过记录了吧 打破记录就更加是 很久没有人能够做到了 听说已经有人去了战径之内的第四层等候了 想要看看他能不能够留下什么记录 随着消息传出 顿时就有着大批的学生 涌进了天舞福境之内的战径之内 都想亲眼看看那凶残的少年 会不会在战径之内留下什么记录 他们想要亲眼见证那留下记录的那一刻 那可是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场面呢 据说这上千年以来 能够在战径之内打破记录的 也就只有通级榜上线在排名第二的 那个杜庭轩了 嗖嗖嗖 大批的学生涌进了天舞福境之内 排着队等待着进入战径之内 今天什么日子呀 怎么这么多小红蛋跑进战径之内了 天舞福境门口的大石上 躺着睡觉的中年大汉咧嘴的说道 然后继续躺着打盹 完全没有理会其他人 那小子进入战径了吗 要么我们也也去看看吧 一处的庭院之中 何虎长老对周围数个长老说道 目光涌动 很是感兴趣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那小子既然在战径之内 那就让他闯一闯战径再说 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出什么记录来 上官长老对众人说道 若是我们一去 我敢保证那小子直接就会被吓走的 就让那小子去闯战径吧 战径之内总是待不长的 慕容夕目光一条说道 山剑之间一条巨猛是冲天而起 喷土炙热的火焰 欲要焚烧着一切 灭 杜少傅身影掠出 挥手掌印拍出 淡金色光芒闪烁着 顿时将那火焰拍散了 五指握着拳头 众人间一道拳印冲出 忽然便是落在了那巨猛的 睁硬头颅之上 将其击散成了漫天的浮闻潇洒了 等那漫天的浮闻潇散之时 杜少傅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半空不见 这第三层果然丝毫也困不住杜少傅 他去了第四层了 他的实力本就是应该在第四层去 前面那三层只是试水而已 可惜我们实力还进不去第四层 周围的群山之中 轰隆隆的响声回荡着群山 不少身影正陷入在了各种的苦战之中 群山触摸 山浪风掏着 层层叠叠 刀枭浮砍般的 丫头顶天立地 连绵的无边无际一般 当杜少傅身影出现在了一片山头的时候 目光望着四周 眉头微挑 四周似乎是有着不少的人影闪烁着 来了 杜少傅到了第四层了 快看 是杜少傅来了 他果然到了第四层 随着杜少傅的出现 周围顿时传出了不少的议论之声 一道道的目光立刻便是落在了杜少傅的身上 一度山头之上 足足是百人围观着 其中好像是 都还不是老生 另外是不少的面孔 都是杜少傅颇为熟悉的 杜少傅目光望了过去 好像有着不少都是和自己 交过手的执法队员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杜少傅疑惑 刚刚在第三层中 已经是奇怪的见到了不少的人了 足足上千了 不过现在第四层倒是人不多 毕竟不是谁都能够有实力到第四层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 就在此刻之间 杜少傅又惊讶地发现 手中的积分卡上 原本已经是只有着这数十积分了 但突然之间 积分数字变化着 积分顿时就暴涨到了 十二万零九十的地步了 误人病爆发了吗 怎么会涨积分 还涨这么多 杜少傅惊讶 十二万的积分 这可是不是少数母啊 原本身上的积分 就才十六万多一些而已 学弟 我们又见面了 可是等了你差不多一天了 清脆的声音传出 一个火辣的女子走到了杜少傅的身前 身边还跟着一个清秀文静的女子 学姐啊 杜少傅目光一颤 没想到 在战境之内的第四层 也能够见着李选 看样子这女人的实力也是不凡的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在了战境的第四层之内 杜学弟 实在奇怪 你的积分怎么会上涨吗 李雪身边的那文静女子 望着杜少傅刚刚脸庞上的奇怪神色 足见了其观察入围道 你应该 还是麦动静的修为层次吧 是的 我还是麦动静修为 杜少傅点头望着眼前的文静女子 和李雪完全就是鲜明的对比 你竟然还真是麦动静修为 变态 文言 李雪目光大便震惊地望着杜少傅 明眸颤动不容置信 但事实又摆在了眼前 不容他不相信呢 文静女子道 学弟以麦动静修为 能够进入麦灵静 足见不凡 所以能够得到 占镜之类的奖赏的 若是协弟 能够以麦动静修为层次 进入占镜的第五层 那相信奖赏的接分会更加的惊人 学姐的意思是 若是我突破到了麦灵静 到时候再进入第五层的话 得到的奖赏就会很少了吗 杜少傅望着那文静女子闻到 眼神终有着期待 是的 文静女子点头 望着杜少傅那期待的目光 心中暗扬 莫不是这家伙 还真是今天想要闯第五层去吗 杜少傅目光抬了抬 听道 看样子得闯一闯第五层了 不知道能够降赏多少的积分 雪弟 你 你可以开始闯第四层了 大家这么多人进来 可都是来看你能不能 在此地留下记录的呀 黎雪望着杜少傅说道 眼中的惊讶 眸光一直还没有平静下来 想着那凶残的少年迈动静层次 就能够击杀堪比武侯的玄云齿焦 爆打灵脉肢体的骨欲 那是何等的震撼凶悍呢 都是来看我的 杜少傅目光扫过四周 颇为疑惑 原本以为这些人 都是来战境磨练的 倒是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是来看自己的 当然都是来看你的 谁叫你现在在学院 可是名人呢 黎雪对杜少傅说道 怎么样 你考虑好了没有 要不要娶我回家 做你的媳妇 我就喜欢你不成熟 杜少傅脸庞一愣 连忙地掉转了话题 这黎雪就是妖精 还是离她远一些的好 望着文静女子问道 在战境留下记录 难吗 当然难 文静女子对杜少傅 认真地解答道 留下记录是分为两种 第一种为是开创记录 这要简单一些 只要你做出一些 这里面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但是又极为强大的事情 那就能够开创记录了 比如现在五榜上第二的 灵雪玉女古心炎 她就曾经留下过记录 以最快的速度 从第一层冲到了第四层 现在五榜上排名第一的 不点山河将军 就在将第四层之内 连续厮杀了整整是 十一天一夜呀 而留下了记录 五榜第一吗 这不点山河将军 此人倒是够猛了 杜少傅难难听到 开创记录虽然也很难 不过相比起来打破记录来 那就更加难了 想要打破一个当初天舞学院内最为顶尖的一辈强者 曾经在天舞学院内留下的记录 绝对是不容易的事情 据说上千年来也只有二十年来前 一个叫做杜廷轩的学长 曾经打破过记录 甚至总排名进入过前十 文静女子继续说道 杜廷轩 杜少傅文言顿时目光一挑 脸庞上也露出了笑意 没想到酒鬼老爹 竟然在战境之内还留下过传说呢 那就开始吧 一听说酒鬼老爹 在战境之内也留下过记录传说 杜少傅就越发来了兴趣了 脚下旋气涌出 双臂一震 猪身淡金色光芒闪烁 宛如金翅大棚展翅 身影顿时扑向了前方 此刻杜少傅打算 是要好好地闯一闯战境 走一走酒鬼老爹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就不要去闯了 站在这安全区 看看就好 见到杜少傅身影掠出 文静女子是抿嘴一笑 气质透得不俗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小家伙了 真是有趣的人 李雪望着掠出的杜少傅背影 迎迎一笑 竟是妩媚诱惑 整个学院内不知多少人在追你 你何必为他招惹麻烦 我敢保证欧阳爽出关之后 非要找你算账不可 文静女子对李雪说道 我怎么为他招惹麻烦了 李雪瞪着文静女子问道 再说 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敢去找他的麻烦呀 别忘记了 你身边还有着一个霸王枪 千古玉 在她的眼中 你可是她的敬意啊 谁是都不能够染指的 那些和你多说过几句话的 结果都是会很凄惨的 文静女子说道 千古玉那混蛋倒是难惹 文言李雪是带眉微醋着 然后双眸继续露出了小鱼道 其实我想知道 这凶悍的小家伙 能不能够让千古玉那混蛋吃鞭呢 哼 地动山摇 随着杜绍夫人影扑出 前方的半空 一座山峰顿时光芒耀眼 山峰颤渡 轰鸣声响彻的长空 犹如是山崩低裂 能量起伏波动 然后一个巨大的食人 阻挡在了杜绍夫的身前 滚滚的浮纹蔓延 犹如大象浮揽着 蚂蚁一般的望着杜绍夫 巨大的手掌握拳 宛如天外陨石划过了长空 直接扩压了杜绍夫 快都大就了不起了吗 杜绍夫大喝一声 猪身淡金色的光芒包裹 一脚堕地而出 一拳哄出 哄 拳斗之前金色光芒包裹着 散发无尽耀眼的光芒 霸道灵力的气息 犹如火山般喷发着 拳头顿时就撞击在了 那巨大油若陨石般的拳头上 哄 如此是一大一小的 两道拳印对撞着 甚至杜绍夫身躯 都没有那一个拳头的 但半空上却是 顿时能量炸开 犹如要震碎了空间一样 耀眼的符文崩碎 声势震人心魄 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 那巨大的岩石巨人 直接被寸寸给摧毁了 崔古拉朽般就被杜绍夫 一拳给摧毁成了 漫天的符文消散 好恐怖的实力 果然霸道 太可怕了 安全区域内是不少的目光 是为之心颤 能够进入战境第四层的 都是天舞学院内的顶尖学士 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 平常想让他们佩服一个人的话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毫无疑问 此时在场的 无不是被杜绍夫给折服了 售后传出 一只巨大的妖鹰 震翅横跨长空而来 浩瀚的气息涌动着 那等浩瀚的气息 至少都是到了 麦灵境玄妙层次的巅峰了 震翅而向 利爪撕裂长空 像是要将空间给撕裂开了 灭 杜绍夫不动不摇 目视着那妖鹰撕裂长空的 一爪而下 毫无畏惧 拳头直接紧握 还是一拳对着妖鹰 灵力的一爪 直接给轰击而出了 轰 如同刚刚那巨大的 岩石巨人一般 妖鹰被直接是 摧枯拉朽般的 摧毁成了符文崩碎了 就在那妖鹰浮文崩碎的同时 凭空两只巨大的妖狼 浮出而向 咆哮争吟着 欲要将杜绍夫撕碎成碎片了 杜绍夫无惧 双拳是犹如双龙出海 拳头之前 金色俘虏蜜蜜蜜营绕着 不动不摇 再度轻而易举地 将两只庞大的妖狼 给震碎了 半空之中 凭空之中 十六面阵气掠出 蔓延着惊人的波动 瞬间是出现在了 杜绍夫四周的虚空着 哄 当十六面阵气最后 消失在了周空的时候 刹那间 高空狂风呼啸 空间混乱 符文蔓延着周空 周围空间 顿时空气 剧烈地波动起来 周人空间颤抖着 一个厉害的浮阵 便是出现了半空中 将杜绍夫笼罩其中 浮阵出现 遮天蔽日一般 狂暴的能量 如同是最为恐怖的 龙卷风暴 呼啸席卷弹地 唯一能是令人 胆颤心惊的 四星圆满的浮阵 一般的五猴镜出灯 修为者 也是不一定能够破开的 除非是精通浮阵 还是差不多的 据说当初 布点山和将军 凌玄玉女 古心炎两人 在这第四层之后的 一个四星圆满的浮阵内 被困的也是用了 整整二十四个小时 才破阵的呀 不知道杜绍夫 多久才能够破阵呢 山脉连绵 树木繁茂 山壁陡峭 江流澎湃 穷山市唯额带绿 一座庞大的山峰 峰上市云雾缭绕 山境是婉去曲折的 山峰之中 山峰树林之内 此刻间 有着不下鱼 三十人士 静静地匍匐 趴在草丛之内 屏住了呼吸 一肢气息也没有发出了 但这种无端的气氛之下 却是令得整个空间寂静一片 极端的寂静 周围山脉之中 飞鸟不存 走兽这幅 感觉到那极端的气氛 飞禽走兽 尽数卷缩着身躯 在那灌木山洞之内 不敢妄动着 时间是徐雪而过 足足过了许久 那上三十人 是一直匍匐 趴在地面之上 一丝气息都没有发出 终于 前方有了动静 山峰上一个山洞之内 开始有着身影走出 然后十米到身影出现在了 那埋伏的上百人视线之中 对时让得众人士气息波动 一个个手中紧握住了兵器 山峰山洞内 十来人走出 街上都是有着天舞学院的徽章 领头的乃是一个 年近五旬的大汉 身后的二十来人 有着一大半都是青年男女 应该都是天舞学院的学生 或导师的 走出山洞 领头大汉嘴角带着笑意 微微抬头望着四方 突然有着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眼前闪过 有兵器 大家小心 有人埋伏 随着那耀眼光芒闪过 领头的中年大汉顿时面色惊变 挥手而起 符文涌起 急速间 手中一道耀眼的黄色能量光芒凝聚着 然后拍向了 那茂密的树林中而去 就在那黄色能量光芒落下的时候 茂密的树林之内 突然之间是一道破风声 骤然响起 随即一道符文能量光芒同时冲天而起 两者骤然的对撞着 我说不说是 两股能量对撞 刹那间半空颤动着 两股能量随之是崩碎化为了虚无 不愧是天舞学院的 于明长老实力不弱呀 随着能量消散着 密林之内一道冷笑声 犹如是毒蛇般的传出 然后一道黑色身影顿时冲天而起 自密林之内腾空而起 刹那间出现在了半空 此人头戴面罩看不清楚模样 但那双瞳却是泛着淡淡的寒意 就如同是毒蛇一般的阴冷僧然 嗖嗖 随着此人出现 其身后三十蓝人皆是崇天而起 尽数悬浮半空着 实力最低的都到了 麦灵境初登层次 也都是一个个头戴面罩 看不清楚模样 兵器紧握 数十人一股股血腥煞气蔓延开来 不能看出平常都是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 身上的那等血腥煞气可是隐瞒不住的 你们是何人敢擅闯天舞学院 好大的胆子 领头大汉望着那一个个 戴着面具看不清楚模样的数十人 面色都是顿时大变 色列内容的大河道 这可是天舞学院的地界 不想死的就早点滚 愚明招老何必说三岁玩说的话 就算是这天舞学院的地界 你哪怕现在就通知了天舞学院的强者前来 怕是至少也要一两个时辰的时间 那时候你们早死了 领头的黑衣大人是冷笑着 像是一件已经胜券在握 双瞳是不隐那阴冷的森染 扫着天舞学院的众人最后双瞳阴寒 紧盯着领头大汉冷笑着道 愚明 叫出刚刚得到的宝物吧 我们就不用动手了 说实话 我也不想杀太多天舞学院的人 我只要宝物 你怎么知道的 中原大汉是面色再度惊变 这绝对是保密的消息 他也是刚刚才得到的宝物 正打算送回学院 没想到已经是泄露了宝物的消息 这些人能够在此地埋伏着 足以证明是早就得到了消息 再次等候的 碰碰碰碰 随着大汉的话音落下 山洞之内传出了低沉的引爆声 隐隐间伴随着惨叫声传出着 不好 悬尸矿里面出现问题了 一个个天舞学院的学生目光凝重 领头的中年大汉面色是更加难堪了 回头望了山洞内 一股股恐怖的气浪波动而出 然后一道干瘦的身影 从山洞内是徐徐出现 这是一个极为干瘦的老者 五行多的模样 回身是皮包骨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双瞳中泛着些许的红色 双手之中还绑着一条铁链 但那双手干枯的就像是鬼爪一般 不用剑去靠了 里面的人都已经死过 于明 你以为我就这么好对付不成 将我实力坚持一大半 让我挖掘悬石 确实不知道 老夫修炼的功法 可不是轻易能够禁止的 干瘦老者一步步地走出 当出现在了洞口的时候 那一双宛如是刚枯鬼爪般的双手之上 有着密密麻麻的俘虏密文涌出着 手中的铁链直接化作了碎片潇洒了 不好 鬼爪逃出来了 所有人快逃 中年大汉话音急促地落下 手中信号弹发出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响彻开来 来不及了 天舞学院的人也救不了你们了 干瘦老者冷笑着 目光还一蔓延着 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所有人 冷笑之后 脚掌一跺底面 身影是率心化作了一套残影 对着最近的一个天舞学院的青年 闪略而出 天舞学院的青年是急速地包退 周身旋气光圈 顿时涌动覆盖在了周身了 不自量力 干瘦老者阴沉地冷笑着 挥手爪印掠出 俘虏密文涌动着 鬼魅般出现在了那青年的身前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爪印撕裂青年的防御光圈 然后从其胸膛室洞传而过 动手一个不留 前方领头的黑衣面拒折 亦是一声力喝声 直接扑向了那被换作了 于明长老的中年而去 傻 随着黑衣面具者身影扑出 身后大片的破风声传出 寒光慎慎 数十人出手 目光尽数都是阴森杀伐 下手没有任何的客气 权力出手 权力出手和他们拼了 天舞学院的人中有人大喝 顿时拼命抵挡着 一股股雄魂的旋气是暴涌而出 拔出了兵器旋气暴涌 浮温掠动 强横的气势将周围山林给席卷着 进气席卷 飞沙走时 不少参天大树折断 巨石崩碎 刹那间 双风便是厮杀在了一起 一股股不同的旋气般涌着 浮温掠动 颜色不一 汇聚在一起是鸡舍开去 油若绽放的烟花 但那蕴含的恐怖能量 却是恐怖至极了 这般惊人的厮杀之中 怕是不少人的实力 已经都是到了 卖灵性彼岸和圆满的层次了 玉鸣受死吧 感受老者和那黑衣面具 直接围堵住了玉鸣长老 三人瞬间在半空交手 三股能量都是如同是 洪流般狠狠地对撞着 能量连起积散 空间的波纹 如同是波浪一般扩散开去 前五福境之内 战境到第四层之内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落在了前方 那惊人的扶阵之内 等待着杜沙夫多久 才能够是破阵而出 或者被困在里面 根本就无法是破阵而出 最后失败地离开了第四层 只能够下一次再来挑战了 好强的扶阵 不过确实还是差一点 就在众人的猜测等候之中 两个时辰后 那惊人的扶阵之内 杜沙夫的大笑声传出 然后呢 遮天蔽雨般笼罩了 整个战境第四层的 巨大扶阵之内 有着一股恐怖的能量 在波动着 隐隐间似乎是 有着金色光芒 要迸射而出 扶阵开始摇摇欲坠了 哼 紧接着 在不少目光的惊变之中 那恐怖的扶阵 是直接给炸开了 哼 狂暴的能量席选长空 令得整个战境第四层 是参举着 犹如天崩地裂 长空破碎 无尽的符文室 崩碎着 声势恐怖 杜绍府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风轻云淡 似乎在扶阵之内 并没有太狼狈 凶狠 太凶狠了 白东京修为层次 两个时辰 就破了四星圆满层次的扶阵 不可思议 比起当初的将军和孤心眼 两人还要恐怖得多呀 众人震撼 瞠目结舌 谁也没有想到杜绍府 竟然是能够用如此快的时间 就破了一个四星圆满层次的扶阵了 目带着笑意 杜绍府微微呼出了一口气 能够这么快破阵而出 倒是有些巧合 杜绍府以自己在扶阵上的一些造诣 发现了那扶阵的一些弱点和破阵薄弱之处 最后以武道上的蛮力 全力出手势强行破阵 这一次的破阵 说起来 无论是武道还是扶道 都是缺一不可的 若是杜绍府有扶阵上的造诣 就发现了 这扶阵的薄弱和破阵之处 力量再大 也是难以强行破阵而出的 而若是没有武道上的修为实力 虽然在扶阵上发现了一些破阵和薄弱之处 那杜绍府想要破阵也是难的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破开呢 何况那可是攻击扶阵呢 思索破阵的同时 扶阵之内的攻击也是让人极为头痛的 哄 随着扶阵破碎 整个第四层战境之内 空间是轰然缠聚的 宛如真实的苍穹上 有着一道耀眼的光芒 笼罩在了杜绍府的身上 光芒笼罩浮闻耀眼 一股浩荡的威压传出 欲要让人是为之臣服 杜绍府 麦动静修为 最快闯出了战境第四层 耀眼的光芒笼罩了杜绍府 而在光芒的光幕之上 有着一行符文大肆闪烁着 这好像是开中了记录了呀 众人远远地望着 围之扎舌 没想到这杜绍府 竟然是还真开闯了一个记录的 麦动静的修为层次 以最快的速度 传过了第四层的战境 这家伙还真是很可怕的 李雪和文静女子面面相视 为之震惊 没想到还真是亲眼见到了杜绍府 留下了自己的记录 在战境之内了 光芒笼罩 杜绍府感觉着积分卡在变化着 顿时掏出了积分卡 只见此时杜绍府的积分卡上 十二万零几十的积分 瞬间是变成了一百三十二万零几十了 也就是说 在物境之内留下了记录 得到了整整一百二十万的积分奖励 一百二十万 这是何等的恐怖数字啊 这就是留下了记录的好处吗 脸庞浮现出笑意 望着自己积分卡上的积分 杜绍府也忍不住露出了满脸的神色来 随着那耀眼的光芒消散 杜绍府的身前又出现了空间波纹 这么快就能够进入第五层了吗 杜绍府喃喃地嘀咕了一声 但身影却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脉步就走了进去 随着空间波动虚幻般的耀眼波动 即身影转身间就消失不见了 这凶悍的家伙也太恐怖了吧 多少人根本就无法踏足震惊第五层的 这家伙竟然一次性的就闯了过去 太强了 卖动经层次而已 竟然就能够进入了第五层战境了 现在我们老生之中 能够进入战境第五层的 怕也是出不来十个人吧 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人 怕是没有的 维俄山峰峭壁升辉满山的藏翠 杜绍府出现在了这空间内的 一座庞大的山峰之下 这山峰有着是不地通天之势 有着青天捧日之思 是未然屹立在这空间之内的 随着进入此地 杜绍府又惊讶地发现 手中的积分卡上 突然之间的积分数字再度变化 积分从132万零几时 再度暴涨到了252万零几时的地步了 又涨了120万的积分 应该是从卖动经踏足第五层的奖赏吧 杜绍府惊讶 但随即是然 自己进入第四层就已经奖赏了12万积分了 而此时踏足了第五层 这奖赏积分也自然是要多上不少的呀 全空那有着是波地通天之势的山峰山腰上 有着一道破风声传来 一道身影掠空而至 最后出现在了杜绍府的身前落下 来的乃是一个年纪在二十一二岁的青年 身材伟暗 肤色透着淡淡的古铜之色 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着 有着一种雕塑般的感觉 气质是超凡脱的 从身上的气息来上看 这青年似乎是刚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激战 身上的气势无形中 犹如是盘踞长空 能够镇压着山河 好强的气息啊 目光微调 从此人的身上杜绍府感觉到了强大 此人身上的气息可不是一般的强呢 青年也正在打量着杜绍府 目光似乎是有些意外的 但随即又不再意外 深邃的毛子透着些许的威严之气 对杜绍府道 没想到你竟然到了第五层之内来了 你认识我 杜绍府疑惑 自己似乎是并不认识此人 不认识 青年摇了摇头 然后望着杜绍府道 不过我见过你 也听说过你 你应该是来闯第五层的吧 前面山峰上一共有着四管 山脚之下 有着一只小天的摇虎 寿吼出登的地步 山腰上有着一条吞天胶 寿吼近玄妙层次 再往上一些 则是有着一只腰圆 守侯境彼岸层次 听说山间上 则是有着一个 五侯境圆满层次的强者 能够将他们都击败的话 你就能够通过第五层了 多谢告知 杜绍府是说道着 小事不足挂持 青年望着杜绍府道 你要注意的是 战经第五层和第四层并不相同 第四层和极其下一层的 战境空间都完全都是虚幻的 这样对付起来的难度 其实相对来说还要容易一些 不过第五层内都不是虚幻 第五层之内的 难道都是真的不成 杜绍府文言颇为震惊和意外 战境之内第五层不是虚幻的环境 那就只有真实的了 也不是 青年摇头五官立体 整个人无端发出了一种 王者之气道 这里面的一切依然还是幻境 只不过不同的是 小天摇虎等是半灵之物 它们并不是完全由幻境给凝聚的 身却是虚幻之物 但幻影却是通灵 半幻半真 你再是如此理解吧 据说乃是不止战境的强者所为 更是有着通天的手段 所以才能够如此奥妙神奇的 幻影通灵 半幻半真 杜绍府喃喃倾倒 然后再次对青年说道 多谢告知 你慢慢闯吧 希望有机会能够和你一站 青年忘了杜绍府继续地说道 差点忘记告诉你了 第五层的空间内有着禁止 不管是什么修为层次 闯层者都是禁止飞行的 无法取巧 只能够靠着实力打上封顶 别无他法 说完青年手中符文掠洞 像是能够撕裂空间一般 然后身影便是消失在了不价了 这家伙好强 能够进入战境第五层的 应该至少都是五榜上前十的人了吧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杜绍府喃喃倾倒 杜绍府不认识刚刚那不凡的 威严青年 不过从气息上能够感觉出来 刚刚那青年 是天舞学院内一定不凡的存在 极有可能是有着五榜前十存在的人了 开始闯吧 至少要打破一个记录才行呀 要不然的话 以后见到九位老爹可就没面子了 杜绍府暗暗地琢磨着 九鬼老爹在这里面都打破记录了 自己现在虽然是开创了一个记录 但是目前还是无法和打破记录相比的 所以还必须打破一个记录才行 免得是下次见到了九鬼老爹之后 会不好意思 此时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那倒是清静不少 不是谁都能够进入第五层的 然后杜绍府走向了前方那庞大通天般的山峰 越是走近 越是感觉着那山峰的震撼 太过于庞大了 哦 就在杜绍府出现了三角的时候 一只笑天妖虎便是出现在了杜绍府的面前 这就是笑天妖虎了吗 杜绍府微微抬头 那庞大的妖虎庞大的体积上数十丈着 比起亡灵妖虎最大的体积还是要庞大的 笑天妖虎和凡族变异之前的亡灵妖虎相比的话 血脉还是要恐怖得多的 乃是地兽榜上排名顶尖的妖兽 最为接近天树本身的妖兽了 极为恐怖的惊人 我会把你撕碎的 庞大的笑天妖虎 虎目冰冷着 浑身无比的威严 吼声是格外的震人心魄 那庞大的体积一步步的走向了杜绍府而去 那种眼神就如同是野狼望着小白兔一般 巨虎每一步走进虎爪落下 地面围之军裂 但随即在幻境的作用之下 军裂的地面又开始恢复了 竟然会说话 通灵了吗 倒是比起对付死无有气的多呀 杜绍府微微惊讶之后也完全无据 面对笑天妖虎身上的气息 虽然有些微宁 但并不足以后退的 反而是向前走着战役大胜 据刚刚那青年所说 这笑天妖虎那可是到了兽猴竞出灯层次的 和这旁人大物一战 刚好也可以检测一下自己现在的修为实力 还有这三个月所领悟的成就了 小子你身上的气息太弱了 你过不了我这一关的 滚回去吧 笑天妖虎口吐人言 虎目凶残 然后坐视欲扑 然后身躯直接扑出 那巨大的虎爪击出了 宛如闪电一半 耀眼的浮闻闪掠着 相似能够撕裂长空 瞬间是便是出现在了杜绍夫的头顶之上了 如此的攻击 无论是威能还是实力都是恐怖至极的 这是五猴兽猴竞层次的修为实力 宫内种阶位上的气息压制 就让一般卖灵径的修为者 怕是根本无法对抗了 何况杜绍夫现在还只是卖动径层次而已 不过杜绍夫不是一般的卖动径 三个月前一招击杀了天兽榜上 有着排名的悬云赤胶了 这三个月的领悟下 杜绍夫实力此时自然是再度为之增强了不少 面对笑天妖虎 不至于是无法抗衡的吧 来吧 杜绍夫大喝一声 手中手印凝结 双眸之中有着闪电般的光芒闪烁而出 长袍裂裂 即是无端的霸道 分然是五指紧握拳头 金色俘虏蜜蜜蜜蜒涌涌动中 拳头之上一只狂妖天狼须影哄出来 狂妖天狼须影光芒耀眼 符文索凝聚着 但却是犹如火雾一样 顿时撞击向了那笑天妖虎的一爪而去 笑天妖虎一爪撕裂了空间 狂妖天狼咆哮着 狼爪对撞 符文耀眼吞噬着 但最后狂妖天狼须影终究是显得弱了一些 直接被虎爪撕裂成了符文潇洒了 呼啸阵天 令人视灵魂颤聚着 可怕至极 就像是要将杜少傅脑海中的精神力 也要给震散了一样 灵魂开始为之有些疼痛 好可怕的小天妖虎 真是强悍 杜少傅心中暗道 在刚刚狂妖天狼被撕碎之后 身子亮枪退后了两步 真正的授喉镜出灯层次的笑天妖虎 实力着实是恐怖的 哦 笑天妖虎没有任何的停滞 再度扑向了杜少傅 庞大的身躯像是小山在移动着 符文掠动 光芒蔓延着 气息是越来越恐怖 震动的周围空间直接荡漾 然后直扑杜少傅而去了 这要是动真格的呀 杜少傅一直就没有大意 此时更加不会大意了 但金色的俘虏密文涌动着 周身笼罩了金色的光圈 俘虏密文涌动之间 犹如是一只金翅大鹏鸟 要从光圈之内冲出了 笑天妖虎再度是挥出了狐爪 欲要撕碎一切 恐怖的气息震动的大地轰鸣 说不出的恐怖 杜少傅挥手 金色俘虏密文掠出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宛如金翅大鹏鸟振翅霸道无匹 此刻间 一人一虎 立刻就进入了绝对的激战之中 能量冲击着周围空间 山崩地裂 不过在战境之内的特殊作用之下 山崩地裂的景象之后 又会自动地慢慢恢复 杜少傅在拳内出手 各种手段催动着 抵挡着 武侯镜出灯层次的笑天妖虎 笑天妖虎咆哮笑天 很是恐怖 那等咆哮的笑音 都是能够伤人一般 在激战之中 更加是能够影响对手了 哄 一人一虎交手 对撞之处 能够清晰地看到空间能量 是荡漾开去 宛如波浪起伏 能量是铺天盖地地扩散着 杜少傅真的是在全力出手了 用上了这三个月的领悟 举手投足也是能量惊人 让得地面军烈 严实化作了坟墨了 此刻间 可是并没有人能够见到这等激战教授啊 若是能够见到 定人是震惊的 一个卖动静的修为者 竟然是能够和一只武侯镜出灯层次的笑天妖虎 对撞得如此激烈 何等的恐怖震撼呢 要知道 遇上武侯镜出灯层次的笑天妖虎 就算是真正的武侯镜出灯的修为者 都是要为之计产的 很难如此抗衡 何况此时的杜少甫 可是在强行抗衡对撞 笑天妖虎 接连咆哮着 狂猛的怒笑着 震动山河 似乎是在咆哮无法击败 眼前那看起来很弱小的小家伙 但交手起来 那小家伙却是说不出的恐怖 五爪当头对着杜少甫溃压而下 有着山崩地裂撕裂长空之势 不要阵天吃 杜少甫还击 强行对抗 金色弗卢蜜纹层叠叠叠 霸道凌厉的气息宛如火山爆发 身上的金翅大鹏鸟气息 直接压制笑天妖虎 笑天妖虎恐怖 杜少甫也是很强的 很难想到 那看起来 有些轻瘦的身影体内 竟然是能够蕴含着 那等恐怖的实力和威能的 笑天妖虎通灵 所以也受到杜少甫身上的 金翅大鹏鸟的气息围压着 或许笑天妖虎不通灵的话 还不会受到 此时杜少甫身上 那金翅大鹏鸟一族的气息所影响着 这或许就算是当初 不止战径的强者 也是没有想到的 胡爪撕裂了长空 杜少甫金光闪烁冲天 一人一虎的对撞 都是带着能量闷响的 让得符文夺目的绽放 恐怖的交手之中 笑天妖虎强势地压制着 但杜少甫周身包裹金色光圈 依靠着恐怖的肉身 完全将笑天妖虎的攻击 给抗衡了下来 胡笑长空 那巨虎咆哮着 猪身蔓延着 满天的符文 然后就在杜少甫泊为惊讶的目光之中 在其身前半空之中演化排列 最后凝聚成了一道 足足是上百丈的 争硬巨虎的头颅 只是一个争硬的虎头而已 如同神虎凭空 浮览大地 威压盖世 呼啸惊天 震动神河 獠牙横空 璀璨夺目 此刻间 那争硬的虎头 犹如是昨日镇压天地 争硬无匹 呼啸之声 席卷着长空 彭临九天 杜少甫吹动了彭临九天 漫天金色霞光绽放着 背后双翅猛然的凝聚 气流呼啸长空 如真正的金智大鹏鸟降临一般 承载着金智大鹏鸟一族的霸道意志 震翅直接席卷横扫着 震遂笑天妖虎的虎啸之声 哦 笑天妖虎虎爪再度撕裂长空 一直巨大的 虎爪是出现在了杜少甫的头顶上 欲要摧毁天地一般 杜少甫挥手出击 一手犹如金智大鹏鸟震翅而出 强势而霸道 举手投足霸道恐怖的气息 淘淘天着 催枯拉朽镇压着一切 哄 如此的对仗 碰撞之处宛如雷鸣 迸发一连串的耀眼符文光芒 惊天巨响之中 这一番空间都像是要震碎了一弯 登登登 杜少甫身躯直接震腿开去 嘴中有着一嘴鲜血一出 这也是杜少甫第一次在战径之内受阻了 笑天妖虎庞大的身躯也微微震推 五目露出了疑惑震撼之色 好强的妖虎难以对付啊 受侯镜太强了 杜少甫心中暗暗说道 交手了这么久 杜少甫也算是真正的了解到了 笑天妖虎到底有多强了 受侯镜出灯修为的笑天妖虎太强好了 根本是难以对付的 杜少甫准备到我的符文石剑内领悟吧 我要突破了 这是你最好的领悟时机 突然杜少甫的脑海之中传来了小妖的声音 小妖都突破了吗 杜少甫惊喜之中也是颇为的郁闷 没想到小妖会在这个时候突破 而且还让自己在这个时间准备领悟着 笑天妖虎 我们先停战吧 改天再交手 杜少甫话音落下 直接开始后退 领悟卖魂才是最重要的 望着后退的杜少甫 那笑天妖虎目光露出了疑惑之色 颇为不解 但只是守候在了山脚 并没有追向杜少甫 匆匆退后 杜少甫退后向了安全区域 战境之内 每一层都是有着一个安全区域的 在安全区域内 并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 只不过到安全区域 也照样会是 每十二个时辰扣出一次积分卡上的积分的 安全区域内 杜少甫皱皱着眉头 此时怕是出去的话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领悟 此时在天武福境之外 杜少甫不用多想 也知道肯定是有着天武学院的长老 在随时等候勤拿自己的 就此地吧 杜少甫咬牙决定 这是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没有地方去了 此地领悟甚至是更加安全 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够闯进来的 小妖 我该怎么到你的符文世界内领悟呢 杜少甫手中掏出了怀中的小妖 只见到此时的小妖在山峰岩石之体上 开始有着金色的俘虏密纹包裹 一股股极为霸道 雄魂的气息蔓延而出 沟通你的脉魂 然后和我相容 你的脉魂来自我身上 所以能够进入我的符文世界 给我老实一些 可不能够妄动 你看着领悟就好 小妖至难同志的声音说出 周身福罗密纹闪现而出 气息越发的浓郁了起来 同志的声音说道 你的脉魂和我的符文世界相容 我的符文世界会受你影响 你的性命也掌控在我的手中 互相之间绝对是的信任才可以的 杜少甫文言立刻说道 放心吧 我是相信你的 我的意思是 我不放心你 小妖没有任何的客气 杜少甫顿时面色有些难堪了 然后说道 小妖 你还不了解我吗 其实我的可信度还是挺高的 别说废话了 快进来我的符文世界 要不然损失的可是你啊 小妖说道 话音落下的时候 体表之上顿时耀眼的光芒 绽放着暴吹而出 将杜少甫周身空间也包裹在了其中了 杜少甫见状 脸庞神色也立刻震慎了起来 就地盘膝而坐 沟通武脉 俘虏密文涌动 凝聚成了一座山峰虚影蔓延而出 山峰虚影仔细望去 乃是由着五座山峰所组成的 随即和小妖的体表 蔓延而出的耀眼光芒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沟通武脉和小妖体表 蔓延而出的俘虏密文光芒相容 模模糊糊之中 杜少甫便是感觉着 进入到了另外一片空间 那空间在此是朦胧一片 宛如混沌除开 辽阔的紫萌空间之内 一座庞大的五指山峰耸立着 符文光芒耀眼 如昨日当空 爆发了无穷的光芒 威压恐怖惊天 镇压着这一方的紫萌空间着 庞大的山峰耀眼 不同的变化衍生 演化凝聚 犹如被赋予了生命 恐怖的威能蔓延着 嗡嗡 这一方的紫萌空间之内 五指山峰耀眼 金光澎湃 隐隐间发出了嗡嗡的风雷之声 滋生阴云灵气 沟通了天地能量 奥妙无穷 山峰变换着 沟通天地能量 给人一种 这才是天地之始的感觉 俘虏密文璀璨着 充斥着整个紫萌空间 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杜绍府盘膝而坐 周身此时早已经笼罩在了耀眼的金芒之中 一座五指山峰虚影将杜绍府给笼罩着 不停地在杜绍府背后衍生 演化 凝聚 滋生阴云灵气 沟通天地能量 霞光蔓延天地 此刻间 若是有人能够溃探的话 就会发现此时杜绍府背后的山峰虚影 衍生和演化的变化 和那紫萌空间内的山峰虚影 演化变化的是一模一样 两者是浑然一体 变化无穷 杜绍府开始在那领悟着 沉浸在了和小妖相关的脉魂领悟之中 此刻间 等如是小妖的领悟 就成了杜绍府的领悟了 山峰虚影 眼声眼化着 发出了风雷之声 那一道道的俘虏密文变化 都是透着某一种天地的本源力量着 在这其中杜绍府甚至感觉着 自己不仅是在脉魂上进步了 就连在其他的奥义领悟上 也是有着巨大的进步 如此的领悟 杜绍府沉浸当中 如是如醉 感觉着 无穷的天地奥妙 一起围绕在了自己的身边 等着自己去 吸取感悟呢 甚至杜绍府感觉着 不用多久 自己就能够打破桎梏 进入一片新的天地了 此刻杜绍府 仿佛化身成了一座五指山峰 像是能够镇压一切 摧毁一切 轰 此刻间 整个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都受到了影响 空间颤聚 轰隆隆的响动 浩荡的气息 直接席卷长空 随着杜绍府 进入战境之内第五层 第四层内的众人 还依然是在等待着 在众人的想象中 那凶悍的小子 有着进入第五层的实力 但是不一定 有着闯荡第五层的实力 怕是不用多久 就要被排挤出来的 能够进入战境 第五层闯荡的 那都是必须到了 真正的武侯境的 修为层次才行的 而杜绍府此时 可还是脉动静的层次 要是也能够在战境之内 第五层闯荡 那也太逆天了 简直是不想让别人活了 而就在众人的等候之中 却是都逐渐的惊讶了起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五天 杜绍府一直就没有 离开战境第五层 这段时间 天武福境之内 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发现 战境之内第五层 已经是无法进 好像是出现了什么变故 第五层被关闭了一半 此时也惊动了学院长老 有长老查探 但是也查探不出来 战境之内其他的层面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只有第五层 是无法再进去了 杜绍府在第五层之内 难道和他有关吗 不会是杜绍府 在里面出事了吧 有人开始担心 不少等待的人 也离开了天武附近 天武学院某一处的庭院内 众多长老短坐 都是神色凝重 气氛压抑着 我们现在所能够查到的 只有鬼爪一人 那家伙逃了 鹅虎长老目光寒一磨过 双拳紧握沉道 当初我们就不应该留下他 直接诛杀 或许今天也不会出现 如此惨重的教训 上官长老沉道 当初留下鬼爪 封进了他大半的修为 也是因为挖掘悬框 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办到的 特别是我们发现悬框之内 越来越坚硬 一般人根本无法撼动 可能就有着玄京出现其中 没想到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悬框内出现了 玄陵通天藤 正要前去接应呢 于明长老就遭遇到了不测了 从现在勘察来看 于明长老和数十岛师学生被杀 出手的远远不止鬼爪一人 鬼爪实力虽然很强 但想要凭着一人的实力 击杀于明长老 怕事还不可能做到的 副长老说道 击杀于明长老和数十岛师的学生 这是对我天舞学院的调心和藐视 绝对不能够放过 呵护长老眼中含义抹过了 执巴队已经安排出去 将军 古心眼 鬼娃 吴雀 国少风已经前往了黑暗森林内查探了 不管是谁 这一次我天舞学院都不能够再忍耐了 否则那些家伙还以为天舞学院原来也仁慈了 孙长老臣道 时间再继续的过去 站进之内第五层之内 杜少傅盘系而坐 浑身的葫芦蜜蜜耀眼 背后的脉魂演化 衍生 随着脉魂的演化 衍生着 葫芦蜜蜜蜜掠进了杜少傅的体内 像是也能够滋养肉身一样 沉浸在领悟之中 周围一切已经是浑然不知了 只有脉魂上的气息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恐怖 脉魂在蜜蜜蜜着 嗡嗡 风雷之声不停地响彻 杜少傅身上一股股威势大增 耀眼光芒蔓延着 释放着恐怖的气息 这种领悟之中 杜少傅感觉到 自己竟然是有着要突破的感觉了 杜少傅本就是到了突破的边缘 只不过是因为在脉魂上的领悟 才耽搁了突破 此时 随时脉魂领悟上的蜜变 立刻就感觉到要再突破的迹象了 压缩不能够突破 先稳固跟机 弥补上一次突破太快留下的后患 杜少傅强忍出了欲要突破的巨大诱惑 压制着突破 让能量一片一片是刷洗着肉身着 稳固修为 这种明明要突破的巨大诱惑面前 却偏偏不突破 对于杜少傅来说 也是格外的煎熬 简直是饱受折磨 在这煎熬和折磨之中 杜少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脉魂的领悟之中 如同大哥真清纯说的一般 有着小妖的帮助 杜少傅领悟起来 简直是一日千里 那等领悟脉魂上的剑步 说不出的恐怖 就如同是将小妖的领悟 据为极有一般来 哼 第十一天 战境之内的第五层 杜少傅的身前 小妖山峰本体悬浮而出 福禄密尾闪烁独目 然后化作了数十丈的庞大体积 山峰旋转 隐隐和杜少傅背后的脉魂虚影 交融着 这一刻 无穷无峻的耀眼光芒爆发而出 福禄密尾闻耀眼 无以伦比 宛如卓日的当空 此刻间 庞大的山峰似乎是 强悍到了最为恐怖的地步 那等微能 让得整个空间缠聚 就像是要镇压摧毁 这一方空间一样 山峰之上 福禄密尾闻扬着 然后不停地变化 光芒耀眼的瀑布倾斜 最后 在诡异的变化之中 那庞大的山峰开始变化 有着志强的生命气息 在觉醒 在生长 哼 强大的波动 自庞大的山峰上 蔓延波动开去 犹如风暴 让得整个空间颤聚着 而此时整个战径之内 都是开始在摇晃起来 所有身在各层战径之内的学生 都能够感觉到 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了 惊人的动静 无端让人是惊骇不安 呜 成效惊天 庞大的山峰蠕动着 光芒刺眼到了 无法直视的地步 这一刻 整个空间都黑暗了下来 就只有山峰之上的光芒 成为了唯一 一股强大的生命气息 开始喷发 然后 就在那刺眼的光芒之中 山峰如洞 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猿猴 猴猴咆哮光芒耀眼 浑身都是弗鲁蜜蚊包裹着 浑身看着晶莹剔透 周身包裹着霞光 像是在接受 刚天地能量的洗礼的 身躯在不断地变化着 浑身充满着恐怖的能量 还在一直的蜕变中 俘虏蜜蚊是衍生演化 山峰演化猿猴 生机勃勃 沟通天地 给人一种天地初开 万物初始般的感觉 而此刻 杜绍甫脉魂依然和山峰 所衍生的猿猴相连 亦是沉浸在了一种 奇特玄妙的空间之内 空间玄无缥缈 滋气腾腾 光芒耀眼包裹 杜绍甫感觉着 此时自己在蜕变着 犹如涅槃一般的蜕变 那种感觉就像是 历经了轮回 领悟了心声 说不出的玄妙受用 从此之后 可以将一切傲益的 实质看穿一般 半空之中 袁侯身影接受 天地能量洗礼一般 浑身晶莹剔透 久久之后 漫天符文不断地 涌进了其躯体之内 浑身像是在蜕变 体内的能量充盈 周围空间 波纹是汹涌荡漾而开 最后 袁侯落地上 周身金光艳艳的 头上的红毛 却是色彩斑斓 双眸灵动 犹如天生灵童 浮烂一切 恐怖的气势爆发 像是能够 横推四方 镇压一切 当一切平复下来 袁侯身影缩小 光芒收敛 化作了一只 还不到刚刚出生的 婴儿大小体积的 小蜜猴了 小蜜猴极小 成人的 两个巴掌大小的左右 浑身皮肤 透着晶莹剔透的 那种金色 头顶上的 那种毛发 却是色彩斑斓 并不是单纯的金色 金色的小蜜猴 身上的气息收敛 然后灵动的目光 紧紧地望在了 杜绍夫的身上 长长眯眯的睫毛 微微上卷 覆盖在一双 明亮而又深邃的 淡金色眼眸之上 淡淡的金色目光 让人是捉摸不定 增添了一种 神秘的感觉 更是透着一种 尊贵的风范 小蜜猴的眉心之中 有着淡淡的 一抹金色的印记 宛如火焰一般闪烁 平天玄傲 随即是徐徐内敛 但还是在眉心中央 留下了一抹浅浅的印记 仔细望去 像是一座 五指山峰 九九之后 杜绍夫周身 金色光芒收敛 山峰虚影 画作的俘虏密文 钻入了神区之内 一切收敛 引入了体内 消失不价了 这时候了 战境第五层的空间之内 一切也都平静了下来 哼 随着周身的气息收敛 整个战境第五层之内 轰然空间叹聚 高空之上 一道耀眼的光芒笼罩而下 静止笼罩在了 杜绍夫的身上 符文耀眼 一股浩荡的微压传出 呃 望着这空间内的变化 小蜜猴的目光 也随即落在了 杜绍夫的身上 杜绍夫 卖动静之网 随着那耀眼的光芒笼罩 在杜绍夫身上之后 光芒光幕之上 有着一行式 符文大字闪烁着 这一刻 整个战境之内的 各层之中 空间颤聚 光芒笼罩 一行符文大字浮现其中 杜绍夫 卖动静之网 战境之内 众人是望着上方 光幕式上的 符文光芒 为之面面相描 那杜绍夫 好像是又开创了记录了呀 不知道杜绍夫 在第五层之内 又做了什么 竟然又开创了记录 众人扎舌 没想到这杜绍夫 竟然是又开创了一个记录 战绍 既承认着是 卖动静之王 那等于是 卖动静之内 无敌的存在 这是一种绝对的肯定 光芒笼罩 杜绍夫再次感觉着 积分卡在变化着 立刻期待地 掏出积分卡一看 只见此时的积分卡上 240多万的积分 瞬间又变成了 360多万 又得到了整整 120万的积分奖励 当初在进入 小妖符文世界内之前 杜绍夫记得 自己积分卡上的积分 应该是 250万零计时的 少的积分估计 也就是这些天 在战径之内被扣除了 谁说战径之内 留下记录很难呢 其实也不难吧 望着积分卡上的积分 杜绍夫脸庞浮现了笑意 也忍不住露出了 满意的神色来 感觉在战径之内 留下所谓的记录 其实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若是此人有人知道 杜绍夫说出了这样的话 怕是想要 钻地动的心都有了 这简直就是 不让人别人火的节奏呀 手起积分卡后 杜绍夫从腹中 吐出了一口浊气 清朗的目光中 淡金色光芒闪烁 然后内敛 目光望着远方 有着一种是 反普归真般的感觉 杜绍夫虽然是强行 忍住了突破 转而 刷洗了肉身 稳固修为 但此刻体内那种舒服的感觉 让得体内是畅快无比 忍不住想要大吼一声 呃 只是随即杜绍夫没有大吼一声 而是惨叫了一声 顿时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暴退 脑袋都像是要被敲爆了一般 随着暴退 杜绍夫转身 也顿时目光中 见到了身后一只小蜜猴 小蜜猴浑身是 晶莹剔透般的金色 目光灵动 深邃的淡金色眼眸明亮着 神秘而又尊贵 越看越像是小男童一般 丝毫不像是蜜猴 脑袋的防御太弱了 以后多修炼一下脑袋 小蜜猴说话 目光瞪着杜绍夫 一副是尊贵的王者模样 显得老气横秋 但声音是极为的稚嫩 也正是杜绍夫熟悉的 小妖的声音 你是小妖 你怎么穿猴子了 杜绍夫一手揉着 自己发疼的后脑勺 目光是瞠目结舌地望着小蜜猴 那声音是小妖的 错不了 可是小妖的本体乃是神识 杜绍夫疑惑小妖的本体 现在怎么有化作了小蜜猴 颇为震惊地望着小蜜猴 大喝道 小妖 你刚刚为什么敲我 你才是猴子 我可是赤口马猴 小妖瞪了杜绍夫说道 他怎么会是猴子 猴子又怎么能够和他相提并论 瞥了杜绍夫一眼 我可没有敲你 只是想要试试你的肉身强度 还是有点弱呀 完全不精打 你 杜绍夫狠狠瞪了小蜜猴一眼 然后疑惑 天兽网和地兽网上所有的药兽都响了一遍 好像都没有一种是赤口马猴的存在 疑惑地问道 赤口马猴是什么 马猴好像还是猴子呀 我绝对不是猴子 小妖快要发表抱走了 好了 不管你是不是猴子 那又有什么关系 那以后还是给你换一个名字吧 杜绍夫望着小妖说道 为什么 我又要换名字 小妖抗议 她好不容易才习惯了小妖这个名字 绝对不想再换名字了 因为你都是猴子了 自然要换一个名字啊 显得好听一些的 杜绍夫对小妖说道 你觉得姓孙怎么样 孙小妖感觉很不错的 不行 我不喜欢 我不要姓孙 我的记忆深处 好像是有着一个姓孙的 我才不要姓孙 小妖抗议道 是吗 杜绍夫只好是忍痛 不用孙小妖这个名字了 然后望着小妖打领着道 那就姓杜吧 和我一个样 以后你就是咱们老杜家的 一份子了 杜小妖 你觉得怎么样 杜小妖 小妖是喃喃的念叨着 感觉着似乎还是不错 立刻望着杜绍夫点头 生怕不同意之后 还会背起不少乱七八糟的名字 白了白双眼道 杜小妖就杜小妖吧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你的本体不应该是腰石的吗 杜绍夫继续对杜小妖疑惑地问道 咬手变成了小迷猴 杜绍夫可是好奇不已的 现在告诉你 你也不明白 以后再告诉你吧 反正我告诉你 我已经突破到了卖灵境处等了 你以后再敢抢我的宝药的话 你一定会很咋的 杜小妖瞪着杜绍夫说道 我怎么可能抢你的宝药 我可不是那种人 杜绍夫是微微一笑 两道浓浓的剑眉也泛起了柔柔的怜起 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 弯弯的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乐 清朗的双瞳中 眸光是微动着 让那本事刚毅睿智的脸庞中 加上了一丝不羁 透着一种坏坏的感觉来 我反正是不会再相信你的了 杜小妖根本就不相信杜绍夫的话 跟在那凶残的家伙身边那么久 他很清楚那家伙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是不太了解我 只是我们毕竟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 我这个人其实很正直着和讲信用的 好人正气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我的很多优点 其实就像是怀孕一样 时间久了 你自然就能够看出来了 杜绍夫感叹的说道 你再说我就要感觉恶心了 杜小妖无奈地望着杜绍夫 简直是听不下去了 不说了就是 杜绍夫一笑 然后望着前锋那巨大的山峰 喃喃轻道 继续闯 片刻之前 彭大的山峰之前杜绍夫的身影再次出现 哦 彭大的笑听妖狐也再度出现了 望着杜绍夫 葫芦露露出了些许的疑惑说道 小子你好像变强了一些 继续吧 杜绍夫没有多说话 反正这笑听妖狐也不是活物 只是一种特殊的通灵而已 牧师巨虎 清朗的目光中淡淡的金色光网闪烁而出 挥手而动 拳头激旦空间 包裹金色的俘虏秘文 哦 笑听妖狐咆哮 浑身的符文弥漫着 再度和杜绍夫激战在了一起 一人一虎激战再度是难解难分的 杜绍夫越战越勇 脉魂领悟进步巨大 实力此时也再度增强了不少 在原本和小天妖虎激战之中 杜绍夫还要显得落入下风一线 但此时杜绍夫已经真正能够抗衡 只不过想要彻底的压制 却也是无法办到的 轰 两者对撞 阴暴声势震耳欲聋 符文四散 嚷得杜绍妖也是在远处 日饶有兴趣的观望着 不动拳 警刀骇朗掌 扶妖震天智 是军力敌之下 杜绍夫展现出了无比凶悍的一面 比起笑天妖虎还要凶悍着 一连串的强弓 就连 笑天妖虎也被震退了 聂出 终于 杜绍夫找到了机会 一脚落地 身躯直接是标示而出 最后闪电般乘坐在了 笑天妖虎的背上 哦 笑天妖虎 虎背是争吟咆哮着 那等声浪 上人灵魂都要被震碎了 浑身的符文涌动 想要将杜绍夫 直接给震碎在了虎背上 笑天妖虎的虎背 绝对不是那种能够做的 就算是此事一般的 武侯境初登的修为者 在笑天妖虎 那咆哮震天的声浪攻击 和背上的符文攻击之下 也要被震的是 直接震飞开去的 根本是难以抵御 那恐怖之力的 但杜绍夫抵御下来了 震耳欲聋的虎啸声中 杜绍夫虽然是被震得 头昏目眩的 被震的身躯 像是都要散架了一般 但却是在死死地抓住了 笑天妖虎的虎背了 彭临九天 一股恐怖的气势 骤然刺杜绍夫的体内 席卷而出 一道道的俘虏密文在背后 排列凝聚着 一双金光艳艳的符文双翅 承载着金只大鹏鸟的霸道意志 流光一动 豪光弥漫 如大鹏展翅 昂翔九天 镇压 杜绍夫一声大喝 以金只大鹏鸟的霸道气息 开始镇压着笑天妖虎 通灵的笑天妖虎虽然强悍 但在战境之内 正因为通灵 所以才会更受到 金只大鹏鸟气息的压制 一瞬间 隐隐间有着一种被镇压的痕迹了 蹦蹦蹦 以金只大鹏鸟气息 镇压笑天妖虎 杜绍夫踏足笑天妖虎的背上 然后一道道的拳印 便是不同的轰击而出 直接落在了笑天妖虎的头颅之上 当初在和平广场之上 杜绍夫一击 就能够击杀式堪比 武侯层次的悬云赤胶 何况是此时啊 可见杜绍夫的攻击力道是恐怖的 哼 拳头犹如下雨一般 杜绍夫的拳头不停地 轰击在了笑天妖虎的头颅上 加上金只大鹏鸟的霸道气息溃压着 笑天妖虎犹如火舞 蒸宁的头颅也被轰击的 是皮开肉战的 鲜血标射 只不过那标射的 虎血在战庆之内的影响之下 随即就化作了无形的消散不见 在杜绍夫的如此爆轰之下 那笑天妖虎的睁令头颅开始炸开 漫天浮纹破碎 地动山摇 最后气息终于是萎靡了起来 双目之中也露出了暗淡之色 这下 杜绍夫不敢放松 举手握拳地继续落下 刹那间继续轰击 一直将笑天妖虎那争硬的头颅 给轰击成了碎片了 倒是挺凶残的 望着远处硬生生以蛮力镇一样 击杀了笑天妖虎的杜绍夫 杜小妖但金色的灵童微动 哼 随着笑天妖虎的头颅 被轰击成了碎片之后 其庞大的虎区 也直接消散成了符文不见 然后空间颤动着 光芒笼罩 一道光芒犹如是神光一般 从半空中浮现着 哼 此刻战境之内 各层之内 皆是再度空间颤动 神光浮现 神光之内 然后一面榜单出现在了神光之内 榜单之上 一共有了一百个排名 战境榜单出现了 这是有人打破了某一种记录了 战境榜单出现 不是有人开创了某一种的榜单 而是有人打破了记录 战境榜单上 以战类为准 一般的记录无法登上去 只有最为体现战类的记录 才能够出现在 战境的榜单之上的 众人惊讶一轮 战境榜单的出现 非同一般 绝对是不简单的 绝对是证明着以绝对的战力 打破了某一种记录 这才能够让战境榜单出现了 据说这数百上千年来 天武学院就只有一个叫做杜廷轩的学生 在二十多年前 以横扫之姿 一举打破了战境榜单上的记录 天赋且力是冲进了前十日 绝对的恐怖 快看榜单亮了 有人上了榜单 有人发现榜单亮了 浮雲闪烁 有新人上了战境榜单了 天呐 第二 战境榜单第二 第二名亮了 有人上了榜单第二 有人震惊 这新上战境榜单上的 竟然直接的到了第二的地步 杜绍夫 果然是杜绍夫 竟然一举撑到了第二 有人发现 那上了榜单第二的人 竟然就是杜绍夫 杜绍夫继续创造了两个记录之后 竟然再次打破了一个记录 还冲上了榜单第二 这绝对是恐怖的 这楚空是何许人意啊 杜绍夫的目光落在了战境的榜单上 第一名的位置上 乃是一个叫做楚空的人 而原本第十的排名 此时已经是顺调了一位到十一了 上面的名字赫然是杜廷轩 老爹 我真不是故意的 瞧着老爹的排名 被自己干掉了一名 杜绍夫微微笑了起来 杜绍夫的积分卡上再次变化着 原本已经到了三百六十多万的积分 瞬间便是变成了八百万六十多万 又到了整整五百万的积分奖励 战境之内留下的记录是月高 奖赏的积分就月高的 但五百万的积分也足以让得杜绍夫震惊了 此时身上八百多万的积分 哪怕是在灵境之内购买丹药 天才地宝 怕是都能够购买到一个恐怖的数字 这积分也该是不少了吧 望着积分卡上的积分 杜绍夫此时也忍不住露出了满意的神采来 望着此时自己积分卡上的积分 感觉着自己现在似乎是有着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 该出去了希望不会遇上学院的长老吧 杜绍夫难难倾倒 战径绑单已经消失 将积分卡也收进了自己的怀中 想着也该离开战径了 红杀了那笑天妖虎 自己也好受不到哪去 至于继续望上闯的念头 杜绍夫想都没有想 自己现在的修为实力根本还办不到的 片刻之后 当杜绍夫出现在了战径之外门口的时候 顿时目光一震 没想到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人 不少的目光都是震惊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像是看怪物一般 绍夫 就在杜绍夫很疑惑眉头微醋之时 清脆的声音传出 一道身姿曼妙的女子出现在了杜绍夫的身前 漠黑的长发如是瀑布般顺滑着 松松的是管起了青丝 双眸空灵 杜绍夫侧目望去 女子面容少令 是气质清纯脱俗 积黑的眸似如一空溪水般清澈着 宽衣照修 修长的预警下 一片是苏兄如宁脂般的白玉 半折半眼 一条白玉身沟是若隐若现 素腰一束 净是不赢一卧 修长笔直的价美双腿 像是在无声的妖娆 来的正是大姐杜小曼 那火辣的妆 可是让周围不少青年 看得快流鼻血了 大姐 你怎么来了 杜绍夫颇有疑惑 大姐像是专门来此地等自己的 我等你已经有数天了 随我走吧 不用再到处逃了 除非你想要真的离开天舞学院 杜小曼对杜绍夫说道 空灵双眸内此时也是涌出了难以掩饰大的震惊神色 战境之内的情况 他已经是听说了 连续创造出两个记录 打破一个记录 一举冲到了 战境榜单第二 这是何等的恐怖啊 大姐 怎么回事啊 杜绍夫是颇有疑惑的闻道 长老们对你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 我带你去见我的师父 他老人家会告诉你的 杜小曼把杜绍夫轻轻地拉到了一旁 对杜绍夫说道 你上次接拜古月为学院立下了大功 所以学院现在也不会太过于为难你 除非你真的想要离开天舞学院 真的离开天舞学院吗 杜绍夫思索的 原本还真是有些想要离开天舞学院的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 虽然都在天舞学院那次跳脱追捕 不过现在回头想想 却是对天舞学院有着一种莫名的感情了 一次次的围捕等于是在对自己的磨练 学院内的老大老二 老四 还有那胡子拉差的老舍 华摩剑 李玉霄 都是学院内遇到的人 还有天舞福境 那可是领悟的好地方 要是真的离开了天舞学院 那以后也就没法进入天舞福境 继续领悟了 杜绍夫想想还真是有些不舍的 特别是还有身上的八百多万的积分 若是离开了天舞学院 那可就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看样子 你也并不想真的离开天舞学院吧 随我走吧 杜小曼挽着杜绍夫的手臂 脉步就离开了天舞福境 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 在不少艳羡的目光中 杜绍夫身不由己的 就被大姐是连拉带拽的 拉出了天舞福境 倒是不错 难得出现一个 天舞福境十门外 一个中年大汉邪堂在巨石上 望着杜绍夫的背影一眼 然后又继续开始打对了 随着大姐杜小曼离去 一路上从大姐杜小曼的嘴中叙说下 杜绍夫也得知了 最近学院内的一些情况 好像是因为自己上一次教训了 那光明神庭的古语 为学院立下了大功 所以学院长老最近都在松口 并不打算太为人自己了 大姐啊 上次那个叫做古语的家伙 我可不是为了学院 我听说他伤了你 所以提不过 这才跑过来教训他了一顿的 杜绍夫对杜小曼是黑黑一笑 记得小时候 都是自己紧紧地牵着大姐的手 出去玩的 此时被大姐挽着 淡淡的幽香扑鼻 不禁有些梦回小时候的感觉 你这家伙 下次可不要那么冲动了 万一你打不过那古语怎么办 你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杜小曼拉着杜绍夫站在石道上 空灵的双眸瞪着杜绍夫 但目光中暗自波动着幸福的连起 放心吧 那家伙才打不过我呢 反正谁敢欺负大姐 我就不会犯过他 谁也不行 杜绍夫正色地说道 望着眼前的女子 还记得小时候大姐和二哥 对自己的照顾 大姐也不是谁都能够欺负的 傻小子 杜小曼文言 眼中忍不住连起波动 望着眼前的少年 捏了捏他的脸庞 替他整理了一下衣冠 嘴角不由地勾出了一次 温柔的笑容说道 这些年 你吃了不少的苦吧 没有吃苦 挺好的 只是大姐和二哥离开之后 就没人带我去玩了 杜绍夫说道 这么大的人了 比一天到晚还想着玩 好好修炼 到时候也学有所成了 我相信到时候 三叔和二伯他们 都会很高兴的 杜小曼望着眼前 已经是稚气退去的脸棚 无奈轻叹了一声道 站进之内的事情 我都刚听说了 不愧是三叔的儿子 不过你应该知道 三叔在学院的情况了吧 暂时可不要暴露出身份了 尽量避免出一些麻烦的好 嗯 明白 杜绍夫点头 从欧阳爽的口中 也早就得知了 酒鬼老爹在学院的情况 高居悬赏榜第二名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留下的 快憋死我了 随着杜绍夫的话音落下 怀中的衣衫微微蠕动 一抹金色光芒闪烁 然后杜绍夫的尖头 便是多上了一只 淡金色的小猕猴 但模样却是崴如灵桶 极为的可爱讨喜 这是 猝不及防之下 杜绍夫慢时吓了一跳 双眸顿时紧紧的 望了杜绍夫尖头上 那晶莹剔透般的小猕猴 然后双眸就露出了喜爱之色道 好可爱的小猕猴 绍夫 你哪里带来小猕猴 杜绍夫 你看 你就是一只猴子吧 杜绍夫文言 顿时忘了肩头的杜绍夫 说道 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不是猴子 我绝对不是猴子 杜绍夫是崩溃抓狂 她真的不承认 自己是一只猴子 还会说话 兽猴竟强者 文言杜绍慢震惊 能够口吐人言的妖兽 那可都是需要到 兽猴竟层次才可以办到的 大姐 杜绍夫不是妖兽 说来话长 以后我再和你说吧 杜绍夫对杜小曼说道 一时间也不好解释 杜小妖的存在 不是妖兽吗 看起来很像啊 不过挺可爱的 杜小曼说着 望着杜小妖是越看越喜欢 然后才想起了正事 对杜绍夫说道 我们走吧 我先去带你 见见我的师傅 还有慕容长老 嗯 杜绍夫点头 一路上再问了一些欧阳爽的情况 不久前从李雪的口中 杜绍夫得知欧阳爽已经在物境内市闭关领悟了 此时从大姐口中得知 欧阳爽还并没有出关呢 进入物境之内的时间也不短了 至于戴兴雨的情况 杜小曼也并不知道了太多 所以杜绍夫也无法了解太多了 只是知道戴兴雨应该是很安全的 这让杜绍夫也彻底的放心了下来 戴兴雨的具体情况 他就只有等欧阳爽出关之后 才能够知晓了 一路上杜绍夫也将实诚当初的情况 还有后来兰陵城府内遇到二哥的杜音龙的情况 都和大姐杜小曼大致的说了一遍 不少情况让得杜小曼听到这种 也是戴眉为错的 看样子这些年 发生的事情可不少 等这段时间过去 我也打算回去看看才行了 杜小曼轻叹道 算起来已经是好多年没有回去了 杜绍夫笑道 是该回去看看了 大伯都想你了 对了绍夫 杜家的事情你知道多少了 突然杜小曼对杜绍夫问道 杜家我们杜家吗 杜绍夫愣了一下后 有些不明起义 石龙帝国杜王府杜家 杜小曼对杜绍夫说的 这一次心生之中的第二第三的 杜池和杜云勋都是杜王府的人 上次光明神殿 还有石龙帝国的人前来学院的时候 杜家也有时跟随而来的 杜王府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不过我知道的并不是太多呀 杜绍夫摇头 哦 杜小曼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望着杜绍夫说道 杜王府和我们杜家是关系很深 我也是后来离开石城才知道的 三叔当初在天舞学院 还有石龙帝国帝都的时候 都曾经是杜王府关系很深的 和我爹有关 和我们杜家有关 怎么从来没有听大伯和二伯提起过呀 杜绍夫文言顿时就好奇了起来 特别是此事还和酒鬼老爹有着关系的 杜家的事情 我到时候再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总之遇上杜家的人 你不要太信任了 杜小曼说完 望着前方的一座庭院道 我们到了 先去见长老吧 杜绍夫顺着杜小曼的目光望去 在葱绍夫的山林间 古堡的石道纵横着 一栋古堡的庭院出现在了前方 片刻后 杜绍夫随着杜小曼走进了庭院 杜小妖则是早就从杜绍夫肩头跳了下去 也不知道去哪了 庭院小厅之中布置简单 门口有着香炉烟雾弥漫着 一股清香扑鼻挂着几张浓墨山水画像 透着几分哑去 小厅之内两人端坐 随着杜绍夫和杜小曼走进小厅 一男一女两人的目光 也骤然就落在了杜绍夫的身上 见过老师 见过慕容长老 杜绍夫是扶神行礼 是以杜绍夫也行礼 柔声道 绍夫 这是上官长老慕容长老 不可无礼 见过两位长老 杜绍夫是微微弯腰 不失礼数 也没有太多的客气 打量着两人 男的是四寻多的年纪 却是俊朗之极 绝对的是美男子 手中折扇轻摇 更显得飘逸 那女的妇人装束 身着紫衣 显得气质不俗 身上的气息收敛 却无端让人压抑 实力修为不浅 对于这一男一女两人的身份 杜绍夫也从大姐的口中 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两人都是学院的长老 气质夫人叫做上官群 还有大姐杜小曼的老师 算起来大姐还是上官长弟的 秦传弟子 和天舞学院内一般的学生 可是不同的 在学院之中 现在除了新生和老生之外 也还有不少的秦传弟子 在学院中担任导师和执法队的职务 中年美男子叫做慕容熙 曾经也是天舞学院的弟子 还是声名赫赫的那种 据说在天舞学院内 在当年也是留下了不少的传说的 而现在的慕容熙 则是负责服务院的长老之一 据杜小曼说 这慕容熙长老和欧阳爽的关系是不浅的 乃是欧阳爽的长辈 随着杜少甫行礼 上官长老也是温然道 不必多礼了 坐下说话吧 只是上官长老忘了杜少甫的眸光神色 依然是难忍着 有些惊讶和震惊 多谢长老 杜少甫也不客气 直接找了把座椅给坐了下去 杜少甫 你可知错了 慕容熙望着杜少甫眼眸微动 目光显得是颇有些怪异 回长老 弟子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错了 杜少甫说道 让五个老生 两死三非 偷取清主运邻国 回了药田 据补法队 抢夺执法队员的钱昆代 你还不知错 慕容熙等了杜少甫双头 这家伙竟然到了这时候 还不承认自己有错的 让得他是有时忍不住有些愤然了 那五个老生 欺人在先 还不知道悔改 只是恶人自有恶报 他们自己说的实力为尊 错不在我 若是我当初实力不够 现在死的伤的 怕就是我了 到时候一个记名学生 要是死了伤了 请问学院会不会 像是对我一样 如此大动干戈 难道记名学生 就不是人吗 记名学生 就不是学院的学生吗 就能够任人机灵吗 杜少甫文言 直视慕容熙的双目 淡淡一笑回道 淡淡淡淡的笑容中 双瞳淡金色光芒闪烁 又透着不容忽视的灵力 这 慕容熙被一连串的 看色淡然实则灵力的反问 呛得脸庞神色微微一乐 心中自然知晓 若是一个记名学生 被老生哪怕是击杀了 最后也无非是稍微 逞出一番而已 自然是不会太过于大动干戈的 那几个老生虽然有错 但你下手也未免太狠了一些了 慕容熙收起神色 望着杜少甫谈道 孙志积分被抢 实力不够 又是学院不成文的规矩 本无可厚非 敢问慕容长老 孙志既然被抢了积分 却又还要遭受欺凌 神兽重创 最后还被断了一只耳朵 这难道不狠吗 杜少甫神色不微不亢 语气是不疾不虚 继续反问道 慕容熙是面色为止 悲问的无话可说 此刻监听着杜少甫的话 竟然是有一种 那五个 劳两死三重废 有着一种天经地义的感觉来了 可你拒捕执法队 强夺乾坤带 偷取 清竹与灵果 这些总是有错的吧 慕容熙撇着杜少甫 有着一种是憋屈的感觉来 我没错 但执法队要抓我 我自然是要逃的 他们不放过我 我拿几个乾坤弹 当做警告 却是没有要他们的性命 我只是希望他们 不要再来招惹我 自然也是没错的 若是他们不追我 我也不会进入药田 更加不会遇上清竹与灵果 我出来乍到 来到天舞学院 又不知道那是学院的药田呀 也不知道清竹与灵果 是学院培制的 我身受重伤 见到灵药 又不知道是学院之物 所以服下疗伤 这是修炼者的本能 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 敢问长老 我又哪里有错 杜少甫继续说道 好像这么说来 是没有错了 杜小曼在一旁是难难倾倒 听着杜少甫的话 感觉着整件事情 这么说起来 三弟不仅是没错 反而是受了不少的委屈 心中不禁是涌出了些许的心酸来 你天道黑白倒是有两下子本事 只是慕容熙却是被憋屈的俊朗脸庞伤 面容微斗 有些不太好看 要不是身为长老 也顾忌着上官长老在身边 怕也早就是忍不住破口大骂了 这小子分明就是满口的歪理 倒是牙尖嘴利的 不过错就是错 你要认为自己没错 当初何必要跑 你跑了 证明你自己心中也是认为有错的 上官长老望着杜少甫继续戴人一笑 这杜少甫暗自一愣 没想到这上官长老倒是不一般 顿时回道 学生跑是因为自知学院不公 还得罪了人 要是被抓了 怕是后果堪忧 所以自然要跑的 你这小子 我和慕容长老都不是外人 就别和我们牙尖嘴利了 上官长老根本就没有想听杜少甫继续狡辩的意思 望着杜少甫淡淡的叫道 你能够来这 证明你还是想要留在学院的对吧 听着上官长老的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杜少甫自然也是不好说什么了 点了点头 哪怕是为了手上的八百多万的积分 也自然是要留在学院的 既然你想要留在学院 那自然就要按照学院的规矩来办 你有错 自然要罚 要不然如何负重啊 那五个老生 两死三废 你不也逞出过他们了吗 上官长老望着杜少甫说道 你既败了古语 也为学院立下大功 有功自然是要赏的 我和慕容长老会和其他长老商议 到时候应该对你会从轻惩处 但以后可不要再犯错误了 多谢长老 杜少甫目录笑意 看得出来这上官长老和慕容长老都是皆为护着他的 你先回去吧 执法队的人已经不会再追捕你 我和慕容长老一会儿和其他的长老会商议的 看看该如何给你评论功过 上官长老对杜少甫说道 先别走 你跟我来一下 我单独有些事情想和你聊一聊 慕容西说话起身走向了庭外 三弟 你先去吧 不会再有事了 不过可不要在学院里惹事了 杜小曼说道 虽然不知道慕容长老会找杜少甫聊什么 但倒是不担心 大姐 我一向老实的 从不惹事 只是不怕事 杜少甫目录微小 便是也起身随着慕容西是离开了庭中 目视着杜少甫背影离去之后 杜小曼这才转身 对上官长老行礼道 多谢老师 你谢我什么 那小子自己不烦 其他长老怕是也无意再处置他了 我也没做什么 上官穷笑道 杜小曼抬头 望着这老师上官穷说道 那也要多谢老师 要不是老师一直在为三弟说话 怕是三弟现在也不会无恙的 那小子大事是不会有了 不过学院自然是有着学院的规矩 总不能够太过于破例的 估计有些逞出是少不了的 上官说道 何须的阳光透过是稠密的树叶 洒落下来 成了点点金色的光斑 远处是巍峨的群衫 在阳光照应下 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 显得是格外的巍峨壮丽 一处山头上慕容西副手而立 望着前方的群衫 对身后的杜少甫道 杜亭轩那家伙怎么样了 这些年还好吗 杜少甫跟随着慕容西到了山头 一直心中还在猜测着 这慕容西长老会和自己单独说什么呢 此刻心中文言顿时一惊 目光是紧紧地落在了慕容西的身上 怎么还不想承认吗 和你那混蛋爹一样 狡猾无耻 慕容西回头瞪了杜少甫一眼道 你的身份我一早就知道了 在我面前用不着隐瞒 慕容长老认识我爹 杜少甫回过神来 以欧阳爽的关系来看 这慕容长老应该也是认识旧贵老爹的 若是时间可以倒流 谁想认识那混蛋呢 杜少甫的话 似乎是触碰到了慕容西内心的某一处近距 特别是看到杜少甫在身前 颇为激动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因为你爹杜亭轩 那狡猾的家伙的出现 现在你绝对不姓杜 我不姓杜那姓什么 杜少甫疑惑地问道 慕容 你得跟着我姓慕容 你娘就不会被杜亭轩那狡猾的混蛋给骗了 还 慕容西越说越激动 确实又欲哭无泪 我明白了 你肯定是当初也在追我娘 但最后输给我爹了 对吧 杜少甫顿时就明白了什么 望着慕容西一笑 心中倒是有些小意外了 看不出来酒鬼老爹竟然是还有了那等本事的 慕容西文言顿时瞪着杜少甫道 屁话 公平紧张 我才不会输 是你爹耍赖 要不是他耍赖 我怎么会输 我还是先认识傲同的 杜少甫撇了撇嘴道 这种事情还有先来后到的吗 感情的事情又不是排队 谁能够先走到我娘心里 这才能够先到我娘的方心 输了就是输了 怎么能够说是耍赖呢 小皮孩 你懂什么感情 和你爹一个德行 果然有什么样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不和你说这件事情的 慕容西不再想和杜少甫再谈这件事情了 他感觉着自己很憋屈 忘了杜少甫 眸光缓和了不少 然后问道 你爹娘的事情 这些年我也知道一些 有些事情 不是一般人能够插手的 你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他有些喜欢喝酒了 其他还好 杜少甫回道 喜欢喝酒了 也对 或许喝醉了会好过一些 慕容西轻叹着 沉默了片刻之后 这才对杜少甫继续说道 你的身份暂时不要暴露 你爹毕竟还在学生榜上有着大名 免得到时候招来什么麻烦 以后也别在学院惹事了 好好修炼 实力才是一切 若是你以后想做什么 那前提就是必须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强者 你的实力现在是不错 不过修炼意图何等的浩瀚 和真正的强者相比 你还远远的不够 学生明白 杜少甫点头 能够感觉到眼前慕容西长老对自己的善意 以后就叫我西叔吧 你娘也会这么让你叫我的 慕容西是撇嘴望着杜少甫说道 西叔 杜少甫犹豫了一下后 弯腰行了一力 嗯 你先回去吧 等你的事情有了结果之后 我会让人通知你的 不过你最好是做好心理准备 怕是一些乘处也是逃不掉的 慕容西说道 杜少甫点头然后离去 也没有地方去了 只好是先回宿舍了 那混蛋 伤得儿子都是一样的狡猾 知识更凶悍了 忘了杜少甫的背影 慕容西南南倾倒 随即也离开了山头 山峰庭院阳光之下 也是树影婆杀的 没想到 他还真是师生走出来的 还是当初那人的儿子 一个挺拔少年副手而立 细碎的长发覆盖光节的额头 垂到了浓密而牵扯的睫毛上 俊逸的脸庞上 清澈双瞳是温柔似水 就是这般的静静地站着 却无时无刻不流露出 高贵淡雅的气质 正是先生之中 上一次考核排名第二的杜尺 他流的是我们杜家的血脉 能够有着如此之强 我们早就应该想到的 杜云欣是柔声说道 十六七岁的模样 身着淡蓝色的长裙 红韧的只动人脸庞之上 一对水汪汪的眼睛 泛着微笑着 流的是我们杜家的血 也会为我们杜家带来灾难 当初杜家几乎不存 杜池是面色悲凝着 心肠的挺拔的身材 越发的是令了 整个人是更倔烂高贵了几分 文言杜云欣 是戴霉违章 背齿轻起了道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据我所知 他们好像都是受害职者 钻起辈分来 按照我们杜家的辈分 他好像还是要高我们一个辈分吧 族中传来了消息 告知了我们他的身份 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一下 小伙 怎么能够 论子白呗 别忘记了 我们杜家和世成 从当初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杜池是清澈双同的目动 低声沉的 当初只是迫不得已 但世成的杜家 毕竟是和我们一脉的 杜云欣 水尾汪汪的眼中 是眸光波动情的 他的天赋很恐怖 若是我们杜家拒之门外 怕是杜家的损失 我当初就说过 那杜少傅若真的是那一族的来人 不知道会不会再为我杜家带来灾难 杜池是簇着眉头 眉宇为皱的 他是天赋不弱 堪称恐怖 不过我杜家也是不缺天才的 以我们的天赋 在杜家也连前五都排不进的 少他一个杜少傅不少 万一招惹了大麻烦 那才是真正的祸害 可我们毕竟是一族 血浓于水啊 杜云欣是柔声的 话音落下 转身是随不离去 淡蓝色的裙子 旋动得像是一朵淡蓝色的花朵 快看是杜少傅 他来了 是杜少傅 那凶悍的少年出关了 听说他开创了 天武福径两次记录 打破了一次记录 太凶悍了 杜少傅在学院一路所过 顿时招来了不少的议论 迎来了大片震撼的目光 你好像还挺受欢迎了 杜小妖从半路钻出 落在了杜少傅的肩膀上 金色的小尾巴 像是少女扎弹马尾一般 微微一甩一甩的 一双灵同是深邃清澈 透着淡淡的金色 显得高贵不凡 那是 杜少傅是恬不知耻地说的 杜学长回来了 几名学生之光 杜学长回来 随着杜少傅刚刚一到杂务处 顿时有着不少计名学生 是陆续赶来迎接 短短的时间便是汇聚了数百人 还有更多的人正在赶来 老三 人群之中三道身影冲出 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 急急忙忙地冲到了杜少傅的身上 一脸的兴奋 顿时丧人就是抱在了上去 杜少傅微微一笑 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 心中是颇为温鲜的 片刻之后 和周围的这名学生打着招呼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杜少傅回到了宿舍 房间还是原本的模样 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 看得出来是老大老二和老四 可是经常打扫的 一番寒暄之后 孙志望了杜少傅肩头的杜小妖 对杜少傅问道 老三 你哪来带来的猴子呀 你才是猴子 你全家都是猴子 杜小妖愤怒了 怎么会所有人都说她是猴子 可她明明不是猴子 她是谁人实上 这猴子还会说话 难道是受猴性强者啊 文言孙志 吴清风张伟三人 顿时震惊暴退 杜少傅望着肩头的杜小妖 幸灾乐乎地说道 你现在该死心了吧 你就是一只猴子 混蛋 你们都是猴子 杜小妖是愤然离去 懒得再理会这死人了 杜少傅一笑 然后才对孙志三人 大概说了一下杜小妖的 虽然说的都是真真假假 但杜少傅也不是有意隐瞒的 而是不得已而为止 然后从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的口中 杜少傅得知了 这一段时间是杂务处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原本负责杂务处的金燕兵已经是不在杂务处了 也不知道去哪了 听说是被逞出的 现在老季名学生对新季名学生也好了很多 甚至有时候还会颇为的照顾 得知这些杜少傅是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最后杜少傅从孙志的口中得知 画摩姐李雨霄还真是孙志的表哥 只不过在修武天赋之上 孙志可就是远远不如表哥李雨霄了 因此才进入了天舞学院的成了寄名学生 杜少傅只能是够苦笑的 若是当初那个几个老生知道孙志的表哥是画摩姐李雨霄的话 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动孙志一根汗毛的吧 有着画摩姐那样的一个表哥在 江山宿舍又出了一个杜少傅 最近的这段时间 孙志 吴清风 张伟三人也是格外的受到照顾 杂务处派遣的杂务也少了不少 多了不少的时间自己修炼 三人此时都是突破到了迈动静的除灯的 老三 两个月后新生会有一次较量 我们既名学生也能够参加 到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击败任何一个正式学生 我们也能够成为正式学生了 吴清风高兴的说道 两个月之后绝对是一次机会 这样吗 杜少傅文言然后微微一笑 从乾坤袋中顿时掏出了几套武器和不少的丹药放在了三人的面前 是动品的学妙武器 是学灵丹和立元灵丹都是能够增进旋迹的 还有动品笔案武器 吴清风张伟两人见状顿时脸庞是为之震惊 杜少傅微笑道 老大老二老四 这些先拿去用吧 不过再找我要 两个月后到时候一定要成功 好好修炼吧 老三你自己不用吗 吴清风是愣愣的望着杜少傅 这些我也用不上的 再说我身上有着不少 你们就不用为我想了 杜少傅笑道 这种东西对于此时的杜少傅来说 自然是九牛一毛的 老三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客气就显得生疏了 张伟没有再客气 目露感激之色 孙志说道 老大老啊 这些你们都拿去用 上次我表哥给的丹药 我还没有吃完呢 无忌也没有修炼的 很熟练 我暂时还用不上的 老四啊 你的丹药不分给我们吗 还分给我们那么多积分 老三给的东西理应都分啊 吴清风坚持 老四啊 都拿着吧 你可是知道老大脾气倦的 杜少傅笑道 好吧 孙志点头 也只好是拿了一套无忌和两枚丹药 望着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 杜少傅心中一暖 这种感觉和大姐二哥在一起的时候 又是不一样 但却是一样的暖心 四兄你聊着 时间不知不觉的便是到了傍晚 满天的红云金光耀眼 杜少傅在吴清风三人的陪同之下 到了学院的澡堂室干干净净的洗了一个澡 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紫袍 上面绣着几段云图 感觉还是喜欢穿紫色衣衫多一些 一番洗漱之后 杜少傅立刻显得是容观晃发 精神抖擞 其实咱们家老三长得还不赖 眉情目秀 眼睛是眼睛 眉毛是眉毛 鼻子是鼻子的 就连孙志 吴清风 张伟三人也是颇为称赞 有这么夸人了吗 杜少傅苦笑 一个宿舍四兄弟打闹了好一阵 直到黄昏后才回到了宿舍 少傅学弟 正在四人回宿舍的时候 清脆妩媚的声音传来 一道曼妙的喷火倩影 顿时就到了四人杜少傅的身前了 见到眼前的女子 吴清风张伟孙志 顿时是道眼唾沫 然后目光不敢直视 鼻孔中是为之火热着 那身影太过于诱惑了 身着是开刹长裙 露出了修白白皙的高挑长腿 露肩锦衣遮不住那软弱无骨的埋腰 胸口高耸出一条白皙身钩诱人 简直是火辣头 让人忍不住想要犯罪 学姐啊 你找我有事 见到这个女子 杜少傅却是目光顿时就涌出了忌产之色 非要有事才能够找你吗 我刚刚出来就能够见到你 这足见我们的缘分了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娶我回家 李雪是微微着走到了杜少傅的身前 娇嫩红唇微巧带着挑动 看着身边的吴清风张伟和孙志三人 可是鼻血都是火辣辣的流出来了 学姐我还有事先走了 杜少傅一愣 顿时就转身是连奔带跑的离去 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见到杜少傅匆匆离去的模样 李雪忍不住笑了 勾勒出一道极为迷人的弧度笑道 这家伙还真是可爱呢 老三 你知不知道刚刚那是谁 那可是堂堂的李雪学界 五榜排名四十三 老三 你太不争气了 竟然吓跑了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知道整个学院有多少人 现在在追求李雪学界吗 你竟然被吓跑了 片刻之后 宿舍之内杜少傅被吴清风张伟孙志 三人的目光围攻着 三人的目光都是惋惜 痛惜 可惜 那女的可不是好惹的 我还是躲远一些的好 杜少傅是苦闷一笑的道 老大 老二 老四 我先回房休息了 话一落下 杜少傅立刻就关上了房门 躲进了房间 啊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忘了杜少傅的房间是被紧闭的 吴清风三人也只好是够为之叹息了 房间的床榻上 杜少傅盘袭而坐 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脑海中的思绪久久才收起了 继续修炼 只有成为绝对的强者 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才能够见到娘和妹妹 杜少傅是喃喃倾倒 收起了思绪 然后投入了修炼之中 开始修炼精神力 修炼福道的精神力和武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武道上已经到了脉动静圆满巅峰的地步了 在精神力上杜少傅并不想落下 有着在武道上的磨练相辅相成之下 杜少傅感觉着在精神力修炼上是要轻松不少的 当然最大的原因杜少傅很清楚 那是因为修炼了那授骨之上的那神秘的残平功法 天地之道 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 天地日月雷电风雨 四时余前五后 以及雄词刚柔动静 贤脸万事万物 莫不分阴阳 天地世人如浮游 大地是天地以泡影 为元神真性 则超远惠而上之 其精气 则遂天地而败还矣 然有元神在 既无极也 生天生地 皆由此矣 若见元神 必须先见性光 此光乃真性之光 无光增难觅真性元神 片刻之后 杜绍夫就沉浸在了修炼的状态之中 脑海内那些生色的字符运转着 杜绍夫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有着庞大的天地能量 随着自己运转那些生色字符 涌入到自己脑海之中 一股神异的白色光芒 栩栩笼罩着周身 宛如神芒 透着一股微雅 如也 古朴的庭院内 天舞学院不少的长老端坐着 开闯两次记录 打破一次记录 排名战径榜单的第二 千年来 也就只有二十年前的杜亭轩 能够排名第十而已 这等天赋太恐怖了 如此少年出现在我天舞学院 学院之福 大厅中 所有的长老是为之惊叹 无不是目录着震恶 诸位别忘记了 杜少傅也是一个祸害 从他进入学院到现在 整个学院也是因为他天翻地覆的 副长老说道 有功有过 不过我觉得 当初的事情也不能够全怪他 那几个老生也是故于仗势欺人 他只是下手中了一下而已 上官长老说道 拒捕执法队将夺乾坤带 偷取青猪运灵国 毁了一半的药田 还带走了大片的灵药 这总是要逞出的吧 副长老说道 那小子说的也没错 但执法队要抓他 他自然是要逃的 摆脱不了执法队 顺手拿走几个乾坤带 当做警告 却是没有要他们性命 证明他也不是故意 不将学院的规矩不放在眼中的 慕容熙淡淡地说道 若是执法队一直追捕 他也不会吓得进入药田 更加不会遇上青猪运灵国 那雄兹初来乍到天武学院 自然不知道那是学院的药田 也不知道青猪运灵国是学院培制的 谁受重伤 见到灵药 又不知道是学院职务 所以服下了灵药疗伤了 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此事那小子虽然有错 即使算起来 我和孙长老没有看好药田 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就进了药田 我们也是有错的 不错 此事 我的确也有着责任 说起来 也不能全怪那个小子呀 孙长老是借口对众人说道 何况上次光明神庭一事 他那小子可是还立下了大功 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吧 提到光明神庭 所有长老顿时面色就难看了起来 当初在光明神庭面前 差点就连整个学院的颜面都给丢了 若不是那小子及时出现 整个天武学院是颜面不报呀 我看争论了这么久 大家在此事上 今天就定论下来吧 难道真的要将杜少福 租出学院吗 我相信若是我们将他给租出学院了 怕是不知道多少势力 会立刻前来抢夺吧 何虎长老正色的望着众人道 那是众人 这等天赋 若是离开了学院 自是我学院的损失 不过 完全不处置的话 怕是也会惹来 由心之人的非议 也会损我学院之风 所有长老是交头接耳 一时间也难以确定下来 我看这样吧 那小子也有功 重罚就不至于了 但成出自然是免不了的 若是成出太轻 也有损我天武学院之风 呵护长老说道 我看就是这样吧 毁了药田的账和庆祝月灵果的账 自然是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让他赔偿了就好 孙长老说道 孙长老 这也太轻了一些吧 怕是会让人说闲话的 会说只要天赋厉害 就能够天武学院那是无法无天 副长老说道 辽长老目光是微微抬起来 眼中摸过了些许的精盲道 不如我看这样吧 现在乌榜前面的将军 古新雁 鬼娃 吴雀 郭少峰等 已经分别去查探 玄陵通天堂的下落了 也确定了 玄陵通天堂七天后 就会从黑暗城拍卖着 停顿了一下 辽长老陈道 那就让那小子去夺回 玄陵通天堂吧 鬼爪将玄陵通天堂 放在了黑暗城拍卖 自然也藏身在了黑暗城之内 让那小子同时抓出 鬼爪生擒 到时候就算是成处了 让他去抓鬼爪 夺回玄陵通天堂 会不会太为难了一些 鬼爪的实力可是武侯境 何况和鬼爪身边的 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还有另外的强者 实力绝对是不会在鬼爪之下的 上官长老顿时是面色凝重 上官长老 将军古心眼鬼娃等人 照样是先在黑暗森林内 如黑暗城内 你也应该清楚 我们身为天武学院的长老 不太方便进入黑暗城 要不然也不用他们去了 玄陵通天堂 一定要夺回来 负责宣布说我天武学院丢了重宝 怕时候到时候颜面也会禁扫的 辽长老陈道 李娜小子惹出来的事情 若是成处太简单了 也无法服众 若是此时能够办妥 到时候自然也没人敢再多说什么了 这 上官长老文言一时间也是无话可说了 清晨天武学院内一片静谧 第一缕 陈光是穿设了宝物 灰蓝色的穹楼是从头顶开始逐渐的淡下来 山巒间雾碍升起 朦胧而迷幻 宿舍之内 杜少傅的房间之内 透过门缝 由着恐怖的能量波动而出 伴随着一股巨大的威压荡漾蔓延着 老三怎么了 不会是出事了吧 孙智惊讶守在了门外 却是又不敢轻易的进去 老三应该在突破 我们可不得不打扰 替老三护法 张伟说道 老三一定是在突破 这家伙真是够恐怖的 随随便便就能够突破呀 吴清风说道 那当然 也不看看我们老三是什么人 那可是在天舞附近内开创过记录的人 一巴掌还拍死过一条血云之交呢 孙智自信满满地说道 杜少傅是住在这儿吧 庭院之外 一个无声无息中 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这女子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身着紧身的健庄 盘起了发际和那双变的细发 是衬托着那绝世的容颜 只是绝美的脸庞上 让人难以看出什么情绪 红唇粉烂的 却无倾果之效 只是冷冷地点缀在那冰冷的脸上 无一再诉说着 生人物尽 让人不敢靠近着 好美的女子 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 是目光发呆 这女子没有李雪那般是诱惑挑逗 不过比起昨天那李雪来 却是更美上几分了 老三在修炼 这位学姐改天再来吧 吴清风三人发呆之后回过舍类 看徽章这绝美的女子可是学姐 但也顿时紧紧地守护在了门口 生怕这女子打扰 看不出来 你们三人倒是挺讲义气的 女子抬头感觉着房间内传来的波动道 你们再靠得那么近 怕是打扰她的就是你们了 吴清风三人文言顿时就抱腿几步 生怕真的是打扰到了 老三突破了 绝美的女子不再说话 自行坐在了厅中 身上那生人物件的气质 让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 连多问都不敢 只好是任由其坐在厅中了 房间的床榻上杜少傅盘喜而坐 周身笼罩在一股神异的白色光芒之中 宛如白色的神盲 一股威压气息是荡漾开去 久久之后 当周身的白色神盲逐渐消失的时候 身上浩荡的气息也是为之收敛 杜少傅紧闭的双眸顿时睁开 嘴中一口浊气喷泊突出 三星圆满层次了 感觉了脑海泥完宫内 比之前先前增强的不知道多少倍的精神力 杜少傅脸庞上 也露出了笑意 没想到在灵夫师是再度有着进步 修炼那兽谷内的神秘功法残偏 精神力是增长的宛如飞溅 不知道那残偏功法是什么来头 若是能够修炼全部 怕是一定惊人吧 杜少傅南南倾倒此时脑海内的泥完宫 精神力是充沛饱满 似乎这精神力中还蕴含了一些玄妙的变化 让精神力透着一股古老而沧桑的气息 可知 房间打开 杜少傅走出了房门 老三 你刚刚是在突破吗 吴清风张伟孙志三人顿时就迎了上去 嗯 练着练着就突破了 杜少傅点了点头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目光骤人就落在了厅中那绝美的女子身上 只见那绝美女子尽装勾勒出那魔鬼般惹火的曲线 前肠的眉腿诱惑的弧度 衬上那本就是绝美大的容颜 简直就是勾人魂魄呀 绝美女子的目光也落在了杜少傅的身上 徐徐起身 便是很快的冲到了杜少傅的身前 本是不起波澜的目光中 此时却是泛起了怜气 但绝美女子最后却是强忍住了波动的情感 望着杜少傅 红唇违章 气若懒知的道 没事就好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杜少傅微微一笑 眼前的绝美女子正是欧阳爽 昨天听大姐说欧阳爽还在物竞之内闭关呢 估计是昨晚上出关的 你说话怎么就是这么一直讨人厌呢 欧阳爽瞪着杜少傅 这家伙在性命攸关之时 也能够让他和惊羽先逃 明明不是讨厌的人 也让他感动 但却是偏偏让他从医师认识到现在就没感到高兴过 非要招他讨厌才高兴呢 老三 我们还有今天的杂物要做 你们聊 我们先走了 孙志张伟 吴清风三人见状 微微惊讶之后 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面面相识后会议 顿时实现了离去 杜少傅点头 对于孙志三人的眼神也只能够是无奈了 根本没法解释 然后这才望着欧阳爽 淡然的笑道 我说话怎么就惹你压了 我又没有得罪你啊 欧阳爽似是懒得和杜少傅多说 胶炎正色了起来 望着杜少傅说道 和你说正经事 星宇拜师了 现在不在学院 那星宇去哪了 杜少傅正打算询问戴星宇的情况 文言顿时脸庞露出了担忧了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感觉着应该还是星宇的机缘 欧阳爽说道 然后便是将当初的情况 大概和杜少傅说了一遍 原来当初两人乘坐 王林妖狐逃走的时候 到了远处之后 也不敢刚是太过于乘坐 王林妖狐招摇 因此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好在麻烦不大 因此欧阳爽和王林妖狐 也能够应付下来 但最后两女和王林妖狐 也是遇上了强者 王林妖狐不敌 就在千军一放之时 一个美妇人出手相救了他们两个人 美妇人和戴星宇投缘 想要收戴星宇为图 戴星宇便开口让美妇人先找杜少傅 然后才开始跟着美妇人离去呢 那美妇人应允了星宇 但从黑莎门的弟子口中 得知你已经逃脱了黑莎门的春沙 我猜测 你可能已经回学院了 因此权衡之下 感觉那美妇人实力极强 或许也是星宇的一次大机缘呢 星宇自己也有意思 因此就答应了让星宇随着那美妇人离去了 我则是回了天舞学院 一口气说完 深吸了一口气 欧阳爽望着杜少傅继续说道 谁知道我回了学院之后 并没有见到你 便找到了西叔回黑暗森林找你 但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 你已经不在黑暗森林之内了 黑莎门的人还在到处的找你 等我再次回到学院的时候 就已经听说你在学院的光荣事迹了 可是声名赫赫呀 看样子星宇也有了自己的机缘 如此也好 说不定比起在天舞学院是更好呢 杜少傅琢磨着 这或许也是戴星宇的机缘了 看样子你也同意了 欧阳爽说道 我还有些怕你到时候会不同意呢 杜少傅撇着欧阳爽道 我为什么不同意 这也是星宇的机缘 只要她好就够了 欧阳爽一笑 然后望着杜少傅道 即使我今天来 还有另外的消息告诉你的 小曼姐本来是和我一起来的 但执法队临时有事 就让我一个人来了 杜少傅是稍作思索 眉头微动 然后双瞳目光望着欧阳爽 微微一笑道 应该是那些长老对我的惩处有了定路了吧 嗯 欧阳爽点了点头 然后对杜少傅说道 对你的惩处 我们路上再说 现在我们需要去黑暗城 飞行妖兽已经在等我们了 我们需要立刻出发 要不然就怕是有些来不及了 这一次我陪你去 飞行妖兽就算了吧 我带汪林妖虎去更好一些 杜少傅说道 也好 但我们也必须现在就出发了 迟了怕耽搁的时间会来不及 欧阳爽说道 杜少傅点了点头 虽然还不知道去黑暗城做什么 不过自然是相信欧阳爽的 片刻之后 当杜少傅找来杜小妖的时候 欧阳爽是美眸一亮 看着精英剔透 又透着尊贵的杜小妖 忍不住说道 好漂亮的猴子啊 杜少傅文言 立刻是似小肥小的望着杜小妖 眼神中的目光分明是在说 看吧 我就说你是这猴子吧 杜小妖快哭了 已经不想再解释了 狠狠地瞪了杜少傅和欧阳爽一眼 但金色的双眸透着委屈道 我恨你们 受好净 欧阳爽文言 美眸惊产 能够口吐人言的 那绝对是到了 五猴竟层次的妖狩了 他不是妖狩 他叫做杜小妖 杜少傅笑道 王林妖虎咆哮着 振翅腾空离去 杜少傅给吴清风 张伟孙志三人留下了口线后 就乘坐了王林妖虎 离开了天舞学院 在王林妖虎的背上 欧阳爽还是一直都在好奇地 打量着杜小妖 似乎是 怎么看都像是猴子 学院的长老 决定怎么逞出我 杜少傅对欧阳爽问道 欧阳爽这才将眸光 从杜小妖的身上收回 面容也凝重了起来 对杜少傅说道 你没事了 长老们已经商量 让你去寝住鬼爪 同时夺回 玄陵通天堂 到时候就不会再为难你了 鬼爪 玄陵通天堂 杜少傅疑惑地望着欧阳爽问道 这些都是什么 鬼爪是一个黑暗森林内的凶徒 据说是 武侯境玄妙层次的实力 在整个黑暗森林内 也是凶名赫赫之辈 下手是残忍血腥 心狠手辣 加上修炼的鬼爪功 所以久而久之 就有了鬼爪之名了 就在不久前 鬼爪本是被 不点山河将军 林玄玉女 古心眼两人是联手所勤的 但最后 被禁制在了学院的 玄石矿内是挖掘玄石 欧阳爽接着说道 只是没想到 鬼爪不知道怎么突破到了禁制 恢复了修为 加上有人接应 不仅是夺走了 玄石矿洞内刚刚挖掘出的 玄灵通天堂 还杀了学院一名长老 和数十名的学生 玄灵通天堂 好像很熟悉 似乎听说过 杜绍夫难难听的 玄灵通天堂 乃是炼器材料 一种天才地宝 足以炼制稻气的材料 价值不起是 青竹院邻国 还要略胜呢 欧阳手说道 盗气 杜绍夫眉头为错 灵气之上是福气 福气之上才是盗气 传言那些最为顶尖强者 也是难有一见盗气的 炼制福气的材料 其价值可想而知的 比起青竹院邻国来说 还是要略胜的 这也是不奇怪的 怕是真正的价值 还不是青竹院邻国 能够相比的 不久前 黑暗城中是传来了消息 有着玄灵通天堂 不日拍卖 也有着消息 正在黑暗森林内 是大色的传出 说是 玄灵通天堂 就是来自天舞学院内 所以学院的长老们 希望你能够寝住鬼爪 同时拿回 玄灵通天堂 欧阳爽对杜少傅说道 因此我们现在 才赶着去黑暗城 算起了还有六天时间 就是玄灵通天堂 拍卖之期了 将军 古新岩 鬼娃 乌雀 郭少峰 他们现在都已经 赶往了黑暗城 我们要先过去 和他们会合 然后一起行动 有些奇怪啊 杜少傅有些疑惑 奇怪什么 欧阳爽问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鬼爪刷了 学院那么多人 还夺了天舞学院的重宝 怎么会 还在黑暗城 光明正大的 拍卖 玄灵通天堂啊 要是我 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杜少傅说出了 心中的疑惑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黑暗森林内 本就是 罪恶混乱的天堂 没有谁能够 插手进去 何况鬼爪 也知道学院的长老 根本是不方便 进入黑暗城的 欧阳爽说道 学院长老不方便 进入黑暗城 这是为何 黑暗森林内的 混乱杜少傅是知道的 但是学院的长老 不方便进入 黑暗森林之内 杜少傅就有些 奇怪不解了 黑暗森林很大 除了黑暗城之外 另外还有不少城 都是有着势力盘踞的 黑暗森林内 是鱼龙混杂 三角九流 其中不凡 是有着一些 不少的强者 对于那种地方 最反感的 莫过于 有着正派势力的进入了 欧阳爽是 香舌勉勉勉说的 口干舌燥的红唇 急速地说道 若是学院的长老 进入黑暗城 怕势力客就会引起 黑暗森林 各大势力的猜忌 学院长老 在黑暗城 就算是诛杀了鬼爪 但不出意外 黑暗森林的各大势力 马上就会联手 对付天舞学院 若是整个黑暗森林 联手 学院也会顾忌的 这倒是有些麻烦 对于欧阳爽 所说的 杜少福自然 都是明白的 对于黑暗森林 那种地方 自然是最反感 正派势力进入的 不过杜少福心中想想 也还是有些觉得奇怪 鬼爪既然是逃脱了 还读了重宝 最后还这么是 大张旗鼓的 摆明了就像是 故意和天舞学院过不去 这好像对他来说 一点好处都是没有的 对于心寒手辣的人来说 没有好处的事情 应该是不会去做的 张老不出手 怕是我们想要在黑暗城内 擒住鬼爪 也是不容易吧 杜少福最后说道 欧阳爽是 戴霉微醋说道 应该是问题不大 只要能够找到那鬼爪 就有机会 上一次鬼爪 就是被将军和古心一言 联手给锁琴了 何况这一次 还多了鬼娃 乌雀 还有郭绍峰啊 五榜前五的强者 一定很强吧 杜少福目光微台 那五个可都是 五榜上排名前五的强者 一进学院就能够看到 那五人的大名了 你现在也很强 名声丝毫不在 那五人之下了 欧阳爽撇了杜少福一眼 喃喃轻道 真不知道你是如何修炼的 实力增强的这么快 我可是很努力的 还很善良 天道酬勤 厚德载悟 实力增强的快一些 也就不奇怪了 杜少福是恬不知耻地笑道 不要脸 欧阳爽忍不住说道 说得不错 还真不要脸 杜小妖也是在 王林妖虎的额前 回过是头来骂了一句 然后又转身望了前方 杜小妖的骂声 也让欧阳爽忍不住 小猪声来 死猴子 杜少福不由无奈地 瞪了杜小妖一眼 黑暗城内 有黑煞门的人没有啊 突然杜少福望着 欧阳爽问道 眼中有了淡淡的寒意 蔓延而出 应该有吧 欧阳爽点了点头 然后和杜少福 大概地介绍了一下 黑暗城内的情况了 黑暗城整个黑暗森林之内最大的大城之一 在这里面盘踞着整个黑暗森林内的各大势力 以黑暗城作为根基 势力辐射到黑暗城的各处 黑暗城也是 但是整个黑暗森林内是最为热闹的地方 更是藏龙卧虎 据说是不少文明大陆的凶徒都隐藏在了黑暗城内生活 有可能黑暗城中的大街上随便是遇上一个毫不齐眼的人 或许就是一个曾经名震大陆的强者 因此在黑暗城内行走虽然说是实力为尊 但眼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说不定就会遇上了一个根本就招惹不起的人了 密密麻麻的建筑之中 一座不起眼的神医院之中 哼 房间中传出了一声声纯属女人的声音 能够闻见一股极异的纯属女人身体散发的气味 床榻上一个风营妇人一丝不挂 一个干瘦的老者搂住了她光滑的腰衫的时候 双眼几乎是晕穴了 急切地想要寻找她的嘴唇 想要品尝她的舌头 不要 但这个时候妇人却是吝啬了起来 咬紧这牙齿只露出了一点舌尖 使那干瘦老者的舌头只能够是触及而无法是扎匀着 让得干瘦老者是极为的好急 别躲 待会大爷终上给你赏钱 干瘦老者一边说着 一边情急地乱啃了起来 这可是你说的 妇人顿时满意地起来 直接将手伸手伸到了干瘦老者的腰迹 然后熟练地抓住了那个东西 我 干瘦老者顿时哀悠一声 觉得每一根头发到脚垫的指甲都是鼓炸了起来 那东西就像是充足了起就像要是崩破炸裂了一半 顿时就把妇人死死地拥抱在胸前 浑身吵起一股无法排挤的燥热 片刻之后 房间内传出了振振事迷密之声 久久之后才潇洒了 可知 房间打开一个干瘦老者一扇不整走了出来 从门缝隙之内能够看出 此时隐隐间能够见到床踏上有着一丝不挂的铜体上 有着鲜血溢出 那妇人身上是生机已无了 特殊时期还是不要太招摇了 现在找你的人可不少 特别是天舞寻愿的那些人 一个黑衣老者出现在了干瘦老者的身边 此人头戴面罩看不清楚模样 但那双瞳却是泛着淡淡的寒意 就如同是毒蛇一般的阴冷森然 让人望着也是能够感觉到毛骨悚然 无端的心寒的 放心吧 已经解决了 干瘦老者说道 五旬多的模样浑身是皮包骨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双瞳中泛着些许的红色 双手之中此时似乎是沾染着些许的鲜血 舔了舔指尖沾染了些许道 有人在舒服的时候 死了也不会知道 还以为在做梦了 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我得到小记 天舞学院的人 已经是游着不少到了黑暗城了 黑衣老者说道声音也是 烟冷森然 来得好 我想到的那两个人来了没有 干瘦老者眼中顿时犯着灵力杀意 干枯的就像是鬼爪一般的双手紧握 还没有 不过应该快了 当初对付你的两人这一次都来了 黑衣老者说道 来吧 那男的杀了 女的可是极品 留着给我妈妈享受 黑暗城可不是天舞学院 那些小娃娃真以为我这么好对付吗 干瘦老者冷笑着 双瞳是不隐 阴冷森然 杀意弥漫 当初被秦之仇怎么能够无报呢 半空之中 王林阳虎振翅黄不长空 虎背之上杜少甫拍戏而坐 以杜少甫此时的修为实力 一路上也是要赶路前往黑暗城的 也就不用太惧怕有人找麻烦了 到了黑暗城边缘再收敛也不怕了 因此 有着时间杜少甫就在修炼着精神力 周身白色的神盲笼罩 古老的沧桑气息蔓延着 让得欧阳爽是带霉微醋 那等气息 无端让他的灵魂是极为的压抑 像是要被镇压一样 白色的神盲突然收敛 杜少甫停止了修炼 腹中一口浊气呼出 然后双眸睁开 清朗的双眸中 精盲闪烁着 目光是颇为疑惑地望向了远方 怎么了 盘戏而坐的欧阳爽也停止了修炼 一双大眼望着杜少甫明眸微动 前面好像有人在揪手 杜少甫说道 修炼精神力之中精神力释放 也格外的是能够感觉到周空内的波动 能够窥探到距离也是就越远的 黑暗森林内有人交手不足为奇 没有才奇怪呢 欧阳爽说完 然后望着杜少甫说道 对了 差点忘记告诉你件事情了 什么事啊 杜少甫问道 在黑暗森林内有人交手 也的确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如欧阳爽所说没有才奇怪呢 望着杜少甫欧阳爽道 长老们对你的处置 除了是让你牵住鬼爪和拿回玄陵通天腾之外 说是你毁了一半的药田 还偷着其他不少的灵药让你负责赔 凭什么要我赔 我只服下了青猪月灵果 其他灵药是杜少甫吃的 杜少甫文言顿时面色就不好看了 又关我什么事 是你让我吃的 有本事你把青猪月灵果还给我 其他灵药让给你吃好了 杜少甫文言顿时又回头瞪了杜少甫一眼 你 杜少甫顿时郁闷道 杜少甫 你少嘚瑟 我占了一点便宜 最后还不是要帮你给擦屁股 忘了杜少甫和杜小妖 欧阳爽是越来越奇怪了 到底这一人一猴在药田之内做了什么 除了青猪月灵果之外 又将药田回到了何种的地步 以至于西书每一次提起的时候 胸口就会隐隐作痛 放心吧 学院的长老们似乎也没有让你赔 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你不用太紧张 欧阳爽对杜少甫说道 心中也是暗叹的 他爹杜亭宣夺走了黄鸡丹 而现在炼制第二枚黄鸡丹的主材料 青猪月灵果又被儿子给偷走了 天武学院一定是和这对父子是相克的吧 不用怎么排吗 文言杜少甫的面色立刻就好看了不少 是啊 欧阳爽点了点头对杜少甫说道 我听西书说 学院的长老们是 一致同意把你积分卡上里面的积分扣了就好 看样子学院的长老们对你还是很疼爱的 也舍不得重罚你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张那间杜少甫顿时面色就绿了 目光紧紧地望向了欧阳爽 学院的长老们只是一致同意把你积分卡里面的积分给扣了就好 怎么了 长老们还不够疼爱你吗 欧阳爽疑惑地问道 杜少甫面色彻底的绿了 立刻就掏出了怀中的积分卡 悬起输入 然后积分卡上浮温闪烁着 余额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零 所有的积分真的已经是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我疼爱他 蒙个绢绢喳喳啊 这叫疼爱啊 这些混蛋 我 杜少甫抓狂了 望着积分卡上的积分余额 发绿的脸庞立刻是沙白起来 手舞足蹈 嘴中大喝咆哮 惊起了临海之内大片的飞禽震翅飞猪 此时的杜少甫一颗心顿时就被碎了 他几乎是能够听到心碎的声音 整整八百多万的积分呢 那可以买多少宝物和丹药的 八百多万的积分 却无声无息地被那般混蛋给抹除了 一分都没有留下 杜少甫此时怎么能够不抓狂呢 一点积分而已 你干嘛呢 到时候赚起积分就好 欧阳爽疑惑地望着杜少甫 这家伙像是一下子丢了千二八百万似的 不就是一点积分吗 在欧阳爽的想象中 杜少甫的身上应该也不会有多少积分的 你让他冷静一下吧 他积分卡上 我看到上次好像是有着八百多万积分 应该是不少吧 杜小腰回头 是不羁不虚地对欧阳爽说道 然后忘了杜少甫 却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金色临统内泛着笑意道 活该呀 这下傻眼了吧 八百多万 听着杜小腰的话 欧阳爽也顿时傻眼了 此周不报非君子 等我回去再说 杜少甫抓狂八百多万的积分呢 想着想着一颗心就是忍不住作痛 黑暗森林 茫茫的林海覆盖着 不时可见 苍翠风暖 褐色的峭壁下路 餐厅大树是枝繁野茂 犹如覆盖着躲躲的旁云 哄 茂密的森林之内 有着一声声的低沉的音爆声传来 巨石军裂破碎 土层击射 不时有着餐厅大树是拦腰折断了 八个肩上有着天舞学院 徽章青年男女 一股股雄浑的旋气抱涌而出 都是麦东静圆满层次的修为 最低的都是两个麦东静彼岸巅峰的修为了 只是却只有一个女子 乃是麦良静初登层次 他们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给我杀 天舞学院的弟子身上 收获可是不少的 那两个女的 归你们 这一个就归我了 一个锦衣肥胖老者对身边 三十几个正在围攻天舞学院学生的人说道 其目录是晦色光芒 目光一直盯在了天舞学院 卖领境初登层次女子身上 女子持剑 扎着马尾 身着紧身的衣裙 勾勒出了 玲珑身段 娇好的面容上 眸光明亮 放在了外面 也绝对是惹人注目的了 正是天舞学院的张璐 此时张璐明显是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嘴角有些淡淡的血迹一出 听着那肥胖老者晦色晦语的话 张璐哪里是忍得住啊 玄气自体内抱涌而出 成剑挽出了不少的剑花 听着那肥胖老者的凌空挑剧 泥道道的肩盲 是伴随着拂问蔓延 威势极为的灵力和雄魂着 白灵境初登修为 实力却是堪比白灵境玄妙 不愧是天舞学院的弟子 我喜欢的肥胖老者冷笑着 却是并没有太多的在意 挥手一道能量符文光柱 直接撞击在了张璐的剑影之上上 喷 低沉的魅想 剑影符文破碎 能量联起蔓延而出 张剑影从半空中 直接被冲击向了下空地面 身躯坠落之时 张璐顿时身子横移 将手中的宝剑插在了地面内 灵力的剑芒 将地面的泥土尺 直接扫横了一大片 焦躯落地 这才没有直接砸落 但脚步也是亮枪向后震退了 嘴角再度有着阴红的鲜血一出 而那肥胖老者却是丝毫无碍 完全的无恙 与之同时张璐交眼微变 沟通五脉 催动脉魂 一只轻艳妖魂 虚影是凝聚而出 携带着惊人的能量 直接溃压向了肥胖老者而去 这是不自量力呀 肥胖老者是沉喝一声 一道全印骤然凝结 浮纹大作 全印之前空间是扭曲一般 直接轰击在了张璐的脉魂之上了 惊人的能量连起顿时波动 并没有多久 张璐催动的脉魂直接被摧毁了 脉魂被摧毁了 张璐面色惨白 一嘴鲜血张嘴喷出 小丫头投降吧 投降的话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要不然也不要怪我黑豹子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肥胖老者冷笑着说道 怎么 等我学院的强者过来 定会将你搓过杨徽的 张璐晨道 嘴角是鲜血流淌着 他可知道 他就算是投降之后 以这些人的心性和残忍手段 大家一定会比战死更惨的 哼 不知抬举的丫头 懒得和你废话了 肥胖老者 沉喝了一声 眼中寒意抹过 身影直扑而上 手中的符文蔓延着 再度凝聚成了一道的符文能量 直接冲击向了张璐而去 哼 符文能量光芒所过之处 半空也是为之狠狠的一颤 望着那符文能量掠来 张璐也是银牙紧咬着 最后的旋气涌出 灰剑劈出 一道剑芒顿时迎上了那一道符文光芒 当 清脆的声响伴随着今日的能量扩散开去 两者碰触 随即空间是狠狠的一颤 剑芒被摧毁了 宝剑弧度弯曲 张璐倩盈也对时狠狠的亮枪退后 每后退一步 脚下大地军围是军裂破碎着 一连七步 张璐一口阴红的鲜血刺 嘴中是喷泊而出 最后郊区终于支撑不住 直接向后摔在了地上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下老实了吧 淡漠的声音传来 肥胖老者也趁机是扑到了张璐的身前 挥手一道爪印 毫不客气地直接扣现了张璐的预警 体内最后的玄气 已经是消耗殆尽了 张璐无力再躲 天武学院另外的七人 此时也一个个也是各自即即可危了 根本无法救他 更重要的那七人 可都是没有那个实力救他的 就在张璐几乎已经到了绝望之际 一道弹金色能量是掠空而至 毫无征兆地直接撞击在了肥胖老者手中的抓印之上 喷 能量的撞击 肥胖老者顿时面色大变 而后能量是撞击爆发了 低沉的魅想声吹下 肥胖身躯直接是先后震退开去 张璐震惊 一道似乎曾经说过熟悉的声音 一直在耳边传来 这位学姐啊 你的伤势怎么样 听这位声音 张璐顿时回头 便是顿时见到一脸熟悉的少年脸庞 刚毅而睿智 嘴角的弧度透着些许的坏气 是你 杜少甫 张璐脸庞一惊 眼前的这少年他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那凶悍的少年 想让他忘记 怕是也忘不掉的 感动我天舞学院的人 着死 欧阳爽势交贺着 第一时间把剑出销 加入了战圈之中了 欧 王林妖狐咆哮着 呼啸惊雷 狂风涌动着 也直接是扑向了战圈 周围树科三天大树 直接被王林妖狐给振翅删断了 吞噬了一条天树榜上的悬云赤胶之后 王林妖狐也得到了惊人的好处 修为直接从麦灵镜彼岸到了麦灵镜彼岸的巅峰了 怕是等待再度突破也是时间的问题了 吞噬天兽榜上的一条悬云赤胶 让王林妖狐不仅是在修为层次上得到了好处 在领悟上似乎是也得到了其他不少好处的 哄 王林妖狐展开了双翼 振翅即出 威势正人心魄 一股妖兽王者溃压扩散宛如带起了两股巨大的风暴一般 几个山洞便是将好几个围攻天舞学院之人直接排碎成了血雾了 嗷 无嘴争应又有两个大汉还没有回过神类 就直接被王林妖狐吞进了嘴中了 动我天舞学院者 杀无赦 前空之中有了大喝声传出 速速速 十道流光身影 几个闪声急速出现在了上空 一股股气息顿时是溃压成空 让得周围林海市翻涌着 吱吱吱吱 随着那大喝声最后一个子音落下之时 两道身影也骤然间落在了杜绍甫和张璐的身边 两股引一间欲要喷波而出的气息是蔓延细卷着 杜绍甫望着来的两人顿时双瞳微动 这来的两人杜绍甫可都是认识的 一个是老四孙志的表哥 当初还和自己交手过的五榜排名第十五的 李雨霄 只不过此时杜绍甫感觉着李雨霄身上的气息 似乎是比起数月之前隐隐间多了一种莫名的感觉 另外一个黄袍青年也是阴气不凡 身上的气息波动到了麦灵境彼岸层次 对于此人杜绍甫也不会陌生的 也是和自己交手过 五榜排名第三十 人称是碎空拳的骆天臣 你们终于来了 那家伙是悬商榜上 排名九十五的黑豹子 五光温 我们已经有着两个人被他杀了 张璐望着来的杜绍甫 李雨霄还有骆天臣等人 心中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杀 听着张璐的话 碎空拳骆天臣神色一寒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耽搁 对着身后已经是尾随而至的八人清贺一声 脚掌一落地面 顿时直掠战圈 将那肥放老者留给了李雨霄 一道拳印 直接是撞击向了最近的一个大汗而去 哼 骆天臣一拳之下 符文迸发 顿时将其对手时 直接地生生给震死了 傻 落天沉身后八人气息涌动 光芒刹那间是悬绕而出 伴随着符文闪烁着 如同是八个光团一般 皆是俯冲而向 一道道攻击佛罗蜜文包裹 周围气流 直接被轰得是炸开不断了 玄气光芒绽放 顿时齐齐出手 这些天舞学院的学生出手 举手投足都是声势浩瀚 随着他们的加入 战圈之内立刻就传出了不少的惨叫之声 原本那就是溃压围攻天舞学院学生的那近三十人 顿时就在毫无抗衡之力了 吹动脉魂也急速地被天舞学院的顶尖学生给震杀了 张璐学姐 你说那家伙是通缉榜上的 那击杀了之后 有没有击分奖赏呢 杜绍夫文言立刻便是望着张璐说道 张璐此事也已经被杜绍夫刚刚给搀扶了起来 听着杜绍夫的话 脸旁神色显得颇为疑惑不解 当然有 应该还是不少 不好 此时面对突然间的转变 黑豹子无光温是健壮了 转瞬间就面色大变 天舞学院还真的是来强者了 来的那些青年男女一个个都是恐怖至极 绝对是最为顶尖的学生 这黑豹子无光温哪里还敢抗衡啊 急速就要逃离 谁也别和我抢 这黑豹子是我的 杜绍夫顿时大喝一声 脉步奔出 如同是漆步赶缠一样 身影顿时 堕地是冲天而起 轰 周身淡金色光芒包裹 一补霸道凌厉的气息 自杜绍夫体内是席卷蔓延而出 如大棚冲天展翅 一手直接便是拉住了那黑袍子的脚掌 将其生生地从低空给拽拉了下来 卖动静气息怎么这么巧 黑豹子无光温震惊了 那追上来的少年明明身上只是 卖动静修为的气息 但却是雄寒至极 玄气剑树攀发 周身浮温涌涌动着 黑豹子无光温欲要挣脱着杜绍夫 却发现那少年如同是一座大山般 是汗不可动 最后身不由己的被硬生生地 被其拽拉下来了 喷 杜绍夫身影坠落 双脚齐齐地落地 地面宛如地震一般轰然一颤 一道道的地面裂缝 以及双脚落地中心 是甭碎蔓延开去了 凶悍的气势 斩路无疑 喷 提着那黑豹子的一只脚 就在落地之时的一瞬间 杜绍夫直接将那黑豹子 无光温 生生地横击 撞击在了旧间的一株 参天大树上 参天大树生生给震裂了 然后咔嚓咔嚓地崩碎 从撞击之处 直接是军烈倾倒 落叶纷飞 那可怜的黑豹子嘴中 鲜血暴涌而出 身躯就像是断线的风筝一般 重重地砸落在了那残天大树之上 最后反弹的是坠落在地上 砸得地动山摇 一条条地地面裂缝 自身躯坠落之处崩开了 学姐 活得会不会讲上的积分多一些 杜绍夫摇摇望着张璐闻道 望着杜绍夫那凶悍的一幕 张璐正是震撼地回不过谁来 文言还有些发愣 然后吞了一下脱沫说道 死得活得讲上的积分都是一样 只要能够确定身份就好 一样吗 杜绍夫似乎是略有失望 然后迈步而前 一脚直接便是堕在了 那黑豹子无光温的胸膛上 骨头断裂的声音伴随着鲜血喷出 在黑豹子无光温那绝望的双瞳紧缩下 顿时升级踏碎 死得不能够再死了 那家伙越来越凶悍了 周围的天舞学院学生 也早已经解决了那几十人 望着杜绍夫刚刚那凶悍的方式 都是心头震撼 眼中双瞳围着紧缩着 杜绍夫探身从黑豹子中 怀中掏索出了一个乾坤袋 然后甩了甩长袍袖子 不留痕迹地收见了自己的怀中 我们又见面了 你的实力似乎又强了不少呢 李雨霄望着杜绍夫 眼中暗红 眸自视波动着 有着一种令人难以言表的威严和模型 杜绍夫看了李雨霄一眼 感觉着李雨霄身上的气息 挑眉说道 你别每次见到我都来这一句好吗 你的实力好像也进步不少吧 半个月前 刚刚突破之后五猴镜 还要多谢你 要不是上次和你一场交手 怕是我想要突破五猴镜 也不会这么快的 李雨霄望着杜绍夫一笑 暗红色的双瞳微动说道 我知道上一次你也还没有惊醒 我同样也没有惊醒 等到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切磋一场如何 五猴镜 闻言杜绍夫心中也是颇为一震 五猴镜 对此时杜绍夫来说 也是一个暂时还无法达到的层次 但想到那八百多万的积分 杜绍夫的心情再度开始心痛滴血 现在哪有闲情陪李雨霄切磋呀 有些是有气无力的说道 切磋 等有时间再说吧 你们都没事吧 欧阳爽到了杜绍夫的身边 对李雨霄是点了点头 然后对张璐说道 张璐学姐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还遇上了黑豹子无光温 我一中遇到的 差点就栽了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 张璐是心有余悸 嘴角苦笑 此时也是不由地深深松了一口气 几枚疗伤丹药也塞进了嘴中 李雨霄对张璐说道 我们看到你们求救信号之后 就匆匆赶来了 张璐这才想了起来什么 顿时牧师杜绍夫 李雨霄 欧阳爽 骆天辰等人说道 求救信号不是我们发的 是乌雀 你们来得正好 快进黑暗城 乌雀发现了鬼爪的线索 追进了黑暗城 但又怕一个人是无法奈何鬼爪 所以放出了求救号 让我们在这附近等候 有没有学院的其他人 李雨霄淡淡的红色长发皮肩 文言 眉头微动 静静地望着张璐道 吴确应该是和鬼娃在一起的吧 张璐摇了摇头道 他们分开在寻找线索 鬼娃可能已经这 已经到了黑暗城内了 文言李雨霄望着身后的众人道 天辰你留下 其他人护送伤员回学院 队长 我们前来抓鬼爪 现在都回去 会不会有些不妥 一个女子对李雨霄问道 前面就是黑暗城了 人多不一定就是好事 还会引起其他人注意 我们去就好 你们先护送伤员回去 李雨霄说道 是 那说话的女子 这才是不再说话了 顶头应当 后来的八个执法队员 护送着张璐等人离去之后 一片狼藉的密连中 也就剩下了李雨霄 骆天辰 欧阳爽 还有杜绍夫此人了 另外还有杜小妖 也缩在了体积的亡灵妖虎 李雨霄的目光 从亡灵妖虎和杜小妖的身上望过 然后才对杜绍夫说道 你们也是为了鬼爪 和玄灵通天腾来的吧 杜绍夫稍稍从八百多万的气氛中 回过一些神来道 看样子那鬼爪是彻底惹怒了学院 让学院竟然是将你们一个个都派了出来 鬼爪不好对付 阴险狡诈 心很熟辣 不可大意 据说这一次鬼爪身边还有帮手 就更加要小心了 李雨霄望着杜绍夫道 前面不远处就是黑暗城了 我们先进城去找吴雀 看看有没有鬼爪的消息 茫茫的临海过后便是一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无边无际极为的辽阔 已是午后的黄昏 天空上盘踞着些许的红霞 但难以照耀整个黄昏的天暗 让人感觉到一股是颇为压抑的气息 空气中似乎是都充满了一种血型的味道 远处的茫茫临海之内 不时间有着身影 如若是流光般式飙射而来 三三两两速度有快有慢 隐隐间偷透着一种血型气息 辽阔的平原深处 一座庞大的城市若隐若现地出现了轮廓 那轮廓面积惊人 像是有着无数建筑群组成了一样 在那大城地的丝绸 都是有着隐隐约约能够看见众多身影 像是黑点 犹如大片的蚂蚁一边 正不同地进入四方的城门之内 从茫茫的临海内掠出的身影 都在急速地赶路 生怕是晚了时间 会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一处的大道上 四道身影速度极快 逐渐便是出现在了 那辽阔无边的大城之前 四道身影 这才微微停滞了身影 露出了四张俊朗绝美的脸庞 四人正是一路赶来 黑暗城的杜绍府 欧阳爽 李雨霄 落天沉 自然 杜小悠一直是悠闲自得 落在了杜绍府的左肩 而王林妖虎跟在了四神的身后 也一点是没有掉队的 望着此时是夕阳夕下的 昏暗笼罩大城空气中 隐隐间充斥着血腥的气息 那高耸巨大的城门上 是十数丈高 数十丈宽 极为的惊人 杜绍府低声的轻道 这就是黑暗城了吗 李雨霄静静而立 身躯挺拔 暗红色长袍微动 望着周围那密密麻麻的身影 正涌进夜色笼罩中的黑暗城 朽着空气之内 隐隐间传出的血腥气息 似乎是在回应了杜绍府轻道 这的确就是黑暗城 在这里面 实力为尊 待会进去之后 若是遇上麻烦 千万不要客气 是吗 杜绍府没有多说什么 早已经闯荡过黑暗森林了 此时更能够理解 李雨霄所说的话了 我们进城吧 从一路上留下的标记来看 乌雀的确是进入了黑暗城 怕是除了乌雀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人 也已经在黑暗城内了 骆天臣说道 然后四人进城 夹杂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 徐徐涌入了那高耸庞大 宛如巨兽争拧的血盆大口般的城门而去 你们四个站住 就在进入城门之时 一声大和声传出 随即只见数道身影 在这城门口走出 周围人群是纷纷避让 似乎是不想招惹那属人了 就是说你们 三男一女大四个 给我站住 大和声越来越近 杜绍府李雨霄四人微微止步 明显是冲着他们来的 六个凶神恶煞的大汉 此时也迅速就走到了杜绍府四人的身前 一双双的眼睛 当望着欧阳爽之时 皆是涌出了炙热之色 六人身前 领头的一个干瘦的汉子 犹如是皮猴一般 此时望着欧阳爽更是目露晦色 鼻血都要流出来了 这七人甚至都是没有理会 吕玉霄 杜绍府和骆天臣三人了 目光完全就落在了欧阳爽一个人的身上 是魁傻帮的人 那三男一女年纪轻轻 一桌仙礼 怕是四个来黑暗城游玩的菜鸟 这下倒霉了 那四个年轻人估计是在家过的是锦衣玉石般的生活 以为黑暗城和外面一样 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想到 被魁傻帮的人给先下手了 走着的话 我们刚刚下手就好了 四个菜鸟一桌仙礼 怕是身上有着不好的东西 那女的可是真漂亮啊 整个黑暗城内 怕是也难以找出一个女的能够与之相比了吧 随着杜绍府 李雨霄四人被阻挡着 周围人群原本是众涌入城门内的 此时也都是停滞下来 看起了热闹 你们有事吗 被七人阻挡 骆天臣面色是率先一尘 望着那七人陈声说道 小子 你们是第一次来黑暗城的吧 不知道 要交入城费吗 领头的干兽大汉 这才目光 一不舍地从欧阳爽的身上一开 目视着 骆天臣和杜绍府 李雨霄三人 一个个光鲜亮丽的 绝对是没有出过远门的菜鸟 眼中抹过了诡异的神色冷笑道 这城门可是我们 魁傻帮负责看寡的 想要进城 一人一千悬壁 没有的话 那就将这妞留给大爷们玩玩就好了 文言欧阳爽事 戴美微醋 一股寒意闪动着 你确定吗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够招惹起的 骆天臣眼中寒意越来越深了 领头大汉 感觉着骆天臣眼中的寒意 无端心颤 但随即不以为意 在黑暗城内 他们还人多的 有什么好怕的 顿时冷笑着对骆天臣臣道 小子 你笑我吗 这可是黑暗城 我们可是魁傻帮的人 布老师田 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几个小子果然是菜鸟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 周围人群是笑乱着 一个个谈笑看戏 眼神目光透着戏念 砰砰砰 乍然间 低沉的音爆声响彻 场中的金光闪烁 残影如电 接连七道沉闷的响声之后 七具尸体已经是躺在了地上 那该受大汉和另外六个凶神扼杀的大汉 刚刚还是气焰嚣张呢 此刻间却是乍然间已经成了尸体 每个人的胸口被声声地给轰爆 鲜血淋漓 淡淡的血腥气息弥漫开去 顿时是一拳轰死干净凌厉 杜少傅拳头之上的淡淡金色光芒 微微收敛 探身从七人的身上掏出了七个乾坤袋 回头对李雨霄和骆天臣说道 这才叫不要客气 我们现在可以进城了 杀得好 再不动手 我就动手了 欧阳爽说道 率先进城 走吧 下次你可以干净利落一些 他可比你凶狠得多了 李雨霄拍了拍骆天臣的肩膀 随后是尾随而去 骆天臣是呼吸了一口气 嘴角苦涩地叫了笑 而后尾随进城了 诸为密密麻麻的人群 此时一片寂静 再也没有人敢嘲笑了 朽着城门 此时那是淡淡的血腥味 众人才知道 那三男一女 绝对不是什么公子小姐 怕是一个个都是 不好招惹的存在呀 天色已经是逐渐的暗淡 黑暗城内却是灯火通明 宛如白昼 热闹程度依旧不减 甚至是比起白天来 是越发的热闹一些 叫卖声 喧哗声 甚至不时还能够见到 交手的音宝声 汇聚在一起 让得整个黑暗城市嘈杂不已 人还是不少的啊 杜绍夫倾倒 瞧着街道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 比起来陵府城内的喧哗热闹 也是有过之而物不及的 更加是多了几分的混乱 据说黑暗城里面 是乌虎藏龙 我们需要小心一些 也别太过于暴露身份了 我们天舞学院学生的身份 在黑暗城内 可并不是很受欢迎的 欧阳爽对杜绍夫说道 黑暗森林已经是掩入一国 黑暗城就是 犹如是国都一般 藏龙卧湖 各方实力争夺 其中也是暗流汹涌 不犯有着顶级强者的存在 李雨霄说道 有我们学院的徽章印记 附近有我们学院的人 骆天臣蹲在了地上 在街道上的一块石板上 见到了一个刻画的 简单学院徽章的符号 学院的人应该就在附近落脚 李雨霄顿时说道 在落脚的地方 应该也会留下学院的徽章 不会太难寻找的 片刻之后 三条热闹的大街外 一处是稍微安静了些许的街道拐角处 有着一个看似并不怎么起眼的客栈 骆天臣望着客栈上的四海客栈四个答字 对身后的李雨霄 杜绍夫还有欧阳爽三个人说道 四海客栈应该就是此地了 当杜绍夫私人走进了四海客栈之后 望着客栈之内的大厅 也是颇为杂舌 客栈外面是看起来不起眼 不过里面的那大厅可是够大的 足足摆满了四五十张桌子 此时每一张桌子都坐上了人了 干继续喝 人声鼎沸嘈杂喧哗着 大厅内的人都是在喝酒吃热 毫不热闹 措措落落分批而坐的人 看似是杂乱的 不过却是能够看得出来 彼此间熟悉和同一方势力的人 才会是簇拥坐在一起 也还有着不少单独而坐的人 像是那种单独而坐的人 反而是让人更加记忏 有着在外面行走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那种单独一人的独行者 实力往往是更强的 要不然也不会敢一个人在外面闯荡 同时性格也会都是怪癖一些 一言不合 一旦招惹了他们 立刻动手也是正常之事了 杜少甫欧阳爽 李宇肖骆天臣四人 站在了大门口 望着嘈杂的大厅 皆是眉头微条 如此热闹嘈杂的客栈 和外面的不起眼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几位少爷小姐 只是吃饭还是住店 就在四人走进大门的一会儿 一个店小二模样的人 便是微笑着走上前来 见到四人衣着仙丽的模样 倒是也是颇为意外的 特别是多看了欧阳爽一眼 为之牧场 但在欧阳爽那令得生人物尽的气息之中 也顿时是低头不敢直视的 我们住宿 顺便吃饭 杜少甫说到 在学院被追捕了大半个月不止 天舞福境内闭关了三个多月 已经是没有好好的吃过东西了 虽然说到了卖动静圆满的层次 平常喝点水吃点野果的 也绝对是饿不死了 不过此时一闻到这大厅内的肉香味道 杜少夫可就是有些忍不住了 几位少爷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现在桌子都满了 想要吃饭 需要先等一等 住宿的话 也只有最后两间房了 邓小二望着四人说道 我们先要客房 晚一点吃饭 骆天尘点头掏出了一大把的悬臂 递给了店小二 随即 随同了店小二去柜台办理了登记手续 也就是简单的登记一下 在黑暗城这样的地方 也根本就不需要怎么登记 只要有悬臂 一切都能够搞定的 我们四个人 两间房怎么住啊 杜少甫挺梦 我和骆天尘一间 你们俩一间 正好 李雨霄忘了杜少甫和欧阳爽说道 我和他 杜少甫一愣 怎么 不愿意 我可是你姐 欧阳爽倒是爽快 不拘小杰 瞪了杜少甫一眼后 杜少甫也就没话好说了 须眯了眯眼 说道 我的意思是 不是我们的人在这儿吗 我们怎么找他们 已经找到了 他们也找到我们了 李雨霄说道 手中出现了天舞学院的徽章 目光望向了客栈的三楼上 那里正有着一道身影望着下方微微点头 然后身影消失不见了 我倒是忘记了 杜少甫嘿嘿一笑自己的徽章和欧阳爽的徽章 上次落在了冰千里他们手中 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天舞学院的徽章之间 在一定的距离内 学员是能够相互感应到的 四海客栈的三楼 就在四人踏足三楼的时候 前方十数米外 一间房门之前 一道身影是隐隐而立 身材颇为的修长 远远望去眉目分明 目光是昔黑发亮 此人摇摇地望着 李宇霄四人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迈步进入了房间之中 全罗见郭绍峰 是他们在 骆天臣调目 四人随即进入了 刚刚是全罗见郭绍峰 进入的房间 杜小妖一直在杜少甫的肩头 王林妖虎跟随其后 骆天臣最后进入 顺手关上了虚掩着的房门 随着进入房间了 杜少甫才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厅 此时已经是有着四人在座着了 刚刚的全罗见郭绍峰 则是站在一旁 静静而立 黑色树在脑后 急缕变发垂耳 相貌俊朗 眼眸深邃其黑 黑得好像是宇宙 尽头无尽的深渊一样 多看一会儿 就好像是有一种 快要被吸进去的感觉 望着全罗见郭绍峰 杜少甫的目光最后落在了 刚郭绍峰的那双手之上 只见郭绍峰的双手腕上 各自带着一个奇特是青色的圈圈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但看着是极为的古老 上面刻画着不少的声色符文 让得原本颇为有着是飘逸气质的郭绍峰 平贴了几分机械般的感觉来 骆天尘 欧阳爽进入了小厅之后 对着小厅之中 此时的五人 都是微微点头示意着 就连威严模型 不经一般人放在心中的 李雨霄也是不例外的 对刚刚的 前罗剑河端座的一个女子 点头示意 对众人点头示意之后 李雨霄对杜少甫说道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五榜第四 幽冥公主 乌雀 五榜第五 前罗剑郭绍峰 五榜第九的 火刀 北明峰 剩下两个 你应该早就认识了 杜少甫顺着李雨霄的目光望去 五榜第四的幽冥公主 乌雀端座 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她一袭大红的宽衣照体 却是半遮半眼 露出了如凝脂白玉般的 一抹苏胸 甲胃般的短裙包裹着翘臀 一双是心肠水润 均衬的绣腿 一直到白皙的大腿裸露着 和李雪的装束 也是有着一笔的 装束是极为的艳脂 而当杜少甫看向此女的时候 更为吃惊的是 这幽冥公主乌雀的一双大眼 大眼寒翘寒腰 目光透着天生的魅意 这是一个从骨子里散发着妖媚的女人 墨发是侧皮乳铺 但脸庞却是素颜清雅 面庞淡淡带笑 整个人是透着一种粉嫩 苏蓉焦玉滴的味道 火刀背鸣风 桥梁挺直 尖尖高挺 身上的肌肤透着淡淡的赤色 双瞳是乌黑如墨 怕是都到了五侯镜 杜少甫暗自心道 感觉着幽冥公主乌雀 前罗见郭绍峰 火刀背鸣风三人身上的气息 这三人绝对和化魔剪 李雨霄是一般的 都已经是踏足到了五侯镜的层次 以他们的年纪 如此年纪就踏足到了五侯镜 这等天赋毋庸置疑的恐怖 这三人放在外面 也绝对能够算得上是 一方诸侯的巨比了 至于剩下的两人 杜少甫目光望过去的时候 也眉头是微调的 一个青年记着本应该是温和自若 但此时神色透着些许的冷漠 脸庞仿若是精雕细琢光 身形心肠优雅并不张扬 但整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一股 透着一凡不凡的气息 绝对是一个足以倾倒 大骗女子的美男子了 另外一个青年 身形健硕凶悍气息不凡 这两人杜少甫自然是认识的 两人都交手过 一个是五榜排名第三十一的 天艳手盘玉 一个是五榜第九十九的铁舞 哼 忘了杜少甫 盘玉喉咙中是微微冷哼了一声 你应该就是那凶悍的新生杜少甫了吧 我也算是见过你了 忘了杜少甫 庸名公主乌雀是淡然一笑道 当初和平广场上 你替我们天舞学院出气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在远处看到了 够凶悍的 杜少甫耸了耸肩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随即众人各自找了地方坐下 只有前罗建国少甫一直在静静的站着 也不多说话 倒是乌雀说话的是最多的 李雨霄将来的情况 大概是说了一下之后 乌雀也和李雨霄 杜少甫等人说了一下 到黑暗城后的大概情况 也没有太多有用的消息 一直没有找到鬼爪的下落 倒是得知 不点山河将军和鬼娃两人 正在黑暗城内打探鬼爪的消息 时间已经不多 三天后就要开始排卖玄陵通天藤了 若是玄陵通天藤是顺利的排卖了 鬼爪也是消失了 到时候要找的话就更加困难了 乌雀说道 我们不仅要抓鬼爪 还有多玄陵通天藤 你们可有机会 夺玄陵通天藤了 李雨霄此时都是眉头微醋 无论是要抓鬼爪 还是去夺那个玄陵通天藤 在黑暗城之内 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没有 乌雀摇了摇头 对李雨霄说道 我进黑暗城 比起你们来 也没早多久 玄陵通天藤既然是拍卖 那我们把他给拍卖下来不就得了吗 杜绍夫说道 然后顺藤摸瓜 要揪出鬼爪来 也不是没有机会 如果能够这样就好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 火刀北明峰是忘了杜绍夫说道 玄陵通天藤 价值连城 自从拍卖的消息传出之后 别说是整个黑暗城内沸腾了 就连周围好几个帝国内的大势力 都派出了强者前来 我们想要拍卖下来 先不说是一场价格上的龙争虎斗 最重要的是 学院让我们是来夺取的 而不是拍卖 根本没给我们一分钱怎么拍卖 学院一分钱没拿 还要让我们来夺取玄陵通天藤 还真是打的好主意啊 杜绍夫文言直接是傻眼了 若是学院有意买了 那就不用我们来了 玄陵通天藤本就是我们学院职务 若是我们再买回去 这不仅仅是毁丢了学院的颜面 我们所有人的脸也就丢得差不多了 郭绍峰淡淡的说道 居然如此 买不了 就抢抢啊 反正玄陵通天藤是天舞学院之舞 杜绍夫咒美道 也不行 玄陵通天藤既然到了黑暗城 按照黑暗城的规矩 那就不属于我们学院了 乌确摇了摇头说道 估计现在玄陵通天藤已经是在排卖会之中了 这一次排卖玄陵通天藤的商家乃是穆家宝负责的 就算是学院的长老前往 也不一定能够抢出玄陵通天藤来 我们去抢的话 怕就是更加难以办到了 穆家宝可不是吃素的 穆家宝 杜绍夫感觉着有些熟悉 黑暗森林内有着一格一宝双门的四大势力 分别是万云阁 穆家宝 还有黑傻门和双恨门 这四大势力可以说是掌控了整个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宛如一果 而黑暗城在黑暗森林内相当于是国都 自来都是四大势力各自争夺之地 不过这么多年来 也各自是盘踞一地 谁也无法力压另外三大势力 四大势力除了各自的老巢之外 众心都在黑暗城之内 自然是强者如云的 传言四大势力之中 都有着五王敬强者作真的 乌却对众人说道 所以我们想要去抢 玄陵通天藤的话 怕是不会还有任何的机会 就算是我们整个天武学院 也会有着顾忌的 五王敬 杜绍府动容 五王敬内等修为层次者在任何地方 那都是属于绝对的强者 若是自己这些人真的去抢 玄陵通天藤他 遇上对方的五王敬强者 那后果可想而知 这么说来 还用穆家宝插手其中 我们不会有任何机会 沉思了片刻杜绍府皱着眉头 那也不是 穆家宝应该和此事无关 只是鬼爪将玄陵通天藤 放在了穆家宝门下 委托拍卖而已了 穆家宝赚取的是拍卖的提成利润 在这期间 穆家宝自然也会保护好 玄陵通天藤的 火刀被冥风说道 声音是颇为伶俐 宛如当盲 看样子鬼爪都是挺聪明的 竟然是拉上了穆家宝 杜绍府脸庞凝重 聪明的对手自然是越发难以对付 何况鬼爪还是心狠熟了 是奸诈狡猾的 穆家宝倒是不敢太得罪我们天舞学院的 黑暗森林内的势力 也不会光明正大的对付我们天舞学院 以天舞学院的号召力 加上无数年来培养出的强者 已经是散步大陆 谁想要真正的动天舞学院 那都是想一想后果的 李玉霄说道 暗红色的双蒙微动 周身淡淡的透着一种魔鞋的气息道 只是现在这黑暗城 无数年来这里已经形成了这里的规矩 我们天舞学院也是无法掌控此地的 周围的帝国也是无法掌控此地 杜绍府的目光须眯 天舞学院只是学院 并没有太过于庞大的势力 据杜绍府当知 天舞学院也从来不插手任何的事情 名义上天舞学院在石龙帝国之内 但就是在石龙帝国也是不例外的 天舞学院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所以导致天舞学院也没有太过于庞大的势力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天舞学院就真的没有势力 长久以来从天舞学院走出去的弟子不知道繁迹 能够进入天舞学院的弟子天赋都是惊人的 走出去之后 以后的成就也就是可想而知 长久之下 天舞学院早就渗入到了整个帝国的各处 甚至蔓延到整个大陆了 平常这些走出天舞学院的人 可能不太会是回天舞学院的 但一旦天舞学院遇上了真正的危机 只要天舞学院是振臂一呼 到时候势必响应者无数的 谁敢真正的动天舞学院 下场绝对是凄惨的 长久以来 那些从天舞学院走出的强者 谁知道有没有已经到了绝对恐怖的纠维层次的 我们还是等他们回来再商议吧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鬼爪的消息 只要擒住了鬼爪到时候就简单多了 乌雀说道 众人点头也只有将将军和鬼娃回来是在商议了 你们找到房间落假了吗 我听说客栈的房间并不是太多了 乌雀对杜绍府李雨霄欧阳爽 骆天晨说道 目光也不时望着杜绍府肩头上的杜小妖 露出了喜爱之色 只有两间了 骆天晨道 文言乌雀望了杜绍府三人道 那你们似乎是不好安排吧 这样吧 我一个人住 欧阳学妹你和我在一起住吧 你们三个男的就不管你们了 你们自己安排 好 欧阳双点头 双眸目光是悄然瞪了杜绍府一眼 唉 杜绍府只能够是微微一叹了 心中替乌雀是担心着 欧阳手那女人可是喜欢女人的 和乌雀在一个房间加上乌雀 又是那种足以让人喷鼻血的女人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杜绍府都不敢想象了 众人随后分开 欧阳爽和乌雀睡在了一个房间 杜绍府也就一个人了 带着杜小妖和王林妖虎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就躺在了床榻之上 只是杜绍府的脑海中 还想着那八百多万积分的事情 越想越是心痛 啊 杜绍府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的话 先去灵境之内兑换承担药和灵气什么的也好呀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怕是就算去找学院算账也是没办法了 俗话说的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别叹气了 我还没叹气呢 杜小妖 红魔人压的坐在房间的座椅上 撇嘴的道 刚刚那叫做郭少峰的 手上带的可是福气 好想把她的福气给吃了呀 福气 杜绍府文言顿时瞪了杜小妖一言道 你吃别人的灵气和福气我不管 可你千万别再给我惹麻烦 我最近已经够头痛的了 你别给我惹麻烦就可以了 杜小妖毫不客气的打击着杜绍府 杜绍府白了杜小妖一言 没有再理会杜小妖了 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没有解决食欲呢 顿时起身道 不行 我得要吃点东西去 王林妖虎听着杜绍府的话 顿时是呜呜思明 一副嘴馋的模样 好吧 一起去吧 杜绍府点头起身离去 刚刚打开房门 恰巧碰到了隔壁房门的打开 李雨霄和骆天臣也走出了房门 我吃东西去 一起吧 李雨霄和骆天臣见到杜绍府 似乎是并不意外的 好 一起 杜绍府也没有客气 然后三人加上王林妖虎 还有杜小妖 就下了三楼 到了依然还是热闹喧哗的一楼了 这时候到市大厅空爽了不少 三人找了一个安静的桌子 要上了不少的肉 最近你们发现没有 黑暗城内来了不少的陌生人呢 三天后就要陪那个悬灵通天堂了 估计都是为了悬灵通天堂来的吧 那可是重宝 天武学院这下的颜面可是丢到了 被人夺了悬灵通天堂 还光明正大的排满 这简直是不将天武学院放在眼中啊 这也难怪 天武学院也不像是从前了 现在怕是也没有太多的势力 会继承天武学院了吧 三人端坐 周围传来了不少的议论之声 其中不少都是关于天武学院 和悬灵通天堂的 三人置之一觉都没有理会 喝酒吗 骆天臣忘了杜少甫 可没有将这凶悍的少年 当做正常人看待 你们要喝的话 可以喝一点 以前只陪我爹喝 杜少甫说道 然后骆天臣又叫上了不少的酒 酒肉满桌大快朵頤 王立妖狐也不客气 等着杜少甫喂肉呢 倒是杜小妖只是静静地看着 她只对灵气和灵药感兴趣 夜黑如墨 黑暗成明是为黑暗成的 但在夜幕之中 却是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灯光通明的 昏暗的夜色之中 一座庭院之中 一个黑夜老者头戴面罩 看不清楚模样 双瞳是泛着寒意 就如同是毒蛇一般的阴冷孙然 对着身前此时上摆意识 一模一样头戴面罩者道 天武学院 剩下的人此时正在四海客栈 将四海客栈以为平地 能够击杀就绝不放过 是 上百人头戴面罩 上面刻着真样的图案 一股股灵力气息 是爆发开去 然后身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天武学院该结束了 黑衣老者冷笑着 眼中寒意目光让人望着 也是能够感觉到猫骨悚然 无端的心寒 随后身影 一时消失在了黑夜之中了 夜 其还如梦 尽管辽阔的黑暗城内 是热闹喧哗 宛如白处 但也依然是僻静之地 寂静的一处废墟之处 只有斑驳的月色是笼罩着 此地是人烟寒至 算是黑暗城边缘的 一处荒地了 锁锁 此刻间 这荒地之上却是有着 两道身影闪电般的掠过 宛如在夜色中 抹过了两道流星 当这两道身影各自落在了废墟之上的一面 断壁之上时 皆是驻足而立 驻人回头目视向了身后了 流光收敛 两个青年显露而出 左边一个年纪在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身材伟岸 月色笼罩之下 淡淡的古铜肤色上泛着夜光 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 有着一种雕塑般的感觉 气质是超凡脱俗的 无形中 犹如是盘踞传空 能够镇压山河一般 右边一个青年身着黑袍 漆黑如墨 更是生得很是俊美 脸如雕刻般式五官分明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放荡不拘 但眼里不经意流出了金光 是让人不敢小看的 跟了这么久 此地没人 可以出来了 那边的黑袍俊美的青年 目视着前空说道 声音轻柔 但隐隐间透着灵力 身上的气息淡淡的不动间 蔓延着皆许的煞气 天武学院 九游太少鬼娃 不点神河的将军 真是好巧啊 阴寒的声音在这黑夜中传出 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但是随即 凭空一道身影闪略而出 乍然间 一个该兽老者出现在了两个青年的身前 其浑身皮股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眼中双瞳泛着些许的红色 弥漫着烟冷至极的寒意 鬼爪 你明知道我们是来找你的 束手就裙 还是让我们先收拾你顿 右侧那有着镇压山河般气势的青年陈道 眼中精芒开始闪烁着 正是天武学院五榜第一的 木点山河将军 身为五榜第一的将军 自从到天武学院之后 就一直保持着五榜第一的地位 无人能够撼动 当之无愧的天武学院第一人 明镇整个帝国 曾经石龙帝国之皇 早就有言在先 一旦将军离开了天武学院毕业 就直接是能够掌管是一府封地的 而将军的修为实力早已经有了传言 据说就算是天武学院中现在的一些长老 也是难以奈何他了 上一次擒注鬼爪的 就是他和五榜第二的古新年联手的 就凭你们啊 少了那小姑娘 怕是你们的实力还不够啊 上一次要不是老夫大意 你们真以为能够擒住我吧 不过我倒是想念那小姑娘了 真是人间角色 只可惜今天没懒 老夫也只好是改天再单独去找他叙叙旧了 感受老者一步步的掠空走向前去 望着两个青年目光寒意蔓延着 此刻间并没有太将两人放在心上 身为明镇黑暗森林的鬼爪 死在他手中的天武学院弟子 也是早就不少了 不在乎再多两个 反正现在天武学院也不会放过他的 何况这两个人之中还有一个是他的仇家 是他的必杀之人 找死 黑袍俊美青年没有多说 声音是越发的透着灵力 整个天武学院的人都知道 他九幽太少鬼娃平常是不喜欢多说话的 当话音落下的同时 鬼娃周身淡黑色玄气 伴随着一股煞气 犹如是液体一般 将身躯尽数给笼罩了 旋转不休的玄气和煞气 释放着淡淡的光芒 在斑驳月色的笼罩下 显得极为诡异 那鬼娃释放而出的气息 连周围空气都是出现了震荡的波纹 光是这等气势 也足以证明他鬼娃在五榜第三的排名上 绝对是货真假实的 望着鬼娃周身释放而出的气势和煞气 鬼爪的目光也是越发的阴沉了起来 舌头舔了舔 干色的掉皮的嘴唇 愣笑着道 这一定就是鬼王府的阁王精吧 不愧是地级中品的功法呀 正适合我修炼 若是能够让我得到 怕是修为一定会再度增进的 我鬼王府的阎王精 怕你没命修炼 鬼娃淡漠冷道 但黑色旋气涌动着 让男是轻盈的能量和煞气荡漾在周身着 隐隐间有着黑色符文 光芒开始闷延着 要说当初我自然是要记掌 鬼王府和天舞学院的 只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天舞学院和鬼王府 将王府能又算得了什么 你们今天既然想要来动老夫 那就都留下命来吧 冷笑话话语是刺耳的 鬼爪话音落下的之时 那一双宛如干枯的鬼爪般的双手之上 有着密密麻麻的俘虏密文涌出着 一股阴厉的气势 亦是自体内蔓延而出 在那一股阴厉的气息之下 让得将军和鬼王两人体内的玄气 都是出现了些许的迟缓的停滞了 五侯镜彼岸 鬼爪突破到了五侯镜彼岸层次 感觉到此时鬼爪身上的气息 将军和鬼蛙两人都是面色顿时凝重了 不错啊 老夫天佑已经突破到五侯镜的彼岸 两娃儿今天就受死吧 鬼爪是森人的冷笑 与此同时之际身影化作了残影 犹如鬼魅般率先直辅鬼蛙而去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鬼蛙的身前 求着鬼爪的速度 让得鬼蛙双瞳也是微微一缩 惊蒙木炎的双眼之中 一股悠悠之色是覆盖着双眼 整个人顿时说不出的鬼魅和冰冷 挥手而动 黑色玄气的符文掠动着 攻击震开了空气 携带着悠悠的煞气 直接笼罩着鬼爪 五侯镜除灯 小子 你还不够啊 鬼爪冷笑 不必不躲 面色阴沉冰寒 那刚哭的手掌宛如鬼爪一般 顿时和鬼娃的攻击 是狠狠地对撞在了一起 耀眼的能量符文绽放着 低沉的阴暴声 骤然响彻着 如此的对撞 鬼爪是不动不摇 但鬼娃却是被一股阴暗的进气 震的是向后仰退开去 山河阴 短短的瞬间 不点山河将军扑腾而至 镇压山河般的气势爆发 旋气涌动着 将军的一道掌印 伴随着一片璀璨的光芒笼罩 让得空间之内 都是传出了轰隆隆的颤抖之声 张燕拍向了鬼爪 厚荡的符文能量席卷 如一片奔涌的山洪汹涌一样 不点山河将军是很强的 身为天舞学院第一人 在整个天舞学院之中 是不逢敌手 就凭这一掌 便足以能证明 其势力的恐怖了 不愧是天舞学院的第一人 越来越厉害了 若是你死在我的手中 怕也足以让老夫是明镇天下了吧 鬼爪冷笑丝毫不曾褪毙 福禄密文包裹的掌印撕裂是长空般的弹出 狠狠地撞击在了那镇压山河般的恐怖爪印之上 灵力爪印像是能够撕裂长空 坚持了短短的瞬间之后 竟然是将那金色的掌印直接给撕裂了 化解了那恐怖的掌印 月色 天色已至紫时 黑暗城内依然是灯火通明的 不少地方依然是宛如白昼 热闹喧哗 四海客寨 一楼大厅内依然也是喧哗不断 几乎是坐无锡坐了 靠近毕镜的桌子 杜少甫 李雨霄 落天尘三人的桌子上 酒气四溢着 不过此时 原本三人的桌上却是多了一个人 黑色是竖在着脑后 几缕变发垂耳 相貌俊朗 眼眸是深邃漆黑 但吃起肉来 喝起酒来 却是丝毫没有风度 比起杜少甫那狼吞虎燕的模样 也是好不了多少 正是五榜排名第五的 前罗见郭绍峰了 前罗见郭绍峰是最后才下楼的 见到杜少甫 李雨霄还有落天尘 三个人在喝酒吃肉的 电视直接坐了下来 完全没有客气 只是说了一句 喝酒吃肉 下次可不能烧我呀 除非看不起我 我们以为你排名太高 怕请不动你 杜少甫大口的喝酒 回了郭绍峰一声 而杜少甫一直在静静的坐在一旁 此时见到郭绍峰之后 那淡金色的灵童双眸 就一直是目光盯在了郭绍峰 双手之上的古朴的手圈之上 那可是福气呀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李雨霄和落天尘面面相描 原本他们以为杜少甫不会喝酒呢 可是一喝之下他们才知道 喝着他们才不会是喝酒的 杜少甫喝酒就如同是喝水一般 大口大口的喝 大口大口的吃肉 王林妖狐此时也直接坐在了椅子 时上 大口的吃肉 只是肉是再多也不够他吃的了 四人足足吃了近是一个时辰 这才酒足饭饱 杜少甫抹了磨嘴 然后望着李雨霄 郭绍峰和落天尘 举起了酒杯道 没想到你们的吃相和我一样不太好看 李雨霄 郭绍峰和落天尘三人 端着酒杯和杜少甫碰了一下后 一眼而尽 然后李雨霄这才撇了杜少甫一眼 暗红色的毛子越发暗红了一些来 说道 旺皮 我的吃相绝对比起你好看一些的 杜少甫哈哈大笑 惹得周围挤住的客人 也是寻声望了过来 但也没有多注意其四人的 杜少甫继续对李雨霄说道 李雨霄说粗话 若是传了回去 怕是一定会是新闻的 他一直喜欢说粗话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落天尘确实并不奇怪 忘了杜少甫道 和你打架一点都不痛快 太别去了 不过和你喝酒吃肉倒是不错 上次又不是我要和你打 是你要和我打的 可不关我的事啊 杜少甫微微一笑说道 算了 看在你为学院暴打了那谷玉的一顿 我也不计较了 落天尘说道 你计较也没办法 反正你也打不过我 杜少甫说道 你到底会不会聊天 落天尘瞪了杜少甫一眼后 然后掏出一大把的悬壁 是扔在了桌上 都吃饱了没啊 吃饱了咱们就回去消息吧 说不定明天还有事情要忙呢 吃饱了回去休息吧 杜少甫解决了嘴馋的问题 闻眼起身打了一个宝格 脸庞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我也吃饱了 下次记得叫我 郭绍峰说道 四人起身离桌酒气弥漫 打算是回房休息呢 明天估计还有鬼爪和玄陵通天腾的事情要处理的 给我封锁了这四海客栈 一个也别放出去 就在四人刚刚离桌转身呢 打算上楼的时候 客栈的大门口突然便是混乱了起来 华帮主 我们四海客栈可是金云邦的地盘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滚干 我们只是找个人而已 喷喷 低沉的魅想似乎是有人被枕飞了 大门的远处顿时就骚动混乱了一片 整个大厅内的人都已经是被惊动了 然后便是见到从客栈大门的之外 有着一群满脸不善的大汉 一个个持刀握剑的 气势汹汹的涌进了大厅之内 是魁杀帮的人 帮主 魁杀 华帆空竟然来了 好像魁杀帮的所有强者都来了差不多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魁杀帮可不是好惹的呀 不知道是谁惹了魁杀帮 这让魁杀亲自自己找上门来了 怕是下场一定会很惨的 本来大厅之内遭动 不少人本是受到了影响怒气冲冲 但见到来的那一群人之后 感觉了那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顿时便是不敢再说了什么 甚至有人不少是见到那来的一些人后 都是极为忌惨的为之后退的 生怕是招惹到了来的那些人 帮主 就是他们 就是那几个家伙 没错 就是那几个人 杜绍府 李雨霄 郭绍峰 骆天臣四人 寄身里桌 然后望是刚刚转身 却是见到了不远处突然混乱起来的大厅 然后杜绍府四人便是瞧得 一大群满脸不上的大汉 正气势汹汹的对着他们所在的方位行来 四人望着那前来的一群气势汹汹的大汉 面面相视了一会儿 并没有太多的在意 好像是来找我麻烦的 骆天臣是畏畏挑目说道 若是我猜测的没错的话 应该是和我们傍晚进城的时候 打死的那些人有关 看来是有点想麻烦了 李雨霄说道 神色间却是轻描淡写 并没有任何的在意 你们傍晚都做什么了 郭绍峰好奇的问道 当下四人丝毫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而是直接坐回了座椅 目光都是平淡的 望着那一群 凶神恶煞般的来人 我杀了几个人 全都杀了 可没想到还是把麻烦带来了 杜少傅目光微动 淡淡的寒意抹过 这找上来的麻烦 要是主动避开的话 怕是以后还会野来更多的麻烦 这可是黑暗城啊 混乱的黑暗城内 可没有太多的规划和王法 只有实力为尊 谁越狠 在这里面就能够过得越是舒坦 那就继续杀吧 杀鸡静喉一下 以后就会安静不少的 郭绍峰淡淡的对杜少傅说道 就在郭绍峰话音落下的时候 那一群不舍的大汉 也是凶神恶煞的 就冲到了四人的身前了 好几个大汉一拥而上 将杜少傅 郭绍峰 李雨霄 私人所坐的桌子周围的 好几张桌子 全部给尽数提发了 劈劈啪啪啪的 几张桌子 直接化作了木屑 给碎片了 一个小头木装束气质的 中年大汉 脸上挂着一道 深深的刀疤痕迹 越发的是显得凶神恶煞 冲到了杜少傅等 四人的身前 冷声的呵斥道 小子 就是你们杀了我 魁煞帮的弟子吗 杜少傅颇为的平静 微微抬头 目视着那刀疤的大汉 微笑着说道 你在魁煞帮 应该算是小头木了吧 身为一个小头木 说话也是没什么底气 威胁语气有余 但气势却是不够凶横 这样明显是吓唬不了人的 另外 你所说的应该是事实 我不久前 确实是杀了几个魁煞帮的人 若是你们再不管 怕是待会儿你们也会死啊 没想到就是这些人杀了魁煞帮的人 胆子还真够大的 那少年似乎是口气更大了 怕是这几家伙 现在还完全就不知道 魁煞帮的势力吗 华凡空都来了 那些人一个个一如先里的 不知道黑暗城是什么地方 怕是一定 一会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见到杜绍夫 既然是直接承认了杀了魁煞帮的人 大厅周围才是围观的人群之中 顿时就传出了不少的议论之声 小子敢消遣我吗 你这是找死 那刀疤中年大汉听的杜绍夫的话 顿时为之大怒 这少年分明就是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中啊 哪里还忍得住 就算是在整个黑暗城之中 他也算是小有名气的 怎么能游的 一个乳秀未干的少年是如此的轻视啊 顿时身影一步踏出 直接出手一掌拍向杜绍夫了 哄 这中年大汉周身玄气是黄色的 麦玲境玄妙层次 一掌之前 玄气包裹着符文 隐隐间发出了轰隆之声 空间是为之一颤 却是没有力量外泄 由此可见 此人的实力也绝对是不弱的了 掌印是拍向杜绍夫 黎玉霄 郭绍峰 骆天人 这三人 这三人自然是没有动的 王林妖虎目光不动 但没有收到杜绍夫的命令 也自然是不会随便张罪的 但杜绍夫动了 因为那一掌已经是到了 他的头顶部远处 微微抬头 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只是一拳迎去 拳头之上包裹了淡金色光芒 闪电般对撞在了 那刀疤中年的掌上 咔嚓 没有太大的能量碰触之声 因为两者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面上的 只是听到了 那刀疤中年掌心 传出了鬼头断裂的声音 如遭雷击 从掌心一直到尖头 整只手臂上的衣衫 直接是被无端的震碎成了碎片了 刀疤中年大汉的一条手臂 骨骼是尽数地化作了碎片 但那刀疤中年 却是惨叫声还没有传出 随着嘴中鲜血喷出之后 身躯直接给震肥开去 最后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哼 刀疤大汗的身躯砸到地面是摇摇晃晃 军烈裂缝 还没落地呢 身上就已经是生鸡被震碎 死得不能够再死的了 麦灵静玄妙层次的修为者 一拳就能够轻描淡写地直接轰死 整个大厅内的众多目光呆滞 那看起了乳秀未干的少年 竟然是前汉如斯 实力是绝对是恐怖的 帮主 都长老死了 一群魁煞帮弟子也震惊了 几个大汉冲到了那刀疤大汉的身前 仔细检查了一遍 骤然变色 一个麦灵静玄妙层次的长老 竟然是一拳就被给轰死了 感动我魁煞帮的人 胆子可不是不少啊 有本事报出名号吧 我华反空 从不上无名无后之辈的 顶头的一个大汉上前 年纪却是不大 看着是有的也只有是 自选模样的样子 身高七尺 体型偏瘦 穿着一袭紧身的短衣 双眼目光 此刻间这大汉目光 一直紧紧地落在了杜绍府 郭绍峰 李雨霄 还有骆天臣四人的身上 从这四个青年的眼神之中 他看不到任何的慌张和巨异 甚至他感觉到 按几个青年的目光之中 不仅是没有巨异和慌张 反而是带着些许的戏女 郭绍峰撇了那领头自称是 华反空的七尺大汉一眼道 不用套华了 我们背后没有任何实力 你们想要动手就可以动手了 还真够狂的 一个比起一个狂 当我魁煞帮无人了不成 那就让我试试 你们到底有没有这般 猖狂的本事吧 听到了郭绍峰的话 华反空似乎是放下了心泪 既然不是招惹不起的势力来人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脸皮肌肉微微的抖动 话音凌厉 眼中抹过了寒意 但话音彻底落下之时 华反空空 周诗人是骤然一个浑厚气息 自体内蔓延而出 游若光圈一般 骤然笼罩其身 手掌弯曲成爪 一步踏出 温雷般静止对着杜少福脑袋 直接抓去了 爪印掠出 符文包裹 像是要抓碎空间 隐约间伴随着风雷之声 那等浩瀚的气势 让得整个大厅之中 众人也是呼吸急促 体内的旋气位置停滞 修为实力低一些的 骤然浑身发颤的 这下这少爹死定了吧 华反空可是五后镜了 虽然那少年有些本事 但怕是也死定了 一个乳修为干的少年 如何能看横下 华反空那等五后镜的修为者呀 华反空亲自出手 大厅内众多震撼的目光 再度传出了议论 抓印掠空 静止对着杜少傅抓去 看那般欲要撕裂空气 一般的气势 若是杜少傅真被抓中的话 怕是直接给被撕裂成碎片了 随着这华反空的出手 杜少傅目光也是微微一抖 但没有丝毫的退让 似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一拳再度红出 拳头之上金色浮露蜜纹包裹 如同是一团压缩的金色灼日 两者轰然的对撞 低沉的闷响 周围大厅地面是接连的军列 但唯独郭绍峰 李宇霄四人所坐的桌子 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不动不摇 一拳一爪对撞着 就连周围空间都剩 为之是扭曲了一般 仔细看去 能够见到华反空手上的 皮肤诡异的扭动 像是被什么冲击了一般 而其爪印像是毒蛇张口 推噬向杜绍府 伴随着符文是掠动着 怎么会这样 但华反空瞬间就发现 自己一爪之力 技术被阻挡了 而后抓心是之内传出了疼痛 那等疼痛就像是骨头要断裂了一般 华反空就算是没有着浩瀚的旋起 作为支撑 但此刻也依然是无法抵御 抓心上的疼痛和冲击的 身躯顿时开始震腿开去 一连四步 每退后一步 脚下地面直接化作了粉末了 杜绍府屁股下锁的凳子 直接咔嚓作响 脚凳不知何时 已经是深陷到了地面之内 是数分了 周围地面更是接连的崩碎 武侯镜出灯层次 杜绍府抬头望着震退的华反空 武侯镜出灯层次的修为 这绝对算是不低了 你的石队好像是又进步了 此刻骆天臣李雨霄 还有郭绍峰三人的目光 都没有看到华反空 而是目光都惊讶地 落在了杜绍府的身上 特别是李雨霄和骆天臣 目光是最为惊讶的 那家伙可是武侯镜 让我一个出手 你们在一旁看戏 这样好吗 杜绍府目光 一顿时便是 瞪在了李雨霄和郭绍峰两人的身上 这两个家伙也是武侯镜 是有些不好 那我就试试吧 李雨霄突然动了 急速之间 蹲坐着身影 诡异的一闪就消失不见了 呸 与此同时之际 一股摸歇之气涌动着 李雨霄身影不可思议般地出现在了 刚刚稳住身躯的华反空的身前 双眸涌动暗红 周身光芒笼罩着 瞬间是耀眼夺目 结我一掌试试看 淡淡的声音 是从李雨霄的嘴中传出了 乍然手中便是一道掌印拍出 看似轻飘飘的掌印 却是爆发出强悍的威牙 让得周围虚空都在骤然间颤动着 急速到了华反空的身前了 也是我好惊 华反空面色顿时惊变 那等谋邪气息让他是无端的心颤的 立刻挥手一道掌印排出相迎了 两掌瞬间的碰触 却只迸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 似乎两人此时都是克制着 不想把整个客栈给拆了呀 但那符文积赞 煞时间是多么璀璨 一股磅礴强悍的劲气 宛如光幕一般扩散了大厅 让得不少围观者是人仰捉翻 狼狈不已 甚至不少倒霉一些的 直接被这等扩散的劲气余波给锁创到了 腾腾腾 华反空身躯是瞬间亮呛了横飞震退 喉咙内一声闷横之后 一丝血迹顺着嘴角溢出 目光从惊讶之中也转换成了震撼之色 还算是勉强 李宇霄静静而立 似乎刚刚出手的不是自己的一般 空结白皙的脸庞上 那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些许红色的光芒 让得此时大厅里的围观者 望着他那的目光 都是有着一种为之心颤的感觉 我也来试试 郭绍峰的身影也消失在了椅子之上 当话音传出的同时 身影已经是出现在了正震撼的华反空的身前 背后的发丝飞舞浮纹涌动 拳头鸿出 所过之处空间颤动着 出手飘逸 那等浩瀚的气势像是能够镇压摧毁一切 隐隐间有着魅想之声在空间响彻不断的 中浪拳 华反空震惊着 这几个青年竟然是一个比起一个要恐怖的 急速间手印凝结 玄气暴涌而出 这玄气波动怪异的一波接着一波涌上 伴随着厚重连绵的气息 犹如水浪一般 最后瞬间凝聚成一拳 不得以仓皇对撞而去 喷 两拳是骤然接触 一道巨声自听中是暴响而起 随即直见两人脚底之下坚硬了大厅石板 轰然一声便是直接被镇成粉末了 咔咔咔 在众多的震撼目光下 一道道的地面裂缝更是犹如蜘蛛网一般 不断地慢连而出 华反空脏嘴一口阴红的血液喷泊而出 紧接着身影便是猛地倒舌而出 身体重重地落地之后 依然是贴着地板将近十几米 撞得是桌椅刺散 最后方才缓缓地停止了 狗屁的魁沙帮找死 落天沉冻了 黄袍身影消失在了椅子之上 直冲那一重的黑沙帮的来人而去了 双手五指紧握 拳头之上 俘虏密纹光芒喷勃 玄气暴涌 宛如压抑的火山喷爆 是直接开始出手了 喷喷喷 低沉的闷响声顿时传出 宛如雷鸣的音爆 一个个刚刚还是凶神恶煞的 魁沙帮的大汉 此时却是犹如绵羊一般 一道道身影是被直接给砸飞了 口中鲜血狂喷 惨叫哀嚎声顿时响出的大厅 凄惨的哀嚎声之下 那一个个大汉被震飞了 实力强一些的重冲 实力弱一些的 直接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不少人催动了脉魂 但还没有完全催动 就直接被骆天臣给鸿飞了 十几个大汉 其中不犯着是有着一小半 都是卖灵径的修飞者 只是短短几个喘息的时间 就尽数被骆天臣震飞了 少说死者也有一小半啊 骆天臣下手可是没有任何的客气 捡强宫大 杜绍夫起身了 屁股刚刚离开 刚刚所做的邓泽 顿时就化作了坟墨 而后杜绍夫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将一个个被骆天臣打趴下的 魁煞帮强者怀中的乾坤袋 给掏了出来 哼 这个过程之中 两个魁煞帮的卖灵静修为者躲避 仓皇朝着华凡空暴退 但却是被杜绍夫毫不客气的 一拳烘碎了头颅和胸膛 直接被镇压诛杀了 下手是霸道灵力 毫不客气 大厅之内所有的目光作恶的 落在了那三个青年和一个还是少年的半大青年的身上 原本所有人以为这四人怕是不知道一会儿会是怎么死的 到了这个时候众人才知道 这几个青年那就是煞星 一个比起一个要强的 毫无疑问 魁煞帮这一次踢在了钢板之上 大厅寂静面面相描 那四个青年绝对不是什么衣着鲜利的菜鸟 而是来历非凡的顶尖年轻一辈 魁煞帮帮主华凡空 武侯竟出灯的修为实力层次 就算是在整个黑暗城之中 那也是绝对有所有生命的 要不然也难以带领了魁煞帮在黑暗城内 一直走到现在了 但也是在那几个青年的面前 只有被戏虐的分了 大厅的边缘 华凡空站了起来 身上的衣衫被震碎成了碎片 浑身上下布满着刚刚从厅中 地面碎石上擦出的浴青 嘴角残留的血迹 让得他看上去是愤腕的狼狈 下次找麻烦之前 一定要先戴眼睛 我说过 你们不滚的话都会死的 杜少傅一路收了不少的钱滚带 轰爆了好几个魁煞帮之人 然后到了那华凡空的面前 面不改色淡然地说道 华凡空此刻双头目光尽数震撼 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意自心中涌出 眼前的四个青年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他这一次居然是看错了眼了 听说将军已经杀过武侯镜了 我还没有杀过 今天就先开张吧 李宇霄到了杜少傅的身边 淡淡地说道 周身磨邪之气若隐若现 让人心寒 我也没有杀过武侯镜 我也想试一试 郭绍峰身影也出现在了杜少傅的身边 三个人将华凡空隐隐间封锁了在他中间 这一刻 华凡空才真正地意识到后果 这几个青年可不是擅长 一个个下手都是干净利落 此刻也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诸位兄弟 华谋有眼无珠 撑撞了诸位 的确该死 我这就带人离去 保证再不会骚扰死位了 如何呀 华凡空忘了杜少傅三人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他只想保命了 黑暗城藏龙卧虎 说不定遇上什么人就是绝对的强者 所以华凡空一般是根本就不招惹是非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黑暗城之内 一直带着魁煞帮存在的主要原因 只是今天 华凡空傍晚正在和一个最近才认识的聘头欢好 却是听到消息 有着好几个人被一个少年给杀了 其中有着一个就是那欢好聘头的哥哥 在那聘头的哭闹之下 华凡空这才是不得已亲自起来报仇 本以为是几个青年 实力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的 也没有打探到有什么后台 以为出手还不是守到前来呢 但华凡空却是没有想到 这几个青年本身就是上星 实力一个个强的变态 要不是我等是你招惹不起的人啊 若是我们和你说同样的话 你今天会放过我吗 杜少傅淡淡地对华凡空说道 在满手山脉和黑暗森林内的磨练 让杜少傅的心性是逐渐凌厉了不少 杜少傅自知 若是今天自己等人实力不够 眼前的此人就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等人了 今天若是自己心脆手软 轻易就放了此人 说不定日后有机会 此人就会暗中报仇 无疑是为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的 这 华凡空面色抽搐 望着此时身后再度凝聚起来的 不少葵煞帮的弟子嘴角微抽得到 作人留意下 他日好相见 诸位不用这么绝吧 你们实力是不错 不过想要彻底留下我的命 怕是也难以办到 只是我不想让我葵煞帮的兄弟枉死 刚刚我们已经受到了一个教训 相信也足够了 放我们一条生路 就当是葵煞帮今日 欠下诸位一个人请了 倒是还挺讲义气的 黎语娇淡淡地说道 但不难听出声音中是有些赞赏 在黑暗城这样的地方 还能够讲义气的人 那绝对是凤毛麟角的 我们小妖你没命 你大家可以试试 能不能够逃脱 小妖灭你 不难的 郭绍峰淡淡地说道 比起黎语霄显得要是更加淡薄一些 杜绍府目洞也颇为意外 倒是没想到这华凡空还挺讲义气的 不过真是要诛杀这华凡空的话 杜绍府认为 这华凡空想要逃命的机会也不会太大的 无论是李雨霄还是郭绍峰 那都是有着越级动手的实力啊 此时李雨霄和郭绍峰还同事在场 这华凡空想要逃脱的机会就可想而知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算了吧 就在此时大厅另外的是僻静的角落 一道淡漠的话音传出之时 一个浑身散发着淡淡冷漠气息的青年徐徐走出 刚刚混乱的大厅之中 竟然是没有人发现 这青年还在低头一个人吃着东西 所有的目光此时都寻声落在了这青年的身上 只见那青年身形是修长轻瘦 身着黑袍 微微低着头 额前碎碎的刘海盖了下来 遮住了眉目 在此时大厅内夜光的照耀之下 可见黑袍青年的头发是漆黑如夜的黑色 众多目光的注视之下 黑袍青年徐徐抬头 碎碎的刘海覆盖之下 眼神透着凌厉犀利 高挺的鼻梁 伯纯是擒着高傲 望着杜绍夫 郭绍峰 李宇霄三人道 那魁煞王的家伙 死不死的并不重要 只不过看在还有一些义气的费上 饶了他一次吧 就算是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郭绍峰和李宇霄 两人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黑袍青年 不知为何 两人的面色无端变得凝重了起来 然后目光都是有意无意地望向了杜绍夫 杜绍夫此时也是在望着那黑衣青年的 那黑袍青年的眼神 让杜绍夫想到了兰陵府城的寒心 眼神中都是藏着一种锋利 但眼前的这黑衣青年的眼神 比起寒心来 更是多了一种 这世已久的尖锐和锋芒了 此人深不可测 杜绍夫眉宇微动 眼中不露痕迹地抹过了些许的光明 这黑袍青年身上 明明是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但无形之中却令人感觉到压抑 让人不敢触碰 是相视其目光的 多谢小兄弟 华凡空见到有人替他出头 对方年纪轻轻 但身上的气息同样让他是隐隐间感觉到心颤着 顿时站到了黑衣青年的身边了 在此时华凡空的心中 哪怕是这黑衣青年 能够拦住那三个青年之中的一个 那剩下的那两个想要他的命 就真的没那么容易了 至于第四个黄衣青年 明显是还不够层次对付他的 好 我们给你个面子 杜少傅望着郭少峰 李雨霄 骆天臣三人是微微点头之后 目视着那黑袍青年说道 然后目光直指了华凡空等人道 让他们所有人留下钱工带 当做教训吧 要不然的话 你的面子就是他们不要了 而不是我们不给 你们别欺人太顺 文言 华凡空顿时目光狠狠的一抽搐 乾坤带内可是他所有的家当 给了乾坤带等于是给了半条性命啊 看样子有人是想找茬啊 客栈的三楼上突然有着声音落下 嗖嗖 话音还没有尽数落下之时 三楼之上直接跃下了树道身影 一道道身影落下 一股股强悍的气息骤然席卷着 来的是三男两女都是年纪轻轻 三个男的当先的一个身上肌肤透着淡淡的赤色 鼻梁挺直 鼻尖高挺 双瞳乌黑如墨 气息不会在李雨霄之下的 第二个气息是温和自若 神色透着些许的冷漠 脸庞仿若是精雕细竹一般 身形心肠优雅极为的俊美 最后第三个青年身形健硕凶狠 气息是同样不凡的 两个女子更是引人注意 一个装束艳脂 大红宽一罩体 苏胸半遮半眼 如凝脂白玉一般 甲胃般的短裙包裹着翘臀 一双心肠水润均穿的绣腿 一直到白皙的大腿裸露着 双目含翘含腰 天生待味 但脸庞却是素颜清雅 整个人透着一种 粉腻 酥柔焦育滴的味道的 另外的一个禁装像 包裹着魔鬼般惹火的身材 将牵肠的眉腿 紧翘着眉臀 不迎一握的 牵腰式勾勒出完美的 诱惑的弧度 绝美的容颜 勾人魂魄一般 只剩红唇粉内 却无倾国之效 只是冷冷地点缀在 那冰冷的绝美脸庞之上 让得生人物尽 但落地之后 却是第一时间到了杜少福的身边 绝美脸庞神色波动闻道 没事吧 没事 小意思 杜少福微微点头 来的正是 火刀北明风 天雁守盘玉 铁虎 游明公主乌雀 还有欧阳爽五人 有麻烦吗 需要动手吗 火刀北明风 目光从黑袍的青年 华凡空等人身上摸过 一股淡淡的炙热气息 蜿蜒而出 既然有麻烦 那就解决麻烦吧 游明公主乌雀 眸光四周扫了一遍 就似乎已经知道 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 末发是特别如报 声如银铃 这是一个从骨子里散发着妖魅的女人 随着其出现 就立刻招惹了所有的目光往来 要不是周围那些围观者 已经知道这些青年没有一个是擅长 怕是早就是直接扑了上来了 而此时 华凡空却是面色难看了起来 身为武侯镜层次的修为者 他的眼力再这么差 也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个身上肌肤透着淡淡的赤色 双瞳乌黑如墨的青年 绝对也是一样到了武侯镜层次 甚至不会是一般的武侯镜呢 至于那一个妩媚的女子 华凡空更是几颤 那诱惑的背后怕是隐藏着可怕的实力 从那女子下来之后 可是理所当然的就站在了所有人的身前 那些一个个气质不凡的青年站在身后 可是没有任何的不愿 足以证明那五位女子的实力 或许还是她们所有人之中是最强的 整个大厅寂静 此刻间大厅的动静 也早就惊动了所有客栈的人 纷纷出门观望 黑袍青年的目光 也从火刀被鸣封 庸明公主乌雀两人的身上抹过 然后侧目对着华凡空时淡淡的说道 我若是你 就会交出强困带 所有人交出强困带 华凡空妥协了 忘了此时那一个个不凡的年轻男女 他知道这一次是彻底的提到了铁板之上 这些青年男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竟然是如此的强悍 一大批的来了黑暗城 此时他自若是知 真的要是动手的话 他还真是无法逃脱的 随着华凡空的话音落下 那些随行而来的 魁煞帮弟子一个个仓皇掏出了乾坤袋 虽然是不舍的 却是也只能够都扔向了杜少福而去 就是那个紫袍少年开口要乾坤袋的 在这黑暗城和黑暗森林之内 一向都是他们抢别人的乾坤袋 而今天一切似乎是反了过来 杜少福并没有客气 将一个个乾坤袋收集了怀中 回头对幽明公主乌雀等人还说到了 我先拿着 待会儿再分给你们 黑夜 远处灯火通明的街道上 隐隐间飘来是吆喝的喧哗声 嗖嗖 四海客寨之外突然间 上百道的身影是略空着 身影隐匿着 对时悄无声息地 将整个四海客寨给包裹在了其中 上百个能够悬浮而立的麦灵镜 绝对不是一股势力能够拿得徒手的 上百人都是戴着面罩气息略显晕寒 一个领头的黑衣老者 凌空站在了前方 身边还有着五个头戴面罩之者 看不清楚模样 但七衣一样是阴寒舍人的 领头的黑衣老者冷笑着 一切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双铜是阴冷森然 目光扫过此时前方 并不怎么显得起一眼的四海客栈 阴沉的道 铁武学院的人已经入网了 鬼爪去解决了另外两个 四海客栈的这些 一个都不要放过 随着这领头黑衣老者话音落下 周围五人微微点头 朝着身后手掌竖起了挥手 对周公之人打了一个手势 周围那头戴面罩的上百人济世 是手势传递了下去 顿时一个个左手手中 掏出了一枚枚是婴儿拳头大小 通体赤红的浮纹光桥 右手兵器紧握着 上百人一股股血腥煞气蔓延开来 不能看出平常都是过着 刀尖上甜血的生活的 身上的那等气息 煞气可是隐瞒不住的 一道道身影开始靠近过去 身前空间微微波动 刹那间不再压制速度 以一种极为快捷的速度 对着夜色式笼罩中的四海客栈掠击了 给 华帆空手中的乾坤带 也依依不舍地扔给了杜少傅 面色很是难看 他堂堂的武侯镜 鬼诈帮的帮主 今天却是抗衡之力都没有 怕是今天之后 他华帆空在整个黑暗城之中 也会成为一个笑柄了 华帆空知道 这一次只能够是怪自己睡瞎了眼了 惹到了不该饶惹的人 心中此时也恨不得 将那哭哭啼啼威胁他的拼头 直接给剁了 要不是他 自己今天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今天鬼煞帮算是栽到姥姥家去了 这些青年男女到底哪来的 一个个都如此强悍 整个客宅是楼下楼上的围观者 正讹着 能够让华帆空如此的低头 在整个黑暗城中也不会有几个人的 下次可不要再随便招惹我了 杜少傅不客气地接过了 华帆空扔来的乾坤带 我欠你一个人情 黑袍青年对杜少傅淡淡地点了点头 就要打算离去 我们走 华帆空对身后 此时一大堆大气也不敢出的 魁杀帮的弟子喝道 也恨不得是越早离去越好 就在此时 大厅之内 那身着长袍的青年身影是骤然停滞 犀利涉人的目光望向了大厅之外 几乎是同时间 杜小妖杜少傅 游明公主乌雀 郭绍峰 李雨霄的目光也骤然变化着 似乎是同时间感觉到了什么 破风声响彻着 自四海客寨周围四面八方传来 一股股灵力气息忽然是席转开来 就是这一股股的气息 却是无端让得在场之中 是不少人直接是寒毛指数的 无端心中发寒 小些 有变过 就在这一个杜少傅也感觉到了 那种寒毛指令 心中无端发汗 顿时大声对身边的欧阳爽说道 就在这同时间 整个四海客栈周围的天地能量 突然暴动了起来 然后有着惊雷般的能量 使音爆声向扯开来 砰砰砰砰 一道道惊雷般的爆炸声 犹如黑夜的惊雷 在夜空之中响彻开来 足足上百道能量音爆声响彻着 犹如连绵不绝的炸弹一般 在夜空炸响了 一道道能量奔射着 犹如烟花般在黑夜绽放开来 这一刻 整个黑暗城内 不知道多少的目光 骤然注视向了 四海客栈所在的方向而去 哼 上百道惊雷乍响 是连环不断的响彻开去 伴随着是那毁灭般的能量扩散开去 高耸的四海客栈是在短短的一瞬 是崩碎坠毁了 被滚滚烈焰是包裹着 最后一为平地 虚无空间内泛起了层层能量联体 这是怎么了 是四大势力在交手吗 难道是五王请强者在激战吗 整个黑暗城之内 一道道目光摇摇望着远空 那惊人的能量音爆声和恐怖的能量崩发 无不是脸庞布满的震撼和难以置信 而后是为之沉默结舌 四海客栈的边缘 大片的建筑也受到了波及 接连是被一味平地了 上百事惊雷般的音爆声响彻的同时 被烈焰席卷包裹着 能量火焰席卷长空 煞时间大片的天地的温度 是骤然的攀升着 远处的围观者相隔甚远 也能够感觉到那恐怖能量的恐怖了 远远的感觉着 都是让人体内玄机停滞 毛骨悚然 四海客栈崩塌 煞时间无数的惨叫声传出来 滚滚的能量包裹之中 大部分的人直接被吞噬成了灰烬了 还有不少人受到了重创之后 最后生生被那能量烈焰 给席卷焚烧成了灰烬了 四海客栈是被崩碎摧毁的同时 亦是有着不少身影 骤然间冲天而起 但不少倒霉一些的 直接是被能量给吞噬了 身在半空也生生被炸成了碎片灰烬 半空之中 优明公主乌雀 前罗建国绍峰 火刀北明峰 华摩姐李雨霄 天液爱手潘雨 最空全是落天尘 铁虎黑袍青年 还有华凡空灵空而立 只不过此时铁虎则是众人中受影响最大的了 在刚刚那毁灭般的冲击之下 身上玄气也被震碎 此时衣衫蓝绿 透着被烈焰焚烧过的痕迹 体表和嘴角上有着阴红的鲜血 是不断地渗透而出 要不是郭绍峰出手相助了他一臂之力 替铁虎抵挡了不少的冲击之力 怕是现在就麻烦大了 杜沙福踏足而立 背后一双淡金色符纹双翅扇动着 诸身淡金色能量光圈将欧阳爽式包裹其中 让得欧阳爽毫发无伤 但那大眼双眸之中 此时满是震撼 刚刚的一瞬间 他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何等的恐怖啊 哦 王林妖虎恢复了本体 震翅腾空 似乎此时鳞片上隐隐间有着些许的血迹溢出 在那毁灭般的能量席卷之下 也受到了冲击 但似乎倒是没有受到重创 杜小妖则是趴在了王林妖虎的背上 这是 赤纸天雷弹 很少能够买到的 有价无事 以为赤纸天雷弹 足以是击杀一个麦灵境玄妙层次 到麦灵境彼岸层次的修为者 刚刚足足上摆的赤纸天雷弹 绝对不是一般势力能够拿得出手的 黑暗城内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办到 看样子是有人想要一击必中 血腥洗劫一切了 华凡空是震恶着 脸庞神色也为之暴怒 他这次身边带来的不少魁煞王强者 此时已经是被炸死的差不多了 根本就没有剩下几个 上百的赤纸天雷弹同时炸开 一般的武侯境也只有逃命的份了 能够逃出是麦灵境的修为者 都不会是简单之辈的 幽冥公主乌雀 郭绍峰 李雨霄等此刻尽数目光凝重 刚刚那等毁灭的冲击 就连他们也是不太好受的 而随即幽冥公主乌雀 郭绍峰 火刀北明峰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杜绍府的身上 眼中都是暗自摸过了些许的震撼 在刚刚那等毁灭的冲击之下 杜绍府不仅没事 还护着欧阳爽在其中 这难度可想而知啊 还有那淡金色的符纹双翅之上 霸道凌厉的气息蔓延着 让他们也感觉到心颤颤 吃指天雷蛋 混蛋 到底是谁干的 想要将我们都红沙吗 那个王八蛋 只是想要让我们陪葬不成 半空之中 此时也还是有着不少的人逃了出来 其实一大半都是伤痕累累 残不忍度 极为的狼狈 不少人望着 已经是尽数被移为平地的四海客栈痕迹 心中都是为之打着冷餐 周围大片的建筑都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的 就在一道道身影从毁灭的打击中逃出的同时 半空之中上百头戴着面罩之 是掠空出现着 当先六人而立 六股恐怖的气息息转着 六个五号镜 他们早有预谋 上百个卖灵镜 一般势力是根本拿不出手的 他们这是专门来对付谁的 随着周围一个个带着面罩之人的出现 那一股股血腥灵力的气息蔓延开来 特别是当先六人身上的恐怖气息 让得幽名公主乌雀 郭绍峰等目光是骤然凝冲着 天舞学院的人一个不留 天舞学院之外的人滚开 留下者 杀无赦 有着一道犹如夜宵般的阴沉大和声传出 与此同时之际 五股浑厚的气息直接涌动着 五个五号镜修为的层次者 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让得整个空间是骤然的凝固 嗖嗖嗖 而后五道身影 犹如是残影一般爆射而出 都是气息透着血腥的灵力 面罩之下的双瞳 杀以斗射 阴冷森然 直扑向了郭绍峰 李雨霄 杜绍夫等人而去 像是早就锁定了郭绍峰 李雨霄 杜绍夫等天舞学院之人了 他们是专门针对我们的 小心 郭绍峰陈赫 到了这个时候 众人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这些刚刚 炸毁了整栋的四海客栈 让得数百人陪葬的来人 就是专门针对天舞学院的呀 他们人多 全力出手 同志将军和鬼娃 否则我们无法抵挡 幽冥公主 乌雀身上的妩媚气质 此时间是骤然变得寒意凌人 手中一道信号弹顿时直射 半空了爆炸黑去了 没用了 你们要通知的人 怕是这时候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领头的黑衣老者冷笑着 面罩下的双筒宛如毒蛇 毫不掩饰森人杀意 像是知道众人之间 像是知道众人之间 幽冥公主乌雀的修为实力是最强的 直接扑向了幽冥公主乌雀了 动手 前罗剑 郭绍峰 火刀 北明峰 画摩剑 李雨霄等同时出手 旋气涌动着 一起向前冲去 此时别无选择 只能够是奋起一战 这些人就是专门对付他们而来的 哄 画摩剑 李雨霄 火刀 北明峰 乾坤见郭绍峰率先出手了 三人各自抵御上了对方一个武侯敬修为者 攻击掠出 符文绽放着 能量爆发 光明璀璨 嘭嘭嘭 如此的攻击之下 能量撞击 众多武侯性出手对撞 像是要将这一方高空也给摧毁了一般 让人颤礼 这些神秘人是来对付天武学院的 快退 免得受到了无望之载 原来那些青年男女是天武学院的 难怪实力是如此的恐怖 这些青年男女怕是天武学院内 五榜上最为靠拳的强者了吧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强的 可那些闪魅人更强呀 好像是有着六个五猴径 我们快队 千万不可波及呀 随着半空中瞬间的交手 一个刚刚死里逃生的剩下围观者 立刻暴退开去 再也不敢是波及其中了 与此同时之间 那领头的黑衣老者 后发心智 能量爆发 阴寒恐怖 长袍挥动着 俘虏密文席卷着 恐怖的能量笼罩向了 幽冥公主乌雀 独独藏藏 不敢以 真面目示人 鼠背眼 乌雀是娇和一声 曼妙的身影在半空弧度诱人 浑身在一股幽冥之气席卷 能量爆发 直接对撞领头的黑衣老者而去了 公 如此的碰撞 大片的符文破碎 幽冥公主乌雀 也顿时被震退了些许 领头的那黑衣老者 修为实力不是一般的强悍 蹦蹦蹦 对方来的一共是六个五猴镜 此时分别被幽冥公主郭绍峰 北明峰 李宇霄四人 抵挡了四个 剩下的两人 则是分别攻击向了 骆天臣和潘玉两人 低沉的闷响声 骆天臣和潘玉两人 相比五猴镜层次 毕竟还是弱一些的 抵御之下 顿时在半空室 接连的震退了 一片恐怖的 能够席卷 李宇霄符文蔓延着 欲要镇压半空 李宇霄红色双眸涌动 黑红色的长发 根根倒飞 淡黑色的摩邪之气 是滚滚席卷 一柄暗黑色大简出现了 符文爆发 让周空能量汪洋起伏 抵御对方的镇压着 同时反攻开去 前罗剑 郭绍峰全力出手 双手振臂 那古朴的手腕手圈之上 声色符文绽放 化作了两柄古剑 出现在了双手之中 剑芒滔天 符文飞舞 似乎是要摧毁着乾坤一样 火刀扁明风漆黑如墨的双眼 涌上了赤红 犹如是有着火焰符文咬喷发而出的 手中顿时凝聚成了一柄烈焰之刀 横扫长空 烈焰蔓延 淹没了半空 不愧是天舞学院的学生 年纪轻轻 修为却是如此的恐怖 远处围观者之中 所有人变色 面对暗袭的强者 天舞学院的那些青年 一个个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 太过于恐怖了 难怪天舞学院无数年来 走出了无数响彻帝国 响彻大陆的强者呢 好强 华凡空也推到了远处 望着化魔剑李雨霄 杰罗剑姑少峰等出手 此时未是暮差的 才知道先前那些青年说的是没做的 那些青年若是一开始想要杀他的话 怕是还真是无法让他逃脱的 短短的瞬间 骆天臣和潘玉再度被斩退了 嘴中溢出了鲜血 他们还没有踏足武侯境 实力再强 也难以和真正的武侯境抗衡的 何况对方还是动了绝对的杀意 丝毫没有客气 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加上自己也要 付一个被无辜波及的公道 就助你们一臂之力 从此之后 不拖不欠 那黑袍青年此时间 却是开始出手了 身影闪动 瞬间出现在了火焰手潘玉 面对的那头戴面罩的 武侯境的面前 挥手而动 碎碎的刘海拨动了 双瞳之内 周然间是锐利锋芒席卷 恐怖的气息 一刹那间是爆发着 既然已经是到了 武侯境的修为了 小子 你不是天舞学院的人 何必躺这一趟浑水啊 面对着黑袍青年的面罩 武侯境前者陈鹤道 眼中寒意蔓延而出 是你们先有我的 总要你们付出一些代价才对的 黑青年是灵力强势无比 双眸锐利如冷电 气势中透着阴寒 如刀般锋利直接出手 黑袍式烈烈作响 旋气涌动 一道掌印拍出符文蔓延 振动空间的 好强 面对黑衣青年的气息 那面具是 武侯境强者也是为之变色了 只能够选择避起锋芒 动手 杀无赦 与之同时 半空之中 也猛然间响彻大片的破风声 周围那上北戴着面罩 泛着血腥灵力的气息者 带着灵力的进气 扑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对着剩下的铁虎 杜绍府厮杀而来 小妖 你帮着我看着男人婆 杜绍府望着此时亡灵妖虎 鳞片上的些许 一出的谢句 双瞳之内淡金色精明的犀利射人 一股寒意是从周身内涌出了 陈鹤一道 背后淡金色的拂纹双翅 是震动而出 开始出手了 你说谁是男人婆 欧阳爽娇和着 但此刻间杜绍府早已经掠出 随即尖头金蒙一闪 杜小妖已经是落在了她的尖头之上 杀 铁虎冲出高大剑术的神区之上 顿时一股土黄色的光圈抱涌而出 亦是犹如光圈一般 将神区给笼罩在内 强悍的气势振动的空间是颤抖不休的 然后神区如同是真正的猛虎一般 直接冲击向了那上百脉延的血腥凌厉气息的面罩者 所携带着强悍的劲气是席卷的长空阵 胡笑阵人心魄 王林妖狐也加入了厮杀之中 庞大近三十丈的虎区 双翅一阵带着龙卷风暴般的空间气流席卷的长空 快热闪电直扑一个麦灵镜面罩之者 气势是凶悍莫名 感觉着王林妖狐恐怖的气势 那麦灵镜面罩者是仓皇之间挥刀而出 浮温蔓延 雄浑的玄气冲天散发开来 如闪电般的对着王林妖狐是皮下的 其恐怖的气势之下 一刀似乎能够是砍破空间 令得对周围空间都是在此时颤抖着 那种可怕的力量相当惊人 王林妖狐争吟张嘴咆哮 虎爪之上淡金色俘虏蜜蜜闪闪烁而出 扬起一挥 一刀虎爪就其霸道的直接撞击在了刀芒之上了 那股恐怖的冲击波 伴随着一些若隐若现的符文波动 顿时带起大片的狂风席卷开来了 然后只见到那恐怖刀芒 被王林妖狐一抓是直接给撕裂成了符文 随即面罩者身躯也震飞开去了 欧阳爽也出手了 曼妙的身躯在横移着 手中灵气宝剑出鞘 剑鸣风雷 剑芒掠动 犹如闪电帮 视野立刻展开了攻势 剑芒如电 风力凌力 剑芒所过之处 符文暴射 割破了空气 带出了一道道真空的痕迹 身为五榜上的欧阳爽 虽然蓝不住下是武侯镜的强者 不过在麦灵镜修为者之中 也绝对是不容小秒的 何况那些面罩者 也不是一个个都是麦灵镜圆满和彼岸层次 都是麦灵镜初登和麦灵镜玄妙层次 此时随着欧阳爽的出手 杜小妖一直站在欧阳爽的肩头 任由欧阳爽的郊区 漫妙地横移着 左右右摆着 杜小妖自落的是 稳如泰山 不动不摇的 天舞学院者 一个都不能放过 上百面罩者是蜂拥而至 对着铁虎 杜少甫 王林妖虎 欧阳爽是围攻而去 面罩下他们的双眼之中 也充斥着阴森与灵力 血腥气息蔓延着 他们的任务就是诛杀这些人 至于那些武侯境的天舞学生 自有强扯去对付的 先看看 谁先不放过谁 杜少甫怒吓 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来头 都让杜少甫此时心中动了杀意 欲要置自己等人是与死地的人 还伤了小虎 此时怎么能够放过呀 哄 彭林九天的飞行优势 加上灵波逍遥部的玄奥和速度 杜少甫手中 拳头轰出 但金色符纹包裹 玄契涌动着 一个面罩遮面的大汉 直接毫无抗衡之力 被杜少甫这一拳 轰碎了胸膛的 小子好强 联手震杀 周围树人面色大变 一个脉灵境圆满层次的修为者 刹那间是手印凝结 玄契涌出 绽放灿烂的光芒 是将他的周身包裹着 一掌拍击而出 掌印顿时笼罩杜少甫而去 面罩下目光杀意斗舍 欲要将杜少甫给震杀了 灭 杜少甫周身 淡金色光圈是包裹着 不躲不避 拳头继续轰出 顿时撞击在了前者的拳头之上 轰 拳头对撞得极为激烈 杜少甫的拳头 无间不摧 摧毁着一切 势如破竹般的便是将前者的拳头 直接给摧毁断裂了 隐隐间听到的骨头震碎的声音 其嘴中大鼓大鼓的鲜血溢出 身躯生生从上空室轰击而下 一拳就被轰碎了生机了 堪比武侯镜层次的悬云赤胶 都一手能够被杜少甫直接给拍死 而这此时麦灵镜圆满层次的修为者 虽然是不弱的 但和麦灵镜圆满巅峰层次的悬云赤胶相比的话 那远远是不够的 何况那肉身的防御更加不知道是相差了多少 又如何能够抗衡到杜少甫呢 死去 没有任何的耽搁 杜少甫紧接着再度扑出 一拳一掌 旋气暴涌 皆是将两人旋气防御直接给摧毁了 然后将其胸膛式生生砸碎 但金色符纹双翅扇动着 更为霸道伶俐 数个刚刚近身的面罩遮面者 刚刚靠近就尽数被镇压诛杀了 傻 身影速度飘忽若神 震翅气势是霸道伶俐 双目寒意犀利射人 杜少甫凶猛的出手 犹如人形妖兽 肩不可摧 无肩不摧 喷喷喷 眨眼之间 半空中一道道身影便是 如抡石头般被杜少甫生生的给震飞开去了 一声声的惨叫声不停的传出 武侯镜之下 杜少甫此时的实力无人能够抵挡 强悍的防御力 更是无惧卖领者的任何的攻击 霸道凌厉的气息碾压着一切 含义杀意是摧毁了长空 灭杀 有不少人围攻向了亡灵妖虎 杜少甫振横冲直撞过去 玄气暴涌 气势是碾压着一切 顿时震杀了数人 死去 有不少人围攻向了欧阳爽 还催动了麦魂 杜少甫振翅出现 双翅煽动所过 麦魂被生生的给摧毁了 数人从半空直接给摘落了 灵手 灵手先击杀 那紫庞少年 那领头的面罩黑衣 是大喝的 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的麦灵修为者 是不堪一击 毒蛇般阴寒的双瞳 也是面色大变 傻 剩下的那些面罩者顿时鼓起勇气 大部分的人都是直扑向了杜少甫 让得铁虎和王林妖狐欧阳爽是压力大减不少 不少人在催顿了麦魂 煞时间有了大片的麦魂同时扑向了杜少甫 呜 咕咕哮惊天 兽影咕哮半空 浮闻耀眼 犹如是耀日 绽放着一样 恐怖的气息颤抖着周空 那等视觉冲击的程度 远远的还超过了此时周围 武侯镜之间的怼撞了 扶摇震天赤 杜少甫双手同时扇动 一股股金色葫芦蜜蚓涌涌动着 如震蓬震翅 霸道灵力的气息 如火山巴是喷发而出 碾压摧毁了一切 煞时间大片的麦魂被生生的给摧毁了 毫无抗衡之力 一个个面罩遮面者 是大口的血物喷勃着 喷喷喷 杜少甫强势碾压着一切 身影震翅冲撞而去 所过之处 一道道身影被轰杀的如断翅的鸟儿般 是坠落着 毫无留守 只要被杜少甫背后浮纹双翅给触碰着 皆是生机摧毁 身躯暴碎 原来那少年才是最恐怖的 那紫袍少年好强的实力 好恐怖的杀法之气啊 远空有着不少目光在注视着 看着那紫袍少年所过之处 碾压摧毁这一切 为之是瞠目结舌 那金光包裹的紫袍少年才是最恐怖的 才是最大的杀刑 光是他击杀的人 就已经是数十个了 喷 领头的黑衣老者再度震退 幽冥公主乌雀了 没有任何的耽搁 浮一身旋气 自体内是抱涌而出 浮纹光芒耀眼 强悍的气势将周空震动的空间波纹 也在荡漾着 身影趁机鬼魅直扑了杜少甫 这等气势其修为实力竟然是到了武侯境玄妙层次巅峰级别 怕是离武侯境彼岸层次也不远了 小子去死吧 阴森暴怒的鹤声响彻着 黑衣老者一道惊人的能量符文 掌印是溃压着杜少甫 阴暴响射着长空 似要是摧毁着空间一样 扶摇阵天赤 杜少甫没有避让 但目光那凝重 这领头的黑衣老者气息不同一般 挥手而动 再度扶摇震天赤营去了 两股能量狠狠 一股能量连极自碰触之处开始 犹如巨浪般在半空四处 是四散暴声炸开着 杜少甫身影被震腿开去 体内的五脏六腑翻涌着 武侯境玄妙层次太强了 哪怕是麦灵境巅峰层次 都根本不是所能够相比的 等如是天壤之别呀 杜少甫能够是震杀麦灵境如无物 但对付其武侯境玄妙层次来 又是相差的极远了 游冥杀 无阙郊区被震退了 但顿时追上前来 此时慢命的身躯包裹上了耀眼的符文 幽冥之气散发着 煞时间爆发出了更加惊人的气势 大片的符文能量镇压向了领头黑衣老者而去 气势惊人 在黑夜之中是光芒耀眼的绽放着 领头的黑衣老者皱眉 面色难堪 无法再镇压向杜少甫 只能够抗衡游明公主了 但这随着杜少甫阵退的同时 剩下的那些面罩遮面者继续围攻向了杜少甫 一个个刀芒剑芒式催动着脉魂催动 血腥煞气蔓延着 尽数铺天盖地般的笼罩向了杜少甫 不少攻击还隐藏在大部的攻击之内 显得刁钻和狠毒 暗中直指杜少甫轴身要害 彭临九天震杀 背后双翅猛然的震动着 漫天金色霞光绽放 杜少甫阵如真正的金翅大鹏鸟降临了 承载了金翅大鹏鸟一族的霸道意志 大开大合霸道而伶俐 此刻杜少甫犹如是唯我独尊 气息席卷着长空 震翅横扫长空 翠骨拉朽强势镇压着一切 轰 半空宛如雷鸣 奔发一连串的符文光芒 符文能量积射犹如烟花般绚丽 令得整个半空是一片的璀璨 而这等璀璨的背后 蕴含得惊人微压 宛如毁灭 大片的脉回被震碎了 所有攻击被摧毁了 四周高空无不颤抖的 不下于近二十个神秘的面罩者 被直接给震杀了 一道道身躯被轰杀坠落 整个半空中 此时也已经是没有剩下多少人了 这种霸道的震杀 看得远处黑夜中的围观者倒吸凉气 寒毛指数 铁虎被围攻了 他的实力层次是相较弱的 嘴角已经鲜血淋漓 早已是催动脉魂 巨虎咆哮 但依然是被树枝脉魂妖兽 虚影给镇压着 杜绍夫震翅出现 金色俘虏密纹蔓延长空 摧毁着大片的脉魂 拳头轰出 低沉的音爆声是响彻的 又是数个神秘面罩者被镇杀了 优明公主乌雀手中出现了一柄颇诡异的长剑 造型诡异 弧度是尤为灵蛇 符文闪烁着 优明之气包裹 长剑掠出 优明之气席卷像是能够割负空间一样 呦呦呦 乌雀曼妙倩影闪烁着 弧度诱人 但诱惑而独的 宛如是英丽 绚丽的之下 蕴含着是剧毒 领头的黑衣老者压制了 优明公主乌雀 但也只是压制 虽然越来越占据上风 但是想要彻底的奈何住 优明公主的话 显然还是无法办到的 而在其他战圈之中 画摩剑和郭绍峰 或刀北明峰三人和对手交手之中 也是难解难分的 那几个神秘面罩者 应该是突破到 武侯镜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修为气息都要在 郭绍峰 北明峰 李宇霄之上 但实力上 却是丝毫也无法压制着 郭绍峰等人的 颇为神秘的那一个黑袍青年 拦下了一个面罩 武侯镜的修为者 却是出乎意料的 一直是占据着上风 将对手给压制 实力是极为的恐怖 最后一个面罩者 武侯镜修为者 此时被骆天臣和潘玉 两人在联手围攻着 一开始两人还能够 联手抗衡下来 但时间一久 两人也彻底被压制 越来越无法抗衡下来 地面上的尸体越来越多 半空中源源不断 有人被轰杀了 武侯镜修为者层次以下 根本无人能够抗衡到杜少福了 领头的那黑衣老者 压制着幽明公主吴雀 但短短的时间 再度窥探向周围的时候 这才发现 他带来的上百人 此时竟然就是 仅仅只剩下五个了 混账 领头的黑衣老者 阴厉冷喝着 不过似乎对于那上百的 卖灵性修为者 被震杀的事情 并不是太放在心上 对于他来说 那上百人的性命 是不值一提的 而只是无法奈何 那几个青年 而阴沉暴怒 呸 幽明公主手中诡异的宝剑 如同是鸣蛇掠出 曼妙的身姿 腾空掠动着 勾勒出一道道 最为诱惑的弧线 肩头微微一震 一剑直刺 领头的黑衣老者 领头的黑衣老者 一脚直躲徐空 凭空身躯 是跋升天际 诡异地避开了 幽明公主乌雀的一剑 身影也似鬼魅式地 旋转着俯冲而下 阴寒的气息蔓延波动 自天空爆牙而下 黑衣老者催动的 恐怖的进风 在半空响起了 一连串的阴暴之声 而后浮文掠动 一道灵力的爪印 溃疡而出 感受到头顶传来的 磅礴阴寒的劲气 幽明公主乌雀是面色微变 手中那诡异宝剑 剑光大圣 符文耀眼 将整个郊区包裹在其中了 剑盲直刺而去 只是磅礴的阴寒禁气下 幽明公主乌雀的剑影之上的符文 最后在僵持之下开始崩碎 一股磅礴的阴寒禁气 也狠狠地溃压在了他的身上 让得郊区之上光照 一阵剧烈地颤抖着 叮叮叮 片刻之后 乌雀也终于是承受不住 那等的轰击了 随着周空传出的不少细微的 空间音爆声 喉咙中隐隐间 透着一声闷响之声 胶炎顿时苍白了不少 还没结束吗 天空上一道身影凭空而现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高空上 随着此人的出现 空间中顿时隐隐间蔓延着 一股冰寒的凉气 透着一种隐隐间的 凌厉的血型气息 此人身着灰色的宽袍 宽袍后一个洁身的帽子 盖在头上 将整个脸庞都遮盖在内 看不清楚模样 气息没有太过于波动 但无端让人心寒 还有强者 随着此人的出现 正在激战中的幽明公主 无缺 前罗建国少风 火刀北明风等皆是面色大变 老大 点了扎手 比起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 领头的黑衣老者说道 那阴寒如毒蛇般的目光 对那灰袍遮面者 露出了敬畏之色 也露出了喜色 看样子 天舞学院的学生 还真是不俗 只可惜 今天都要死 淡漠的话语 自灰袍者的嘴中传出 声音是凌厉阴寒 话音落下 灰影闪动着 竟是直扑向了铁虎而去 骤然间出现在了铁虎的身前 灰袍者挥手而动 耀眼的浮能量蔓延而出 急速间就狠狠地撞在了铁虎的巨虎的脉魂之上 刹那间将其摧毁 催枯拉朽不可匹敌 脉魂被摧毁了 铁虎嘴中喷出了血污 加上原本就遭受的伤势 顿时就被重创了 死去吧 天空上灰袍遮面之人 没有给铁虎任何的喘息的机会 身躯掠空而至 犹如看见猎物的突袖般 根本就没有将铁虎放在眼中 对于他来说 铁虎的实力只是不堪一击而已 一道掌印静止拍向了铁虎而去 瞧着瞬间不来的那灰袍人 重创之下的铁虎也是狠狠地咬牙 最后的旋气拼命涌动着 此时铁虎只能够拼命了 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 对手身上的气息 让他能够感觉到绝望 根本无法奈何的 退后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金光闪动 杜绍夫的身影出现在了铁虎的身前 以周身为中心 周围气浪不停地波动 似乎有着无数的天地能量 正源源不绝地对着体内灌注而来 令得周围的空间 犹如沸腾的水面一样 是不停地泛起着波动 甚至体内都有着光芒在涌动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开来 就在那灰袍者掌印掠来之际 杜绍夫阻挡在铁虎之前的杜绍夫 手中一道掌印同时迎出 两道掌印骤然对轰 流如闷雷般的闷响声顿时传出了 砰砰砰 刹时间一股股惊涛骇浪般的 进风能量波动 是不停地扩散开去 杜绍夫身影直接倒飞而去 背后双翅山洞 最后稳住了身躯的时候 面色苍白 嘴角有着些许的血迹溢出着 挥袍者面者是身影之时 微微一摇 微微抬头 能够看到帽子下 一双寒芒闪烁的目光 正紧紧地望着杜绍夫 目光透着布下的惊讶之色 好强 至少是到了 五侯境彼岸层次了吧 杜绍夫微微抬头 双瞳望着前空那灰袍遮面之者 对方的实力太过于强悍了 比起战境之内的 那笑天妖虎子虚影 还是要强横得多的 买动静圆满 好强的肉体 我若是猜测到没错 你应该就叫做杜绍夫吧 挥袍者目视着杜绍夫 阴寒的声音传出沉道 我真的对你的修炼的 炼体之法有兴趣了 把炼体之法交给我 我今天让你死得轻松一点 怎么样 杜绍夫闻言 目光骤然一宁 此人竟然知道自己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杜绍夫迅速就想到 要知道自己可是最后 才出发天舞学院雷黑暗城的 就算是天舞学院内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而眼前的挥袍者却知道 足以证明自己等人的情况 对于这些暗中偷袭的截杀者来说 是了如执掌的 想要我的炼体功法 那就要先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望着挥袍者 杜绍夫目光是越来越凝重了 情况似乎是越来越不妙 精神力溃探之中 不远处 骆天尘和潘玉两人是 越来越无法抗衡 两人已经是接连受创 优明公主乌雀 也是越发的被压制 相信我 你会教出来的 当你落在我手中 身不如此的时候 舒服的死去 就已经是这世上 最幸福的事情了 阴寒话音落下 挥袍者直伏了杜绍夫而去 手中的符文爆发耀眼的光芒 浩瀚的气势涌动着 让得周空是颤聚的 旋气涌动如大海 将整个半空淹没了 化作了一片无尽的符文光幕 夜空中光芒璀璨 犹如是烛日绽放 最后笼罩了杜绍夫 杜绍夫见状 目光凝重 随即淡金色双眸之中 也顿时有着闪电般的光芒闪烁而出 旋气在周身涌出波动了 浑身似弱势 如同有着俘虏密文药喷布而出 顿时气息是霸道无匹 好 一声大喝声 自杜绍夫的嘴中传出 似龙吟九天 如神像长鸣 周身紫袍烈烈作响 空间轰鸣 为之颤聚 气势是无匹匹尼的 威压盖世 哄 霸道激荡的气势之中 杜绍夫周身浮路密文 绽放着波动 宛如繁音般的风雷之声 自空间内喘出了 大片的掌印撞击在了 遮天蔽日的浮红光幕之上 如此的对撞 宛如惊雷般的 炸声响彻着空间 汹涌的能量联席波动扩散 恐怖的能量风暴 如同是飓风席卷而开 光芒璀璨耀眼 噔噔噔噔 只是那等能量的扩散之下 光芒被冲散了 但杜绍夫脚步亮腔 阵翅也无法阻挡地退势着 再度是横退着石树杖之后 才稳住了身躯 面色是越发的惨白 嘴角再度溢出了血迹 真的只是 卖动静圆满吗 灰袍者身影 再度微微摇晃了一步 但此刻间 灰袍者面下露出了精芒的双眼 却是震惊的无比 像是遇上了最为不可思议之时的 那等实力怎么可能是 那少年脉动静层次所能够拥有的 就算是脉灵静圆满的巅峰 也不可能是那般的强悍呀 必须全力镇压 灰袍者心中沉道 难怪有人会特意在他的面前 提到这叫做杜绍府的少年 果然恐怖 怕是不用多久 一旦给这少年机会 这少年就能够 傲然崛起 再也不能够留守 必须是全力镇压着 好名爪 阴寒符文涌动 灰袍者再度出手 滔天旋气涌动着 再无留守了 凝聚一道宛如实物符文抓印 眨眼前就化作了实书章的庞大 对着杜绍府 溃压丝里而去了 抓印掠过了空间 阴寒的气息 犹如是乌光遮天蔽玉 将半空给笼罩着 那等阴寒的气息之下 剧烈的波动连起 荡漾激荡着 连绵不断地扩散而出 恐怖的威压 让得此时 从那黑暗城四周远来 赶来的围观者也无不是色变 大片的空间波纹 都像是要直接给撕裂开 急促间就出现在了 杜绍府的前空了 杜绍府目光凝重 灰袍者的实力太强 权力出手也难以抵御 杜绍府 该我出手了吧 让你今天看看我的实力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 犹如一尊恐怖之主出世了 一股耀眼的金色光芒 宛若烈阳炸开了 让整个夜空是宛如白昼 恐怖气息带给人一种 无以伦比的压迫感 随着话音落下的时候 杜绍府的身前 突然之间一只巨大的浑身 晶莹剔透的猿猴出现 周身是漫天俘虏蜜蜜蜂涌涌动着 让得周围空间波纹是 汹涌荡漾而开 猿猴咆哮光芒耀眼 浑身都是俘虏蜜蜜蜂包裹 晶莹剔透的周身包裹着霞光 双眸灵动 犹如天生灵童 浮览是间一窃着 金色猿猴出现 骤然一拳轰出 蒙蒙光辉 宛若天地初开 恐怖的气势爆发着 让拳头之前的空间 模糊和扭曲 像是能够横推四方 镇压一切 这一拳轰出 让得远处正在围观的不少人 无不是感觉到身躯 皆是在瑟瑟抖动着 那金色猿猴的一拳之中 有着一种莫名的威牙 像是要将他们的灵魂 给撑爆了 那是什么妖兽 好恐怖的力量 那是天兽榜上的顶尖妖兽吗 太恐怖了 维押让人 灵魂激动了 四周围观者毛骨悚然 就连周围此时交手的 五猴镜 包括是幽冥公主 乌雁 郭绍峰等人 都无不时目缠着 眨眼间 一拳一爪 顿势对撞 人后浩荡能量 如洪水倾泻般 席卷长空 低沉 魅响声 响彻在高空 响彻了船出 让得整个黑暗城 都能够清晰可见的 哄 声浪是铿锵震耳 漫天的符文盒能量 铺天盖地地蔓延着 可怕的能量 让四周眼瞳紧缩着 如此一拳之下 那灰袍者 在双眼瞳孔紧缩之中 身影也是骤然 震退了十数丈 而那庞大的猿猴 也亮枪震退了数步 不过比起那灰袍者 明显是要情况好多的了 这就是杜小妖的实力吗 杜绍夫震撼 那庞大猿猴 则是杜小妖所画 一拳轰退一个 武侯镜彼岸的强者 让气吃鳖 那等实力何等的恐怖 简直是变态呀 天舞学院者 速速后退 就在杜小妖出手的同时 漫天耀眼能量扩散直击 夜空中 一刀漫妙的倩影 也骤然出现在了高空 长发披肩身着红衣 漫天符文光芒照耀之下 红裙更是灿然声光的 只见这女子是方德少林 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 比起欧阳爽和乌雀来 还要年轻一些 肌肤圣雪 娇美无比 容色绝力 不可鄙视 是新颜学姐来了 快退 游明公主 乌雪是交割着 手中鸣蛇宝剑爆发百丈的剑芒 逼退那领头的黑衣老者 曼妙倩影急速地暴退了 咻咻咻咻咻 郭少峰 北明峰 李雨霄三人剑芒 刀芒 剑芒 暴吏而出 趁机纷纷暴退了 杜小妖 小虎 退 杜少傅清贺 背后金色符纹双翅 扇动着暴腿开去 趁机带上了不远处的欧阳爽 铁虎 骆天辰 潘玉三人 也是急碎地暴退 纷纷退后到了 那来的红衣女子的身边了 天舞学院中文士纷纷退后 颇微神秘的黑袍青年健壮 意识轻而易举地 轰退了对手 身影也骤然地击退开去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退 红衣女子对急速退后的 乌雀郭少峰 李雨霄等人说道 秋水般的毛子是纯净无比 长长的睫毛眨动着 穷鼻挺秀 红唇晶莹润泽 雪白背齿像珍珠一般泛着光泽着 气质似不染人间烟火 美丽的双瞳中光芒绽放着 想逃吗 你们今天谁也逃不掉 灰袍者阴寒冷喝着 阴寒玄气扑天盖地地蔓延而去 笼罩长空 如洪水般至青械般的狂猛 对着天舞学院的众人席卷而去 浩瀚的能量波动 充斥着众人的眼球 浩瀚的威压卖颜着 此刻间 那灰袍者 武侯镜彼岸层次的修为实力 已经是全力而为了 所携带的力量可想而知 怕是足以摧毁这一切 让得远处四周半空的围观者骤然 不知道黑暗城内 不知道何时又多了如此的强者了 谁帮我抵挡此人一招 为我争取一些时间 红衣女子目视着前方 眼中美丽双瞳 却是没有太多的波动 揪水般的毛子 纯净无比 红衣下的郊区 更是像是玉柳一般 缓步走出 轻盈而又柔嫩 说出完美也不为过 气质出尘 如那云雾飘渺的仙山上的 一朵洁白的仙帕 和此时身边的幽名公主乌血相比 宛若是一个天使 一个魔鬼 话音传出的同时 红衣女子手中手印开始变化凝结 一道道手印变化着 一股股天地能量 顿时自周空式极速地波动而来 脑后如墨的黑亮长发 光可见人 自然地披散她的妖际 此时随着能量波动 在脑海着飞舞着 美得像是画中走出的仙子 我来抵挡此人一击吧 随着红衣女子话音落下 那颇为神秘的黑袍青年 似乎是自知难以有人 再抵挡那灰袍者了 修长的身影跨步而出 碎碎的刘海下 黑袍青年眼中锐利的双瞳 平静地望着那扑天盖地 席却而来的能量 手印是玄傲凝结 手臂抖动 带着不少模糊的残影 一股股淡黑色能量 乍然间是呼啸而出 隐隐间扶闻闪烁 然后一股股大海波涛般的能量 席卷而出了 飘空阵法 黑袍青年轻贺了一声 眼中双瞳骤然是锋芒笔落 一股股能量顿时蔓延而出 一波笔记一波灵力 扶闻耀眼气势汹涌 自于能够镇压着一切 沙发长空 毫不恐怖 武侯境玄妙层次 郭绍峰 北明峰 李宇霄等此刻也是为之目光惊变 此时才真正地知道 这黑袍青年的修为层次 赫然到了武侯境玄妙的地步了 这黑袍青年的年纪 比起他们来 明显也是大不了几岁的样子 但却已经到了武侯境玄妙层次 不得不是让他们惊叹呀 这家伙很强啊 杜绍夫也惊叹 那神秘的黑袍青年可是不一般的强啊 此刻今才出手全力 半空两股能量对撞 一时间竟然是难以分出胜负 但黑袍青年以武侯境玄妙层次 竟然是直接抵御住了那灰袍者武侯境彼岸层次的攻击 不论那灰袍者吹动何等阴寒恐怖的攻击 能够以那镇压着一切 杀伐长空的气势所在阻挡 浮问能量绽放长空 最后两股恐怖的能量同时消散在半空了 黑袍青年和灰袍者同时身躯向后震退 但黑袍青年似乎是要显得吃亏了一些 不知道是何等的原因 喉咙内隐隐间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了鲜血 刚刚在气势之上 黑袍青年是明显是分叉不好的 此时受创 似是触及到了体内原本的一些影集的 好了 现在让我来吧 与此同时 红衣女子踏出 稍微紧身的红衣的包裹这下 身段可谓是婀娜秀丽到极点了 此刻间周身被耀眼的浮温能量所包裹 双手之中竟然是有了 十七面的阵旗是凝聚而出了 十七面阵旗皆是蔓延着惊人的波动 但此时红衣女子的体内 所有的能量似乎也是贯注在了 十七面阵旗之内 令得胶炎是面色苍白 心炎 古心炎嘛 竟然还是五星初登福尘啊 杜绍府是颇为意外的 这红衣女子应该就是五榜排名第二的古心炎了 竟然还是一个五星初登的灵福尸 刚刚其身上蔓延的气息可明明是修悟者 甚至气息可是还要在幽灵公主乌雀之上的呀 所以这红衣女子也是福道武道双修之者 以其年纪来看 天赋可谓是绝对的恐怖 不愧是在战经内开创了记录的人啊 震灵天凤阵 红裙女子挥手而动 十七面阵旗顿时就掠向了前空 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和轨迹 将前空给包裹着 然后震气化作了一道道的耀眼 夺目的符文光柱消失 高空顿时剧烈的不动起来 诸然空间颤抖着 车那间高空狂风呼啸 空间混乱 耀眼的符文蔓延周空 整个空间都在轰隆隆的颤抖了起来 一个厉害的浮阵便是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将那灰袍者和其身后正掠空而来的领头黑衣老者 等六个武侯境的修为者也尽数笼罩其中了 浮阵是遮天蔽日 令得高空风起云涌 天地昏暗 浮阵恐怖 无穷无尽的能量符文光芒扭曲着空间 最后隐隐间化作了一支巨大 上数百丈的天凤虚影 天凤虚影宛如火雾 浑身弥漫着古老的气息 一道惊天动地的吏声 也是响彻在了这天地之间 威势镇压着长空 威能令人胆颤心惊的 天啊 好恐怖的浮阵 好厉害的浮阵 整个黑暗城内 怕是也能找出这样的浮阵师吧 此刻间夜空的四周 满城无数的目光围至惊恶了 那恐怖的浮阵威能太恐怖了 我们先走 红裙女子面色苍白 与此同时之际 欠迎掠空而去了 嗖嗖 身后众人见状 顿时急速地纷纷掠空而至 杜少傅背后 淡金色符文双翅是收敛着 跃伸到了亡灵妖虎的背上 杜小妖那小猕猴般的灵动身躯 也继续落在了杜少傅的肩头 一道道身影掠空随即便是消失在了远处的夜空之中 天舞学院的学生还真是恐怖啊 一个比起一个强 不会是天舞学院 听说鬼爪杀了天舞学院的一个长老 还夺了天舞学院的玄灵通天藤 看样子啊 这一次天舞学院是不会放鬼鬼爪的了 这些天舞学院的不凡学生 多半是来请鬼爪的吧 福镇内的那些人怎么会 截杀天舞学院的学生啊 难道是和鬼爪一起的吗 夜幕笼罩黑暗沉的面积大的恐怖 夜空之中 杜少傅随着红衣女子等人掠空而去 穿过了不少的楼台高阁 足足是过了半个小时辰之后 在一片远离沉潇悬滑的庭院建筑中 是落下了 走走走 一道道身影落下 无缺郭绍峰 还有北明峰 李雨霄等人尽数的落地 面色都很是苍白 落天晨攀育铁虎三人落地 各自嘴中喷出了鲜血 伤势看起来是极重的 特别是铁虎 最为的严重 新燕师妹 你怎么来了 我听将军说 你感觉到了突破 所以正准备突破之中呢 无缺到了红衣女子身边 望着红裙女子道 还好你赶到及时 要不然我们怕是有些麻烦 那些人似乎是早就有所准备 我在灵符师上刚刚突破 是将军和鬼娃让我去找你们的 红衣女子说道 声音是清脆婉转 话音落下之后 苍白的胶炎骤人转成了惨白 嘴中猛然的一嘴咸血喷出 然后呆眉为嘴道 他们破诊了 比起我想象中破诊的时间更快一些 从他们出手的招式和修炼的功法来看 似乎并不是黑暗森林队的人 甚至不像是石龙帝国的人 若是我猜测的没错的话 那些人应该不是石龙帝国的势力中人 而是阴鸣教的 阴鸣教势力极为的庞大 但兄名赫赫 恶名少张啊 颇为神秘的黑袍青年走出 身形修长轻瘦 透着淡淡的生人勿扰的冷漠 眼神却是凌厉犀利 但脸庞上此时却是一片的苍白之色 对众人士淡淡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招惹到了一鸣教的人 但你们自己小心一些 一鸣教一向是心狠手辣的 想要杀的人就一定会步一步一摇的 追杀到天涯海角的 红衣女子望着黑袍青年 美丽双瞳抹过了些许的疑惑 而这红衣女子也正是天舞学院五榜之上 高居第二的 灵璇玉心古心炎 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 一直是力压五榜的 是整个天舞学院之中 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能够和他与之相比的 一直只有那五榜第一的 不点山河将军一人 乌雀看出古心炎的疑惑 红唇维章开口对古心炎说道 刚刚多亏了他出手相助 要不然我们今天 怕是更困难了 后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刚刚多谢阁下相助 古心炎闻言 顿时对黑袍青年微微点头 出臣的气质无端动人 和身边的乌雀是齐齐而立 一样的绝美 但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 让人是叹为观止 是我们欠下了你一个人情 现在还了 以后不投不强 你们最好是小心一些 告辞 话音落下 薄纯情日高傲 黑袍青年转身离去 目光没有多在是乌鸦 和古心炎的身上 多看斑牙了 兄弟 你好像有伤在身 要不要在一起 说不定那些人 一会儿会找上来 一起说不定 也都能够互相照应一下 杜少傅开口 目光望着那黑袍青年 精神力无意的窥探直向 杜少傅发现 那黑袍青年 此时体内玄气 颇为紊乱 应该是有些不妥了 不了 他们的目标是你们 和你们在一起 会更危险 黑袍青年脚步 微微挺直的 目视着杜少傅 然后目光落在了杜少傅 肩头的杜小妖身上 也是 和我们在一起 说不定你更危险 那你自己小心 现在是我们欠你一个人情了 以后若是有事情需要帮忙的 去天舞学院找我们 我叫杜少傅 杜少傅颇为豪爽地说道 感觉着这黑袍青年是颇为对他的脾气 夜灵绝 黑袍青年微微点头 脚下旋起涌动着 脚掌一点地面 身影掠动而起 几个闪身之后 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夜空不佳了 此人实力很强 不知道是来自哪里 李雨霄说道 暗红色长袍出现了不少的裂缝 面色苍白 看得出来此时消耗的也差不多了 随着那自称是叫做夜飘零的黑袍青年离去 古新岩的目光 则是落在了杜少傅和尖头的杜小妖的身上 但目光只是稍微的磨过 然后对身边的众人说道 我们先在此地落脚 这里目前应该是安全的 将军和鬼怕他们两个现在也在里面 只是他们情况也不是太好 都受到了重创 五榜第二的古新岩 倒是挺漂亮的 杜少傅望着古新岩 目光是毫无顾忌地打拎着 这古新岩也是 武道福道双修之者 实力还是很恐怖的 天舞学院还真是不一般的 五榜靠前的都是强悍之位 特别是排名前五的 足以当得起恐怖二字了 是不是觉得新岩学妹很漂亮啊 这么直勾勾地看着 小色鬼 小心我告诉优弱去 欧阳爽的声音在杜少傅的耳边说道 我可没看什么 不过他好像是要比起你这男人颇美啊 不过你的胸壁地踏得要高耸 杜少傅是轻声地在欧阳爽这耳边说道 杜少傅你无耻 文言欧阳爽顿时狠狠地瞪着杜少傅交合一声 但杜少傅早已经是迈步避开了三丈之缘 其随便看到周围众人都是疑惑地忘了过来 欧阳爽最后也只能够是狠狠地剁脚作罢 但目光却是恨不得是将杜少傅给活剥了 你怎么喜欢看他们凶呢 那古新岩的身上也有着福气 好想吃啊 杜少傅在杜少傅的耳边轻轻说道 她实在是不清楚 还有什么比起灵气和福气 还有灵药是什么更吸引了 杜少傅排了杜少傅一眼道 胡说 我又不是故意看的 只是很明显 很容易就看得出来的呀 片刻之后走过了几条小巷 安静的移动庭院之中 杜少傅见到了众人 是一直提到了五榜第一的布点山河将军 还有九幽太少鬼娃令人了 将军是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 淡淡的古铜肤色肌肤 让人望着 无形中有一种犹如盘踞长空 能够镇压山河般的气质 让得杜少傅意外的是 这将军正是当初在战境第五层 所遇到的那个不凡青年 而九幽太少鬼娃的气息 却是让杜少傅感觉了真正的 是生人物尽的 身着漆黑的 黑袍如墨 不过俊美的脸庞上 透着些许放荡不拘 倒是将那生人物尽的气息 冲动了不少 不过依然是隐隐间 透着一种伶俐的气息 没想到你也来了 我前天才听说 你在战境第五层刷下的记录 果然强憾 小厅中 将军对众人士微微点头 见到杜少傅之后 却是显得有些意外了 此刻间也面色惨白 身上长袍破碎 似是刚刚不久前 才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大战 刷新记录 早知道就不刷新了 提到战境之内的刷新记录 杜少傅就想起了 自己那八百多万的积分 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原来你就是杜少傅 听说你暴打了光明神庭的人 不错 就该那么的 鬼娃忘了杜少傅 声音透着些许的轻柔 目光也随即落在了杜少傅的肩头上 感觉到好奇 脸庞和将军一样都是惨白 嘴角还挂着些许的血迹 你受伤了 眼中吗 游明公主乌雀到了鬼娃的身边 掏出了一块轻柔的手绢 轻轻地擦拭着鬼娃嘴角的血迹 便是望鬼娃的嘴中 塞进了几颗疗伤丹药 神态越发显得妩媚 明显两人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让人只能够是为之艳险了 没关系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鬼爪修为做了突破 我和将军都度用了底牌 拼了半条命 才是得以脱身的 差点就回不来了 鬼娃说道 双目之内也隐隐凝重着 你们找到了鬼爪了 乌雀是颇为意外的 鬼爪似乎知道我们的行踪 是他想要截杀我们的 鬼娃说道 看样子今晚的事情不太正常 你们被鬼爪给截杀了 我们被那些神秘人截杀 这都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计划一样 郭绍峰说道 他感觉到事情是很复杂的 像是一切都已经被人计划着呢 我们的行踪应该是已经被人掌控了 鬼爪早就做好了准备 直到我们会来 李玉霄说道 周深淡淡的魔学气息波动 听着李玉霄的话 听众众人顿时都陷入了极定之中 在场的现在都是五榜靠前的 特别是五榜前五都在列的 但今晚上 差点被人是一网打尽 这背后的问题在场众人都不笨 自然能够想要到 此地除了你们之外 还有没有任何人知道 杜绍夫突然开口对将军古心眼等人问道 自己从天武学院出来是到黑暗城之内 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但那神秘的黑衣人却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杜绍夫不得不怀疑 怕是那些神秘人在天武学院内 是也有着眼线的 若是此地有别人知道的话 杜绍夫担心 那会像是四海客栈一样 说不定也会被人给突然以为平地了 下一次若是 再被上百枚的赤纸天雷弹 赤给弹炸之中 怕就是没有闲钱的那般运气了 若是无声无息中突然 被上百枚的赤纸天雷弹炸中 一般的五猴镜也是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的 此地乃是黑暗城中 我天武学院的一处秘密之地 原本我们打算在此地落脚的 但是离拍卖会是较远的 所以才决定在四海客栈落脚的 应该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郭绍峰说道 在四号客栈不也被人知道了吗 杜绍甫说道 走 我们立刻走 出城 先离开黑暗城 文言将军突然说道 面色颇为的凝重 嗖嗖 短短的片刻 一道道身影在黑夜中急速地离去 几个闪动之后就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黎明悄悄地赶上黑夜 夜幕开始褪去 一道灰蒙蒙的光线 穿过了棕褐色的朦胧夜幕 不知不觉中已经天亮了 朦胧的晨光之中 黑暗城外 时来道身影从临海中闪烁而出 最后落在了茫茫的临海之中的一座山峰上 正是杜绍甫 将军 古心炎等人 身影落地 将军掌心内一块玉碱 突然发出了浮纹光芒 然后军裂破碎了 果然被发现了 忘了掌心内破碎的玉碱 将军面色是越发的凝重 在离开那庭院的时候 特意布置了一些小手段 一旦有人靠近 他就会立刻发现 没想到还真是被人发现了 众人见状皆是面色微变 若不是已经离开了 此时怕是 又是一场恶战 后果比之前 是一定会更加严重的 吴雀望着杜绍甫颇为疑惑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那里不安全的 杜绍甫清朗目光此时 暗自微宁说道 要是我猜测的没错 怕是天舞学院 早就被那些人给监控了 我们的落脚之地 也自然早就会被人知道 学院刚刚得到 玄陵通天腾 就立刻被夺 鬼爪冲出了 禁止了 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帮忙 和走漏了消息 我和鬼娃遇及 你们在四海客栈之内被围攻了 最后的落脚之地 也被发现了 怕不是学院被人给监控着 而是出现了内奸 有人通风保信呢 将军单手附在了背后 将手中破碎的玉剪 捏成了粉末 漂洒在了地上 鬼爪光明正大 将玄陵通天腾 放在黑暗城拍满 我们遭遇到截杀 那些人的实力非同一般 一切的计划 像是故意对天舞学院的呀 我怀疑 真正的目的是 有人故意针对天舞学院 这个消息 我们必须要通知学院才好 古心言说道 些许的波动联系 泛动着 时间已经不多 两天后就要开始拍卖 玄陵通天堂了 若是玄陵通天堂 树里的拍卖 鬼爪消失 到时候要找的话 就会更加的困难 若是鬼爪那些人 真的是特意来对付我们的 也定然不会是 请一把修的 一定还会找伤我们 我们都有伤在身 现在还是些疗伤吧 到时候再从场起义 片刻之后 将军做出了暂时的决定 对众人说道 嗯 众人点头都有伤在身 此时最需要的 也就是疗伤了 杜少府没有多说什么 也照样是需要疗伤恢复 和那挥袍者的交手之中 可是吃了不少的亏呀 要不是屏障了肉身的强悍 怕是后果就真的是堪忧了 片刻之后 众人分别找了地方疗伤 给亡灵妖狐服用了一些 疗伤的担药之后 杜少府和欧阳爽 也找到了附近的一个 天然的山洞 你没事吧 欧阳爽对杜少府问道 开始见到杜少府 和那挥袍者的交手 应该是受创了 那挥袍者实力太恐怖了 若是他怕是毫无抗衡之力的 心中也越发是震惊杜少府的实力 在蓝陵府城的时候 欧阳爽感觉着自己的实力 还不至于弱伤杜少府的 但现在短短的半年左右 还不到的时间 杜少府的实力 却是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了 没事 小意思 杜少府对欧阳爽说道 虽然受了一些伤 但伤势并不重的 有着肉体上的强悍 虽然不轻 但也并不太严重 然后杜少府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目视着杜小妖 眼神颇为的疑惑道 杜小妖 没想到 你的实力倒是还挺恐怖的呀 很强啊 听着杜少府的话 欧阳爽的目光 也是望着杜小妖涌出了震惊 昨夜杜小妖出手的实力之强 她也是亲眼目睹的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强悍 那是当然 不过我出手可消耗不少 给我点灵药 让我恢复恢复吧 杜小妖灵动的 但金色双眸是 滴溜溜的挖了杜少府 你这是敲诈 杜少府瞪了杜小妖一眼 明知的杜小妖 这是在敲诈呢 不过还是在乾坤内内 掏出了不少的灵药 递给了杜小妖 谁让自己有求于杜小妖呢 当初在杜小妖的符文空间内 领悟所得到的好处 让杜少府知道 若是杜小妖能够多让自己 进入符文空间内领悟一次 那比得上自己单独领悟 数月甚至是数年 而且效果更佳的 小妾就这么一点 杜小妖是咧嘴的说道 但却是毫不客气的 将杜少府手中的灵药 都抓了过来 直接塞进了嘴中 看着杜小妖生存灵药 还悠闲自得 欧阳爽也只能够是见怪不怪了 对于欧阳爽而言 杜少府和杜小妖这两个货 简直是一样的古怪 都是神不可测 疗伤吧 然后杜少府往自己的嘴中 也塞进了不少的丹药 盘膝而坐 开始吐那疗伤 并没有多久 周身也笼罩在了 淡淡的金芒之中了 清晨 晨光倾洒 四海客战被依为了平地 死者无数 周围大片的建筑 是被摧毁着 不少围观者之中 人来人往 其中似乎是有着 各方势力的摊子 人群之中 不是有着议论之声 议论着天武学院 似乎是打算进入黑暗城了 还是 仅仅只是为了鬼爪而来的 而昨夜一连出现了 数个武侯镜的强者 不像是四大势力之中的强者 整个黑暗城的人 都在猜测着 是不是又有新的强横实力 是进入了黑暗城之中了 总之 黑暗城内顿时议论纷纷 任何一脸动静 都牵动着不少的势力神经着 原来是天武学院的人 唉 人群之中 华凡空面色难堪 欲哭无泪 他的魁煞帮损失惨重 强者陨落大半了 就连他的乾坤带都被洗劫了 想起来就感觉到心在地穴着 郡主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想办法报仇 夺回乾坤带 一个伤势惨重的 麦灵境彼岸的修为者 在华凡空的背后说道 面色惨白 他是昨晚上幸免云难人的 之一的 但身上的乾坤带 却是早就被那紫袍少年 给洗劫去了 报仇 怎么报 天舞学院不是我们能够招惹的 华凡空沉道 他也是想报仇夺回乾坤带的 可是他也是很清楚的 天舞学院的那些年轻人 虽然年纪轻轻 但一个比起一个恐怖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特别是那一个洗劫 他乾坤带的紫袍少年 华凡空看得出来 那紫袍少年在众人的实力之中 或许实力还不是最为恐怖的 但是那等霸道杀法 却是最为恐怖的 昨天上百个戴着面罩的 卖灵性的修为者 可都是几乎被那紫袍少年 其一个人是镇压屠杀的 下手干净利落 灵力无疲 想想都是让人毛骨悚然 帮主 我们没办法 不过我们可以找双恨门 或者黑煞门 穆家宝 或者万云阁 他们一直都是有意拉拢帮主 若是让他们帮忙 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拒绝的 那面色惨白的 麦灵性彼岸的层次修为者说道 文言 华凡空却顿时面色已沉 目光直视那麦灵性彼岸层次的修为者 惊声的沉合道 蠢货 你当他们是真的想要拉拢我们吗 他们的目的 只是想吞并我们而已 我们一旦让他们帮忙 到时候 怕是再也无法脱身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魁耍帮了 精神 远远的望去 苍穹上像是笼罩着一片透明的 稀薄的烟雾 然后阳光投射 满空泛着淡金色的光芒 僻静的庭院之中 小厅之内八人而立 干瘦的鬼爪 灰袍者 戴着面罩的黑衣老者 还有另外的 五个也戴着面罩的 武侯镜的修为者 你让那将军和鬼娃也逃了吗 黑衣老者对鬼爪问道 双瞳永远都是泛着淡淡的寒意 阴冷森然 我大意了 本想牵手活死了那将军那小子 谁知道那小子 身上都是有着不少的底牌 困住我了一会儿 然后就逃脱了 鬼爪面色阴沉 浑身是皮包骨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此刻双瞳也是阴寒至极 然后望着黑衣老者等人说道 你们这么多人出手 都没有奈何其他人 也不过如此嘛 阴明欺煞 有些名过其实了 鬼爪 你什么意思 黑衣老者双瞳还蔓延着 声音也是阴冷森然 沉道 这一次要不是出现了一些变故 四海客栈的那些人 想要逃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没什么意思 尽快杀了那些天舞学院的小子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赶紧布置吧 这一次你们弄出的动静太大 以我对黑暗城的了解 怕是一格一保 双门的斯大势力已经开始注意了 这可是黑暗城 不是阴明教 弄出的动静太大 怕是那些家伙会不悦的呀 鬼爪眼中泛着灵力的杀意 干枯的就像是鬼爪一般 有着煞气若隐若心的蔓延着 一格一保双门 那又如何呀 我阴明教可不拒的 黑衣老者沉道 好了 先下去恢复吧 天舞学院那些小子 一会儿要再出现了 只要悬梁同天腾还在黑暗城 他们就不会躲着不出来的 到时候再想办法吧 灰袍者开口微微抬头 灰袍罩面下 眉头上一道长长的刀疤 被额前头发给遮盖着 但也格外的惹眼 双眸之内双瞳泛着些许的灰白子光芒的 鬼爪和黑衣老者没有再说话了 各自离去 灰袍者静静地站在了一会儿 然后离开了庭院 片刻之后 灰袍身影出现在了另外一栋僻静的庭院之内 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 轻轻地走了进去 房间内此时端坐着一个年轻男子 二十五六岁的母样 一头极为光滑的银色长发 劈写下来 如瀑布一样 松松地 用一根单色的丝带挽起了 模样俊朗 眼中双眸巨人以外令人一般 让人不由心生冷意 失败了 回跑者走进了房间 年轻男子的目光 抬都没有抬一下 依然端坐着 目光望着窗户 喃喃倾倒 又是新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出现了一些变故 有人横插了进来 实力不弱 还出现了一只古怪的妖兽 也很强横 回跑者站着没有太靠近 刀疤眉头的直向 目光有着敬畏 但敬畏之中 又透着些许的记忏和畏惧的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 复杂情绪目光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不用找借口 你们昨晚的动静太大 效果却不太理想 我就是不放心你们 所以才来一趟 此时应该那一格一宝双门 都已经注意上了 以后行事小心一些 按照计划来吧 年轻男子淡淡的说道 声音有着一种飘忽的感觉道 一下还是注意些的好 听说这黑暗城内不用一般 远远比起一格一宝 双门来的还是要 真的很多的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能真正感动 黑暗森林的主要原因 我虽然是不信 怕是那些人被传言所悟了 不过教主一直交代 要办好天舞学院此事 那就还是稍微注意一些吧 只要杀几个人 天舞学院的人就够了 那后面的一切就和我们无关了 另外玄陵通天腾也必须带回去 教主正想要了炼制一剑道气呢 是 灰袍者点头恭敬地应道 遇上了那叫做杜少府的少年们 银发的年轻男子问道 灰袍老者目动着沉道 交手了 脉动静圆满层次 但实力足以抗衡 无猴静地出灯 柔身恐怖至极 时间过得很快 一天一夜转眼就是 清晨灿烂的阳光穿过 茫茫林海树叶间的空隙 透过早雾 一缕缕地洒满了茫茫的密林 山洞之内 杜少府周身淡金色的光圈 徐徐收敛着 如同金色能量的小蛇一般 极其玄傲地钻进了体内 一口啄忌从腹中顺着喉咙 最后张嘴吐出 睫毛微微抖动了树下之后 杜少府双眸睁开 双瞳内淡金色的光芒闪烁 隐隐间透着霸道灵力 犀利射人 随即徐徐恢复了清朗之色 而后显得深邃 片刻之后 一处山洞之内 将军 古心炎 鬼娃 杜少府等齐聚 疗伤吐纳一天一夜 在不少丹药的辅助之下 众人身上的伤势都恢复了不少 不过对于伤势本就是较重的铁虎 骆天臣还有盘育来说 却是伤势依然严重 想要彻底的恢复 绝对不是一件短时间内 能够办到的事情的 明天就是 玄陵通天腾拍卖的日子了 将军目光从众人身上望过 眉宇猥琐 双眸中泛着凝重 闻言众人皆是眉宇面色凝重 山洞内一时是寂静着一片着 大家心中都是清楚的 学院让他们拿回玄陵通天堂 擒住鬼爪 难度似乎是比起想象中 还是要困难的多了 那些神秘人几乎可以肯定 是和鬼爪有关的 就算是众人现在一起出手 也难以抗衡那些人的 要夺回已经被拍卖的玄陵通天堂 那就是更加困难了 现在就算是我们同志学院长老 怕是都来不及了 洛天辰说道 从黑暗城到天舞学院 就算是舞猴镜 少说也要两三天的时间 现在将消息送回学院长老 就算是学院长老牵在黑暗城 都不知道是要几天之后呢 自然是难以来得及的 当长老们到了的时候 到时候玄陵通天堂 怕是都已经不知道 落在谁的手中了 何况大家心中也都知道 若是学院的长老们 方便出现在黑暗城 怕就是早就去了黑暗城 也不用将他们出手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若是没有 我想也只有再进黑暗城 哪怕是强强 也要夺回玄陵通天堂 若是这玄陵通天堂 和鬼爪离开了黑暗城 我们天舞学院的颜面 以后也会彻底的荡然无存了 将军望着众人倾上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 郭绍峰微微谈一谋道 夺吧 玄陵通天堂 不能够离开黑暗城 若是眼睁睁地看着 玄陵通天堂和鬼爪离去了 那我们以后 也就没法出去见人了 夺 鬼娃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个字 周身淡淡地上去波动而出 现在情况已经是并不一样 我们去夺 先不说玄陵通天堂 现在在穆家堡的看惯之下 就算是长老们去夺 怕是也不见得就能够成功的 何况是鬼爪等人 我们现在想要奈何也是难以办到的 古心炎说道 美丽的双瞳 此刻泛着凝重的色泽光滑 文言众人面色都是有些变化 古心炎所说的众人 心中自然都是能够知道 玄陵通天堂 现在穆家堡看管之下吗 杜绍夫开口对众人问道 不错 据我们所知 那拍卖会是穆家堡负责的 吴确点头说道 杜绍夫抬头 微微沉思了一会儿后 忘了众人说道 这样吧 让我单独去一趟拍卖会 你不会想要去拍卖会中 拍下那玄陵通天堂吧 我们可是没那个资本 拿下玄陵通天堂的 郭绍峰再次提醒了杜绍夫说道 如果你想要去拍卖的话 怕是很难行得通的 古心炎对杜绍夫说道 双瞳目光也是颇为疑惑地 往着杜绍夫轻声地说道 玄陵通天堂价值连城 自从拍卖的消息传出之后 整个黑暗城内是为之沸腾 据我得知的消息 就连周围好几个帝国内的大势力 都派出了强者前来 我们想要拍卖下来 先不说是一场价格上无法承受 最重要的是 学员让我们来夺去的 而不是拍卖 根本没给我们任何拍卖的资源呀 根本无法竞争的 话语微微停顿了 古心炎望着杜绍夫的目光 犯着些许光芒的波动 微张了红唇 背齿隐约着 继续地说道 就算是我们在拍卖会上 拿下了杉练通天堂 怕是只要我们一走出黑暗城 就会立刻遭受到众多势力的抢夺 这是黑暗城和黑暗森林 没有人会讲规则的 杜绍夫脸庞上带着淡淡的苦笑 摇了摇头说道 我并没有打算拍卖玄陵通天堂 反正现在大家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要去试一试 至于行不行 我现在也不知道 众人文言皆是沉默了 片刻之后 将军忘了杜绍夫说道 你打算怎么办 可否和我们说说 杜绍夫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还没有想好 但总比起什么都不做得好 说不定到时候 我就能够想到办法了 其实杜绍夫倒也不是完全没有计划 只是现在既然怀疑学院有内奸 杜绍夫不得不是小心翼翼的 对任何人都要保密 小心翼翼翼总是好的 我同意你说的 总比起什么都不做得好 说不定到时候就能够想到办法了 古心研防了杜绍夫 直视其清朗的双眸道 我陪你去吧 也好有个照应 黑暗城中 比起你应该 应该要熟悉一些的 或许能够帮到你一些 这 杜绍夫稍拽了犹豫 然后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你打算做什么 不过若是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去 就你两个人去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什么其他人照应 将军对杜绍夫说道 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也陪你去怎么样 李雨霄对杜绍夫说道 杜绍夫摇了摇头道 人多了反而不方便 引人注意 话音落下 杜绍夫望着将军说道 还真是有事情需要你帮忙 数个神神之后 黑暗城外诺大的城门口前 杜绍夫望着身边的一个 头戴着斗篷 但红色面纱遮脸的女子道 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 效果好多了 我真的有那么引人注意吗 红色面纱之下 一双美丽双瞳 望着杜绍夫前笑的 不过 我不明白 你为何也要戴着斗篷 好像并没有人多少 会看你的吧 那是当然 你长得漂亮 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注意的 怕是我们不用多久 就会被昨晚那些人注意到的 至于我 昨晚那些人肯定记得我 认出我来就不好了呀 另外 我在黑暗城内也有着一些仇家 现在也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 所以暂时躲着点 总是没错的 杜绍夫无奈的说道 为了进入黑暗城方便一些 不得不是也戴上了一个黑色的斗篷 一来不想引起 昨晚那些神秘的截杀者的注意 另外杜绍夫也没有忘记 自己在黑暗城内 还有着黑煞门那样的一个仇家的 这时候杜绍夫自知 也还不是对付黑煞门的时候 而今天稍微乔装再度进入了黑暗城 杜绍夫也只是带上了杜小妖和古心炎 让欧阳爽和王林妖狐 都和将军等人在一起 一来怕是人多引起注意不方便 另外欧阳爽和王林妖狐的实力 也是颇为不够的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绍夫也怕是自己无法顾及的 听着杜绍夫的话 古心炎淡淡地笑道 笑以炎然 红沙下的脸庞动人心魄 此时却没有人能够见到说道 没想到你也会有仇家 做你的仇家应该不会太好受吧 他可是还记得当初在和平广场外 他亲眼见到过眼前的这少年是何等的凶悍 动起手来可是不会有任何客气的 杜绍夫清朗的双瞳内 摸过了些许的寒意光芒 和黑煞门的仇自然是要报的 但现在也不是时候 当然杜绍夫也知道 怕是自己现在的实力 要对付整个黑煞门 也还是显得有些不足的 从乌雀口中得知 黑暗城内一格一宝双门的四大势力之中 可都是有着五王镜存在的 那等层次外界是难得一见的 好像不少人的身上都带着灵气 还有福气 好想知啊 杜小妖突然说道 蹲在杜绍夫的肩头 但金色的灵桶望着前方进城的一对 身着仙丽的身影 感觉到了不少灵气的气息 甚至还有人身上带着福气呢 虽然目光早已经打亮了不少次杜小妖了 一路上也听到了杜小妖说话 但此时听到杜小妖一开口就要吃灵气和福气 古心眼文言 也还是忍不住有些暮产的 然后古心眼双瞳顺着杜小妖的目光 望向了前方进城的一行衣着仙丽的身影扫了一眼 红纱的遮面下 目光凝聚 光滑微转似是拢了半世的烟雨 轻轻地说道 明天就要拍卖玄陵通天堂了 不少势力 包括周围一些帝国的势力众人都涌进了黑暗城 怕是明天的拍卖会破位的火爆 但不管是谁最后得到的玄陵通天堂 也会危机四伏的 那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杜少府南南清透 若是为了玄陵通天堂 鬼爪等人大可以是远走高飞了 要是连玄陵通天堂那等重宝都不是他们的目的 那些人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杜少府疑惑 一时间难以想通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 古心眼红纱下的双瞳目光望了杜少府 微微动唇 嘴角勾勒出一道完美的弧度 杜少府说道 去穆家堡的那拍卖会 我想去先看看 你知道地方吗 知道 古心眼点头 黑暗城白天大街小巷内都是熙熙攘攘 人潮涌动 伴随着喧哗声响射传出 大街小巷之内 这两天能够看到不少的陌生身影出现 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出现一些陌生人的 在黑暗城中 对于黑暗城来说 这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大街小巷之内热闹的人潮喧哗之中 不凡有的是议论着昨天晚上黑暗城的大战的 不少的武侯敬强者交手 可是惊人至极 被众人晦升晦涩的给输出了 加上一些添油浆醋 也就传得越来越离谱了 穆家山行 耸立在黑暗城最为热闹繁华的街道上 雄伟的建筑高耸 占地面积巨大 几乎是占据了整整的小半条街的 商行内 商品是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据说在二楼的贵宾厅之中 就连玄级上品的功法 地售榜上 甜含的妖兽的秘骨 侯品武器 侯品丹药等 都是能够购买得到的 只是就算是再实力为尊 没有任何规则的黑暗城 却是没有人敢打穆家山行的主意的 因为谁都知道 穆家山行的背后就是穆家宝 穆家宝黑暗城内的四大势力之一 谁又敢打穆家宝山行的主意呢 没有规则的黑暗城实力为尊 实则是最大的规则就是实力为尊了 穆家宝的黑暗城的四大势力之一 代表的就是黑暗城内的势力 这些年来 不犯是有着挑战过穆家宝的权威了 但毫无疑问 那些人最后都彻底的消失在了黑暗城内 再也没有出现过 穆家山行的侧面 有着一条颇为破烂的小巷 但却是被收拾得极为干净 还透着一股古朴的味道 似乎这一条小巷已经是存在了不少年 风吹雨打依然处理 小巷的侧面 有着一栋格格不入的破旧的简朴的小屋 小屋子外 在小巷子的上面 被用一块厚厚的破旧帆布给遮盖了起来 能够遮风避雨的 小巷被占用了 摆满了五六张的桌子 有着一个老婆婆和孙子在卖茶 上午时分喝茶的人没有几个 只有两桌 其中一桌还是头戴着斗篷的杜绍甫 和红纱遮脸的古心炎 在黑暗城这样的地方带着斗篷 甚至易容的人都不会在少数的 所以并没有人会奇怪的 也不会有人来打听身份 反正黑暗城内各大帝国的逃犯 躲避仇家的人 隐世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不会在少数的 相隔的桌子上 似乎坐的是三个大汉 正毫不压低声线地在谈论着一件 昨天晚时的婚事 不时间嘴中传出了几句诸鲁至极的话 让得古心炎听着 红纱下的脸庞也犯着些许的红晕 那就是木下双行 明天就会在那里拍卖 古心炎望着前方 宏伟的建筑对独少夫说道 红纱之下 红唇微张 清免了一口茶 然后娇眼微动 颇有些意外的 没想到这小小的茶摊上的茶 竟然是这么好喝 但生意好像是不太好 奇怪了 这要是在帝都的话 怕是足以是客棚满座的 杜少夫也喝了一口茶 入口清香道 不是什么明茶 但却是很好喝 只是这黑暗城内的人 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 怕是没有几个人 有闲心来喝茶的 自然生意就会一完了 然后杜少夫 目光便是望向了前方的 一阶之隔的穆家山行 清朗的目光 看不出什么波动 你想到办法了吗 古心眼对杜少夫问道 没有 我不过打算去里面先找个人 希望能够找到 杜少夫说道 姐妹可话 你们忘记留下茶茶了 就在杜少夫打算离去的时候 清脆的声音传来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上前 圆圆的脸庞上两道细眉 一双大眼睛 配上稍微小点鼻子 也还算是君衬 目光约很是明亮 透着一股铜针的 杜少夫还以为 是那小男孩是在提醒自己 回过头之后 才知道旁边相隔的桌上 三个都是三寻多年纪模样的大汉 起身离去了 但好像是忘记了留下茶钱 所以小男孩才追了上去 今天大爷忘记带灵家了 改天给你 先欠着 一个大叔见到小男孩追了上来 目露不悦之色 目露凶光 伸手将上前的小男孩给推开了 然后扬长而去 可瓜 我们查单是小奔满嘛 该不设账的 小男孩退后了数步 见到那大汉凶神恶煞的模样 明亮的目光中有些聚色 但随即鼓起勇气 又追了上去 不长眼的小子 走开 大汉再度推开了上前的小男孩 将小男孩推倒了在地上 但小男孩却是趁机的 抱住了大汉的一只腿 是不放着 说道 可瓜 我们真的不设账的 你喝了茶 就要给茶钱的 随着这一幕 立刻就引起了周围街道上 人来人往的不少目光注视着 顿时小巷口就围堵上了 密密麻麻的人 竟然连茶钱都不给 人品还真是够低的 这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靠着茶钱度日 竟然还有人不给茶钱 真是过分了 忘了那三个大汉 虽然这在黑暗城市行走的人 没有几个擅长 但见到竟然是有人 连妇孺老弱的茶钱也不给 欺负老弱病残 这也是行走江湖的大忌了 不少目光也立刻对那三个大汉 露出了鄙夷之色 附近居住的人都知道 这茶滩乃是一个老婆婆和孙子 在经营着 苦称度日着 那老婆婆在这小巷子里面 已经是住了好几十几年了 具体多少年 已经是没有人能够记得清楚了 这大街上人来人往 你来我往的 势力叠换 怕是没有人待的时间 由那老婆婆的时间长了 但随着岁月的变迁 时光的流逝 老婆婆也就是越来越老了 还有人听说 老婆婆的孙子是收养的 就在小巷门前的街道上 捡到一个小乞丐 当初只有三四岁的模样 被老婆婆捡到的时候 已经是掩掩一息 但却是命的 所以活了下来 转眼间八九年过去了 小男孩也已经到了十二三岁 早已经是能够帮助老婆婆卖茶了 祖孙两人 就是一直靠着卖茶为主 日子过得很是清苦 但经常能够见到小男孩的脸庞上 荡漾着轻致的笑容 此时被周围众人围观的是指指点点 那三个大汉也面色不好看了起来 小杂碎滚开 被小男孩抱住腿的大汉怒了 狠狠的一脚就将小男孩摔飞了数米之远 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然后三人打算迅速离去 周围那么多的围观者是指指点点的 他们也受不了的 你们有些过分啊 而就在此时一道头戴织色斗篷的青色身影 阻挡在了那三个大汉的身前 来的正是一旁原本也打算离去的杜少甫 见到眼前的一幕也是有些忍不住了 杜少甫斗篷下那目光是望着三个大汉淡淡的说道 把茶签结了 再和那小男孩道歉 然后赔偿一千玄碧医药费就可以走了 你没事吧 古心炎也到了是摔倒的小男孩身边 将小男孩搀扶了起来 谢谢姐姐 我没事 听着古心炎的声音 小男孩拍了拍身上 朴素却是干净的衣裳上的灰尘 判断出乃是一个年纪应该不会太大的姐姐 明亮的目光中 透着一种聪慧 小子 你是哪个总 多管闲事 你想找死吗 给我滚 那大汉听了杜少甫的声音 应该只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子 顿时眼中胸光抖动 就欲要动手的模样 在黑暗城内没有人讲仁慈的 给了你机会 是你不要的 连弱小野欺烈 留着你的性命也是祸害 当杜少甫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个拳头也是诡异的落在了那大汉的胸口上 那大汉根本没有反过来 对时嘴中一股鲜血喷出了 随着鲜血喷出 那凶神扼杀的大汉 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直接就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 瞬间声机全无 双目无力地闭上 最后目光中涌出了恐惧和后悔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周围两个大汉见状 顿时吓得双腿发颤 顿时就跪在了地上 自知遇上了强者 他们只是先天境层次而已 在这黑暗城的强者眼中 怕是和欧姨也差不多了 赔偿药费 绝了茶钱 把尸体给带走了 杜少甫淡默地说道 两个先天境修为者 并没有心思击杀 也不想引起太多的注意了 文言那两个大汉 哪里还敢耽搁了 留下了身上全部的悬臂之后 就匆匆拉着同伴的尸体 仓皇地离去了 一秒也不敢多留 杀得好 那家伙就该死 望着那大汉被击杀 围观者也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了 黑暗城内外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何况那倒霉的家伙 也的确是该死的 瞧着热闹也落下了帷幕 周围围观者也立刻开始扩散着 小巷茶滩前刚刚发生的一切 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 杜少甫收起那两个大汉的悬臂 远不止一千悬臂的数目 然后走到了那小男孩的身前 说道 拿着 没有受伤的话 就买点好吃的不布身体 谢谢哥哥 小男孩点头 脸旁的两腮呈现微微的红晕 然后接过了杜少甫递过来的 一袋悬臂 目光却是好奇的 一直望在了杜少甫肩头上的 杜小妖身上 这是我的茶钱 不用找了 杜少甫随即也给了小男孩一把悬臂 示意了古心炎一眼 顿时转身离去了 出手机要命 你不是说不想引起注意吗 古心炎随不和杜少甫并列而行 朱唇微章气弱之澜 他平常话是并不多的 但不知为何 对眼前的少年却是不自觉的颇为感兴趣 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或许是平常说话较少的缘故吧 杜少甫说道 不下手重一些 哪些欺软趴硬的家伙 就算是今天老实了 说不定我们一走 他们就会回来找着查他的麻烦 杀了一个 另外的两个才会真正的顾起 大哥哥 大姐姐 你们等一等 随着杜少甫话音的落下 身后的小男孩却是追了上来 几步奔跑了过来 手中有着几枚悬臂 递给了杜少甫道 我婆婆说 你们是好人 让我谢谢大哥哥大姐姐 所以不能够再要你们的赏墙了 这样吗 好吧 杜少甫微微一笑收起了几枚悬臂 目光远远地望着此时茶摊上 一个身影颇为蹒跚的老婆婆 只见那老婆婆的头发早已经全白了 如银丝一般 闪着晶莹的白光 此时正低头在整理着茶叶 似乎是感觉到了杜少甫的目光望来 老婆婆微微抬头 目露笑意 满脸爬着重重的皱纹 因为脸庞上一直带着笑容 所以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 但看着极为的慈祥和蔼 杜少甫也微微点头 那婆婆的年纪看着怕是至少八学了 身上没有任何的气息 小男孩的身上也没有任何的气息 明显都是两个普通人 祖孙两人靠着一个破茶摊在黑暗城这样地方生存着 怕是也是很艰难的 谢谢大哥哥大姐姐 小男孩说完高兴地离去 满脸都是荡漾着童真的微笑 真好 古心言轻轻地说道 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真好 但美丽双瞳之内此时露出了笑意 杜少甫转身望着前面的穆家山行 走吧 我先去找个人 希望能够找到吧 穆家山行大门显得也是磅礴大气 门前盘踞着两尊石雕 大门金碧辉煌很是气派 山行内此时也是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生意火爆 山行里面的货物也是琳琅满目 让人目目暇接 各种修炼所用之物拥有尽有 丹药 各种兵器 武器 灵药 弓法 就连一些冷门的防御盔甲之类的也有 就连四周的墙壁上 都是挂满了不少的兵器 和盔甲之物 好多灵药啊 好想吃 还有灵气 真想吃 杜小妖随着杜少甫进入了山行 在兵器区域和灵药区域内 见到了不少的灵药和灵气之后 目光就顿时发直了 若不是杜少甫直接拉着的话 怕是就直接冲上去吞了 不愧是黑暗城的穆家山行 比起帝都那些大山行来 也是丝毫的不逊的 古心炎轻声地说道 对于这一楼琳琅满目的修炼之物 目光目落好奇 但却是并没有露出了动心之物的 显然是早已经见多识广 一般之物并不能够入其双眼的 两位不知道想买些什么 有没有能够帮到两位的 就在杜少甫和古心炎到处打量中 山行内一个机灵的青年走了上来 态度极为的客套礼貌 杜少甫望着那机灵的青年道 你们这有没有一个叫做木正浩的人 随着杜少甫的话音落下 那机灵的青年顿时面色就变了 目光之中露出了警惕之色 而后问道 你找我们少甫主有事吗 原来还是少甫主 杜少甫目光颇为的意外 当初在黑暗森林内的时候 杜少甫记得自己曾经帮过一个 叫做木正浩的青年 对那青年的印象是不错的 但那一次出手相助 也是因为自己需要对付黑沙满的人 本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办个朋友的原则 所以才出手的 后来杜少甫都差点忘了 那件事情了 直到前些天提到 穆家宝商行拍卖会的时候 杜少甫才想起了穆正浩来 当初就觉得 那叫做穆正浩的青年 在穆家宝地位不低 若是能够得到妻帮忙的话 或许对于玄陵通天堂的事情 也有着不少的帮助呢 所以杜少甫才来了穆家商行 心中其实早就有打算的 但没有告诉将军等人 也是怕万一出现什么变故 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此时杜少甫要来穆家商行找的人 也正是穆正浩 虽然穆正浩正在穆家宝的地位不低 但是此时听到 这机灵青年说 是乃是少宝主 也是稍微有些惊讶了 然后杜少甫对那机灵的青年说道 我找他有些事情 但却不方便告诉你 你现在可在此地 青年牧师啊 斗篷遮盖了脸旁的杜少甫和古心眼 目光微动 没有直接告诉杜少甫穆正浩是在不在的 只是对杜少甫问道 不知阁下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家少宝主 怕是也不知道我叫什么 若是他在此地 你通知他一声 就说他数月前黑暗森林相约 我没有来 现在到了黑暗城 所以来找他了 杜少甫对机灵青年说道 听着杜少甫的话 感觉着话中的意思 似乎此人还真是认识少宝主的 何况黑暗城内也不可能有人是胆敢在商行那次撒野的 何况还是故意找少宝主撒野 机灵青年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对杜少甫说道 阁下烧倒 我去禀告掌柜的 话罢机灵青年顿时匆匆离去 到了商行的一个角落 和一个五旬多模样的老者面前低声说着什么 然后那老者便是远远地望了过来 目光落在了杜少甫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打铃着 没想到你还认识穆家宝少宝主 古心炎是颇有的意外 轻声地说道 没有太多的交情 其实只是认识而已 你别抱太大的希望 杜少甫说道 心中能够猜测出 古心炎心中大概是在想着什么 杜少甫话音落下的时候 那机灵青年已经是再度走了过来 远处的那五旬老者则是消失在了商行之内 机灵青年说道 两位请先到那堂等候吧 掌柜的去通知少宝主了 看样子倒是运气不错 至少要找的人在了 杜少甫微微一笑 然后随着那机灵的青年穿过了商行的一条内门 走过了民港暗哨的数条走廊之后 这才到了一间小厅之内 复利却颇为的低调 让人待着是极为的舒适 两位稍后 掌柜的已经去通知少宝主了 机灵青年为杜少甫和古心炎两人 上了一些香果和茶水之后 就退了下去 杜少甫和古心炎面面相识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古心炎也本就不是多话之人 在学院之内 除了和武榜前面一些的人见面说上几句话之后 也一向不识人间烟火一般 平常难得见到其一面的 就算是一些同辈学院学生遇到了她 在她的面前 还能够说得出话的也不会有多少人了 在整个天舞学院之内 她都是可远观而不可现玩的存在 整个学院之内最让人不可触及的女子 杜小妖从杜少甫的肩头跃下 也跳了杜少甫身边的一把椅子上 猴魔人一样的坐着 灵动经营惹人喜爱 要不是因为古心炎知道杜小妖的恐怖 怕是此时就会忍不住的去抱抱她了 只是知道了杜小妖那惹人喜爱 人畜无害的模样背后的恐怖 古心炎就不得不多想想了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定是小兄弟来找我了吧 并没有多久 一声爽朗的声音从门外就已经传来 然后一个身穿长山的青年便是走了进来 长山青年二十五六岁的模样年纪 到了那堂见到头戴斗篷的杜少甫和古心炎之外 并没有多少的奇怪 应该是刚刚从通报之中 已经得知是有着头戴斗篷的两人在找他了 杜少甫望着长山青年 那一张脸庞算不上极为的俊冷 但也是颇为的英气 脸庞透着一股干净的感觉 正是当初在黑暗森林内遇到的那短一青年 穆正号 不错 我现在找上门来了 杜少甫起身将头上的斗篷摘了下来 露出了刚毅睿智的脸庞 果然是小兄弟 来了就好 我可是一直记挂着你这救命恩人呢 既然来了 就在此地给我多待一段时间 让我好好的进进地主之一 穆正号是爽朗的笑道 迈步到了杜少甫的身前 热情的来了一个雄豹 显得极为高兴 刚刚他一听到禀告 话语中立刻就能感觉到 黑暗森林内那强悍大的少年来了 立刻就赶了过来 我来是有事来找你帮忙的 事情还不一般 或许会让你围难 一个雄豹之后 杜少甫没有拐弯抹脚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穆正号望着杜少甫笑道 放心 在黑暗城内 我能够帮上忙的应该是不少的 就凭着黑暗森林内 你救了我一命 只要我能够办到的 绝不推辞 这里说话可方便 杜少甫目视着四周 然后说道 穆正号望着杜少甫脸庞上的神色 也随即正色了一些 然后说道 到我院子说话吧 你刚好也住我那 到了黑暗城内 可一定要让我尽进地主之夜 片刻之后 一处僻静的庭院之中 小厅之内三人分析而坐 杜小妖则是在穆正号 颇为疑惑的目光中 安静地靠在了杜少甫的身边了 现在可以放心说话了 我已经吩咐过 此地不会有人来的 穆正号对杜少甫说道 明天穆家商行可是要拍卖 雪岭通天头 杜少甫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奔了主题 不错 难道小兄弟也有兴趣 穆正号一笑道 若是小兄弟有兴趣 我这就安排小兄弟明天去拍卖会 一切交给我就好 当然有兴趣 而且玄灵通天堂 必须拿回来 杜少甫说道 脸庞上带着些句苦笑 只不相瞒 我是天舞学院的学生 这么说来 我想你应该会明白一些 你也是天舞学院的学生 穆正号似乎是意外了 但神色又不意外 不错 杜少甫随机 也将能够说的事情都和穆正号说了一遍 包括鬼爪的事情也没有隐瞒了 得知一切穆正号惊讶之中 但已经没有太多的表示意外了 反而神色平静了不少 望着杜少甫和头戴斗篷红纱遮面的古心眼 也透着些许的苦笑和小惊讶了 如此说来 昨晚上四海客站上上演的那一场大战 传言的天舞学院学生就是你们 我正在其中 另外的是我的学姐和学长 杜少甫点头 此事估计已经是全程皆知了 身为穆家宝的少宝主 怕是知道的比起一般人 是知道的还要多一些的 穆正号果然已经不在意外了 只是疑惑地问道 那对付你们的那一股神秘的势力又是谁啊 那一股神秘的势力 穆家宝现在也是一直在调查着 甚至比起关心天舞学院要关心得多的 和鬼爪有关 据说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叫做 阴鸣教的势力 杜少甫记得那颇为神秘的黑袍青年 叶飘灵是提到的过的 那些戴着面罩的强者极有可能就是来自 一个叫做阴鸣教的势力 并不是石龙帝国的人 阴鸣教 文言穆正号面色也是骤然凝重了一些 似乎也听说过阴鸣教的 神色平静 但目光正色望着杜少甫道 小兄弟 我想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来意了 你是天舞学院的学生 为了玄陵通天藤来 目的应该只有两个 夺回玄陵通天藤 擒住鬼爪 对吗 正是 古心炎第一次对穆正号开口了 穆正号望着古心炎 隐隐间能够看出 那红纱遮面像是一张动人的脸庞道 你们的来意我已经大概清楚 但我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穆家山行是如何能够在黑暗城内立足的呀 所以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们说一下 话音略作停顿 穆正号的目光主要落在了杜少甫的身上的 穆家宝能够成为今天黑暗森林内的四大势力之一 穆家山行能够成为黑暗城内最为顶尖的山行之一 在黑暗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靠的除了是实力之外 也是靠着将诚信 讲规则 只要有人将东西放在穆家山行拍卖 是什么人 或从哪里来 我们一怪不管 是也不会问的 我们只好做好拍卖了 只负责收取提成 这过程之中 我们也会负责保护好货物的 直到拍卖结束 这不仅是穆家山行的规则 也是整个黑暗城的规则 若是你们想要拍卖 玄陵通天堂 我能够尽力帮忙 不过其他的 我的确是难以帮忙的 若是我将玄陵通天堂给你 那以后我穆家山行 整个穆家宝 将再也无法在黑暗城立足了 何况 就算是我想帮忙 怕是穆家宝的众多长老和我爹 也不会同意的 话音落下 穆正浩望着杜少甫 一脸苦笑和歉意的道 小兄弟 按照道理来说 你开口 我不能够拒绝的 但此事 真不是所能够我帮忙的呀 穆正浩所说的 杜少甫心中自然也是清楚的 穆家宝身为黑暗城 四大势力之地 自然是到了穆家山行 一计划 就想要穆家宝将 玄陵通天堂交给自己 将鬼爪交给自己 这也是不可能的 杜少甫心中知道 穆家宝可不欠自己 这要是别人 怕是穆家宝 早就不客气了 至于当初在黑暗森林内 救了穆正浩 对于杜少甫而言 也就是纯粹 自己趁机对付黑煞门而已 当初救人也只是无心插流 这一次来穆家宝 杜少甫的本意 也只是前来碰碰运气的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但绝不是侠恩施威 这不是杜少甫的风格 和新兴脾气的 我明白 是我让你为难了 杜少甫点头 深呼吸了一下 也是略带着苦笑 望着穆正浩说道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帮我 或者是蒙天舞学院一次 当然 我也并不强求 你帮我 我会放在心上 不帮我 我能够理解 也是你的本方 我怕我心有余 而力不足 穆正浩苦笑得道 若是我猜测的没错 这段时间 穆家宝一定会有强者 在穆家山行坐镇的 多半会是穆家宝宝主 也就是你爹穆宝主在 若是能够让我们 见他一面也行 杜少甫思索了一会儿后 望着穆正浩说道 穆正浩沉默了一下 望着杜少甫 然后望了望古心炎 最后目光再度落在了 杜少甫的身上 颇有些小意外的道 你怎么知道 我爹现在就在山行之内呢 玄陵通天堂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想要玄陵通天堂的人 是不知凡解 我想此时 他不仅是穆宝主在 整个穆家宝的强者 大半都会在山行之内吧 杜少甫笑道 穆正浩目光略做了波动 对杜少甫道 你们先在此地等我 我去找我爹说一下 我会尽量帮忙的 但结果如何 我不敢保证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一样感谢 杜少甫说道 客气了 穆正浩苦笑着 望着杜少甫说道 我还不知道 小兄弟姓慎名谁呢 我总得和我爹说 是谁想要见他吧 杜少甫微微一笑地道 杜少甫 穆正浩点头 目光再度有些变化 然后才离开了院子 若是见到穆家宝的宝主 你有把握让穆家宝帮忙吗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 望着穆正浩离去的背影消失了 古心眼转一身侧目 对杜少甫说道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会没有机会的 何况现在 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杜少甫说道 你在学院通缉榜上 接上老生 拒不执法队 盗取灵药 摧毁药田 为何现在 又要加死为学院出力呢 古心眼红纱遮面的娇颜 疑惑不解 这两天的接触 似乎让他感觉到 眼前的少年和传言中 那个凶残少年 是并不一样的 杜少甫淡然一笑 略带着苦涩 学院那帮长老 让我夺回学营通天堂 擒住鬼爪 到时候以前的事情 就和我一笔勾销 所以我别无选择 这个理由足够了吗 这个理由 的确足够了 古心眼美丽 双瞳一愣 然后露出笑意 最后也淡淡地笑道 那帮长老 还真是会使唤你 不过也证明 他们眼光不错 安静的书房 树道身影 恭敬而立 穆正浩也在其中 一个四巡多 五巡不到的模样的大汉 端坐着 模样和穆正浩 有着几分相似 不算俊朗 但英气逼人 剑术的体型 目光炯炯 则有着一股 不怒而微的气势 这大汉正是现在 穆家宝的宝主 穆清明 整个黑暗森林内的 顶级强者的之一 一手带着穆家宝 在黑暗森林内 闯荡了数十年 这才将穆家宝 带到了今天的地位和势力 掌控一方的势力 成为一方的巨弊 这不是有着绝对的实力 就能够办到的 除了绝对的实力之外 过人的胆识和谋略 决一不可 一鸣叫 他们怎么会来 黑暗城的 穆明清南南清道 梅雨间有着些许的疑惑 然后目光望着穆正好道 正好 你说来的那个少年 叫做杜少甫 也是当初在黑暗森林内 救了你的那个少年 不错 我想爹应该也听说过他吧 穆正好说道 杜少甫 穆明清文言 眼中目光顿时微动了些许 然后微微抬头说道 听说天舞学院 有着一个记名学生 一进天舞学院 就击败了同届排名前十的牺牲 然后击杀两个老生 废了三个老生 拒捕执法队 还偷了天舞学院的 庆祝与邻国 最近在天舞附近之内 临创纪录 还一举登上了战径的排名第二 据闻那少年就叫做杜少甫 我想一定就是他了 穆正好望着父亲说道 穆明清微微一笑望着穆正好道 没想到天舞学院 竟然找到了我们 此事还加着音鸣教在其中 天舞学院和我们本事没有太多的交集 鬼爪将玄陵通天堂放在我们穆家宝 若是出了任何问题 穆家山横和穆家宝以后 在黑暗森林内想要遭遇什么 我想你也应该明白的 我明白 穆正好点了点头 你明白 他还是来找我了 穆明清对穆正好问道 他救了你一次 证明你已经帮他了 就算你们是朋友 正在朋友的立场 你做了你应该做的 但是身为穆家宝的少宝主 你同样也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你觉得我们能够帮忙 穆正好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才望着父亲穆明清 脸庞正色地说道 站在我的立场 我还是觉得若是可以的话 能够帮忙 我一定会帮的 穆明清道 黑暗城平静了很多年 实则暗流汹涌 这时候又有外来势力 是突然的加入 千亿反而动全身 其中的变故你可明白 也都明白 父亲不也是一直在担心吗 穆正好犹豫了一下 而后做了一个深呼吸道 鬼爪特意将玄灵通天堂 放在我穆家山行内拍卖 分明是故意招惹 天舞学院的人 若是那些神秘人真是阴鸣教的 那也极有可能是鬼爪引来的 玄灵通天堂放在我穆家的山行之内 本身就连我穆家山行也算计进去了 或许这一次平静了许久的黑暗之城 就会因为玄灵通天堂而开始动荡 我穆家宝更是首当气冲啊 算计倒是不敢 鬼爪只不过想要利用我穆家宝而已啊 穆明清望着穆正好道 你是我的儿子 也是穆家宝的少保主 穆家宝上下的叔伯 平常对你也是颇为的赞叹 所以此事我再问你一次你的决定 身为穆家宝的少保主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也是无法做出决断的 何况我也无法代表着穆家宝 能够代表穆家宝的只有父亲您 穆正好正色地说道 但以个人而言 我希望父亲能够帮助他 他能够来找我 证明他相信我 黑暗森林内他救了我 却不为所报 我也相信他的人片 以他的天赋而言 以后注定会成就非凡的 若是我这一次帮了他 以后我就是他的朋友 他日我有困难 穆家宝有困难 开口十次 他也定然不会拒绝的 我愿意赌上这一次 穆明清没有说话 只是穆光一直望着穆正好 久久之后望着此时书房内的 另外数个中年和几个青年大恨道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庶人面色如常 像是没有什么想说的 大哥 我相信正好 也相信你 只有一个四寻多模样的大汉 走了出来 身着短衣的静装 体型是魁梧健壮 望着穆明清和穆正好说道 不过我觉得 凭什么我们要 堵住放在天舞学院啊 天舞学院早已经不是当初了 这一次更是被人肆无忌畅的打击 而无法反击 更何况我们这一次 还要将堵住 封在一个少年的身上 就算是他不凡的 但也只是一个乳酥未干的小子而已啊 穆正好望着那剑硕的大汉说道 武叔 你的意思是 剑硕大汉对穆正好微微一笑 然后咧嘴地说道 很简单 那小子不是不凡吗 不是想要见大哥吗 这庭园外就是大哥平常修炼用的笑场 我就在那里等他 若是他能够打败我 我就让他进去 至于大哥最后答不答应他 我就管不着了 但若他连我都无法打败 那也就不用见大哥了 这 穆正好面色微宁 他知道武叔的实力之强的 正好就如此吧 他想要见我 先让你武叔同意 也是不过分的 你武叔同意了 穆家宝上上下下的叔伯 我才能够同意的 穆明清对穆正好是点头说道 僻静的庭院之中小厅内 杜少甫古心言杜小妖分析而坐 一直在等着穆正好呢 猴俩 拿点灵药来吃吧 突然杜小妖的转身 但金色的灵童望着杜少甫 看着让人有着楚楚可怜的感觉 杜少甫知道杜小妖这楚楚可怜的后面 可是绝对凶残的 但也是还是从乾坤袋内 掏出了一把灵药递给了杜小妖 数量还是不少的 杜小妖这一次倒是没有说杜少甫小气了 结果灵药便是一根一根地塞进了嘴中 像是吃零食一般 将那蔓延着霞光 药香四溢能量波动的灵药 慢慢地嚼着声吃着 古心言在一旁看着 红沙的遮面之下 美丽双瞳内的目光 一直是颇为震撼着 杜少甫不疾不徐 神色淡然 红沙遮面之下 古心言却是看起来 似乎是比起杜少甫还要紧张一些呢 最后 古心言终于是忍不住侧目 望着杜少甫问道 你不着急吗 若是沐家宝宝主不见你 我们目前好些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沐震后来了 杜少甫挺直了一下身子 脸庞神色依然是没有态度的变化 只有自己才知道 他不紧张才怪呢 只是在女人面前 总得装得暂定一些才好呀 随着杜少甫话音落下的时候 沐震后也出现在了小厅之内 望着杜少甫他的贪手 没有兜圈子 颇为无奈地直接说道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我父亲愿意见你们 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我武叔守在我父亲门外 你想要进去 就必须打败我武叔 杜少甫和古心言是相视了一眼 然后杜少甫起身 望着沐震后问道 邵宝主 你武叔的修为在什么层次 叫我名字就好 若是看得起我 我应该比你长上几岁 叫我一声兄长也可以 沐震后拍了拍胸膛说道 郑浩兄 杜少甫点头 好 那我可是占便宜了 沐震后一笑 但随即面一色微宁 望着杜少甫说道 我武叔修为 是武侯境的初登 但已经是到了 武侯境初登 后期靠近巅峰了 一直没有找到气息突破 算起看来 是我爹的结拜兄弟之中 实力最为靠后的一个了 打败他才能够见到沐宝主 让我出手吧 古心言起身 陡风红沙遮面 但红衣之下 那曼妙的弧度曲线 却是无法遮盖 玲珑诱人 古心言不知道 杜少甫的真正实力 但此时 要面对一个武侯境初登的巅峰 他自然是担心杜少甫会落败的 毕竟据他所知 杜少甫就连麦灵境都没有踏足的 穆家宝的意思 此时已经很明白 这是在试探 也是拒绝 甚至拒绝的成分 也多过于试探 打败了一个武侯境 才能够见到 穆家宝宝主的 打不过 也只能够离去了 到时候 也是无话可说 当然 古心言知道 这也不能怪穆家宝的 站在穆家宝的立场来说 穆家宝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听着 古心言的话 穆正浩 虽然不知道 这头戴斗篷的女子 是什么身份 但从这淡然的语气之中 也不难听出 这红衣女子 似乎是并没有 太将一个武侯境 出灯巅峰的强者 放在心上的 心中颇疑 但也并没有表露出来 穆正浩正是摇了摇头 苦笑着道 这怕是不行 我想武叔 应该是希望能够和 少甫兄弟交手切粗一番的 让我来吧 杜少甫侧目 对古心言说道 然后望着穆正浩 刚一睿智的脸庞上 露出了些许的笑意道 正浩兄带路吧 我正好也想领教一下 穆家宝的瘸血呢 那少甫兄弟 你小心一些 我武叔的拳头比较厉害 我爹几个结拜兄弟之中 只有我武叔一人 是修炼的是肉身之力 肉身强度堪比灵气啊 穆正浩提醒了杜少甫 然后也露 带着杜少甫和古心言两人 离开小厅了 错落有致的院落之中 有着一处面积 不是太大的小广场 小广场其实也不小了 直径都是上数十丈宽的 广场上尽数都是厚厚的 奇特岩石 四周白马了十八般的兵器 刀枪剑戟 枪棍锁链应有尽有 当杜少甫随着穆正浩 穿过了好几条走廊之后 这才到了小广场之上 目光望去 此时的小广场周围 已经是有着不下于两三百人了 年纪都是颇为的年轻 甚至还有着不少的少年在其中 站在前面的是几个大汉和老者 好几个武侯将 当杜少甫的目光 落在了那几个老者和大汉的身上 顿时也是暗自目动 至少有着三个武侯镜强者在其中的 不愧是黑暗森林那次大势力之一啊 杜少甫心中暗道 随随便便都能够拿得出几个武侯镜 这等实力那是可不一般的了 少甫兄弟 我武叔叫做鲁林朝 此地我也不知道现在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你小心一些吧 穆正浩在杜少甫的耳边 歉意地说道 见到此时周围这么多人 不用多猜测也是知道的 怕是武叔有意 让穆家宝的年轻弟子出来见见世面 不排除也有着想要故意 让杜少甫出丑的打算 杜少甫点头没有多说话 随即目光透过前面的人群 望向了前方移动的院落 哪里有着一股颇为隐晦的气息蔓延而来 难以察觉 随着杜少甫而来 广场之上一双双目光 也是尽数落在了杜少甫和古心眼两人的身上 大多数都是充满着好奇的 叫做杜少甫的小子 上来吧 让我看看 天武学院的学生 到底有多少的美事 一个似寻多模样的大汉走了出来 端衣进庄 魁梧健壮 目光早已经是落在了杜少甫的身上 在杜少甫和古心眼两人的身上 自然是不难知杜少甫的身份的 没有多少的犹豫 杜少甫在众多牧师之下迈步走了上去 微微抬头 眼神目光望着那魁梧的大汉 应该就是穆正浩说的那武叔鲁林昭了 浑身肌肤 剑皇高耸着 像是有着力量欲要从体内是喷发而出 不愧是修炼肉身之热呀 修炼肉身者能够将身躯当作灵气之用 一旦炼体有成 都是极为恐怖之位的 见过卢武叔 抱拳一礼 杜少甫对着鲁林昭是不卑不抗的 一直是面带着微笑 穆正浩的武叔 自己称呼一声武叔 倒是也不吃亏的 你就是杜少甫了吧 倒是有礼 这样吧 只要你能够和我平手 我就让你进去 见到杜少甫是彬彬有礼 一见面就是一生鲁武叔 鲁林昭原本是还想好好当着穆家宝的年轻一辈 好好教训一下这天舞学院来的小子 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一见这紫袍少年如此的客气 他也自然是拉不下老脸来为难了 听着鲁林昭的话 杜少甫再度一笑 神色淡然的道 那就多谢鲁武叔了 这叫做杜少甫的小子 的确不简单 穆家宝的人群前 一个老者望了杜少甫 眼中目光微动 能够在老五面前还神色平静 是我见过最不乏的年轻人 比起正厚还是要强的 一个大汉说道 别判关系了 都手吧 实力不够 我可照样不客气了 场中鲁林昭对杜少甫说道 在整个黑暗森林之内 他也绝对是声名赫赫的 虽然说他的修为 在整个黑暗森林内 不算是最强的 不过一身横练的肉身 可是让整个黑暗森林内的强者 也是颇为记忏的 话音落下 鲁林昭 龙行虎步 大步的一脉 一股气息开始 自周身涌动而出道 小子 别怪我欺负你 你先出手吧 此定带是 黑缸岩石铺满了轿场 你可以放心地出手 就算是我也难以毁了此地的 客随主便 恭敬不如从妙 杜少甫点头 身上气息顿时波动 话音落下的时候 紫袍长袖一挥 一股淡金色玄气波动 是顿时浩荡涌出着 而当杜少甫话音落下的同时 其周身气息波动之际 周围所有人立刻就能够感觉到 整个周空像是突然凝固了一般 那叫做杜少甫的少年 已经透着步伐了 小子似乎还真是有些不弱呀 感觉到杜少甫身上的气息 鲁林昭的目光也是微微地动了动 颇为有些惊讶 若雨强 试试就知道了 木宝主 我今天鉴定了 当话音落下的时候 杜少甫清朗的目光中 双瞳之内 顿时淡金色光芒涌动着 体内旋气涌动 脚掌一跺地面 厚厚地积特岩石地板 金色玄气 自脚掌式喷布而出 身影顿时直扑 鲁林昭而去了 小小年纪 口气倒是挺狂的 就不知道 有没有那个实力了 鲁林昭大笑 周身气息也骤然席选着 一股恐怖雄浑的气息波动 忘了杜少甫身影捋来 双手也开始朝前探出 掌心之上 有着浮纹光芒涌动着 试试就知道 短短一煞 破风声响起 杜少甫身影 依然是在奔雷般出现在了 鲁林昭的身前了 而此刻间 杜少甫紫袍 遮盖下的体表 似是隐隐间 有着俘虏密纹 悄然在闪烁着 手印凝结 能量波动 令得周围的空间 犹如沸腾的水面一样 不停地泛起着波动 一道掌印 静止拍向了鲁林昭了 好像真是不弱呀 不过好像还是不够的 鲁林昭目光震动 但随即咧嘴一笑 下一瞬 见出的魁梧的身躯 便是如同猛兽般 直接是暴虑而出 哼 看似魁梧的身躯 但动若奔雷 鲁林昭挥手而出 直接一掌对撞 那小子颇为自傲 那就让他吃些苦头又如何呀 不知道他乃是修炼肉身的吗 整个黑暗森林之内 又有几个人 敢和他强行对抗的 速如闪电 动若奔雷 两人顿时引爆了全场 一拳一掌 骤然对撞在了一起 哼 碰触的刹那 低沉的闷响声 顿时响彻着 浮翁光芒奔发之中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 进气连起 顿时扩散而出 整个空间为之一颤 而也在这一瞬间 杜少傅周身金色光芒大盛 玄气再无保留地抱涌而出 身上的气势 顿时变得是灵力骇人 犹如一只沉睡的凶兽 骤然苏醒 惊涛骇浪掌 一声犹如闷雷般的爆响 是骤然传出 只见杜少傅那一掌之内 一股股肉眼可见的 进风波动 是扩散而开 一股惊涛骇浪般的 狂暴能量波浪 刹那间不停地撞击 向鲁林招 霸道灵力 乍然席卷着 蹬蹬蹬蹬 在那惊涛骇浪般的 进风席卷之下 鲁林招剑朔的身躯 顿时亮枪被震退了 接连七步 每一步退后 那坚硬的石板上 都隐隐间出现了裂缝了 这一上 鲁林招的目光 也骤然变得震惊了 右手悄然地垂下 五指微微不停地驱动了 此时只有鲁林招自己知道 掌心此刻发麻 传来疼痛 刚刚一拳就像是撞击在了 最为坚硬的岩石上一般 杜少傅身躯 只是微微地向后一仰 一步都没有退后 在进入天舞伏境之前 杜少傅便是已经能够 一手拍丝一条 堪比武侯境层次的悬云赤胶了 而在天舞伏境出来之后 在领悟上进步巨大 实力也是同样的递增着 从牧正昊的口中 杜少傅得知 鲁林招修炼的是肉身 很是强悍 堪比灵气 不过再强悍的肉身 怕是也难以和 悬云赤胶的兽体相比吧 杜少傅自然是不会太在意的 还真是不错的肉身啊 而刚刚一掌之下 杜少傅倒是也颇为意外 那鲁林招的肉身修炼 还真是极为强悍的 单纯比起肉身来 绝对是自己 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强之人了 如此的一幕出现 一招之下 鲁林招被震退了 周围一切平静下来 一道道的目光望着场中 无不是沉默结舌 不少牧家宝的弟子下巴张开 惊恶的是久久无法合拢了 此刻古心炎 红沙之下的胶岩上 梅丽双瞳中也是为之动容 一定大意了 绝对是大意了 目光紧紧地望着杜少傅 短短地停滞 鲁林出手 这一次他主动出手了 对于鲁林招而言 他认为刚刚一定是自己大意了 他这么会被一个少年 给那狼狈般的震退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影如电 动若奔雷 宛如残影一般 携带着恐怖的气势 鲁林招瞬间 出现在了杜少傅的身前了 不仅肉身强 速度也快 杜少傅目光望着掠来了鲁林招 身影在瞳孔中是急速地放大着 那种速度也是极为地恐怖 快地让自己现在的精神力 都是难以察觉的 哄 短短地一煞 鲁林招出现在了杜少傅的身前 与之伴随而来的 还有着一道符纹包裹的权印 鲁林招武侯镜的气息 此刻间毫无保留地喷发而出 拳头之前 欲要将空间给生生轰爆了 周围扭曲 气势若如洪荒猛兽般破人 似乎可以镇压着一切 轰爆空间 灵波逍遥布 杜少傅不惧鲁林招的肉身 但不一定要选择硬抗啊 毕竟自己是脉动静 而对方是武侯镜 催动灵波逍遥布 身影飘忽若神 脚步倾斜 对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身体向后倾斜出 一道诡异的弧度 鲁林招的一拳 就在杜少傅身体倾斜 之前的空气中炸开了 一拳烘碎空气 低沉的魅想不绝于耳 却发现杜少傅身影 在拳头之前消失了 鲁林招 武侯镜修为 也绝对不是须有其表的 拳头变动化作了爪印 骤然符纹光芒掠动着 如同是要撕裂空间一般 竟只锁定了杜少傅的咽喉了 爪印掠来 在杜少傅倾斜的双瞳中 急速地放大着 只不过就在那爪印到了咽喉的同时 杜少傅脚掌立足重心之处 旋即涌动 身躯再度划过了一道诡异的弧线 就如同是在周围 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形图案的圆圈 刚巧避开了鲁林昭的一爪了 小子速度倒是挺快 看你能够躲几招 鲁林昭颇为挂不住了 爪印紧握再度成拳 轰然紧追了杜少傅 轰 一道欲要轰爆空间的拳印 再度出现在了杜少傅的身前 一连串的变化和攻势 快 准 猛 足以证明鲁林昭的实力了 身为武侯镜的修为者 就算是在整个大陆上 也是能够算得上是强者之列的 那就不多了吧 杜少傅没有再逼 就在那一拳到了身前的时候 嘴角反而是擒上了些许的微笑了 哼 低沉的魅想 骤然间就在杜少傅的胸口传出 一拳轰碎了杜少傅身上 包裹的淡金色的防御弓圈了 轰然竟然是落在了杜少傅的胸膛上 杜少傅一开始 没有抗衡鲁林昭的第一拳 是因为鲁林昭第一拳是趁势而发的 现在鲁林昭的一拳是临时仓皇而发 同样的一拳 微能却是要小伤不少的 而就在被鲁林昭一拳轰下的时候 杜少傅双目金光闪烁 皮尼四方 一股霸道凌厉的恐怖气势 如山红般爆发开来 体表之上金色俘虏蜜蜜蜜涌涌动着 就像是有着一只金翅大鹏鸟振翅而出了 刹那间杜少傅一手宛如了菩萨 伴随着淡金色俘虏蜜蜜闪烁凝聚着 对着鲁林昭是狠狠地拍出来 嗡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的金色俘虏蜜蜜蜜震动的空间颤抖着 形成一道弧形金色的空间凹痕 犹如金翅大鹏鸟的金色翅翼 骤然间势如奔雷 以碾压万物之势 狠狠地拍在了鲁林昭的胸膛之上 杜少傅一手拍在了鲁林昭的身上 刹那间金色俘虏蜜蜜蜜光芒迸发 自若镇压着一切 空间是嗡嗡地风雷作响着 一拳换一掌 杜少傅选择直接抗衡 修为层次无法相比武侯镜 但比起肉身来 杜少傅却是不举分好的 砰 恐怖的气息释放着 一股风暴席卷广场的长空 然后就在所有震撼目光之中 一切视如破竹 摧枯拉朽 鲁林昭的身躯顿时震飞开去 如同是断翅的鸟儿一般 横飞开去了 鲁林昭最后摔落在地上 摔得是地面军裂 然后身躯擦着地面 静直数十米之后 才徐徐地稳住身躯了 唐唐唐 杜少傅身躯也在退后 亮相退后 接连退后了七步 每一步退后 鲁林昭夸口说 是难以摧毁的坚硬的 黑钢岩石铺满的 叫场的地面 此时在杜少傅脚下 也是为之的军裂出裂缝来了 最后一步稳住了身躯 杜少傅的喉咙内 也隐隐间传出了闷恒声 似乎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鲁林昭的一拳 加上还是修炼肉身之者 力量可是绝对强悍的 直接抗衡下来 就算是物体玄技 抵御了不少的力道 但那等冲击力 还是很恐怖的 只是杜少傅现在的情况 比起鲁林昭来 却是不知道好上了多少 胜负力判 叫场的周围 所有的穆家宝的弟子 双筒紧缩着 那一个紫袍少年 最多是十六七岁吧 但实力却是那等的恐怖 武侯境的鲁长老 也被两招就直接 是强行给重创了 不可思议 这杜少傅明明只是 脉东镜圆满的修为层次细细 实力却是如此的恐怖 一个老者是震撼得 难以回过神来 肉身太恐怖了 比起老武的肉身 还是要强横的多呀 堪称变态 一个大汉是惊愕的道 要是老武的肉身 相比低兽榜上的顶级妖兽 那这杜少傅的肉身 就等于是相比 天兽榜上的顶级妖兽了 若是在同样的修为层次 老武根本是连抗衡之力 都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大汉 目颤着惊叹 难道天舞学院的学生 都如此的恐怖不成 往年也没有听说 天舞学院的学生 都恐怖到如此的地步吧 不少的穆家宝弟子 是震撼着 太强 这才多久 就如此的恐怖 穆贞浩此时间的脸庞之上 也是惊叹的成谋结舌 他还记得当初 在黑暗森林之内 杜少傅恐怖 但和现在相比 差距是何等的巨大呀 古心炎红沙遮连 外人看不出神色变化 但郊区却是刚刚那一上 也是为之一刹的 鲁林招站起身来 指中再度溢出了 些许的阴红血迹 也深深为之震惊的 若是刚刚之前 鲁林招又怎么会相信 一个卖灵境圆满层次的少年 竟然能够击败他的 还是如此正面硬抗地击败他 这对于来他说 那是最为冲击和震撼的打击 五弟让他进来吧 前方庭院之内 传来了一道爽朗之声 声音不大 但却是回荡在了教场的周围 清晰地落在了教场上 小子你进去吧 鲁林招无奈地擦拭了嘴角的血迹 目光望着杜少傅 还是带着震撼 鲁五说 你还并没有办 杜少傅微笑 身为武侯境强者 虽然刚刚吃了大亏 但杜少傅知道 鲁林招此时 也并没有失去了再战之力的 身为武侯境强者 可不是这么容易被击败的呀 若是继续动手 杜少傅自知 鲁林招怕事还不一定 是并不会罗拜的 据杜少傅所知 武侯境的修为者 也远非是麦灵境所能够相比的 特别是武侯境的独特的手段和代表 对于麦灵境来说 都是根本难以抗衡的层次 小子 你还想动手吗 让你进去就快进去 小心我真的改变主意 鲁林招白了杜少傅一眼 目光恨不得好好地收拾眼前那紫袍少年一顿 不知道他已经是在沐家宝的后背前面 丢人丢大了吗 就算是再动手了 鲁林招此时也没有把握活胜 他虽然还有再战之力 还有底牌 可是鲁林招也能够感觉到 那叫做杜少傅的紫袍小子 照样是还没有动用最强实力的底牌了 到时候谁胜谁败 还是未知数呢 此时这杜少傅还想动手 肯定是故意想要为难他 以报自己为难他的报酬吧 当然鲁林招不知道自己是想多了 杜少傅还真是没有报仇的那个意思 那就多谢鲁武叔承让了 杜少傅点头 然后对古心炎点头 是一起去见沐家宝宝主的 其他人都不要进来了 小子 你一个人进来就好 其他人都在外面等候吧 就在杜少傅和古心炎打算一起 进入那庭院的时候 那爽朗的声音再度传出了 你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古心炎文言对杜少傅轻声地说道 此时杜小妖也落在了他的肩头 杜少傅微微目视着点头 然后在众多的目光注视下 进入了庭院之中 周围穆家宝的弟子 还依然是带着震撼着 而后才有不少人围拢到了 鲁林招的身边的 武叔 你没事吧 穆贞昊到了鲁林招的面前 此时也只能够是露出了苦笑了 武叔两招就被大闯 这也是他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事情 没事 那小子的确很变态 比你强 鲁林招不客气地说道 也实话实说 那是当然 我可比不过 穆贞昊也不在意 自知自己是的确比不上那凶悍的紫袍少年的 进入庭院凭借着感觉 杜少傅进入了书房 然后见到了一个大汉 不是太俊朗 但是英气破人 有着不怒而为的上位者气势 身上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都让人望着心中无端地发颤颤 小子见过穆宝主 杜少傅抱拳行礼 这里面的自然也只有穆家宝宝主了 从容貌上也能够看出和穆贞昊的关系 穆贞昊端坐的身躯已经起身了 徐徐离开了身前的书桌 缓踏几步到了杜少傅的身旁 副手而立 让得杜少傅无端感觉到 一个莫大的压迫 这种压迫感 仿若是悄无声息地存在着 甚至都是难以抵御的 让人无端是为之心畅的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既然是郑浩的朋友 以后就叫我一声勃勃吧 穆明清说道 杜少傅文言稍微愣了一下 随即开口道 见过穆勃勃 穆明清继续望着杜少傅问道 既然你叫我一声穆勃勃了 我也不和你拐弯抹脚 我知道你来的原因 那就你说说吧 我穆家宝为什么要帮你 能够给我什么报酬 我暂时给不了穆家宝任何的报酬 穆家宝也的确不是非帮我不可的 杜少傅抬头 目光直视着穆明清 无形的压迫之力之想 依然是不卑不亢 一股淡淡的傲气涌动的 但若是今天穆家宝帮了天舞学院 天舞学院就会欠穆家宝一个人请 我想穆宝主应该会权衡取舍的吧 人情在黑暗城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穆明清一笑直视着杜少傅说道 你似乎并不能够说服着我呀 错了 在黑暗城人情虽然不值钱 但天舞学院的人情却是值钱的 想要天舞学院欠一个人的人情 怕是整个帝国的人都想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都稍微望着穆圣浩说道 此话何解 穆圣浩是饶有兴趣的问道 像是有些感兴趣了 天舞学院存在了这么多年 从天舞学院走出的学生也不知道反击了 这么多年来早就暂步在了四方 这一次有人踩到了天舞学院的头上 我相信也会有着无数目光在注意着 他们或许是碍于各种的身份 又或者是在静观其变 所以还没有人出手或者是不方便插手的 但若是穆家宝能够在此时相处天舞学院 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记住穆家宝的 或许有一天在穆家宝需要方便的时候 这些人恰巧就能够帮上忙呢 杜绍夫停顿了一下 望着穆明清继续地说道 这还是起义 另外对于天舞学院而言 势必也牵下了穆家宝一个大大的人情 我想黑暗森林内必定是暗流涌动的 变化莫测 天舞学院虽然是不会插手黑暗森林的事情 不过万一有一天 穆家宝需要到天舞学院内一段时间了 有了天舞学院签下的一个人情 我相信天舞学院一定不会拒绝 我想这些已经是足够了 这些的确是很诱人 也的确是让我动心了 能够让天舞学院签下人情 价值当然不会在玄龙通天堂之下的 你这小子一张嘴也是舌土莲花 牙尖嘴利不简单呢 穆明清忘了杜少甫一笑 但却是摇了摇头道 我不得不说 穆家宝不是在黑暗城的话 我一定会被你所说动的 话音也是略做的停顿 穆明清在忘了杜少甫刚说道 但你还不够了解黑暗城的 黑暗城很现实 人情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在黑暗城内显得是太过于苍白了 见识过了黑暗森林内的尔虞我诈 心狠手辣之后 没有人会相信人情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的 实质性的好处才是最重要的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够打动我 庭院之外 古心眼一直在静静地等候着 静静而立 那红纱遮面之下的曼妙弧度 亦是让得不少穆家宝的弟子 不是偷偷地目视着 足足半个小驰骋之后 在不少的目光之中 杜少甫的身影终于是出现在门口了 结果如何 当杜少甫走到了古心眼的身边之时 古心眼问道 杜少甫对古心眼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我想我们要准备明天的拍卖会了 先回去再说吧 书房内 慕明清站在了窗前 望着那紫袍身影离去 目光微动 随即像是脑海中想起了什么 嘴角带起了淡淡的笑意 喃喃轻道 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呀 大哥 你答应那小子了吗 我们穆家宝真的要插手这一趟浑水吗 几个大汉和老者走了过来 包括是鲁林昭在其中 皆是目光落在了慕明清的身上 慕明清望着众人 最后落在了鲁林昭的身上道 五弟 你刚刚和那小子动手 难道没有发现出什么吗 话音落下 慕明清副手在背后的双手探出 然后手中有着一道道悬傲手印 开始凝聚着 一股股气息 顿时悄然的绽放开来 随着慕明清手中的手印 缓慢的凝结着 鲁林昭等式随即目动 最后面色顿时大变 原来这小子 鲁林昭率先面色大变 然后魁梧的身影一挺道 看样子 这一次我们穆家宝不插手都不行了 不错啊 不得不插手了 结果老者和大汉 此刻间也皆是点头着 时间飞逝又到了入夜 黑暗城内一点也不黑暗 灯火通明 宛如白昼 四海客栈被一位平地那一晚的大战 此时还有人在谈气着 不过对于黑暗城的人来说 除了四大势力之外 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势力是被摧毁着 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势力冒出 沉沉浮浮的 并没有太多的人会记住 早就麻木了 一切只是为了黑暗城的人士 茶余分后多添加一些谈资和话题罢了呀 而现在整个黑暗城内聊的最多的就是 明天沐家山行内的拍卖了 传闻前些天 四海客栈上那一场大战 就是天舞学院的学生在 另外的一伙强者则是和鬼爪有关了 这让人也在猜测着 明天沐家堡山行内的拍卖 会不会上演一场大戏 最近进入黑暗城的外来势力可是不少的 大部分都是冲着玄陵通天腾而来的 到底最后谁才能够得到玄陵通天腾呢 夜黑如墨 今夜是无星无月的 天边偶尔间有着亮光闪烁着 似是明天要下雨的迹象 僻静的庭院之中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银发男子站在窗口着 一头极为光滑的银色长发劈屑下来 如同瀑布 松松的用着一根单色丝带挽起 双眸此时则是望着如墨黑夜天际上 那不停闪烁着亮光的天际 低声轻声的道 过了明天 杀了几个人之后 一切就和我无关了 银发男子的身后 一个灰袍者是恭敬而立 灰袍后的宽帽 将整张脸都笼罩在其中了 只是能够瞧见 那一双眸子在黑夜之中 弥漫出了精芒 透着寒意 忘了那银发男子低声的说道 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中 要不要现在就收网 一切就能够早早地解决了 还不到时机 明天再解决吧 银发男子的声音 有着一种飘忽的感觉 眼中双眸目光 似于巨人一千里之外了 让人不由心声是冷意着 张口声音透着飘忽 淡淡地说道 一切还是注意一下好 黑暗城毕竟还有 那一哥一宝双门之在呢 是 微袍者点头恭敬应道 辽阔的建筑群 庞大的楼阁建筑 古色古香 却是空气中 有着些许煞气的痕迹 明天玄灵通天堂 一定要得到 厅中一个褐色宽袍的中年 对一个黑山青年说道 放心吧姐 玄灵通天堂 我一定会得到的 没有谁能够争得过我们的 黑山青年硬道 似乎是心有成足 然后青岛 谁要敢耽误我们 黑煞门的路 那就自己找死 黑夜笼罩着苍穹 夜幕遮盖着黑暗城着 对于黑暗城的 一般人来说 还是并没有感觉到 太大的感觉 而对于各方势力来说 今夜注定是一个 难免之夜 清晨 当东方天际之上 低缕光线蔓延而出的时候 黑暗城的不少地方 有犹如是突然苏醒了一般 不少身影开始走出 尽数都是望着 穆家商行而去的 今天穆家商行的拍卖 可是不简单 据说还没有拍卖 却已经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玄灵通天堂之外 这一次拍卖 也会拍卖出不少的宝物 更是据说 有内部消息传说 这绝对是穆家商行内 有史以来拍卖之物 最为珍惜的一次了 会出现不少的宝物 因此这等吸眼之力 等于任何修炼者来说 都是有了巨大的诱惑 房间之中 窗外尘灰徐徐蔓延投射着 在房间之内 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床榻上一个紫袍少年 十六七岁的模样 看起来已经是 一个半大的青年了 一张刚毅的脸庞 更是透着同龄人群 小着有的睿智 随着天色逐渐的放亮 紫袍少年周身的淡金色光圈 开始徐徐地钻入到了体内 眼上的睫毛 微微颤动了几下 然后双眼睁开 眼中双瞳淡金色光辉闪烁着 徐徐收敛 化作了晴朗 当嘴中一口浊气吐出的时候 紫袍少年的周身 一股霸道凌厉的气息 也如同是 针鹏斩翅 是骤然自体内蔓延而出 让得整个房间都是为之一颤的 差点就要突破了 还不能够突破 继续压制 稳固根基 渐如顿石 紫袍少年自言自语 难难倾倒 而这紫袍少年 自然也正是杜少福 一夜的吐纳 让得在修武之上 差点欲要突破了 但却是再次被杜少福 强行忍住了突破带来的诱惑力 艰难地再次做了一次压缩 杜少福一直没有让自己突破 不停地压缩着 让自己的根基越发牢固越好 突破不再一时 感觉着体内神阙之内 此时充盈的旋起 杜少福脸旁 也是浮现出了些许的笑容 从怀中掏出了小塔来 轻轻地抚摸着小塔 也不知道 清纯大哥 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关呀 更加不知道 大哥真清纯 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巅峰了 短短的片刻之后 收起小塔 杜少福这才跃下了床塔 然后系上了昨日的一个遮脸的斗篷 这才推开了房门走了出去 小厅之内 古心炎似乎是早已经在等候了 杜小妖则是静静地坐在一旁 另外还有木正后 也在小厅内等候着 见到杜少福之后说道 少福兄弟 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 会有人带你们进入贵宾包间的 麻烦真好凶了 多谢 杜少福点头示意 小意思 今天我也比较忙 就不能够陪你们了 先走一步 到时候再见 杜正后 是打过照顾之后 便匆匆地离去 今天木家商行的拍卖会 是非同一般的 身为木家宝少宝主 他自然是没有空闲的 望着木正后离去的背影 古心炎还是斗篷式红刹车脸 侧目透过了红刹 望着杜少福道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昨天到底和木家宝 谈了什么 木家宝 真的要选择帮我们吗 杜少福脸庞神色微动 然后倾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们先去拍卖会吧 今天到底会怎么样 到时候就知道了 好 古心炎没有再多问了 因为他相信眼前的少年 今天的黑暗城开始下着小雨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 木家商行前的热闹 杜少福和古心炎 昨晚就住在了 木家商行后面的院子之中 走出的房门 就有着一个机灵青年 在等候引路着 还是昨天在商行内 见过的那机灵青年 拍卖会就在木家商行举办着 木家商行占据了半条街之大 丝毫不担心地方不够 不过当杜少福和古心炎 随着那机灵青年 到了拍卖会的时候 望着此时周围 大街小巷之内 小雨是袭袭之中 也是密密麻麻的人潮 也还是忍不住震惊了 心中都是低估了 木家商行这一次 拍卖会带来的热闹 密密麻麻的街道上 拍卖会场 是更是拥挤的水泻不通 不过在那机灵的青年引路之下 杜少福和古心炎两人 又是前往了贵宾的包间 通过一条有着不少 木家保守未看守的贵宾通道 倒是颇为轻松的 便是到了拍卖的会场之内了 整个庞大的拍卖会场成圆形 上方一个巨大的圆顶的遮盖着 巨大的建筑面积惊人 一共是三层 祖宗儒纳圣万之人 里面看不到一根石柱 显得越发气魄宏伟 不愧是木家保 进入拍卖会内 杜少福甚至见到了 昨天在教场见到过 几个木家保长老模样的人 数个长老随意在拍卖会场时 静静而立 自体内蔓延而出的 一股股无形的气息 就足以是让人感觉到 莫大的压迫了 贵宾通道之内 此时还有着不少的身影走出 都是有着木家保的弟子引路的 让得杜少福也不由是 回头多看了几眼 能够进入贵宾通道的 自然是不会一般人 而这些人才是今天拍卖会之中 大部分的真正实力买家的 两位大人 贵宾包间在三楼 一共是九十九间 要进入木家商横贵宾包间 可是不容易的 机灵青年一边介绍着 一边领着杜少福和古心炎 到了拍卖会的第三层 进入了位置怕是最好之一的 一间贵宾的包间之内了 贵宾包间不大 只有树杖的小的面积 但装修的是极为雅致奢华 坐在包间之内 就可以俯视下方整个拍卖会场 立刻就能够感觉到 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透着尊贵的大气 更是能够清晰地俯视到 拍卖场之中间的 一个圆形的拍卖台 可以将拍卖之物 看得是一清二楚的 贵宾包间之前的窗口 是悬挂着特制向下的 倾斜的百叶窗 可以清晰地服览到 整个拍卖场 但有时不会被人 窥探到包间内的情况 是极为的隐私的 贵宾包间之内 早已经摆置了 不少的仙果和穷将了 机灵青年将杜少福和古心炎 带进了贵宾包间 就告辞转身离去了 好热闹的地方 不愧是黑暗城 今天来的强者可是不少的 古心炎望着拍卖场下方 此时正是密密麻麻 涌进了拍卖会场的人潮 也是颇为感叹着 这等规模 就算是帝都最为热闹的拍卖会 也是不过如此的 而此时拍卖会场内的气息之中 同样也是身为灵服式的古心炎 在精神力溃探的感触之下 也察觉到了这拍卖会场之内 此时已经有了不少的强者在其中了 玄灵通天腾的吸引力还真是不小 杜少福难难听到精神力溃探之中 也同样是发现了不少隐晦的气息 武侯镜层次的强者就有着不少了 甚至是有着不少的灵服式在其中的 古心炎没有再说话 但看得出来神色一直是颇为紧张的 但随即应该是将心中的情绪压制而向 红沙之下的双眸每同时威逼着 开始闭目仰蛇了 杜少福也没有再说话了 等着拍卖会正式开始 不时也感觉到周围有着不少人 进入了贵宾的包间之内 同样也难以看凶处是什么人 不过那些身影进入第三层的时候 所带来的那一股股无形气息波动 也让得杜少福心中感觉到一些压抑 步伐是有着强者前来的 那些气息让杜少福感觉到一种压抑危险的感觉 足足能够容纳上万人的拍卖会场之内 逐渐的坐无需坐 各种议论之声交谈声汇聚在了一起 让得整个拍卖会场是显得极为的喧哗 听上去是颇为的杂乱 看样子 今天玄陵通天藤来的人可是不少啊 当整个拍卖会场之内已经是人山人海 坐无需席的时候 杜少福望着整个拍卖会场是为之目动着 古心眼睁开了微闭的双眸 感觉着人山人海的拍卖会场之内 美丽双瞳内摸过了些许的凝重 听到 看样子今天谁拿下了玄陵通天藤 结果都不是好受的 一旦出了黑暗城就会成为众使之之的 杜少福淡淡笑了一笑 没有说话 古心眼担心的杜少福自然是明白的 黑暗森林内不会有任何的规则 就算是今天谁得到了玄陵通天藤 怕是其他人也不会轻易罢休的呀 一旦离开了黑暗城 就会成为所有人猎杀的对象了 就在此时 拍卖会场之内有着钟声传出 低沉浑厚 当下便是将拍卖会场内所有的嘈杂的声音 尽数给压制下来了 而后拍卖会场之内 有着一排排的身影徐徐地走出 一股股气息顿时是隐隐间波动着 隐隐间封锁着整个拍卖会场 过来的都是穆家宝决绝对的强者 一个个气息之中 武侯净层次的都是有着好几个了 杜少福目光望去 昨天和自己交手的鲁林昭也是在其中的 毫无疑问 对于这一次的拍卖会 穆家宝虽然是身为黑暗森林内的四大势力之一 但这是毫无规则可言的黑暗城内 也不得不是对这一次拍卖会是小心翼翼的 这一次的拍卖会若是出了任何的差错 那以后穆家宝的脸也就在整个黑暗森林内是丢尽了的 要知道这一次的拍卖会 已经不知不觉之中 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拍卖会了 随着穆家宝一个个强者走出 而后拍卖会场内门 众多的目光注视之下 一个颇为妖娆的女子便是走了上来 这女子看起来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 身子上的气息或许是没有多强 不过那妖娆的装束却是极具冲击力的 对时整个拍卖会场的不少目光 便是紧紧地盯在了那妖娆之躯之上 拍卖会场的四周不少制约的目光 恨不得将那妖娆的森子之上 本就是穿的不多的衣衫给撕碎开去了 特别是从上望下看 随着那女子走上拍卖台 那可是一览春光多呀 妖娆女子踏上了拍卖台 魏雨先笑 然后对着四周微微弯腰一礼 俯身之时 胸口白花花的一片 似乎是欲要跳出来了一把 立刻让周围不少的目光 差点是鼻血直流啊 感谢周围光临今天 沐家山行举办的拍卖会 多谢大家的捧场 女子起身 在此刻间 整个拍卖会场内 是上万人的目视之下 其中还有着不少强者的 无形气息笼罩下 依然显得是神态胆然着 就凭这一点 就证明此女是不少一般了 要不然这等层次的拍卖会 怕是也轮不到 一般人事商场的 女子的话语清脆 回荡在了整个拍卖会场之内 足以让得所有人 听得是清清楚楚 作风语气都是干净利落 然后继续说道 大家今天都是为了拍卖会而来 我就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了 那么现在拍卖会就开始吧 首先 咱们今天第一件拍卖之物是 当女子话音落下的时候 挥手向后打了一个手势 而后从拍卖会内闻之处 便是走出了一个曼妙的青春少女 手中是端着一个经营剔透的玉盘 走上了拍卖台 围照着拍卖会场内 是四周走了一圈之后 最后将玉盘放在了 拍卖台上的师台之上 杜少傅从贵宾包间内向下望去 只见那玉盘之内 放着一枚不到婴儿全都大小 但通体清白 浮温蔓延 闪烁着霞光的丹药 随着那一枚丹药出现在了拍卖会场之内 一股浓郁的药香 竟是充盈整个在拍卖会场的 光芒耀眼 耀香扑鼻 不少的目光顿时就露出了炙热之色 不错的男药 好好吃的样子 杜少傅的身边杜小妖淡金色的双瞳上 是目光波动着 舌头都是贪婪的扫了一下嘴唇 千万不要给我惹事 杜少傅不得不是警告了杜小妖 侯品出灯的吞红丹 麦灵静圆满巅峰修为者服下 能够增加三成突破五猴精的机会 是最重要的事 能够让麦魂和五脉顺利的融合机会增加一般 虽然是侯品出灯的层次 但有价无市 价值往往比起 侯品玄妙层次的丹药 还要昂贵得多呢 从圣网下服览着那一枚丹药 古心炎也忍不住双瞳 是犯着些许的惊讶 拍卖的开胃赛就已经是 侯品层次的丹药了 还是有着有价无市的通魂丹的 足见穆家山横市不凡和地狱了 杜少福此时也是颇为的惊讶 侯品层次的丹药 那等价值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妖娆女子明蒙目光 环视着四周 声音清脆响亮说道 拍卖一律用一悬石 较价一次以一千悬石为最低 侯品出灯层次的通魂丹 起价为十万玄石 现在开始 随着妖娆女子的话音落下 顿时拍卖会场 是叫价声不停地此起笔落着 都是以玄石开始的吗 杜少福听着拍卖场内 是此起笔伏的叫价声 也是颇为动容 对于玄石 杜少福现在也是极为了解的 当初真清纯就提到过 在天舞学院的时候 掠来的不少乾坤袋里 就有了不少的玄石 天舞学院也有着好几个 玄石矿洞的 玄壁是普罗大众所通用的 而玄石几乎都是在 修炼者之中所通用的 一千玄壁也只能够 抵得上是一块玄石的 只要是能用一千玄壁 去换取一块玄石的话 却是难以换取的 虽然一千玄壁 等同于一块玄石 但没有谁会愿意 是用玄石换取玄壁的呀 玄石乃是天地能量所凝聚的 能够提炼出不少的能量来 至少不少的炼气之中 就需要用玄石提炼出来的精华 加入炼气的福气之中的 玄石切割成为玄壁之后 天地能量就会几乎消散代价的 也就没有了任何的修炼价值了 二十六万三千玄石 短短的时间 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中 通魂丹的价格已经是提到了 二十六万三千之高啊 通魂丹虽然是好东西 不过对于杜绍甫来说 目前也还是用不上的 何况价格也是让着杜绍甫有些望而惊叹 不过虽然杜绍甫身上 现在没那么多玄石 但也不是拿不出来购买通魂丹的 玄石价格等同质物来 要知道当初杜绍甫 从那古玉身上得到的乾坤代 里面的收获就是惊人的 而最近从那华凡空手中掠夺来的乾坤代 杜绍甫虽然是还没有时间来得及打开 但估计一个武侯丹的修卫者 还是一帮之主的华凡空 怕是乾坤代内的价值是可想而知啊 古心炎早已经是到了武侯境了 因此这通魂丹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细臨之力 两人静静地坐着 倒是杜小妖一脸的苦闷 最后那通魂丹 最终以三十六万块玄石 被三楼某一间贵边包间 直接地给购买掉了 听着那一道声音 似乎是一个年轻人 让杜绍甫还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也没有多注意 然后第二件拍卖物品出来了 竟然是猴品层次的一套武器 起价也是十万玄石起 再度引起了拍卖会的疯狂较价 就连古心炎也是颇为动容 不过也忍着没有交加 你好像有兴趣啊 杜绍夫对古心炎认道 虎品层次武器 都能够拿出来拍卖的 还真是不多的 在帝都中 也是鲜少地能够见到的 一般的家族和势力 都会将虎品层次的武器 当作镇门之宝的 不会轻易拿出 此地真不愧是黑暗森林呢 古心炎是略微地感叹轻声说道 不过虎品层次的武器 虽然是难得 但是我们学院内也有的 用积分换取的话 比起拍卖来 可是要划算得多了 倘若是要能够遇上一些 难得的武器 或者特别适合自己的武器 倒是能够拍卖下来 也是不错的 杜少傅微微笑了笑 学院同样有着 虎品层次的武器 用积分兑换的话 自然是要划算多了 只是想起自己 八百多万倍扣的积分 不由是再度心痛了起来 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之中 杜少傅淡然观望 对于武器 杜少傅并不是太感重的 虎品层次的武器 是的确不凡 但各种原因之下 让杜少傅对于修炼武器 是并不是太感兴趣 何况身上有着神秘一世之后 对于一般的武器 杜少傅是越发的 没有太多的兴趣了 举手投足融入了神秘一世 皆不是一般武器 所能够相比的 除非是能够遇上 自己心仪的武器 那就另当别论了 静静地观望 听着不断攀升的价格 杜少傅不难感觉到 拍卖场内不少的人 还是从来没有叫过价的 特别是对于三楼的 贵宾包间内的人来说 拍卖会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好东西 都是在后面的 现在穆家宝拿出的东西 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 已经是绝对不凡了 但对于能够进入 贵宾包间的人来说 还不是有着太足的吸引力的 何况这一次拍卖会的终点 谁都知道是玄灵通天藤的 三楼上贵宾包间的人 怕是估计着有一半都是因为 玄灵通天藤而来的 在杜少傅淡然观望的目光之下 第二片猴品层次的武器 最后也是以和通魂丹的价格 是相差不多的 被二楼的一个老者所购买了 然后第三件拍卖物上场了 乃是一套玄机中品层次的炼体功法 炼体功法少见 玄机中是中品层次 更是难得一见了 也毫无疑问地引起了疯狂的拍卖 身怀金翅大鹏鸟的修炼之法 对于一套玄机中品层次的炼体功法 杜少傅自然也是不为所动的 不会放在眼中 一直的等待之中 拍卖会上各种拍卖之物是被放出了 层次越来越高 此起比落的是叫价声中 拍卖会内的情绪开始彻底的被引爆了 这种高涨的气氛之中 不少拍卖之物都是以超高的价格所卖出的 这对于穆家宝来说 也绝对是一次完美的拍卖 足以是赚的是盆满钵满呀 而当第八件拍卖物 一套是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图 是放出来之后 一百万玄石的起拍价 比起猴品初登层次的5G 起拍价是足足高出了十倍呀 随着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被放出来 叫价者虽然并不多 毕竟浮阵也只有零浮石之中 是极少的浮浮石才有用的 但丝毫没有影响其火热的程度 一百万的价格 立刻就被三楼好几间贵编包间的人 是几次叫价之后 就叫到了三百七十多万 三百八十万 古新岩开始叫价 三百八十万的价格从嘴中喊出 也是面不红心不跳的 让得杜少傅面色 也是为之惊讶了一下 这价格可是绝对不低的 一般人是望而止步的 这一套浮阵极为适合我 能够修炼成功的话 能够让我实力提升不少的 看出了杜少傅的小经养 古新岩对杜少傅一笑说道 转眼间浮阵的价钱 又被叫到了四百一十多万 四百二十万 古新岩再度叫价 一套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 有意纳入怀中 只不过周围好几个贵宾的包间内 客人也是无意的放下 顿时一番剧烈的争夺开始了 五百三十二万五千玄石 第一次 五百三十三万五千玄石第二次 还有没有更高的 剧烈争夺之后 这一套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 更是价格到了五百多万的惊人数字了 可以说若不是如此激烈的争夺着 价格绝对不会如此之高的 而五百多万的价格后 剧烈的争夺也开始平静了下来 这种价格不是多少人能够承受的 五百三十三万五千 第三次成交 恭喜三楼贵宾包间的那位尊贵的客人 终于 拍卖台上的妖娆 女子是一锤定音 目光抬头望向了三楼 对着杜绍夫和古新岩所在的包间 尊敬的点头示意着 恭喜 杜绍夫对古新岩一销 五百三十三万五千的玄石价格 正是古新岩所出 能够叫出这等价格 证明古新岩绝对算是一个富婆了 这等价格已经是很高了 若不是拍卖会 也不会高到如此的价格 不过能够得到一套 合适的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 价格高一些 倒是也值了 古新岩是迎迎一笑 价格虽然极高 但也是没有太在意的 将一套五星玄妙层次的浮阵收入囊中了 看得出来古新岩也是颇为高兴的 拍卖下来的物品 最后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直接去兑换就好了 接下来拍卖第九件拍卖之物 此物不同一般 不知道在场有没有眼光独到的贵宾呢 拍卖台上 摇摇女子 望着是拍卖台四周一扫 娇言待笑 微微挥手 内门之内顿时有着六个大汉是徐徐抬着一物而出 缓缓地走上了拍卖台了 见到六个大汉 抬着一物上台 满场的目光也顿时露出了疑惑好奇之色 立刻望去 只见那六人台上的乃是一具无头妖兽的干尸 足足有着数症之大 像是死后被悬挂在了通风之处数千年了一般 尸体没有任何腐化的痕迹 而是被封干了 妖兽尸骨无头 身躯也被风华萎缩了 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妖兽的尸体 不过整具无头的妖兽尸骨 却是透着一种晶晶之色 被化作了千年 依然是蕴含着某一种能量 隐隐间透着一股微压 一具无头的妖兽尸骨 死后这么久还能够蕴含能量 微压在体内 这妖兽的血脉定人是不低的 不会是一般的妖兽的 诸位贵宾 这无头妖兽 乃是我 沐家宝数年之前无意中所得的 经过沐家宝堡主和不少灵夫师的鉴定 这妖兽尸骨 生前怕是至少都是在 兽黄层次以上的 有可能还是天兽榜上靠前的妖兽的 妖娆女子望着拍卖 尝试四周地说道 天哪 黑夜森林内怎么会有 兽黄净层次的妖兽尸骨 兽黄层骨 哪可是重宝啊 兽黄层骨 价值不可估量 随着妖娆女子的话音落下 对时拍卖会场那边是一阵的喧哗 兽黄层次的妖兽尸骨 绝对是重宝之中的重宝了 这应该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应该是叫做 嗯 妖兽尸骨出现了什么问题 要不然 寿黄层次的妖兽尸骨 沐家宝绝对不会拿出来拍卖的 古心炎轻声地说道 杜绍夫此时目光也是紧紧地盯在了 那妖兽尸骨之上的 风干的尸骨看不清楚模样 还是无头的尸骨更加不好辨认了 但那晶莹的尸骨内蕴含的些许能量波动 证明着那无头尸骨又不是不凡的妖兽尸骨的 请问这寿黄净尸骨的秘骨和精血 可否还在存在啊 拍卖场上的二楼 有着一个青山青年起身 对拍卖台上妖娆女子闻道 妖娆女子微微一笑道 我们沐家宝得到这妖兽尸骨的时候 就已经是无头尸骨了 也是风干之物 自然是没有精血了 密骨也早已经不见了 话音落下 妖娆女子继续说道 不过一句寿黄净的妖兽尸骨 价值可是惊人的 寿黄净的妖兽 就算是我们人族的五黄净强者 也是要必让三分的 想必不用我介绍 大家也是心中有数的 寿黄净妖兽尸骨 蕴含着不少的秘密 万一能够研究出什么 秘术兽能 可就是大发了 随着妖娆的女子的话音落下 满场原本不少沸腾目光 此刻间顿时就冷却了下来 没有了密骨和精血的妖兽尸体 就已经是失去了最大的价值了 何况这还是无头尸骨和风干后的干尸 就算是落在了灵浮尸的手中 也没法有着特别的大用了 在场人也都不是傻子 这寿黄净的妖兽尸骨 若是真的能够找出什么秘术和兽能来 那穆家宝早就是找出来了 怕是这妖兽的尸骨 早已经是被穆家宝的强者给研究了一个遍了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秘术和兽能来 这才没有办法拿出到拍卖场上来拍卖了 这样才能够将这妖兽尸骨最大利化了 至于这已经是没有秘骨和精血的无头妖兽的尸骨 是不是真的兽黄净的尸骨也是穆家宝自己所说 此时这尸骨风化成了干尸 根本是难以确定的 当然 要说这妖兽尸骨是没有价值 那也是不可能的 谁都能够感觉到 这妖兽尸骨风是化作了能够蕴含着精纯的能量 透着一股微雅 这绝对不是普通妖兽所能够相比的 哪怕是将这妖兽尸骨拿回家制炼制成药液 最后给后辈士伐骨洗髓 那也是价值惊人的 也如那妖劳女子所说 万一要是能够在这妖兽尸骨上找出什么秘术和兽能 可就是真的大发了 穆家宝的人找不出来 不代表着别人就找不出来 只不过穆家宝的人都在这妖兽的尸骨上 都找不出什么秘密来 别人能够在这妖兽尸骨上找出什么秘术和兽能来的机会 怕也不会有了太大的几率了 应该不会是一般的妖兽吧 杜绍夫的目光一直是落在了那妖兽尸骨的身体之上 凭着的灵符尸的精神力是敏锐的窥探下 能够感觉到那无头妖兽尸骨内 杜绍夫望着拍卖台上的那无头干尸 突然间体内的血脉是为之一热 身上的血液也无端式之间是为之一颤的 像是莫名之间受到了某一种触动 这种触动的来源之处 杜绍夫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来自那无头的妖兽尸骨之内的 只不过那种无端被触动的感觉 又不是来源于无头尸骨本身的干尸上 而是来源于那无头尸骨之内的某处隐秘之处的 那妖兽尸骨身上的气息 好像和那只唇虎有些血脉关系吧 杜小妖突然地说道 但金色的双毛之内 目光露出了些许疑惑之色 文言杜绍夫正感觉着 那无头妖兽尸骨带给自己的异样触动 顿时对杜小妖问道 你知道那妖兽尸骨的来历吗 杜小妖摇了摇头说道 认不出 不过能够感觉到 那妖兽尸骨之内隐藏了不少的精血 一般人根本是无法发现的 这东西不简单 你买下吧 我感觉着 要是给那头纯虎的话 应该对她有着不少的好处 杜绍夫文言目光也是骤然一亮 杜小妖说的那头纯虎指的就是小虎了 能够对王林妖虎有着巨大的好处 要是有机会 杜绍夫自然也不会小气的 而此刻 尽管是因为那头妖兽 是没有了密骨和精血 这绝大部分的人是失去了兴趣 但也依然还是有人是极为关注的 欲要争夺一番的 妖娆女子望着满场四周的议论反应 不是适宜的开口说道 诸位贵宾现在就开始拍卖吧 受皇庆妖兽尸骨一句 起拍价一百万玄币 交价一次为十万玄石 这么贵 原本还有着不少人感兴趣 但一听到这个价格 立刻就是面色失望了起来 一百万玄币 都能够购买到好几枚的铜魂搭了 虽然说这无头的妖兽干尸不凡 但没有密骨和精血了 已经是失去了九成的价值 或许能够在这尸苦内 找出一些什么密术和兽能的好处 但这也等于是赌博呀 而且是豪赌 这种豪赌的胜算还摆明了不高了 要不然穆家宝也不会放出这干尸来 有可能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最多得到一堆干尸炼化后 给后辈士发骨洗髓 何况一百万玄石的价格可不是小数目 一般的势力是倾家荡产 也是没法是购买得起的 一百万的价格开出 拍卖场内顿时寂静了起来 这价格超出了不少 原本还打算参与争夺的势力预算 也只好是望而却步了 哼 穆家宝的人真当别人是傻子不吵 十几年前得到的无头该是 根本找不出任何的密术和兽呢 现在居然是要想要拍卖一百万 三楼一间的柜边内包间之中 一个黑山青年目光是阴沉的 冷冷的注视着拍卖场中的无头该师 倒是目光对那拍卖台上的妖娆女子 极为的感兴趣 怒露惠子 围头对身边的一个大汉说道 无长老 你负责我们黑煞商行 有机会将那女人挖到我们黑煞商行怎么样 少门主 子女叫左 穆星渴 可是穆家宝的亲信 在穆家商行地位极高的 不是好挖的 大汉顿时露出了为难之责 只要出价得高 哪有挖不到的 我相信你 一定能挖到 黑山青年拍着大汉的肩膀说道 是 我一定尽力 大汉也只能是闪闪地点头着 短暂沉默的拍卖场之中 另外的一间贵宾的包间之内 一个满头银发的男子 目光淡淡地向下望着那拍卖台上的 无头妖娑的干尸 对身边一个挥袍者是为首的几人说道 你们几个 那个干尸价值一百万玄石吗 以挥袍者为首的庶人 除了挥袍者之外 基于庶人都是戴着面罩文言 面面相识的 怕是不值 若是有了精血和密骨 又是 受黄敬的话 一万玄石也是难以购买下来 不过此时那干尸等于是半费了 最多价值三十万玄石 挥袍者是犹豫了一下后 对银发男子说道 银发男子文言 嘴角是琴着一笑轻声地说道 这妖兽干尸倒是也不错了 对于一些特别的人来说 倒是有着大作用 我刚好是认识一个人 对妖兽尸骨特别的感兴趣 妖兽干尸落在他手中 往往都是能够有着莫大的作用 一百万虽然是贵了一些 不过能够给那些家伙的话 倒是能够卖个他个人情 倒是也不亏了 给我要下此物吧 一百万玄石啊 沉默了片刻之后的拍卖场 三楼的贵宾包间之内 终于是传出了 叫价这声 一百万一十万 杜少佛叫价 目光也是文声望向了 侧面不远处的一间的 贵宾的包间之内 没想到还有人抢着 妖兽干尸啊 那声音似乎是有着 一种隐隐间的熟悉之感的 贵宾的包间之内 挥袍者欲要再度叫价 却被银发男子 失忆阻止了下来 低声轻道 一百二十万的价格贵了 那个人情 只值一百万玄石 多了就没必要了 是 回袍者点头没有再交加了 一百一十万玄石第一次 一百一十万玄石第二次 一百一十万玄石第三次 成交 恭喜上面那位贵宾 妖娄女子是一锤定音 目光再度望向了包间 是点头示意的 似乎是早就收到过了什么消息 知道那包间的贵宾身份 和今天其他人是并不一样的 你抓了 运气不做 杜小妖对杜少傅说道 我怕感觉到 那妖兽尸骨不简单 若是不出意外 那头唇虎应该有着福了 嘿嘿 杜少傅嘿嘿一笑 只有一人争夺了一次 一百一十万的价格 若是真的如杜小妖说的一般 是不简单的 那无疑是证明自己捡了一个大楼 何况杜少傅也感觉到了 那妖兽干涉的不凡呢 能够让体内的血液触动着 那种触动 让杜少傅感觉到 似乎是 妖兽干涉内 隐隐间套着一种 莫名诡异的生机在其中呢 一百一十万悬石 能够购买下 好几枚通魂搭乱 但此时 却是被人购买了一具干涉 这也立刻让满场不少人 将目光抬头投住了过去 只不过那百叶窗 是遮盖之下 却是无人看得清楚 包间内的是何人呢 但众人已经是不难知道 那贵宾的包间之内 已经是拍买了两件宝物 怕是来头 也不会是一般了 当那妖兽干涉 再次被六个大汉抬下去的时候 在满场的目光注视下 妖娆女子环视着四周 神色也是格外的正色起来 内门之内 此时一个气息 很是不凡的大汉 须须走出 手中端着一个半人长 半米高的 长方形井河须须须上台 这大汉的周围 穆家宝数个长老的气息 此时皆是锁定在其周围 怕是一旦是拍卖场内 有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几个穆家宝的长老 就会直接出手的 慕然之间见到 穆家宝小心翼翼的 如临大敌一板 满场也骤然安静到了极点 不少的目光顿时涌出了炙热 众人不难知道 怕是这第十件拍卖之物 就是众人今天 一直在等待的 最后一件拍卖之物了 也是这一次 穆家商行拍卖会的压轴宝物 传言之中的玄灵通天疼了 今天拍卖场之内 特别是真正的实力买家 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因为玄灵通天疼而来的 玄灵通天疼炼气的重宝 据说能够炼制稻气的 那等价值就算是五星浮阵 也是丝毫无法相提并论的 稻气对于修炼者而言 无不向往 身怀灵气能够让人在同级修为之中 立于不败之地 实力大涨 身怀福气更是击杀同级修为者 也是轻而易举的 不过灵气和福气特别是灵气 对于修炼者而言 卖灵境层次的修为者 想要得到一件灵气 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就算是福气稀少 但也还是有人拥有的 一些顶级势力和家族 也拥有福气的存在 身怀福气 同级修为者是可是无敌的 岳吉康衡也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道气太过于稀少了 稀少就是等能于传说了 传言身怀道气 就能够沟通天地能量 借助天地之力 强者施展催动道气 足以是山崩地裂 举手投足摧毁着一切 岳吉击杀对手 也如是探囊取物 强悍程度让人无法想象着 玄陵通天藤 能够炼制道气的炼气重宝 其价值可是可想而知啊 而现在玄陵通天藤 就在沐家的商行之内 身在黑暗森林内的黑暗城中 这个以实力为尊的地方 要不是沐家宝的实力 能够镇压得住 他就是早就是 让强者是强行血洗了 而沐家宝也无法不拍卖 玄陵通天藤 早已经有了消息传出 玄陵通天藤在沐家商横拍卖 若是玄陵通天藤 被沐家宝直接给内够了 怀必为罪 怕是沐家宝立刻就会成为 各方势力联手围攻的对象 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满场的目光炙热的 望在了那井河之上 杜绍府古心眼也不例外 今天两人来的目的 就是玄陵通天藤的 拍卖台上此时那妖娆女子的面色 也极为正色 望明蒙目光 扫过了此时满场上市 不少下炙热的目光道 诸位贵宾 想必大家也早就听说过了 今天这最后一件拍卖品是什么了 没错 就是玄陵通天藤 炼制盗器重宝的材料啊 话音落下 妖娆女子是 微微的挥射手 那大汉手中顿时将井河给打开了 刹那间 只见井河之内蔓延出 耀眼夺目的霞光 霞光冲天 让得整个拍卖台上 是如梦如幻的 能量波动 荡漾周空 无数的目光 此刻间无视那刺眼的霞光 也立刻是将目光 落在了那井河之内了 井河之内有着一株青藤 通体晶莹剔头 微微卷缩着 能够看出 怕是卷曲的青青藤 是有着一丈长的左右的 体表包裹着俘虏密纹 徐徐如动 宛如火雾 像是有着灵智一般 但此时灵河内 似乎是被布置上了什么禁止 青藤想要破开禁止 但一直是无法做到的 杜绍府 向下服侍着 那井河内的玄陵通天藤 喃喃清道 那就是玄陵通天藤吗 应该就是玄陵通天藤了 乃是我学院玄石矿洞内所出的 一种奇特的存在 似腰飞腰 炼气的重宝 古心炎是红纱 遮面直下 美丽的双瞳 此时望着下方井河之内的 玄陵通天藤 也犯着些许的波动 玄陵通天藤吗 终于出现了 随着玄陵通天藤的露面了 满场也是随即喧哗 惊叹声势响彻的 包括是三楼的贵宾包间之内 不少一直平静的气息 也如是突然的缩净了一半 气息波动而起 纷纷落在了拍卖台上的 玄陵通天藤上 拍卖台上 锦盒只是打开了片刻时间 便是再度的合胜 霞光消失能量平静 整个拍卖场内是喧哗的气息 这才逐渐的平息下来 不少越来越是炙热的目光 这才徐徐地退去了一些 因为玄陵通天藤 价值不可估量 所以拍卖没有低价 没有任何的限定 诸位贵宾 现在玄陵通天藤 拍卖开始 瑶瑶女子话音落下 明蒙目光也立刻扫尸着四周的 再只是出人意料的是 刚刚炙热喧哗的拍卖场内 却是反而陷入了一种安静之中 没有人出嫁 没有人知道 玄陵通天藤是价值多少 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嫁了 有脑子的人也是清楚 没有绝对的实力的话 就算是得到了玄陵通天藤 怕是不用离开黑暗城 只要一旦离开了 沐家商行 就会立刻被人撕成碎片了 一千万悬食 我出嫁一千万悬食 一间原本拿下过一枚是通魂丹的贵宾包间 一千万的开嫁直接喊出 声音桀骜 一千万的悬食 这也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 随着一千万的报价喊出 整个安静的拍卖场 也顿时是为之哗然 所有的目光纷纷投注向了那寒假的贵宾的包间而去了 谁敢给我抢 玄陵通天讨 我要定了 贵宾的包间之内 一个黑山青年是桀骜的冷笑着 身在黑暗城之内 谁敢和他抢啊 看样子 那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啊 杜少甫的目光也望向了那寒假的贵宾包间而去 那寒假的声音让得杜少甫还是感觉到 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千一百万 拍卖会的第一层内传出了一道寒假之声 一千一百万的价格来自拍卖会第一层 能够拿出如此价格的人绝对不会是寻常人的 但却是又坐在第一层 这可是有些奇怪 心中疑惑 杜少甫的目光也是便是立刻俯视往下了 下方而去了 杜少甫目光所望 只见刚刚寒假的人乃是一个灰袍老者 其神色淡然 目光明亮 但却看着很是平常 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像是刚刚一直在打着瞌睡 此时才睡醒了一般 糟糕 这下麻烦了 而当杜少甫见到那寒假的灰袍老者的时候 脸庞神色却是对视大变 古心眼见状 颇为疑惑的对杜少甫问道 你认识那人 算是认识 一个恐恐怖的人 看样子 他也是为了玄陵通天腾而来 杜少甫大变的脸庞神色随即也恢复了平静 不管怎么样 今天自己也一定要得到玄陵通天腾的 1200万悬石 1300万悬石 1400万悬石 随着灰衣老者的话音落下 三楼贵宾包间之内再度有着叫价声喊出了 2000万悬石 第一次叫价的包间之内 2000万的悬石价格喊出了 随着2000万悬石的价格喊出 满场再度安静了 甚至有着不少倒吸凉气的声音传出了 这个价格的确是很恐怖了 2000万悬石的价格出现之后 刚刚喊价的数人也没有再交价了 看样子 不少人都是势在必得呀 一间的跪边包间之内 一个银发男子望着下方 目光平静 嘴角带着笑意 2000万悬石价格 怕是没有几个人会更高了 我们需要喊价吗 回袍者对银发男子是恭敬的问道 不用了 自己职务早晚会回到自己的手中来 就不插手了吧 银发男子淡淡的一笑道 2000万悬石的价格 还有没有更高的 拍卖场内短暂的平静之后 妖娆女子明眸望而四周 不是时宜的开口问到拍卖场之内 众人面面相描 这等价格已经不是谁都能够出得起的了 何况出得起的又如何 谁得清楚 就算是得到了 到时候也必定会遭受到无数人的围攻的 能不能够顺利的摆脱 就是一场绝对的冒险了 包间之内 杜绍甫深呼吸了一下 2000万悬石的价格 让人是心惊肉跳啊 但随即张口 声音徐徐地传出 我出价 2000万01块悬石 而随着杜绍甫的价格传出 整个拍卖场内目光抖动 纷纷目视而去 2000万01出什么价不好 那家伙居然是只多了一块的悬石 这分明是故意的吧 你要拍卖一下 那玄陵通天堂 古心炎望着杜绍甫 他并不知道杜绍甫今天的计划 更加不知道 昨天杜绍甫和穆家宝宝主说了什么 但此刻古心炎见到杜绍甫 竟然直接是出价2000万 这等价格对他来说 也是无法承受的 将五星玄妙层次的扶阵拍卖下来 已经是权力而为了 没办法 玄陵通天堂不能够落在别人的手中 对杜绍甫颇为无奈的耸了耸肩 现在只能够将玄陵通天堂 拿到自己的手中再说了 2100万玄石 声音再度传出 从声音中是不难听出 叫价之人似乎是心情有些不太好了 叫价声是不停地传出的 声音已经是接近了暴怒 不管他怎么叫价 对方都比起他多一块玄石的 不多不少 就是多一块玄石 这分明是 就是故意所为的 满场的目光波动 所有人心中也都是乎意 莫不是 那两间贵宾的包间的人 是恩怨不成了 不多不少的加一块玄石 这可是有着挑衅的嫌疑啊 数次都是如此 分明就是绝对的挑衅了 不过每次加一块玄石 却是有合乎规矩 玄灵通天堂的拍卖 说好了不限底价 不限一切的 让人也是无话可说的 那边的人 你什么意思 故意的不成 两千八百万学石 有本事再加 贵宾的包间之内 桀骚的声音 直接冲着杜绍夫所在的包间 是呵斥而来 两千八百万零一 阁下拍卖而已 价高者得 还不让人出嫁了吗 杜绍夫声音 沉声地传出了 自己又合乎规矩 自然是没有什么 觉得不妥的 三千万 声音怒道 阴沉的目光斗舍而出 三千万零一 杜绍夫再次开价 这个价格 也已经是早就是 心惊肉跳了 三 黑山青年 是暴怒抓狂的 准备再度加价 上门主 不能够在家了 价格已经是极限了 再加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贵宾包间之内 黑山青年 是身边一个大汉 不得不是拉着黑山青年 三千万的价格 已经到了 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三千万零一 第一次 三千万零一 第二次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三千万零一 第三次 成交 恭喜三楼的贵宾得到 玄灵通天堂 妖娆女子的目光望向了三楼那一间贵宾的包间 三千万的价格绝对是他这么多年来拍卖会上所拍出的最高价格了 随着妖娆女子的话音落下 周围一道道的目光都是齐刷刷的望向了杜绍夫所在的贵宾包间而来 杜绍夫深呼了一口气 但此刻间脸庞上的神情却是反而凝重了起来 精神力溃探之下 杜绍夫发现不少道的隐晦的气息正溃探而来 这些气息盯上了自己 今天自己想要脱身的话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你真的拍买下来了 古心炎美丽双瞳内也有了震撼之色 现在开始怕就会麻烦缠身了 从现在开始你一切听我的 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听我的 要不然我怕玄陵通天疼也回不到天舞学院去 杜绍夫转身正色望着古心炎问道 红沙遮面的美丽双瞳望着杜绍夫一会儿后 然后微微点头柔声的道 好 杜绍夫 你能够避开一会儿吗 我们还不想太招摇 杜绍夫对杜小妖问道 好吧 杜小妖点了点头 晶莹低头的淡金色神区之上是光芒闪烁着 随即便是在古心炎是颇为目洞的神色之中 化作了巴掌大小的一块古铜色的山峰石头 然后被杜绍夫给收起了怀中 当两人打开贵宾包间的百叶窗室走出的时候 整个拍卖场内一道道的目光都是落在了杜绍夫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 只是此时杜绍夫和古心炎两人都是斗篷遮脸 并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模样 随着最后的玄陵通天堂被拍卖了 拍卖场开始散去 一个个贵宾包间内的客人不失时宜地走了出来 目光和隐晦的气息皆是落在了杜绍夫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 只不过在斗篷遮盖之下 也是看不清楚两人的模样 不远处一间贵宾包间之内 数个头戴的斗篷 浑身掩盖在宽松长袍内的身影走出 领头一个银发男子 二十五六岁的模样 双眸漆黑 目光淡淡的也从杜绍夫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扫过了 此人好些啊 杜绍夫精神力溃弹之中 众人便是察觉到了那一道目光 微微抬头 斗篷下的目光望了过去 那银发男子的目光也从自己的身上扫过 让心中顿时是无端涌出了冷意 那些人和阴鸣教有关 是那天晚上对我们顿手的人 他们气息是虽然收敛了 不过我有着一些手段 能够感觉出来 古心炎的声音在杜绍夫的耳边轻轻地说道 一鸣教嘛 鬼爪应该和他们有关 怎么也会出现在拍卖会啊 杜绍夫闻言顿时目光透着沉思 这似乎并不太正常啊 恭喜得到了玄灵通天堂 真是恭喜了 激傲的声音传来 一个黑山青年到了杜绍夫的身前 目光一片的阴沉寒意斗舍 这声音杜绍夫认识 正是刚刚一直和自己争夺 玄灵通天堂的声音 而当望着身前那黑山青年的时候 杜绍夫斗篷遮面下的清朗目光 却是诸然一片阴寒 这青年不是别人 杜绍夫也自然认识 交手都不止一次了 穆正浩当初在黑暗森林内 就提到过的黑沙门薛云明 在黑沙门的地位是极高的 好像还是黑沙门的少门主 此刻间见到黑沙门的人 杜绍夫眼中寒意忍不住波动 但此地是穆家商行 现在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着 忍不住眼中的寒意低声沉道 玄灵通天堂 拍卖是加高者的二爷 好一个加高者得 那也要有那个实力才行啊 放心吧 玄灵通天堂还是我的 我们不用多久就会再见的 望着杜绍夫薛云明时目光 急傲着阴沉着 是吗 再见之时 希望你不要后悔 杜绍夫一字一顿 低声的倾倒了 有种 看看到时候谁后悔 我定然将你搓骨扬灰 你得不到玄灵通天堂的 薛云明探身 微微傅而在杜绍夫耳边轻声说完 然后目光望着古心炎身上 那曼妙的弧度上贪婪的扫过 然后好好大笑 带着身后树人士扬长而去了 我也期待再见 望着薛云明的背景 杜绍夫双同身处 一抹寒意是磨过了 此人应该是黑厦门的上门主 薛云明 你以前认识吗 古心炎在杜绍夫身边是轻声的说道 算是认识吧 关系还不浅呢 杜绍夫脸庞上一抹笑意 轻轻的浮现而出 然后对古心炎说道 先不说这薛云明了 我们先去商行 拿那个玄灵通天堂 然后想办法离开黑暗城 片刻之后 穆家商行后面 披静的小厅之内 一个建硕中年大汉 手中三个乾坤袋 交给了杜绍夫道 你要的那妖兽干尸和玄灵通天堂都在乾坤袋内呢 多谢穆伯伯 不过妖兽干尸的玄石 我身上现在可没有 可否用其他之物抵押呢 杜绍夫接过三个乾坤袋 目露苦笑 一百一十万的玄石 他身上也拿不出来的 玄灵通天堂都给你了 还在乎你那一百一十万玄石吗 就送给你了 那妖兽干尸 我和不少灵夫是研究了十数年 但也是毫无头绪 虽然不乏 但确实也没有那个石柱化的作用 你出一百一十万玄石 倒是偏高了 希望你有运气 能够研究出什么秘书和兽能来 中年大汉说道 一股不怒而微 透着无端压迫的气息 正是穆家宝宝主 穆明清了 送给我 杜绍夫颇为震惊 一百一十万玄石 那是价值树莓的铜魂丹呢 穆家宝对自己也是大方一些了 给你就拿着吧 穆明清望着杜绍夫 眼中目光望着杜绍夫道 你应该清楚 你一旦离开穆家商行 那就会凶险无比的 你确定要是如此吗 杜绍夫望着穆明清一笑道 我说我不离开穆家商行 怕是穆家商行 就会凶险无比了吧 多谢穆伯伯的帮忙 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吧 有志气 去吧 希望你能够成功 穆明清点头 没有再说说什么 告辞 杜绍夫收起三个乾坤带 转身离去 随着杜绍夫走出了房门 数个老者和大汉走了进来 鲁林昭也在其中 对穆明清说道 宝主 这小家伙行吗 外面人太多了 我担心怕是会有人 等不到 出黑暗城就会动手的 能不能撑过去 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穆明清低声声道 然后目视着众人说道 鬼爪应该来了吧 三千万学时 他自然第一时间来了 正在里面等候 我们 一个老者说道 其话音还未落下 穆明清接口说道 我亲自去一趟吧 看样子许久不见 鬼爪的胆子可是大了不少了 奢华的小婷 一个五行多一些的年纪的干受老者端坐 五行多的模样 浑身是皮包骨头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目光波动 透着些许的冷笑 鬼爪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气息 目光骤然注视向了门口 鬼爪 好久不见了 双朗的声音传出 树道身影徐徐走进了小婷 当先一个健硕中年大汉 目带着微笑 神色平静 鬼爪的目光紧紧地望着穆明清 刚刚还透着些许冷笑的目光瞬间一致 就连脸旁上的神色也立刻相应了 嘴角抽搐着张口了树下 鬼爪这才发出声音 望着那领头的中年大汉 甘瘦的身躯颤抖着站了起来 听道 目 目宝主 好久不见 看样子 你最近可是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就连玄陵通天藤 也舍得拿来拍卖 中年大汉正是穆明清 望着鬼爪 是微微一笑 却是无端让得鬼爪 是浑身的有些发颤的 强忍着心中的不安 鬼爪抬起头来 阴沉的面色收敛 甘瘦的脸旁上挤出了笑意轻荡 目宝主说的哪里话 再怎么样 也是比不上目宝主的 三千万零一块玄石 扣除了两成的云晶之外 还有两千四百万零一 拿去吧 都在玄石卡内了 随处都能够兑换的 目明清挥手 是一张预制金卡 抛给了鬼爪 微微一笑道 要检查一下吗 出了我目家商行的门 那其他事情就和我无关了 目宝主亲自来 我哪里有信不过的道理 自然是不需要检查的 如此就多谢目宝主了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鬼爪收起了玄石金卡 恨不得早些离去 顿时就转身而去 生怕被目家宝的强者 所阻挡了 慢走 目明清微微一笑 完全没有阻挡鬼爪的意思 任由鬼爪离去 大哥 鬼爪那家伙 一向是紧身的 怎么这一次 竟然不检查 玄石金卡了 等他到时候 要是知道的时候 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 鲁林昭望着鬼爪的背影消失 目光中也是开始泛起了笑意 目明清淡淡的一笑道 他心中有鬼 来目家商行内 最怕见到的人就是我 现在见到了我 自然是有些担心的 正因为越是谨慎 所以才越想要离开 只是除了目家商行的大门 那一切就和我目家商行无关了 目家商行外 拍卖会场的人已经散去了 人流穿梭的街道上 虽然是熙熙攘攘 但已经并不用记了 杜绍夫和古心炎 从目家商行走出 微微抬头 四周是熙熙攘攘的街道 人潮如常的 只不过周围街道上 却是无端有着一种 诡异的气息笼罩着 就连对面小巷之内 那卖茶的茶滩 此时也是生意爆满 甚至有着不少人 还只能够站着喝茶 杜绍夫斗篷下的目光 能够远远地见到那卖茶的老婆婆和小小少年两人是忙碌的身影 神色微动对身边的古心炎说道 你还没有好好地逛过黑暗城吧 古心炎是红纱遮面下的美丽双铜 望着四周 感觉着四周诡异的气息道 你还有心情逛吗 当然 慢慢挂 不解 杜绍夫一笑 随即并没有匆匆离去 而是慢慢地在大街上闲逛着 一副悠闲的模样 古心炎郊区微微一致 但随即也是轻轻地跟在了杜绍夫的身边 两人在黑暗城内 此刻间不及不许的模样 开始悠闲地闲逛了起来 而街道上也立刻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一男一女两个头戴斗篷的身影是悠闲地闲逛着 而在两人的身后 密密麻麻的身影不知何时跟随 将宽阔的大街围堵的水泄不通 但没有一个人是敢上前的 那两人竟然还悠闲地逛着 一定有古怪 别冲动 千万不能够被人当做了炮灰 等待机会 看样子我们成为了猎物 大街上古心炎没有回头 但却能感觉到深厚的情况 人越多我们才越安全 没有人想成为入室之地的 他们在等待 杜少傅微微一笑 但笑容是脸庞眉宇之间 却有着一抹凝重的紧促着 时间徐徐而过 在两人的闲逛之中 浑昏终于是徐徐来临 而此刻两人也能够感觉到 越来越多的气息 紧紧地锁定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 落日沉默 银灰色的木路刚刚笼罩着黑暗城的时候 黑暗城那个大街上 杜少傅微微抬头望着暮色 目光视线之中 前方也显露出了辽阔的山脉轮廓 顿时对身边的古心炎说道 是时候了 我们出城 快 送送 随着杜少傅话音刚刚落下 两人脚掌之下 旋气涌动着 身影顿时如闪电般的急驰而去了 他们开始逃了 想要趁着夜色 逃进了黑暗森林内 快追 随着杜少傅两人身影急驰而去 身后远处 顿时是铺天盖地的气息爆发 一道道身影毫无顾忌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对着前方的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追去了 夜幕逐渐地笼罩着苍穹 高耸的黑暗城城门之内 两道头戴斗篷的身影掠出了 正是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 彭临九天 霸道无匹的气息 在杜少傅体内蔓延而出 但金色悬气冲天而起 符文双翅在背后蔓延凝聚身翅着 震翅而起 身影如一抹金色闪电掠空而腾 对着前方的黑暗森林内视而去了 不敢有丝毫的停歇 旋气涌动 古心炎腾空而起 漫妙的身影在低空中腾出了一道诱惑的弧线 直追在杜少傅的身后 快追 他们要进入黑暗森林内 黑暗城城门之内 大片的身影腾空而起 旋气爆发 对着前方是紧追不舍 半空上 寿命声咆哮着 不少飞行坐骑庞大神区是扩展半空 然后振翅腾飞而去了 只是铺天盖地的身影之中 速度能够追得上前两面人的 却是没有太多 连绵起伏 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山脉 和茫茫的林海出现了 不时有着低沉的售吼声 从山脉深处传出了 进去黑暗森林内 跟紧我 杜少傅情贺一声 夜幕中符文双翅一阵 对时一头扎进了黑暗森林之内了 嗖 古心眼紧随略进了 速度比起杜少傅可是丝毫不慢翻好的 而随着杜少傅和古心眼两人的身影 略进黑暗森林之内 有着一只速度极快的妖兽坐骑 和时来到的身影 也是犹如幽灵一般 钻进了黑暗森林之内了 他们果然进入了黑暗森林内 怕是计划着趁着夜色方便而逃 倒是有着一些小聪明 只不过一样是难逃一次 待会诸位长老帮忙 那女的先留着 但玄陵通天堂一定要得到 难得杀无赦 飞行妖兽的背上 一个黑山青年是阴沉桀骜的冷声说道 眼中杀意斗舍 一道道的身影顿时掠进了黑暗森林之内不见了 嗖嗖 远处的天际 树道流光包裹着光芒 如长虹般的掠来 几个闪动便是出现在了茫茫的林海之上了 光芒收敛 领头站着一个银发青年 一头极为光滑的银色长发劈卸下来 如同瀑布 松松的用一只单色丝带挽起 模样俊朗 眼中双眸在夜幕中是深邃如幽 那两人进了黑暗森林内 现在动手吗 银发经年的背后 一个灰袍者是微微抬头 灰袍照面之下 可见眉头之上一道长长的刀疤 被额前的头发给遮盖着 双眸双瞳在夜幕之中 泛着些许灰白色的光芒 显得格外的诡异 等他们到一起了再动手吧 一网打尽 剩下的事情就和我们无管了 银发青年说道 到时候若是那女的咱 一定要留给我 灰袍者身边鬼爪的身影赫然在其中的 目光一立 密林之内杜少甫背后 符纹双翅收敛着 脚下旋气喷勃 灵波逍遥不催动 身影在密林灌木之内是穿梭着 对身边紧随其后的古心炎问道 可曾感觉到他们存在了 就在前面不远 古心炎说道 估计他们已经是等了担心了 先过去会合他们 杜少甫说道 脚步却是丝毫也不凡放松 小心 而就在其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 杜少甫突然对身后的古心炎大和一声 一拳咒人朝着前方轰出了 轰 但金色旋气涌通 一拳轰出 空间骤然传出了低沉的烟爆声 能量进气伴随着耀眼的破碎的符纹击舍开来 腾腾腾 杜少甫身影顿时亮枪退后的树步 脚下地面是接连的军裂了 目光立刻就注视向了前空 而随着杜少甫的目光之中 前方也是跃出了两个半百的老者 一高一改 都是目光阴沉 炙热的目光正紧紧地盯在了杜少甫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了 五号进出刀 杜少甫望着那一高一矮的两个半百老者 但金色的双瞳之内含义搏动 这两个人在拍卖场之内杜少甫曾经留意过 没想到速度倒是够快的 竟然是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看样子这两人在搜寻和速度上 应该是有着特别的手段的 叫出玄陵通天堂 我放你们离去 两个老者之中的左边一个 目视着杜少甫说道 气息更是紧紧地锁定在了杜少甫两人的身上 想要玄陵通天堂 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杜少甫话音落下之际 体内脉动静圆满巅峰层次的气息 也早无保留的席卷而出 脚下旋气喷驳而出 身影如同是一抹紫色闪电般 直接扑向了那说话的老者 同一时间红影闪动 犹若鬼魅 古心炎出手 曼妙身躯直扑向了另外一个老者而去了 麦东静圆满层次 找死 被杜少甫锁定的老者 感觉到紫袍身影 竟然只是麦东静圆满层次的修为而已 刚刚还是颇为紧粗的眉头顿时舒展 一股寒意自阴寒霜同内是蔓延而出 挥手一抖 直接一道拳印对着杜少甫射 爆红而去了 哄 拳印之前 玄气包裹着 欲要将空间给扭曲着 电光火石之间 便是在那老者其冷笑的目光之中 手中一拳毫不客气的狠狠落在了杜少甫的胸膛之上 一个麦东静圆满层次的修为者 和他武侯静动手 那就是等于直接找死 不好 而就在拳头落下的一煞间 那老者似乎是瞬间感觉到了什么 眼中目光顿时大变 仓皇间 似预要是急速而退 轰 但这老者是暴退也来不及了 一道金光包裹的拳印直接轰击在了他的小腹上 但金色的俘虏蜜纹倾斜而尽 霸道灵力的气息如火山喷发 那等距离 摧枯拉朽的摧毁他的玄气防御 霸道距离直接涌进了他的神圈 眨眼之间 老者双瞳紧缩着 如同是见鬼了一般 一股骇然之色从眼瞳深处蔓延扩散而出 嘴中鲜血狂喷着 而后这那老者的身躯就无力的迎面躺下 体内神却已经是被一拳摧毁了 不甘的眼神之中有着恐惧和震撼 更多的是惊悚 杜少傅身影俯冲而下 一拳轰在了那老者的头颅上 将那老者头颅生生给轰爆了 死得不能够再死 其眼中不甘的眼神也是摧毁破碎了 顺手从其中 逃索出了一个乾坤蛋 死 不远处 古心炎红一身影在夜幕中宛如幽灵一样 漫天的符文笼罩着周空 一股恐怖的微压席卷而出 镇压着前者 最后化作了一道耀眼的符文光芒 以奔雷之势直接掠进了老者的体内 轰 符文光树将老者正欲要催动的脉魂给轰碎了 身躯随即是震飞开去 狠狠撞击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之上 将那参天大树拦腰给折断了 走 后面有不少人追上来了 古心炎望着杜少傅 见到地上被杜少傅轰碎头颅的老者身体 美丽双瞳也是颇为一致 只是不敢丝毫的耽搁 立刻是略身离去了 嗖嗖嗖 就在杜少傅和古心炎身影离去的短短片刻之际 石树道身影落下 望着地上两具的尸体 皆是面色微变着 死的是冰山二郎 能够这么快就被那两人诛杀了 看样子 那两人也是不同一般呢 有人面色微宁 能够这么快诛杀身为武侯镜的明山二郎的兄弟 足以证明那两人的实力是不凡的 白天就是阴沉的天气 昨夜还是下了雨的 夜幕之中 五月五星的 黑夜中的秘民 杜少傅和古心炎全力狂奔着 借助着高高的灌木丛 掩护着脱身 但想要完全是摆脱身后众多的强者 又弹劾的容易 逃不掉的 交出玄灵通天堂吧 随着黑夜中显得阴沉的话音落下 一股浩荡的气息 顿时笼罩着周空 似于要将周围的空间 日尽数的凝固起来 然后一个黄仪老者 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前了 五侯境彼岸强者 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 身影都是为之一致 来人的气息让他们心差 赫然已经是 五侯境彼岸层次的强者了 联手 两人随后面面相识 对付五侯境彼岸层次强者 只能够是两人联手了 乍然间两人气息涌动 眼中精盲斗舍 打算联手一战 两人联手 对方要奈何他们 也怕是不会容易的 看样子 你们是不打算交出 玄陵通天腾的 那就去死吧 见到两人似乎并没有打算 交出玄陵通天腾的意思 黄仪老者面色阴沉 顿时手掌一抬 微微悬动着 一股浩荡的符文和悬气 迅速的成形着 刹那间便是凝聚成了一道掌印 直接率先排向了杜少傅 伏文涌动 掌印掠动 沿途空间出现了扭曲的痕迹 像是空间随时都能够被崩碎了一样 武侯境彼岸层次的强者 举手投足之间 非一般人是所能够相比的 面对那掌印笼罩 周围空间无端被凝固着 让得杜少傅和古心炎都是眉头微醋着 而就在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是就要欲要联手出手的时候 半空之上突然传出了一声冷横之声 哄 随即有着漫天的符文耀眼照射而来 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着上空 一道符文能量如同是雷霆一般 轰然地倒下 直接对撞在了前者那惊人的掌印之上了 低沉的魅想传出了 周围树科参天大树被能量进气席卷着是连根拔起 轰隆隆的声响不绝一耳 凶猛的攻击也随即便是被摧毁了 能量进气迅速扩散着 让得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先驱 也是立刻地暴退着 唐唐唐 黄仪老者身影亮腔震退了数步 目光顿时惊变起来 破风声响起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杜少傅古心炎两人的身前 头戴斗篷看不见模样 但身上的气息却是极为的强横 比起那黄仪老者来还是要强横得多的 望着这突然而来的相助之者 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都是目露疑惑之色的 这相助者的背影让杜少傅还有了些许的熟悉感觉 只是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 现在也不知道此人是不是真的来相助他们的 或许也只是为了玄陵通天藤而来的 阁下何远 难道是为了玄陵通天藤吗 黄仪老者望着来人 阴沉面色透着凝重之色 来者并没有理会那黄仪老者 而是望着杜少傅和古心炎道 你们两个快去会合其他人 然后一路回去 你们要等的长老们 应该已经在半路上了 快走 多谢相助 文言杜少傅和古心炎都是有些意外的 特殊时期也没时间是多耽搁的 两人致谢立刻纵身而去了 想逃吗 黄仪老者面色微沉 旋起波动 符文闪烁着 就欲要阻挡杜少傅和古心炎两人 你以为你能够留得下他们吗 找死 头逢遮面者是沉声冷喝着 手印急速的波动 与之同时之间周身气息爆发 符文冲天而起 令得周围空间也是泛起了剧烈的波动 而后符文凝聚着 一道指印直接是破空直刺那黄仪老者的头颅而去了 符文指印一出 周围空间剧烈的涌动着 隐隐间有着无数电芒涌动 欲要将那黄仪老者周空那股给封锁了 那股浩大之势 意要是将镇压这一切 让人胆颤心惊的 就在前面 快追 玄灵通天亭就在那两人身上 就在前面了 不要让他们逃了 黑夜之中大片的身影穿梭在了密林之内 惊起了无数飞禽振翅腾空着 猛兽浙福不敢出声了 四面八方的都是有着身影而来 石树到身影终于是将杜绍府和古心炎两人再度围拢了 一道道身影周身是流光蔓延着气息涌动着 以原形之势将杜绍府和古心炎两人尽数笼罩其中 石树人都是五猴镜 石树古五猴镜的气息尽数锁定了杜绍府和古心炎两人了 毫无疑问 这些五猴镜的修为者 都是这些天涌进了黑暗城 为了玄陵通天堂而来的各方势力强者的 看样子逃不过一炸了 杜绍府身影停滞 望着周围一共是十四个五猴镜 好几个气息还明显是在到了五猴镜玄妙层次的 想要脱身已经难以办到了 那就动手吧 古心炎轻轻地说道 红沙遮面之下美丽双瞳中此刻的目光也开始冰冷了起来 曼妙红一身躯周围开始有着符文涌动着 那女的好像是镇服师 小心她布置符镇 住手 一个大汉窥探到了古心炎身上的气息波动 顿时面色一变 脚尖一跺虚空 身影如闪电般直扑着古心炎而去了 五猴镜玄妙层次的气息波动 周身玄气是呼啸翻涌着 一道拳印挥手砸出来 滚开 就在此时 一声大喝声传出 一股雄魂无匹 镇压长空的气势从天而降 一道符文能量直接撞击在了那大汉的拳头之上 哼 只听能量魅想 那大汉武侯竟玄妙层次的修为 身躯也直接被战得是声声亮相而退了 谁偷袭我 周围众人面色大变 那大汉更是立刻的抬头大喝道 天舞学院将军 贺声自长空落下 而后一道流空闪电般落在了场中 流光收敛一个青年下路而出 青年二十左右的出头 身材伟岸 在周围此时淡淡的能量符文光芒照耀之下 古铜肤色上泛着流光 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 周身气息无形中是犹如盘踞长空 能够镇压深河一样 还有天舞学院 鬼娃 又是一道流光身影掠向 流光收敛一个身着漆黑如墨长袍的俊美青年而现 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 周身气息荡扬着 让人无端寒毛指数 天舞学院 无确 天舞学院 古少峰 天舞学院 北明峰 天舞学院 李雨霄 再度四道喝声响彻着夜空 空间被拨动着 四道身影迅速的掠空而来 四股气息降临周空着 三男一女 女子一袭大红宽衣照体 半遮半眼露出了如凝脂白玉般的一抹苏胸 短短地包裹着翘臀 一双心肠水润均衬的旧腿 一直到白皙的大腿裸露着 剑影漫妙诱惑着 一个青年黑色树在了脑后 几率并发垂耳 眼眸深邃漆黑 双手腕上各自带着一个奇特的青色古老的手圈圈 上面刻画着不少的声色符文 让得原本颇为飘逸的气质 平添了几分机械般的感觉来 第二个青年 鼻梁挺直 鼻尖高挺 身上的肌肤透着淡淡的赤色 双瞳乌黑如墨 第三个青年身形魁梧 暗红色长袍 无风自动 周身摩西气息令人心颤 随着这六人出现 整个周空是隐隐间围之扭曲着 五个青年一个妖娆女子 六股气息隐隐间是冲天而起 镇压山河 溃压长空 好强的六个后背 感觉到这六人的气息 那十四人五猴镜也是目光动容 天舞学院 古心眼 望着来的六人 古心眼微微抬头 挥手将头上斗篷摘下 绝世容颜展露着 气质是似不染人间烟火 美丽的双瞳中光芒绽放着 天舞学院 杜少甫 杜少甫牧师来的六人 头上的斗篷也是微微摘下 刚毅睿智的脸庞上泛着微笑 双毛透着淡金色 气息微动 霸道而犀利 将军 不点山河将军 灵玄玉女 古心眼 九幽太少鬼娃 玄冥公主 无劝 前罗建国绍峰 这些好像都是天舞学院 在舞榜上前舞的人呢 有着一个大汉目光涌出了震惊 似乎也早就听说过 这些早已经是 明镇帝国的称号了 六男两女各自相识一言 没有多说什么 迅速形成了一个圆圈 安静肃立地站着 八股气息波动而出 一个个都是很强大的 看样子 你们成功了 将军侧目望着身边的杜少傅说道 俊朗的脸庞上 并没有为此刻 十四个舞侯镜所困 而是担忧着 成功了一把 但还没有见到鬼爪 杜少傅点头说道 没关系 先打发了这些人再说 站吧 将军说道 话音落下 眼中精芒开始闪烁着 站 放手上 鬼娃目视着 那十四个舞侯镜 声音轻柔 但隐隐间透着凌厉 身上气息淡淡波动之间 蔓延着些许的煞气 别说闲话了 解决了这些找死家伙再说吧 李雨霄出手 暗红色长发是根根倒飞 但黑色的摩邪之气滚滚地席卷着 红色双毛涌动着 挥手而动 红色双毛涌动 一柄暗黑色大简出现了 符文爆发 立刻就锁定在了一个对手直扑而去 黑色大简似于要劈开空间一样 鬼娃没有再说话 周身淡黑色旋气 伴随着一股煞气 犹如是液体一般将身躯给尽数笼罩了 释放出的气息 让得周围空间都是出现了震荡波纹 与此同时之际 鬼娃身影化作了残影 犹如鬼魅般率先直扑向前方的老者而去了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其身前 灵力的爪印撕裂敞空了 前罗剑 郭绍峰双手振臂 古朴的一双手腕手圈上 是声色符纹绽放着 两柄古剑诸然出现在了双手之中 剑芒滔天符纹涌动着 似乎是要摧毁乾坤 北冥峰漆黑如墨的双眼 也在这刹那间是涌上了赤红 犹如有着火焰符纹要喷发而出 一柄烈焰之刀在掌心室凝聚着 火刀层扫着长空 伴随着烈焰蔓延着淹没了半空 沙 无阙焦鹤 脚尖一点地面 顿时掠上了密林低空了 诱惑身姿在半空弧度诱人 一股幽冥之气席卷着 速战速决 古心炎出手 曼妙倩影动身了 举手投足依然是 没太动人心魄 动手 夺取玄陵通天堂 天舞学院的小妹又如何呀 十四个武侯敬修为者 也是齐齐掠动了 玄陵通天堂的诱惑 足以让他们是奋不顾身 砰砰砰 刹那间一道道能量撞击了 众多武侯敬修为者出手对撞 像是要将这一方高空 也给摧毁了一般 让人颤礼 符文绽放能量爆发蔓延着 大片的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 席卷着摧毁着 呦 刚刚攻击向了古心炎 那武侯敬玄妙修为层次的大汉 黑夜之中 一道道符文能量爆发而出 蕴含着雄浑的玄气 铺天盖地的笼罩向了将军 滚 将军陈鹤 镇压山河般的气势爆发了 一片璀璨的光芒爆发 浩荡的符文能量席卷着 一道掌印如若是一片奔涌的山红倾泻 对谁撞击而去了 一个长山半百老者 趁机栖身到了最后 还没有出手的杜绍府身前 这老者似乎是感觉到 八人之中只有杜绍府一人的气息是最弱的了 小子 算你运气不好 长山老者眼中寒一抹过 一股旋气席卷而出 伴随着符路密文涌动着 化作了一股式约莫 有着十数正庞大的 玄气符文能量漩涡 符文能量漩涡 直接将杜绍府笼罩起身 欲要将杜绍府神区包裹 在这灵气漩涡之内了 生生地摧毁成碎片 玄气漩涡之内 一道金色符文凹痕是划过了 八道灵力的气息席卷着 但金色符路密文镇压着一切 顿时将那玄气符文漩涡 是生生地给震碎开去了 死去吧 惊人的能量扩散开去 杜绍府的身影 已经是化作了一道金色光影 暴力而出 瞬间出现在了 长山老者的身前了 猝不及防之间 一群毫不留情地 攻击在了其胸膛之上 低沉的魅想 长山长老直接被狠狠地 给撞飞了 防御室被崔呼拉朽的 给震碎了 最终顿时鲜血狂喷 身躯擦着地面震退十数米 撞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之上后 这才止步了 咻 杜绍府正欲要是继续 扑向那长山老者 左侧破风声响彻着 一道凌厉的爪印包裹着 密密麻麻的俘虏密文涌出着 扭曲空间掠下 瞬间就到了身前 直接扣压向了自己的左肩 欲要将自己一只左肩给扯断了 来吧 杜绍府微微咬牙不躲不避 任其一道爪印直接落在了自己的肩头上 这一道爪印落在了杜绍府的左肩 摧毁玄技防御 撕碎杜绍府肩头的紫袍 只是落在杜绍府肩头皮肉之上的时候 杜绍府肩头淡金色弗鲁米文涌出着 那灵力的爪印根本是无法再度寸间了 浩荡的灵力之力也只是在杜绍府的肩头 留下了五道浅浅的血痕了 砰砰砰砰 而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爪换一拳 拳头包裹着淡金色弗鲁米文 一拳十三响 直接轰击在了来着一个矮小大汉的头颅之上 将其头颅爆红成碎片了 八人之中杜绍府第一个击杀了一个五猴镜 那等的凶悍立刻是震慑全场了 腰兽咆哮着 一个白衣中年周身笼罩在了一头腰狼虚影的体内 这腰狼虚影宛如和其身居是完全相容的 犹如一体 此刻间人就是腰狼虚影 腰狼虚影就是人 融合的是天衣无缝一般 此人的气息更是到了最为巅峰的地步 脉魂绒体踏足到了五猴镜的代表 和脉灵镜又有着实质的不一样 已经是将脉魂完全融于一体 有着质的飞跃了 好 白衣中年此刻间 四人四狼的身躯直扑了鬼娃 一到狼爪是溃压敞空了 全力了吗 可惜还是不够啊 瞧着对手催动了全力 鬼娃双瞳是微微一缩 精芒蔓延的双眼之中 一股悠悠之色覆盖了双眼 顿时煞时间说不出的鬼魅和冰冷 黑色旋气和符文掠动着 九幽煞 悠悠的煞气直接汇聚成了爪印 鬼娃不为不躲 狠狠的和那狼爪对撞在了一起了 如此对撞耀眼 laser 低沉的阴爆声骤然响彻着 那白衣中年狼爪直接被摧毁了 死 鬼娃声音简短射人 紧接着又是一道灵力的爪印 像是能够撕裂长空了一样 便是直接乘机落在了那针硬的狼手之上 白衣中年坚持了短短的瞬间之后 狼手就是被鬼娃的爪印直接给撕裂了 最后脑袋也被其撕碎了 被鬼娃给诛杀了 喷 将军的一掌直下气势镇压山河 一个光头中年化作了血雾 几乎是在先后之间 郭绍峰手中双剑的福气之上 古老的符文蔓延着 剑芒撕碎了尘空 一个短衣长发的大汉 手中灵气被摧毁了 胸膛被古老的符文剑影标射而出 血液标射 生机顿时尽数潇洒了 滚滚的魔邪之气息转着长空 李雨霄催动了化魔剑 将对手掌落半空 吴雀和古心眼两道曼妙和诱惑的身躯 包裹着滚滚的符文 几乎也是先后之间 各自将对手给诛杀手中了 吱吱吱 北冥峰火刀使挥舞着 烈焰当空 照耀到半空是宛如白昼一般 将对手也是斩落麾下了 吱吱吱 但在这同时间 一个素衣老者出现在了 北冥峰的身后 穿过烈焰阻隔 武侯竟玄妙层色的细细喷发了 掌印静直落在了北冥峰的身上 北冥峰身躯亮枪的坠落了震腿落地 脚步亮枪 接连树步才稳住了身躯 嘴角血液开始溢出 面色也开始苍白了 杜绍夫身影出现在了 开始就自己是被一拳重创了 长山老者的身前 此时那长山老者已经是挣扎起身 目光震撼 勾动武脉 扶龙密文浮现 一只浑身的鳞片遮盖着一手虚影 顿时是若隐若现的 灭 金色光影爆裂而出 扶摇震天至失站着 一手犹如蒲扇般地掠出来 急速落在了还没有彻底催动 脉魂的长山老者的身前 将其身躯狠狠地给震飞了 异兽虚影骤然破碎了 轰 一拳追击 长山老者胸口被轰出了血洞 第二个武侯镜出灯的修为者 陨落在了杜绍夫的手中 十四个武侯镜转眼间九个陨落了 仅仅剩下了五个 而这剩下的五个 却是五个武侯镜玄妙层次 五个武侯镜玄妙层次的修为者 此时目光凝重 没有再继续出手了 那八个青年男女 一个个都是击杀着 武侯镜出灯修为者的实力 也就是证明着 有着抗衡武侯镜玄妙层次 修为者的实力了 此时他们五个人 抗衡那不凡的八个青男青女 完全没有胜算 但若是轻易地离去 他们又有些不甘心 眼睁睁地 看着玄灵通天藤 就在对方的身上 却拿不到 心中的感觉是可想而知啊 哦 就在此时半空中 妖兽丝鸣着 一只巨大的飞行妖兽掠空而来 出现在了这片狼藉 几乎是已经被 以为平地的空旷身卖上了 六道身影悬浮了半空 气息释放着 三个武侯镜的初灯 两个武侯镜玄妙 一个武侯镜彼岸层次 如此的六股气息释放着 让得在将军古心炎等 还有那个五个武侯镜玄妙层次的修为者 也是面色难看了起来 飞行妖兽的背上 一个黑山青年跃下了悬浮在 六个武侯镜强者的身边 目光中透着桀骜的阴痕 正是黑沙门的少门主薛云明 薛云明的目光第一时间 就落在了 乌雀和古心炎两人的身上 阴痕桀骜的目光 煞时间是为之呆滞 魂都被吸走了一般 久久是难以回过神来 那等妖娆和气质的女子 整个黑暗城之内 她这一辈子也还是没有遇到过的 更不要是还接近过来 只不过就当薛云明的目光 落在了杜少府身上的时候 却是如同触电了一般 目光狠狠地一抽 张嘴震惊地道 是你 薛云明认出了杜少府 此时杜少府摘下了斗篷 他自然不会忘记 当初杀了他 多守黑山门的精英弟子 那一个紫袍少年的 最后就连二长老出手 那紫袍小子也被人救走了 门中要寻找的那宝物 也在那小子的手中 这么久以来 黑煞门找遍的整整个黑暗森林之内 也没有再找到那小子的消息 还以为已经是被神秘的强者 救出了黑暗森林了呢 不错 是我 杜少府面色阴沉 此刻间尖头紫袍阑阑着 隐隐间血痕地溢出了 些许的淡青色的血影 这薛云明见过自己 此时自然是能够一眼就认出自己的 你还是带着斗篷购买了玄陵通天藤的人 真是没想到 踏破铁锡无觅处 得来全破费功夫呀 薛天明忘了杜少府和身边的古心炎 他认出了杜少府 也就是在沐家山行内 和争夺玄陵通天藤的人了 刹那间是顿时大小 真是心仇旧恨 今天能够一块儿饱了 送送送 随着这边的惊人大战 大片的流光身影 此时也是纷纷掠至周空的 一股股气息降临 流光蔓延 不分有着武侯性强者在其中的 不少赶来的身影 见到了下空大的一幕 还有着好几个武侯性尸体躺着 一时间弄不清楚情况 也是不敢随意地出手 尽数先坐闭上关来 望着赶来的越来越多的身影 其中不凡是有着武侯性修为者的强者 六个黑煞门武侯性强者之中 那武侯性彼岸层次的修为者是面色微宁 侧目对薛云明低声地说着什么 神色透着些许的冷漠 没有对薛云明表示态度的恭敬 反而是薛云明对其是极为的礼敬 闻言之后 薛云明望着周围越来越多的身影 目光微沉 冷冷地望着杜绍甫 冷笑桀骜的道 小子 交出玄灵图年头 今天我们的账 可以先放一放什么呀 否则 您是逃不掉的 目光从此时 四周是越来越多的身影上扫过 杜绍甫目光最后落在了薛云明的身上 目光变得是极为的诚恳 甚至是眼中涌出了忌尘和恐惧之色了 我才知道 原来是你是黑沙门的少门主 好 我交出玄灵通天堂 我们以前的恩怨 一禀功效 话音落下 杜绍甫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乾坤袋 浮温涌涌动着 然后一个半人长 半米高的长方形锦盒出现在了手中 少门主 玄灵通天堂交给你了 记得我们的恩怨是一禀功效 杜绍甫话音落下 手中的锦盒打开 刹那间只见锦盒之内蔓延出耀眼夺目的霞光 霞光冲天能量波动 荡漾着周空 此刻间 那刺眼的霞光之内只见锦盒之中 隐隐间有着一株倾堂着 但众人还没有来得一看清楚 锦盒已经被杜绍甫给合上了 玄灵通天堂 那就是玄灵通天堂 周围不少的人 那可是从拍卖会追来的 都见过那锦盒 见过那玄灵通天堂的 虽然刚刚只是一撇 但已经是足以惊识让人 能够看得到 那就是玄灵通天堂了 所有的目光顿时就赤红了起来 少门主 接着 玄灵通天堂 归你了 杜绍甫的话音落下 手中锦盒顿时 直接干脆地剖开了 那低空上的薛云明而去了 随着杜绍甫手中的锦盒 真的给抛出了 薛云明还在错愕之中 他何曾想到 那紫袍少年 竟然是真的会将 重宝玄灵通天堂交给他的 其实薛云明 也就一开始随便说说而已 他又何曾会想 是开始说的一般 交出了玄灵通天堂 就饶了那个小子 要知道 当初黑煞门的宝物 还被那小子拿去了呢 可薛云明怎么样也没有预料到 那紫袍少年 竟然是真的就因为他的一句话 交出了玄灵通天堂了 难道是那小子 真的是计算他少门主的身份吗 玄灵通天堂 我的 短短的错愕之后 薛云明也回过了神来 顿时就伸手探向了锦盒而去 是玄灵通天堂 躲啊 周围众多炙热的目光 此时亲眼见到 玄灵通天堂出现了 哪里还是忍得住 就算是黑煞门 那又是如何呀 一个个五猴镜强者顿时出手挣脱了 符文爆发 玄气疯狂地涌动着 吴不是争夺向了锦盒而去 混账 黑煞门的东西谁敢讲 黑煞门的那六个五猴镜的修为者 顿时是奇奇出手 能量绽放着 特别是那五猴镜彼岸层次的强者 气息镇压着一切 喷喷喷 周空顿时气浪翻涌着 大片的山头一围了平地 大片的密林被震碎了 走 我们快走 杜绍夫目视着前空 顿时露出了冷笑 低声对身边此时同样是 震恶的将军 古心炎 鬼娃等人是亲和一声 脚掌悬气涌动着 立刻脱身而去 将军 古心炎 鬼娃等 还是正在 震恶杜绍夫竟然是真的将 玄陵通天堂交给了 那黑扎门的人了 但随即见到杜绍夫离去之后 也皆是 咬牙立刻跟随 立刻暴退了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落在了那锦盒内的 玄陵通天堂之内 还有谁会注意到 杜绍夫等人呀 就算是注意了 也没有人会理会的 玄陵通天堂都已经交出了 谁还会在乎那紫袍少年呢 他们尊来的唯一目的 就只是玄陵通天堂而已 杜绍夫 你真的将玄陵通天堂 交给了那黑扎门的人不成 一路上 将军古心炎两人是率先追上了杜绍夫 两人的目光是颇为凝重的 你们觉得呢 杜绍夫脚下速度加快 刚刚遇上了将军等人 杜绍夫也不意外 在第二次出发黑暗城的时候 就已经是安排了将军等人在周围等候接应着 难道你给的是假的玄陵通天堂 古心炎美丽双铜绽放着异彩 但也疑惑 他亲眼见到那是一盒 一模一样的锦盒呀 还有锦盒内的青藤 就算是杜绍夫造假 也不会这么快吧 不过以古心炎这些天对杜绍夫的了解 心中又似乎是感觉着 杜绍夫又并不是那种 能够将玄陵通天堂真的交出去的人 我们先脱身再说吧 杜绍夫对古心炎说完 然后对将军问道 还有其他人呢 我们先会合 然后回学院 他们实力不足 骆天臣铁虎他们有伤 我让他们在前面等候呢 将军说道 烟幕笼罩一处的山头上 树道身影目光凝重地 望着遥遥远方冲天而起的符文光芒 皆是露出了凝重之色 会不会是他们遇上强者了 山峰之上 欧阳爽望着前方 随即对身边的亡灵妖狐说道 大眼美眸之内露出了担忧之色 放心吧 以他们的实力 要脱身是应该不难的 骆天臣对欧阳爽说道 经过这几天的疗伤 面色看起来比起当初是要好上了不少的 随着骆天臣的话音落下 前方半数道的流光掠来了 随着流光收敛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了数人的身前 正是杜绍府和将军 古心眼等人了 你们都回来了 乌阳爽 骆天臣 铁虎 潘月死人 见到了杜绍府和将军等人 顿时就簇拥了过去 紧促的眉头都是微微放松了一些 我们快离开此地 先回学院 快 将军对众人说道 此时是绝非久留之地的 走 骆天臣铁虎欧阳爽 潘月点头 四人早已经做好了随时离去的准备了 好一出栽赃假货 不过竟然都齐聚了 那就都留下来吧 都不要走了 淡漠的声音透着寒意 似乎是从远空而来 又像是就在周围 声音是极为的飘渺 我们走不掉了 将军目视着四周 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神色骤然凝重着 半空之中破风声 并没有引起了多大的声响 随即的高空之上 九道流光身影静止出现了 光芒收敛 领头的一个银发青岩 凌空而立 一头光滑银色的长发劈卸着 如同是瀑布一样 松松地用着一根单色的丝带挽起 模样俊朗 眼中双眸 在夜幕中是深邃如幽 银发男子的身边 一个灰袍者而立 灰袍照面之下 可见眉头上是一道道的长长的刀疤 被鹅前头发给遮盖着 双眸双瞳在夜幕之中 泛着些许的灰白色的光芒 显得格外的诡异 灰袍者的身后 还有着一个黑衣老者 另外有着五个头戴面罩之人 而灰袍者的身边 鬼爪的身边赫然在其中了 目光是阴厉 气息阴寒着 是鬼爪 是他们 马天四海客阵 偷袭我们的人 果然是和鬼爪一起的 而见到那九道身影之后 将军古心眼鬼娃等 皆是脸庞神色 越发的凝重了起来 那人好强 杜沙夫抬头 目光一直便是落在了 那银发男子的身上 随着这银发男子的出现 明明是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但无形之中空间之内 温度开始徐徐地降低了 像是天地能量 在悄然间已经被改变了 这种气息 无声无息之中 让得杜少傅心中 感觉到了一种 极度危险的感觉 天舞学院的学生 倒是的确不弱 不愧是天舞学院呢 只不过 现在的天舞学院 比起当初来 可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半空之中 银发男子的目光 从将军 古心眼 鬼娃 乌雀等众人的身上 扫过之后 最后却是颇为好奇地 落在了杜少傅的身上 道 你就是杜少傅 不错 杜少傅目视着银发的青年 强忍着心中的危险感觉 玄气波动 提防着变故 此人凭借着周身的 无形气息波动 就能够引起了天地能量的变化 这等实力可不是一般的 没想到倒是挺聪明的 栽赃嫁货 将黑傻门的草包 都能够戏弄得是团团转 只是却糊弄不到我呀 银发青年望着杜少傅 似笑肥笑 目带着寒意笑道 也难怪有人在我面前特意提到过你 让我一定要趁机解决了你 免得将来后患无穷 阁下是阴鸣教的人 杜少傅心中暗自震惊 此人竟然知道自己交给了薛云明的玄灵通天藤 乃是假的 这个计划算起来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 只有穆家宝宝主和自己知道 就连那假的玄灵通天藤都是穆明清亲自布置 一般人短短的一眼是根本就无法分辨的 从穆明清手中得到的三个乾坤袋 一个装着真的玄灵通天藤 一个装着是无头的干湿的 第三个乾坤袋内装的则是假的玄灵通天藤 杜少傅和穆明清的计划之中 就是在关键时候 以假的玄灵通天藤抛出 转移视线 最后趁机脱身 但杜少傅却是没想到 这凭空杀出的银犯男子 竟然知道的是清清楚楚的 而从这银犯男子的口中话语来看 竟然是有人在暗中也盯上了自己 看样子自己得罪的人还真是不少了 听着杜少傅说出音明教三个字 那灰袍者黑衣老者 和那五个头戴着民种者的目光 都是变化了不少 没想到竟然是不知不觉中就暴露了身份 看样子你们知道的已经是太多了 更是非死不可 那就都去死吧 银发男子的脸庞变着 煞石间周围空间温度聚强着 犹如让人无声无息中就注入到了冰河之中 动手吧 拿骨心眼我要了 其他的 你们对付 鬼爪阴寒的声音在这黑夜中传出了 双眸深陷到了眼眶之内 眼中双瞳泛着些许的红色 弥漫着阴冷至极的寒意 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话音落下 完全没有丝毫的耽搁 一脚堕空 身影对着骨心眼是闪略而去了 拼了 将军陈鹤气息冲天而起 盘踞长空 五榜第一的将军 可惜还是嫩了一些 今天就要命丧黑暗森林了 陈鹤声落下 灰袍者灰白双瞳寒意斗舍 直接阻挡向了将军而去 九尤太少鬼王 先对付你吧 黑一老者冷声传出 身影骤然直扑的鬼王而去 有着指印伴随着破风声势斗舍而出 尖锐的禁忌是撕裂的空气 瞬间掠之了 鬼王双瞳微缩着 脚尖向后一点地面 淡黑色玄气 状如是液体般涌动着覆盖着周身 煞时间暴退树长了 随着鬼王退后 树道指印落在了刚刚鬼王周身的周围 指印摧毁着地面 大片的地面裂缝顿时蔓延而出 灵玄玉女古心眼 上次擒住本侯的仗 这一次一起算了吧 不过放心 本侯一定会让你舒舒服服地死去的 鬼爪是森冷冷笑的 话语刺耳 目露晦色 短短的时间 身影犹如鬼魅一般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 古心眼的身墙了 话音落下之时 那一双宛如干枯鬼爪般的双手之上 有着密密麻麻的俘虏密文涌出了 一股阴厉的气势 亦是自鬼爪的体内蔓延而出 在那一股阴厉的气息之下 让得古心眼体内的玄气 都是出现了些许的迟缓的停滞了 但也是只是短短的瞬间 古心眼手印凝结着 漫天符文包裹周身 开始抗衡鬼爪而去了 速战速决 早点解决早点好 玄灵通天堂也在你的身上 那就先杀了你吧 银发男子望着杜绍甫 声音飘渺 那等淡漠的语气 像是一切理所当然了一般 并没有将杜绍甫看在眼中 身影跨步而出 犹若是能够横跨长空 对着杜绍甫跨步而出了 杜绍甫 你带着玄灵通天堂先走 快 李玉霄大喝 身影突然掠空而出 暗红色长袍式 烈烈作响着 眸光之中 鸿芒是若隐若下的 周身一股魔剑之气 逃天 让得乌云震震 耀眼的血色光芒充斥着 周空犹如是刮起了阴风 乌云垂落 遮盖天地 魔剑三杀 没有任何的耽搁 李玉霄画作了魔剑 掠空而至 汇聚了三道的光芒 犹如是三柄魔刀咆哮着 血色黑色的俘虏密纹 自然也是如皓月绽放着 又将这一方的空间 变成了魔剑之地 三道魔刀厮杀天地 遮盖着长空 李玉霄阻挡向了那银发男子 全力出手 他也感觉到了 那银发男子身上的气息恐怖 虽然不弱 可是在我面前 你还是太弱了 面对着李玉霄的三道魔力的靠近 魔剑之气慢慢地蔓延遮盖着 银发男子只是微微地目动 一股刺眼的淡白色的光芒 顿时是璀璨蔓延而出 符文将周身包裹着 气息突然间暴涨 气势顿时是无端镇压着一切 那种波动 让所有人骤然感觉到了恐惧了 银发男子脉步 镇压着一切 气势犹如是封住了整个空间 然后微微挥手 对着三道魔刀一扫 化解了三道 身前的崩碎的魔刀 轻飘飘地就将三道的魔刀摧毁于无形了 而后银发男子鬼一般地出现在了李玉霄的身前 一股蛋白色的浮温能量进气 随手就扫在了李玉霄的身上 李玉霄想退 但此时发现一件事无法脱身 面对那银发男子 体内的血液都在是乱冲着 身躯剧痛 像是身躯此时 在那银发男子的威压之下 压迫的要帮裂裂开了 为之欲要报碎 当那一股能量倾泻而来 李玉霄再也是忍不住了 大口渴血 身体一下子横飞了起来 从半空坠落 撞倒在了一棵参天大树 遭受了重击 太强了 天武学院的众人震惊骇然 那银发男子这是何等的恐怖啊 李玉霄全力出手竟然是抵不过一招的 那等实力又到了何等的恐怖的地步 李玉霄 杜绍甫掠身 一个剑步飞跃到了坠落的李玉霄的身边 搀扶起了重创的鲜血淋漓的李玉霄了 杜绍甫目光涌出了赤红 李玉霄刚刚是替自己阻挡向了那银发男子 却被一招重创 已经没有再斩之力了 怕是此时也只有是半条命了 前罗剑绝 郭绍峰掠空而出 前罗剑舞动着 逐围空间此刻是天地能量紊乱 大片的剑影纵横交错 声色符纹绽放着 符纹飞舞 似乎是要摧毁着乾坤一样 剑影像是要洞穿空间 符纹璀璨 耀眼的雾矮蔓延着笼罩着 济世镇压长空 伴随着无上的威亚 乍然间 犹若是一个巨大的剑芒光简 将银发男子给笼罩其中了 不弱的福气还是太弱了 淡漠的话语自剑影光简之内传出 然后一道淡白色的光芒冲出了剑影的光简 随着银发男子身去掠出 剑芒光简顿时崩碎成了漫天的破碎符纹 随着剑芒光简帮碎了 郭绍峰也如同是遭遇了重击 张口血液是咳嗽喷出 面色惨白 接连阵退 火刀被铭峰出现在了银发男子的身侧 漆黑如墨的双眼中 犹如是有着火焰符纹又喷发而出 手中的烈焰之刀横扫着长空 伴随着烈焰蔓延着淹没了半空 笼罩银发男子 没完没了了 烦躁 银发男子冷喝一声 似乎是也有些被激怒了 滔天的烈焰之中 猛然间一只淡白色的符纹手印弹出了 直接摧毁着烈焰 以浮烂之势视如奔雷 直接一把就撑住了 火刀被铭峰的脖子了 不好 而天舞学院众人心惊 这一上忍不住惊呼出声了 而一切如同众人心底最为担心的一般 就在众人的目视之中 只见火刀北铭峰从半空之中 被那银发男子一手之间扭去了空间 将身躯压爆 然后化作了血雾是倾洒也空之 北铭峰 铁虎锅少风乌雀等是大喝着 正在激战着的将军鬼娃 古心炎目光也是涌上了赤红之色 小子 你也去死吧 天赋不错 就是可惜了 击杀北铭峰 银发男子不为所动 连眼睛都没有波动一下 阴寒的目光一直是锁定杜少府 一手俯冲而下 直接对着杜少府是溃疑而去了 叱 夜幕之中 一道流光身影如闪电般的掠出 阻挡在了杜少府的身前 是他 杜少府目动 来人正是先前不久相助他和古心炎 抵挡住了一个武侯镜彼岸层次的那斗篷身影者 斗篷身影者出现 乍然间挥手一抖 一股股旋气波动伴随着滚滚的符文 狠狠地迎向了银发男子而去 恐怖的气势爆发 比起将军 古心炎两人还是要强横得多的 碰碰碰 夜幕之中 激烈的大战爆发 密密麻麻的身影 围攻向了黑煞门的强者而去 符文耀眼能量对撞是宛如雷鸣 而此时装着玄灵通天腾的锦盒 也已经是落在了薛云明的身上了 薛云明心中狂喜 没想到玄灵通天腾竟然是这么容易的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只不过此时 被铺天盖地的强者围攻 根本是无法脱身的 黑煞门数个武侯性强者 以原形之势将薛云明围拢在其中了 面色都是颇为的难堪 面对四面八方还越来越多的人潮攻击 其中不凡是有着武侯性修为者的围攻 泪都是要迟早累死的 这种情况之下 怕是也支撑不住多久了 玄灵通天腾就在那小子身上 夺取啊 夺取玄灵通天腾 人潮爆发疯狂地出手着 若是一两个人 或许是不敢和黑暗森林内黑沙门的少长们出手的 不过此时密密麻麻的人潮之中 其中不少强者还不是黑暗森林内的人 特别是有着玄灵通天腾的诱惑 自然是不会顾忌 目光无不是赤红涌出着 砰砰砰 疯狂地被围攻之中 黑沙门的那几个武侯性强者也是苦不堪言 那几个武侯性出当层次的 已经遭受了创伤了 被创的还是不轻的 那最强的武侯性彼岸层次的修为者 此时也无法在铺天盖地的围攻之中 镇压着一切 只能够勉强地护住了薛云明来 低沉的闷响声 那黑沙门的一个武侯性出灯的修为者中的一个 被密密麻麻地围攻席卷着 终于是再也难以维持了 口中鲜血狂喷 身躯震退着 紧接着 黑沙门第二个武侯性出灯的修为者 也被中创了 交出玄灵通天堂 一个武侯性玄妙层次的老者 直扑了薛云明 此人正是不久前 围攻杜少傅和古心炎的 十四个武侯性最后剩下的 五个武侯性玄妙层次修为者之一的 此时玄灵通天堂落在了薛云明的身上 他们自然也就是锁定了薛云明的 少门主小心 周围黑沙门几个武侯性修为者大喝 但此刻间被密密麻麻的攻击锁定着 想要脱身都是难的 而就在那武侯性玄妙层次的修为老者 身影直扑到了薛云明身前的瞬间 薛云明的身前 空间是拨动着 然后一道黑影 青瘦的身影出现了 随着这黑衣青瘦身影的出现 一股巨大的威压便是猛然的降临 一股滔天的煞气也随即席卷开去了 让得整个空间是骤然的犹如凝固一样 不好 就在这等威压和滔天的煞气质下 扑向了薛云明的那等武侯性的 玄妙层次的修为老者 似乎是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立刻面色苍白 眼中迅速就弥漫上了惊骇之色 诸然就开始抱腿出去了 也就在这同时之间 一声桀骜的怒笑之声 顿时响彻着长空 看样子 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人 不将我黑煞门放在眼中了 桀骜怒气之声 宛如是雷鸣在夜空响彻开去着 那蕴含的滔天煞气和威压 也是让整个周空众人 体内的血液玄气都要凝固一样 无端寒毛直竖 心中涌出了不安和恐惧 武侯性玄妙 在我面前 你只是个杂碎 竟也敢动我黑煞门 众多目光注视向 正见直欲要暴退的 那武侯性玄妙层次的老者 刚刚暴退 但那黑色轻瘦的身影者冷笑着 一步横跨空间挥手而动 一道黑色符纹掌印顿时掠出来 遥遥穿过空间 将那武侯性玄妙层次的老者 遮盖给笼罩上 喷喷喷 掌印的溃压之下 武侯性玄妙层次的修为老者身躯 崔枯拉朽 骤然化作了大片的血雾炸开了 死得不能够再死的 毫无抗衡之力 都去死吧 经受身影者杀一斗舍 煞气滔天 周身一股滔天的气势 如风暴席卷着 刹那间呼啸着长空 哄 恐怖的风暴透着黑色符卢密文波动着 空间风起云涌 围压盖世 煞气寒意 让人毛骨悚然 碰碰碰碰 三个武侯性修为者被笼罩着 连惨叫声都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呢 身躯便是炸碎成了血雾 周围大片的人潮 在恐怖的煞气能量席卷之下 身体也是如同遭受了重击 倒飞开去了 众多目光涌上了恐惧的惊骇 无数的身影从半空狠狠地坠落着 可怕的力道将下方早已经是一片狼藉的地面 擦出了一条条的地面沟壑 剩下的所有人再也不敢出手了 无不是惊骇的毛骨悚然 倒吸凉气 武侯性不堪一击 举手投足武侯性被摧毁的是灰飞烟灭 来者一定是到了武王境的 在武王境强者面前 他们只是蝼蚁 掌门出关了 见过掌门 而相比之下 黑煞门的那几个武侯性的羞为者 见到那突然出现的黑衣青瘦的身影来者 脸庞上神色顿时惊喜 是黑煞门 掌门的薛天愁 传言薛天愁早就是武王境了 所有刚刚围攻黑煞门的人潮退后 远远的退后 一个个震撼的脸庞神色之上 目露骇然 此时又还有谁敢出手啊 绝对的实力面前 就算是玄灵通天堂放在了眼前 也是小命是最重要的 黑衣青瘦老者的身影 六旬左右的年纪模样 双瞳深邃 周身隐隐间的杀气不动 让得周围的空间 也出现了隐隐间被扭曲的痕迹 其正是黑暗森林内绝对的强者 黑煞门掌前的薛天愁 跺一跺脚 也足以是让整个黑暗森林 是晃三晃的人物啊 对啊 我得到了玄灵通天堂 薛远明高兴的上前 手中锦盒递给了父亲 能够轻而易举的 得到了玄灵通天堂 绝对的是大功一见的 薛天愁目光激动 将薛远明手中的锦盒 吸进了手中 打开锦盒 霞光冲天 能量波动 有着一株青藤出现在了锦盒之内 看起来就是玄灵通天堂 而当见到锦盒之内的霞光蔓延 和那青藤之后 薛天愁目光顿时阴沉 大喝一声 手中锦盒随同青藤 顿时被崩碎成为了灰烬了 一股煞气滔天席卷迷茫而开 让得远处无数人潮 是目光也是为之心精柔挑的 混蛋 都是那个小混蛋 爹 你一定要擒住那个小混蛋 得到玄灵通天堂的那家伙 就是上次得到我们黑沙门宝物的 那紫袍少年 薛远明此时也是面色惊变 到了现在他才知道 那紫袍少年 哪里是真的既成他是 黑沙门的少门主啊 只是将假的玄灵通天堂交给他 让他替被人给抵挡了追杀 他差点就被那紫袍少年给玩死了 随着豆鹏身影者出现在了杜少府的身前 滚滚的浮温能量 狠狠地迎向了银发男子而去了 终于有些看头了 只不过在我的面前 却是还远远不够的 银发男子声音的落下 挥手一股淡灰色的浮温能量闪烁着 突然撞击向了那斗篷者的 催动的浮温能量而去 王静 斗篷者尖撞 斗篷下的双瞳 此时是骤然一缩的 一股不安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立刻欲要闪身而退了 我说实际 但灰色浮温能量撞击在了 斗篷者催动的浮温能量之上 诡异地直接将其吞噬了 催酷拉朽 并没有多少抗衡之力 甚至是完全无法抵御了 而就在斗篷者 欲要闪身而退的同时之间 银发男子也已经是 鬼魅般地出现了 修长白皙的右手五指之上 但灰色的俘虏密纹在指尖 直指斗篷者的头颅了 斗篷者双瞳涌出了震海 周身旋气暴涌着 藏皇之间扭伸了暴退 催动了某一种不凡的身法 闲闲地避开了头颅了 但那指印却是携带着 让人内心是冰寒的凌厉的进气 快若闪电地落在了其右肩之上了 防御被催枯拉朽地给摧毁了 一个血洞飙射而出 鲜血清洒 将胸前的肩后的衣衫 渲染的是烟红的 身躯也随即亮相震落在了地上 斗篷擦着地面被掀开了 斗篷者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庞 而见到那苍白的脸庞 杜少傅却是目观大变不少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天舞学院的辽长老 辽长老 杜少傅心中很是惊讶 刚刚可以说是几乎拼着性命 替自己阻挡那银发男子的 竟然是天舞学院内 和自己算是有了不少恩怨 也曾经故意针对自己的辽长老 辽长老 远处的欧阳爽落天沉等 也是惊讶地见到了辽长老 就欲要乐趣 能量波动随着银发男子而来的 那五个面带着面罩的 武侯镜的修为者 已经是对着剩下的欧阳爽 骆天沉 铁虎 盘玉等出手了 银发男子俯冲而向 杀意弥漫着 气势镇压着一切 继续静止横扫向了杜少傅和辽长老 小子 怕死吗 辽长老站起了身躯 目光望向了杜少傅 最后的玄气蔓延着 眼中是惊芒斗舍着 不一定会死啊 杜少傅将李雨霄 搀扶着放在了一旁岩石上靠索着 眼中双瞳之内 淡金色的葫芦蜜蚊涌涌动着 死去吧 该结束了 银发男子冷声地倾倒 手掌之上泛着一层实质化的 蛋白色的能量 旗上有着符文掠动 一股铺天盖地的冰寒气息 乍然释放着 笼罩镇压向了杜少傅和辽长老 将大片的空间遮盖其中了 玄灵通天腾我也感兴趣 可不要读吞才好呀 有着诡异的平淡的声音传出 凭空一道符文能量光柱 破空而出了 所过之处 空间直接是扭曲得如同麻花一样 让得这天地间的能量 也为之顿时的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然后直接撞击向了银发男子了 砰 两者能量对撞 一股恐怖距离 是刹那间席卷而开 像是空间都要被炸碎了一般 然后便是见到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磅礴地荡漾开去了 呼 地动山摇 地面裂缝军裂 大片的参天大树在席卷之下 直接是拦腰折断 整片的山头已为平地 恐怖地距离席卷之下 飞沙走石 杜少傅辽长老 也是不得不匆匆地退后避开了 登登登 银发男子身躯 这一次也是骤然被震得是身躯亮强 背后银发飘动 杀意目光之中 顿时泛起了波动 叹 夜色之中周围能量浮纹光芒照耀之下 一道灰色流光出现了 流光收敛 一个灰衣的长袍者 出现在了场中 伸手伸展一个揽腰 随着目光没有望向那银发的老者 反而是双眼须眯着 微微转身 回头望向了刚刚 不得不是退后的杜少傅 声音依然是颇为平静 透着些许的苍老 淡淡地说道 小子 原来你还是天舞学院的人 我们又见面了呀 不错 我们又见面了 原家路窄啊 杜少傅苦笑着 也没有想到此时竟然会遇上这种的灰袍老者 别人不知道此人是谁 但杜少傅可是知道的 这灰袍老者在穆家山行内的拍卖场也是出现过的 正是堂堂的药王 六星的灵服尸 相当于是五王境的恐怖存在了 这绝对是冤家路窄了 药王淡淡地一笑 然后却没有继续和杜少傅说话 而是目光望向了周空说道 热闹了 黑暗森林内 好久没有如此的热闹了 随着药王望向了周空 银发男子也随即目光是抬头望向了周空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短短的时间 远处一道身影急速地掠空而来 然后一道黑影轻瘦的身影出现了 随着此人的出现 一股巨大的威压也猛然地降临 一股滔天的煞气也随即席选开去 让得整个周空是骤然地犹如凝固了一样 黑青兽身影者凌空而立 六旬的模样 目光扫视着周空 透着些许的阴沉着 来的正是黑煞门掌门薛天仇 嗖嗖嗖 随着此人而来 身后不少流光掠动着 然后黑煞门的数个武侯镜修为者 和薛云明匆匆而至 尽数恭敬站在了杜少傅的身后了 好强的气息 杜少傅牧视那黑衣青兽老者而去 从那惊人的气息之中 不难窥探之处 此人的气息竟然是不会在那 银发男子之下的 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个恐怖的武王镜的强者呀 黑煞门薛天仇 周空中正在压制着古心炎的鬼爪 眼中阴厉的目光 远远地望着来的黑衣青兽老者 目光也涌现出了些许的畏惧之色了 爹 就是那小子 玄灵中间堂在他手上 上次我黑煞门的宝物 也落在那小子手中了 薛云明是悬浮半空着 当见到下方的杜少傅的身影之后 目光顿时涌出了阴沉怒意了 要不是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够 此时的薛云明 怕是早就直接扑向了杜少傅而去了 想起被假的玄灵通天腾 戏耍得差点丢了命 还有以往的新仇旧恨 此时的薛云明 就恨不得将那杜少傅是搓骨掩辉了 小子 叫出我要的东西 否则你会后悔的 文言薛天仇的目光 也随即摇摇望向了杜少傅 眼中的目光波动 犹如这幅在山洞的鞋子 被那目光盯着 都是让人浑身有着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薛天仇 好久不见 你这出来 就吓唬一个小辈 可是有失逢度啊 几乎就在薛天仇 话音落下之际 一道平淡的声音 顿时响彻在半空了 平淡的声音之中 又蕴含着一股莫大的威严 而随着声音落下 数到流光身影 一个闪身之后 纷纷掠空而至 流光收敛 当先一个 四旬都五旬不到的模样的大汉 凌空而立 模样是不算俊朗 但英气逼人 目光炯炯 有着一股不怒而微的气势 大汉身后的数个中年和老者 明显也是气息不凡的 都是到了武侯境修为的墙这来 穆家宝 杜少府望着那阴气逼人的大汉 正是穆家宝袍主 穆明清 眉宇间紧促的神色是暗自舒展了一些 但还是有一些凝重了 穆明清 玄灵通天堂乃是你穆家商行拍卖出来的 难道你还要插手不成 见到穆明清 薛天愁的脸庞也顿时是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玄灵通天堂已经卖出了 和我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现在来也没有什么不可的 何况玄灵通天堂乃是鬼爪委托我穆家商行的拍卖 此时鬼爪都来了 我也来凑凑热闹 也没什么不可的 穆明清淡然的一向 目光透过了人群 穆视向了还在正和古新岩交涉的鬼爪而去 大声道 鬼爪 你说说卡 我能不能够来此地呢 一个个强者而来 此时鬼爪虽然是压制住了古新岩 也一直记挂了美色许久了 但此刻却是也无心在这了 趁机是愁身而退 望着薛天愁和穆明清 甘瘦的脸庞上面色很是难看 挤出了笑容很是难看 陪笑着对穆明清说道 穆宝主说的是 自然也是能够来此地的 随着鬼爪停手 周围众多强者是周然降临 挥袍者 目光阴森是如同毒蛇一般的黑衣老者 还有那几个头戴着面罩者的 巫侯敬的修为者 皆是心中不安 不自觉地忠得停手了 目光暗自不动 然后纷纷站在了银发男子的身后了 将军 古心炎 鬼娃等人是愁身而退 面色透着苍白 也立刻就靠近了辽长老和杜绍夫而去了 你们三个家伙听到没有 我都能够国民正大的来了 你们何必还要躲躲藏藏的 大家难得见一面 正好趁此机会好好聚一聚吧 杜明清是微微一笑 目光也遥遥目视向了前方了 还有强者吗 杜绍夫皱着眉头 今天来的强者是越来越多 这对于自己来说就越来越不利的 说得不错 趁机也是聚集也挺好的 一道轻柔的细难的声音从远空传来 难得都来了 真是不容易啊 一道阴厉的声音随后传出来 随着这两道声音传出的同时 左侧长空一道身影掠空而来 犹如是横渡长空出现在了上空上 来的乃是一个五旬模样的中年 身穿紧袍个体不高 却是肥胖的惊人 那脑袋怕是差不多有两人脑袋大了 脸庞上胖的睁开了眼睛 也像是随时在须眯着一样 右侧的上空却是有着两道身影 临空而立 两个七群模样的老者都是身形轻瘦着 长发披肩 一个身着蓝色长衫 一个是身着黄色的长衫 两人的模样有着气氛的相似 就像是双胞胎一样 这三人出现了 半空之中再度三股恐怖的气息降临 皆是不会在薛天愁之下的 任何一股气息都是有着扭曲空间的悲能感 这三人出现之后 目光已是随即在全场时一一扫过 最后目光多是望在了药王和那银发老者两人的身上 眼神中透着些许的好奇了 黑煞门掌门薛天愁 穆家宝宝主 穆明清 万云阁阁主 万三胖 双恨门掌门 恨天恨地两兄弟 这些人都来了 望着半空上此时 那一个个气息掌控一方的强者 辽长老的目光也露出了凝重之色了 万云阁阁主 万三胖 双恨门掌门 恨天恨地两兄弟 听着辽长老是轻声自语着 杜少甫望着半空最后来的三人 那肥胖中间自然就是万云阁阁主的万三胖了 另外两个像是双胞胎一般的老者 这是双恨门掌门 恨天恨地两兄弟是无疑的了 穆家宝 黑煞门 万云阁 双恨门 也正是黑暗森林内的四大势力 掌控着整个黑暗森林 银发男子望着周空此时的薛天朝 慕明清 恨天恨地两兄弟 万三胖和药王等人 目光也是暗自闪烁着 嗖嗖 片刻的时间这边惊人的动静 也再度是引来了远处是密密麻麻的搜寻人潮 但感觉到前方那一股股惊燃的气息凝固的空间 微压无声无息地蔓延着 让人发颤 体内玄气为之停滞 一道道身影只能够远远地停留在远国了 根本就是不敢靠近的 周空众人面面相识 药王突然转身回头望向了杜少傅说道 语气还是颇为的平淡文道 小子 我们做一笔交易怎么样 你的仇家看起来不少 玄灵通天腾交给我 你也随我走 我今天不仅护住你了 也护住你身边的人无恙怎么样呀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的 杜少傅忘了周空上的强者 除了穆家宝之外 都是为了玄灵通天腾而来的 那银发男子等人和黑煞门的人 更是不会放过自己了 现在天武学院的强者还是没有到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 若是自己不答应药王的提议 那天武学院现在无疑是 要面对了除了穆家宝之外的五股势力 杜少傅也清楚 穆家宝相助天武学院的事情 现在也是不能够暴露的 否则的话 立刻就会让穆家宝和天武学院 都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就连穆家宝也是要被拉扯进来了 好 我答应你 杜少傅抬头忘了要往点头 并不需要考虑多久 这个抉择是并不难做的 只是随着杜少傅的点头 辽长老将军 古新颜神色微动 但也没有说什么 此时大家是面临的情况 他们也是一清二楚的 好 成交 药王微微一笑点头 阁下天武学院的人我要 你确定要横插一脚吗 银发男子沉饰着药王 眼中双眸目光越来越阴沉 让人不由事心生冷意着 那紫袍小子是我的 谁要拦着 我绝不客气 薛天愁意识目光落在了药王的身上 周身上气蔓延着 那紫袍少年他一定不会放过的 药王目视着薛天愁 灰袍微动 气息淡淡弥漫而出道 我说了要护着他 那就护定了 薛天愁 你要是想和我动手 那可是想要清除了后果 你是 薛天愁望着药王 似乎是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在很多年前 他无意中远远地见过 眼前的那灰袍牢者的 与其说是见过 不如说是更多的只是 感觉到过气息的 只是那时候的他 还并不是黑煞门的掌门 实力虽然不弱 但也还没有到现在的地步 目光微凝 然后神色波动 薛天愁望着药王 最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顿时错愕地道 你是 药王一无命 药王一无命 随着这简单的五个字传出 却是让得慕明清 很甜很地 万三胖 辽长老等人 也无不是目光为之一颤 药王药无命 竟然是在黑暗森林之内 传言药王药无命 可是失踪许久了 他们也从未见过 只是听说过 药王药无命的传说和事迹 药王药无命 成名已久 精通医药丹药指数 有传言说 只要药王一无命出手 就没有治不好的伤的 更让药王一无命 再名声大振的是 想要一无命出手救人 那就要答应 一无命的规矩的 一无命的规矩只有一条 那就是救人一命 必要人一命的 被救者必须答应恢复之后 要无条件地 替一无命杀一个人 包括是朋友 亲人 只要是一无命开了口 那就要照办 曾经不只是 一人让药王一无命出手 救治后的 出尔反尔 但最后 毫无疑问都成为了 药王一无命救治之人的 必杀目标了 惨死接头了 哪怕是实力强悍 能够逃过一劫 但只要有人找药王出手救治 那就会一直成为 被追杀的目标的 先不说药王一无命士 本身的实力 就已经很恐怖了 单说药王的号召力 那就是一呼百应 极为的恐怖的 修炼者谁敢保证自己是 万一以后不受点重伤 伤到自己无法疗伤恢复了 到时候免不了 要找药王出手的 更何况别人也是一样 只要有伤者了 那药王就是有着 源源不断的人用的 加上药王成名已久 这么多年来 身为一个灵服师 还是药服师 本身就是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谁都愿意 让药王欠一个人情 以后找药王办事 那可就是方便多了 何况这么多年 鬼知道药王到底是救治了多少人 还没有动用条件的 招惹了药王 那可就是找来了 无数的强者暗杀和明杀了 薛天愁目光狠狠的一抽 药王一无命 这家伙绝对的难缠的 没有任何人想要招惹 他同样不想招惹 若是能够结交 那更是他想要的 可是那紫袍少年的身上 不仅是有着玄灵通天藤 还拿了他的宝物 他绝对是不能够犯过的 梅威抬头 煞气徐徐波动着 薛天愁望着药王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紫袍少年我必须要 得罪也是在所不惜了 文言药王目视着那银发男子 淡淡平静的声音 多了几分凌厉的声道 斗篷这双肩衣衫是破碎的 阴明老人 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我可是知道的 修炼阴明还阳功 明明已经是上百岁的人了 偏偏弄得像是一脸厚生的模样 至于吗 看样子你知道的也挺多的 银发男子面色越发的阴沉了 望着药王一无命杀意斗舍着 怎么想杀我吗 你阴明老人还不够资格 黑暗森林之内 也不是你阴明教的地方 来黑暗森林内翻云覆雨 看样子你阴明教 是不将一格一宝双门放在双眼了 妖王淡淡地撇着银发男子说道 并没有太过于放在心上 阴明教的人 在黑暗森林内 最近可是有一些过火了 旋令冬天堂卖了又抢 在黑暗城内 又是自无忌惨的 难道真的是不将一格一宝双门 放在眼中了吗 慕明清沉声地说道 英气的脸庞上 目光也顿时锁定在了 银发男子的身上了 随着慕明清的话音落下 万三胖和恨天恨地三人的目光 也随即便是有些不怀好意地 波动了起来 面对着外来势力 一格一宝双门 从来都是齐心而对的 感觉到慕明清等的目光 和气息锁定而来 银发男子面色也是暗自难堪 嘴角微道着顿时说道 诸位可别中了挑拨离间之计 被人利用了才好 我音鸣教对黑暗森林内 是完全没兴趣的 我对付天舞学院的人 只是和天舞学院 有着私人的恩怨 结局了那几个人之后 我马上离开 再也不踏进黑暗森林内半步的 那小子身上的玄灵通天堂 我也是绝不染指的 随着银发男子话音落下 恨天恨地 万三胖三人面面相视了一眼 气息逐渐地散去 开始观望了 阁下 有人挡路不如我们联手 那紫袍小子归我 其他天舞学院的人都给你 如何 薛天愁是摇摇望着银发男子说道 银发男子双同阴寒的细细营绕着 让人心生寒意 点了点头 嘴角勾勒出了一道笑意弧度 冷笑地道 我本来是想要亲手杀了那杜少傅的 竟然如此杜少傅就交给你了 成交 文言慕明清是目光暗自微凝着 但望着不远处 观望的恨天恨地和万三胖三人 也是没有立刻表示什么 哼 妖王冷哼了一声 一股股气息骤然荡漾在周围 阴明老人和薛天愁联手 他也是不得不是凝重的 这妖王我来拦住啊 人都交给你杀吧 感觉到妖王身上波动而起的气息 银发男子是诡异地冷笑着 对薛天愁话音落下 陶天的一股灰白色的符文光芒 猛然自体内席卷而出 浑身顿时一股阴痕的气息 是陶天释放着 让这一方天地顿时是颤动着 诡异的气息扩散蔓延着 背后满头银发 此时也是震散开来 根根道飞乱舞着 气息涌动之间 灰白色符文涌动着 银发男子的身后 一道争吟的 异兽虚影相容 通体灰白 目光让人是望着发寒 远远地望去 优异音明来的异兽 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直接动用权力了呀 看样子这阴明老人 是想要让这薛天筹 毫无阻隔的 诛杀天舞学院的人了 周围众人见到这一幕 眼神都是微动着 他们都是很清楚 那阴明老人一开始就出动权力了 目的已经是不言而喻 想要拖住药王 让薛天筹好顺利地 诛杀天舞学院的人 药王 已无命 看看你除了有救人的本事吧 自己的实力 又有几分本事 银发男子和那异兽虚影 荣于玉体 威势惊人的阴寒 璀璨的 灰白色的符纹光芒掠动着 隐隐咆哮声势波动而出 一股符纹能量爆发 欲要遮天蔽日 身影化作了离道流光 对着药王向前杀去了 哼 随着这阴明老人的出手 周围天地能量波动起伏 如浩瀚海洋泛起了巨浪 惊人的阴寒 威压着镇压着药王 这阴明老人可是不弱呀 武王竟出登天峰了吧 望着阴明老人出手 万三胖恨天恨地等 皆是暗自目动着 薛天筹目光也是紧紧地望着 没有立刻对天舞学院出手 药王面色微凝 周身气息也猛然地爆发 就要出手相迎了 难道真的以为老神死了吗 一道苍老的轻柔声音 悄然从长空之中传出了 随着那苍老的声音传出的同时 整个高空之上 无声无息之间 天地变色 黑夜夜幕之中 宛如浩月突然降临而出了 光滑倾洒着这一方的山脉 一团耀眼的光团 犹如浩月悬挂在高空之上 耀眼的光芒照耀着山脉 可怕的气息 自那浩月光团之上 是满意而出的 那可怕的气息之强 整片山脉之内 胸琴猛受浙伏着 朱空身影是颤聚匍匐 此时就连慕明清 薛天愁等五王静的强者 此刻目光 也是无不是涌出了震惊了 此刻已经出手的阴明老人 脸庞也是顿时大便 因为在这一瞬间 他体内的玄气 都是莫名的为之一致 周身耀眼的灰白色的浮温能量 此时也是诡异的驯散消失 这一幕 让得阴明老人心头震撼着 灵魂深处蔓延出了不安 猛然抬头目光 望着夜幕高空之上 一道昊月般的光芒悬浮着 隐隐间有着一道苍老的身影 若隐若现地 出现在了那昊月的光团之中了 哄 昊月般的光团之内 一道能量手印随即穿过了空间 自遥遥上空降临着 整个空间此刻间 都像是尽数凝固 所有人体内玄气停滞了 幽明老人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被那一道手印直接给包裹着 然后徐徐卧下 随着空间手印卧下之际 阴明老人周身 那阴明的异兽虚影 顿时表面变得是扭曲了起来 随即徐徐渐进的军烈破碎 一切催枯拉朽一般 最后化作了漫天的耀眼的破碎的符文了 银发男子嘴中此刻传出了惨叫 银发乱舞 那俊朗的模样脸庞上开始抽搐扭曲着 像是在承受着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一样 最后一名老人脸庞变得是苍老无比 身上光滑的皮肤一瞬间就是萎缩了 抽搐的褶子脸庞上 身陷的双瞳涌出了深深的惊悚和绝望 能量手印徐徐卧下越来越紧 周围空间也被声声扭曲得是越来越厉害 随即终于是彻底的破碎了 魅想传出 阴明老人的身躯 在那能量手印之内 直接被捏碎成了碎片了 阴明老人身躯被捏碎了 恐怖的能量如飓风般席卷而出 在高空犹如绚丽的烟花般绽放着 最后是戛然而止 又悄无声息地进入阴面了 蛮长稻息凉气 一道道目光涌出了惊悚 一个堂堂的五王镜的强者 却是如此是被蝼蚁般地 给生生捏碎成了碎片了 甚至是出手者 就连面都未曾是显露过的 这是何等的实力啊 众多强者带着震撼精力的目光 面面相描 无不是从内心深处震撼着 那等实力的面前 五王镜竟然是不堪一击的 逃啊 快逃 挥袍者目光犹如 毒蛇般是阴森的 黑衣老者等人 眼睁睁地 见到阴明老人 被如同是蝼蚁般地 给捏死了 眼中满是惊悚和恐惧 狠狠地呆至震惊之后 压制下来的心头的恐惧情绪 立刻准备是掠空而逃的 嗖嗖 其道身影顿时掠空而去 哪里还敢丝毫停留啊 敢来黑暗森林内 搅风搅雨的 那就要付出代价 高空之上 苍老的轻柔之声 再次传出来 那能量手印 还并是未消散的 猛然探出光芒耀眼 璀璨康腔 微压扩散着 遮天蔽日般的 能量手印落下 仿若是天乏降临 骤然落在了 那正欲要逃离的 七人周围的空间之上 将七人尽数 给笼罩其中了 随着那能量手印的拍下 大片的空间扭曲得 欲要随时崩塌了 一股恐怖的 威压肆虐其中 有着璀璨符文 穿过了空间 轰然落在了 七人的身上 几道低沉的 魅想声传出了 七个五猴镜 是垂枯拉朽 化作了碎片潇洒了 浩月光团之内 再度一道符文光芒 掠空而下 却是在众多 震恶的雾光之中 笼罩在了 杜绍府的身上 当随即 符文能量光芒收敛着 杜绍府的身影 也消失在了 原地不见了 而后高空之上 耀眼的光芒 是徐徐消失 那后月般的光团 消失不见 如同是日落西山 无际可循了 整片黑暗森林山脉 夜幕再度变得黑暗了 一切平静下来 那惊人的浩月光团 就像是完全没有出现过一般了 久久之后 满场才传出了不少 是道土唾沫的声响 一个个身子开始颤抖着 这才回过神来 银花婆婆 她还活着 还在黑暗森林内 要往目视着高空 目光之中 也是有着震撼之色 久久是无法平静着 那一定是银花婆婆 她老人家还活着 银花婆婆的传说是真的 她老人家还活着 周空中众多目光是面面相描 为之震撼难忍着 银花婆婆 她老人家还在黑暗森林 慕明清削天愁 万三胖恨天恨地等人 眼中目光 震撼之色是久久无法平静着 杜少傅呢 她不见了 震撼下的欧阳爽回过神泪 望着消失不见的杜少傅 轻声娇和地惊道 黑夜 群山密林 杜少傅只感觉着体内玄气停滞 身不由己地被束缚着 隐隐之间 似乎是能够感觉到 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气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时辰 或者是在更长的时间 当身上的束缚之力消散 杜少傅身子摔在了一处山峰上 夜幕笼罩 隐隐能够见到周围群峰连跟着 应该是离原来的地方相差极远了 小子 有阴有果 你种下了阴 我便给你一果 不久之后 这附近会有一场 不少人甘愿 隐姓埋名 等待了数十年的造化 至于你有没有机缘得到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了 前辈 你是谁 为何带我来此地啊 杜少傅起身 抬头望着那苍老的身影 目光中是难忍心中的震撼 从刚刚的声音中杜少傅清楚 这把自己带来的强者 就是举手投足捏死了五王镜的 阴明老人的那个强者了 举手投足捏死了一个五王镜的强者 那等实力的修为 又强悍到了何等恐怖的层次呢 而这等强者 又为何要带自己来策地 杜少傅心中是满是疑惑的 很多年前 有人开始叫我银花婆婆 你若是留在那儿 怕是今天难以脱身 黑暗森林内的事情 婆婆我不想插手过多的 另外带你来此 也是想要给你一国 你好自为之吧 苍老的轻柔的声音落下 已彻底消失在了高空补剑了 杜少傅一人站在山峰上 还有些不知所措呢 难以回过神来 亲眼所见 那五王镜的阴明老人 竟然是被举手投足给捏碎了 那等冲击 对于杜少傅是极大的 那才是真正的强者呀 那银花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此地会有一场造化机啊 片刻之后杜少傅难难倾倒 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的 此地要是真的有一场造化机缘的话 自己得到 说不定能够获得是不少的好处呢 心中虽然是疑惑的 但杜少傅心中倒是也相信 那银花婆婆的大碗的 若是那银花婆婆 想要对自己不利的话 屏障的那五王镜 都能够被直接给捏死的实力 自己现在根本不是对手 大可不要拐歪抹角的 是对付自己的 杜少傅也担心此时的欧阳爽 亡灵妖虎 还有天舞学院众人的安危 不过杜少傅想着那阴明老人已死了 就连那灰袍者等人都化作了碎片 自己也被银花婆婆带走了 怕是黑沙门和外云阁 双恨门的人也是没有必要在对付天舞学院的众人了 何况也是不敢轻易动天舞学院的人的 所以心中想着随即也是放心了不少的 先等几天再回学院吧 到时候一路上也会安全一些 心中搜索了片刻之后 杜少傅也做好了打算和决定 那银花婆婆说不久之后 这附近有着一场机缘造化出现 那自己等几天就知道了 何况估计心在整个黑暗森林内也是不平静的 若是现在就回去学院 路上万一遇上了什么强者 到时候照样大祸 得不偿失 还不如等几天再回去呢 那人好强大的实力 太强了 杜少傅怀中传出了杜小妖的声音 然后淡金色光芒蔓延着 杜小妖的猕猴身影出下了 淡金色的灵桶之内泛着光泽 刚刚也感觉到了银花婆婆的恐怖气息了 是很强 我一定要早日达到那个等层次 那才是真正的强者 杜少傅低声喃喃倾倒 黎明悄悄地赶上黑夜了 一道灰蒙蒙的光线穿过了 棕褐色的朦胧天际 苍穹之上灰蒙蒙的烟矮 缭绕在了远处 随即天色微亮 东方的天际之上 有着鸿蒙豆舌 今天看起来应该是天气不错的 黑暗森林之内 武王敬强者 昨夜是被强者给捏死的消息 也是立刻扩散而出 消息如同是炸弹一般 率先在整个黑暗城和黑暗森林内传开了 武王敬强者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甚至都已经是传说中才存在的强者了 武王敬强者 任何一个方在一个帝国的话 那也是掌控一方诸侯的存在 真正的一方巨毙了 而一个武王敬强者 举手投足被捏碎了 这是何等的让人震撼呢 那出手者的实力 又强悍到了何种的恐怖地步 随着各种消息的传出 银花婆婆的四个字 也被疯狂地传开了 黑暗森林之内 一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银花婆婆的存在 但一些老人文言 却是为之惊喜 甚至目露敬畏 银花婆婆到底是什么来头 黑暗森林内 什么时候有那种恐怖的强者存在了 据说银花婆婆存在 黑暗森林内 已经不知道多久了 一百多年前 就曾经有着不少帝国联手 欲要掌控着黑暗森林呢 就在最后关头之际 神秘的银花婆婆出现 将那几个帝国的统帅 给镇压诸杀 自从之后 周围几个帝国 再也不敢染指黑暗森林了 还不止如此 据说当初不少 大宗门的势力 也想染指黑暗森林 只不过排出的强者 都毫无例外的 被银花婆婆给震杀的 给诛杀掉了 银花婆婆 就是黑暗森林内的守护神 作业那些天舞学院的学生 年纪轻轻的 一个个都是很恐怖的 不愧是天舞学院的人啊 据说昨天 一哥一宝双门的强者都出现了 那等场面难得一见呢 穆家山行对面的小巷茶滩上 今天一早也是格外的生意爆满了 不少人一大早的 从黑暗森林内回来 便是坐在了茶滩上定神 也讨论着昨晚的事情 随着讨论的人越来越多 这小小的茶滩之上 生意也就是越来越好的 伯伯 今天的生意真好啊 茶滩上的小男孩 小孩高兴地忙碌着 赚了钱之后 他就能给婆婆买新衣裳了 等一会儿闲下来 今天让你买糖吃 盘山的老婆婆慈祥的脸庞上 目光望着小男孩脸上的笑容 眼中尽是慈祥满足 小巷的对面 穆家山行后 连绵的庞大一片建筑的庭院之中 一处安静的小厅 穆明清覆手而立 神色中透着些许的惊讶和意外了 爹啊 银花婆婆到底是什么人 小厅之内 穆正浩对父亲说道 穆明清回过头来 深吸了一口气 对穆正浩说道 银花婆婆是整个黑暗森林内的守护者 守护了黑暗森林不知道多少年了 从我进入黑暗森林开始就听说过银花婆婆的存在 周围的几个帝国 不少大宗门的势力 无不是对黑暗森林是胡视眈眈的 外人还以为他们是惧怕我们一哥一宝双门的势力 不敢轻易经翻黑暗森林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银花婆婆的存在 只要银花婆婆存在一天 他们就不敢进来放肆 这一次阴鸣叫的人进来 怕也是没想到 阴花婆婆还活着 要是早知道阴花婆婆会插手 怕是他们绝对不敢来的 黑暗城一处辽阔的大殿内 薛天愁面色阴沉端坐 对身边的薛云明道 阴花婆婆实力太强了 虽然从不插手黑暗森林内的内部事情 但正因为有他在 这些年来 一哥一宝双门也是不管乱动的 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爹啊 那银花婆婆为何要带走那杜少府呢 薛云明眼中目光阴沉 眼睁睁的 看着那紫袍少年从眼皮子底下又不见了 心仇旧恨都是无法得报 心中就挤压着一万个不爽 越想心中越是不舒服 这个原因就不知道了 但不管如何 一银花婆婆不插手任何黑暗森林内部的事情的性格 那杜少府多半还在黑暗森林内呢 吩咐下去 一定要找出那小子 无论是那宝物和玄灵通天堂 都要找回来 薛天愁冷道 时间是徐徐而过 黑暗森林内 武王静的强者被击杀了 加上银花婆婆的消息传出 也同时是长了翅膀一般扩散开去 数天之后 周围众多势力震惊计察着 群山之中江河澎湃 沿河蜿蜒 两岸连山皆是山壁一色 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 山壁陡峭 树木繁茂 掩盖着不少的建筑 远远的望去群峰之内建筑是密密麻麻的 显得古朴神幽 又沧桑宏味 听说这一次杜绍夫可是和将军古心烟 鬼蛙他们一起的 前往了黑暗城内 读取我天舞学院的玄灵通天堂了 最后引来了无数的强者 一番的血战 击杀众多的强者 明智的黑暗森林呢 只可惜最终也是没有擒住鬼种 不过据说玄灵通天堂已经在杜绍夫的身上 只是杜绍夫也被超级强者带走失踪了 下落不明 那超级强者好像是调作银花婆婆吧 轻而易举的 能够拈死五王兄的强者 太恐怖了 不管如何 这玄灵通天堂还是没有落在别人的手中 这一次将军古心烟鬼蛙他们出手 也算是养了我天舞学院之位了 只可惜我到北明峰不幸远落呀 天舞学院之内也是议论纷纷的 有感叹有震惊 也有着愤然和哀声 群伤连根 苍翠欲滴 山峰之上 挑着几缕乳白色的雾隘 若隐若现的 不时间周围传来了数声 勤鸣寿吼之声 一个天然的山洞之内 一道淡金色光芒徐徐收敛 一个盘袭而坐的紫袍少年显露着 吱吱吱 紫袍少年见眉之下 睫毛是微微跳动着 紧闭的双眸随即是徐徐地睁开了 双碎的目光深处 两股淡金色精芒夺射着 如同是金色闪电一般 哄 一股古老的气息 自那紫袍少年轻瘦的身躯内 席卷而出 震动的整个山洞 都是为之以颤的 呼 一口浊气自嘴中吐出了 杜少佛眼中 但金色精芒内是内敛着 目光徐徐地变得清朗 刚毅睿智的脸庞上 浮现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数天的吐纳调息 也恢复到了全盛时期了 就连体内 预要再度突破的气息 都被杜少佛 强扇着突破的诱惑 再度压缩着 稳固了根基了 每一次的压缩稳固之后 杜少佛都能够感觉到 浑身上下有着一种凝实的感觉 那种感觉 有点像是百炼成钢一般了 呼 突然 整个山洞是为之以颤 像是地震了一样 怎么回事 杜少佛顿时起身 跃出了山洞 身边的杜小妖 化作了一道淡金色的光芒 速度比起杜少佛 还是要快上几分的 哄 山峰之上 周围是群峰连跟着 山脉深处 隐隐地地动山摇 有着巨石从山峰滚落着 压折许多的参天古树 如同是山洪爆发了一般 不是不是不是 摇摇的山脉深处 还有着耀眼的光芒 冲天而起 但这一切都只是短短的时间 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一切恢复如常 就如同是没有发生过一般 好像是有什么又出事的一般 银花佛佛说的没错 这是真的有机缘造化吗 杜少佛望着远方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绝对是不简单的 好像是有什么封印要松开了 就在前面不远处 杜小妖但金色的灵童 是紧紧地望向了前方 杜小妖 你不是能够无视一切封印和福镇吗 能不能够进去看看啊 杜少佛目光一转 顿时望着杜小妖问道 以杜小妖的天赋 那里若是真的有什么 大的造化机缘什么的出事 那在引起别人来之前 自己就能够得到了 不是一切封印和福镇 是一切普通的封印和福镇 有些特殊的封印和福镇 我也没有办法的 杜小妖望着杜少佛 灵童微动了道 刚刚的封印只是松动 现在又消失不见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不过只要能够找到 我就能够进去 估计那封印已经是松动了 那不用多久 就会再次出现的 那我们就先等几天 杜少佛脸庞上泛着笑容 银花婆婆是应该没有骗自己的 既然有大造化和机缘 那再等上几天也是不怕的 好无聊啊 好想吃灵药 突然杜小妖的目光 从远处收回 然后望向了杜少佛 杜少佛瞪了邓小妖一眼 这事也只能够 是拿出了一大把的灵药供着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之中 杜少佛好不容易是清闲着 便是将身上所有掠来的乾坤袋 尽数都打开给整理了一番 里面的收获还真是惊人呢 看着一个个乾坤袋内到处的灵药 杜小妖也自然是没有客气 大把的灵药往嘴里面塞 塞得杜少佛都开始心痛了起来 然后杜少佛也只能够视化心痛为食欲 照样一大把一大把的灵药往嘴里面塞 总不能够让杜小妖吃饱了而自己饿着呀 不过杜少佛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那种能够增加玄气的灵药是不敢再吃了 只能是够是挑选能够增加精神力作用的精神力吞服了 还好那山峰上是没别人 若是有人见到那两个祸那么糟蹋灵药 还不知道会心痛成什么样呢 原来的乾坤态势中 也有着不少的武技之类的 杜少佛都大致地检查了一番 都没有什么兴趣 一般的武技也是入不了杜少佛现在的眼的 现在的杜少佛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在杜家藏武楼内 还要偷偷地去寻找什么武技的少年了 不过杜少佛也不是所有武技都看不上眼的 一般的武技看不上眼 不代表着杜少佛是狂妄之辈 比如当初从那名神庭的古玉身上 那乾坤袋之内 杜少佛就找出了两套武技 很有兴趣地修炼着 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来修炼 另外还有玄云斥交的精血修炼的法骨洗髓 拍卖得来的无头的妖手干尸 杜少佛整理了一番 现在也没时间研究那庞大的干尸了 用天兽榜上的精血修炼法骨洗髓 也没有特别宽裕的时间 不知道那大造化积怨什么时候就会出事 因此杜少佛也只能够是先暂且地放下了 将一切都整理了一番后 杜少佛也沉浸在了修炼精神力和领悟神秘意识之中了 神秘一世浩瀚无边 每一次领悟上的进步都能够让自己受益匪浅 甚至能够给五脉带来好处的 一只也是杜少佛最为看重的 神秘一世金翅大鹏鸟的修炼之法 神秘的残平功法 这都是杜少佛看重之物 杜少佛很清楚 正是有了神秘一世 金翅大鹏鸟的修炼之法 还有那神秘的残平功法 自己才能够有着自己现在和别人与众不同的优势 因此只要有时间 杜少佛也都用在了领悟和修炼这三样之上了 哄 数天之后的一个深夜 周围山脉再度一颤 光芒是冲天而起 耀眼的如同白昼 山峰巨石滚落着 神林之内胸前猛兽咆哮着 但一切随即又平复了下来 再度恢复了正常 继续领悟 山峰之上杜少佛继续开始领悟着神秘一世 像是鱼儿进入了海洋 浩瀚无边地畅游着 杜小妖小小的猕猴身躯势上 周身淡金色光芒荡漾着 俘虏密文浮现 隐隐有着一座五指山峰 若隐若现地在体表之上 也沉浸在了某一种的修炼之中了 叶月华如炼笼罩着山脉 一座山峰上 一个短衣大汉摇摇地望着前方 一只左眼戴上了眼罩 剩下的一只独眼 在夜幕中蔓延出精芒 如锋利的大刀一般是凌厉着 等了这么多年 传说果然是真的 不枉费这数十年时间呢 独眼中年南南青岛 悬崖峭壁沿洞 一个高高瘦数的老者盘膝而坐 遥遥望着前方一闪而逝的光芒 南南青岛 果然空穴不来风 传说是真的 密林峡谷巨石 一个挥袍老者静静而立 目光注视向了前方 波澜不惊的双眸之内 犯着些许的波动 南南青岛 终于要开始了 如此的时间又过去了数日 山峰的山洞之内 杜少甫周身笼罩在一股神异的白色光芒之中 白色光芒是宛如神芒 一股微压气息蔓延着波动 此时若是仔细感应的话 能够察觉得到 杜少甫身上的这股气息 似乎隐隐在开始增强着呢 气息增强的速度是极为的快速 若是有着其他的灵符石在附近的话 定然是会为之瞠目结舌的 目瞪口呆 这段时间怕是又约莫过了是数日的时间了 山峰山洞之内 杜少甫周身笼罩的白色神芒 已经浓郁到了极致一弯 威压大作 一股一样的能量波动 突然在山洞之间是荡漾而起 随着那股波动传出后不久 一股强横的气息 也是猛人自紧闭眼眸的杜少甫体内涌出着 这股气息带着威压不断地增强攀升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 是催枯拉朽一般 一股无形的瓶颈围之冲开了 然后气息便是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山洞之内杜少甫周身的白色神芒 随着体内气息急速地攀升着 浮纹光芒蔓延扩散 神芒波动 显得极为古老 久久之后 当气息彻底稳定的时候 杜少甫周身白色神芒逐渐地消失收敛 进入体内不见了 随着一口长长的浊气顺着喉咙从嘴中吐出了 紧闭的双眸微微睁开 双瞳内精芒闪烁着 越发地明亮深邃 而后又化作了清朗 死星灵浮尸出灯了 感知了脑海 泥完宫内的精神力 比之前是要墙上的 又何止数倍啊 杜少甫脸庞上的目光 就忍不住不由自主地浮现了笑意 杜少甫自己也没想到 只是全神修炼大半个月的时间 竟然是让自己原本在 灵浮尸三星圆满层次上 一举突破到了四星灵浮尸出灯了 好强的神秘残骗功法呀 灵浮尸层次上的修为惊人的快速 杜少甫知道 自知这一切都是因为 当初杜家藏武楼之内 那兽谷内蕴含的神秘功法残骗 所带来的效果 修炼那神秘的功法残骗之后 精神力简直就是在暴涨着一样 当然 这一次大的突破 杜少甫也知道和十几天前 和杜小妖抢吃灵药有关的 可是吃了不少 能够增进精神力的灵药了 灵浮尸 最重要的是精神力和玄气 而在玄气上 有着修武者的扎实的根基和底子 而精神力 因为这神秘的残天功法的修炼 是为之暴涨 这才让杜少甫在灵浮尸的层次之上 是一路的快速暴涨着 这等突破的速度 让杜少甫也是惊讶 但更多的是欣喜 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好像不一般呢 杜小妖突然出现在了杜少甫的身前 但金色灵铜紧紧地放着杜少甫 充满着些许的好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功法 不过是不错的 杜少甫伸展了一个懒腰 嘴角擒着笑意 然后地栩栩起身 突然之间 杜少甫眼神微动 突破四星初登的灵浮尸层次 精神力暴涨了不少 窥探到了不远处 有着不弱的波动传来 好像有人在交手 实力还不弱的 杜小妖也感觉到了波动 跃到了杜少甫的肩头 望着前方说道 我们看看去 杜少甫稍坐了一下犹豫后 脚掌旋气涌出 身影顿时掠出了山洞了 山峰连干 山间之上云雾缭绕 山间之间 却是透着悠悠的清凉和幽静的 凌乱的地面上 此时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的尸骨 都是被一剑刺穿了胸膛 一招毙命 不下于实数感 岩石之上最后两个中年而立 两个中年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高的轻瘦 矮的是肥胖的 但这两人此时身上的气势 却是极为的强悍 脸庞神色上 都是透着一股傲慢 像是有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不远处 一颗身形修长轻瘦 身着黑袍的青年是兢兢而立的 手中紧握着一柄 青色古朴的宝剑 剑柄犹如是临蟒 蟒头猙獰 宛如火雾 剑身之上符纹蔓延着闪烁 光芒耀眼 透着灵力和沙发 黑袍青年微微地低着头 额前是碎碎的刘海盖下来 遮住了眉毛 长发束在了脑后 急缕并发垂间 手中的宝剑上有着阴红的剑血 是徐徐地低下了 若是此刻杜绍甫在此 定能够认出 这青年正是当初在黑暗城中 有所交集的那神秘的黑袍青年 叶飘灵 勇猛不应该落在你的手中 必须交换纵门 高手中年望着叶飘灵 眼中寒意抹过 目光落在了其手中的符纹宝剑之上 意识隐隐间抹过了些许的制约 叶飘灵徐徐地抬头 碎碎的刘海覆盖之下 眼神透着灵力犀利 手中的符纹宝剑一抖 灵力杀伐之际 不动蔓延着 嘴唇擒着高傲 望着那高手的大汉沉道 有莽是我的 你们想要一手遮天 但代表不了宗门呢 你还敢提宗门 犯下了重罪 跟我回去受审 否则杀无赦 矮胖中年目视着叶飘灵 眼中寒意斗舍沉道 别以为突破到了 五侯境玄妙层次 就能够抗衡我们 乖乖地和我们走吧 要不然 我们有权将你当场诛杀 重罪 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罢了 要不是你们的追杀 我想我也没办法提前突破 现在就凭你们两个 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 马前卒炮灰而已 还不够资格杀我 叶飘灵望着两人 声音淡漠 眼中目光开始锋利了 挥手长剑直至长空 宝剑之上 凌厉的杀伐之气 不停地搏动着 看样子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那今天就将你当场诛杀 矮胖中年浑身气息 轰然释放 雄浑的气势之中 带着一股滔天的冷意 脚尖一点地面 肥胖的身躯 却是闪电般地 冲击到了 叶飘灵的身前了 哼 矮胖中年挥手而动 手掌变得赤红 流动着光辉 有着极为特别的符文蔓延着 掌印随即拍向了 叶飘灵而去 哼 叶飘灵动了 周身一鼓鼓的 旋气涌动着 手中的勇猛上 是一缕缕的符文闪烁而出 将身躯营绕包裹在其中了 一股凌厉的沙发的 强悍气息 乍然爆发 瞬间剑芒爆掠 直刺 矮胖中年的手掌了